穿越到修仙界,陈平安以为自己是凡人,于是狗在凡人小镇里清静生活,却不知自己养的鸡是凤凰,池塘里的鱼是神龙,就连院子里的所有器物,竟然都是神器。 直到在凡人小镇生活了五年,被迫要踏出凡人小镇后,他遇到了修仙之人,这时他才发现,修仙之人都很是奇怪,一见到他,必定跪地大喊前辈。 第一章,养的鸡竟是凤凰,倪平向深处,一间打扫得很是干净的大院里,一名俊秀青年躺在太师椅上,酣睡着,定。 这时,一道电子音在他耳中钻过,陈平安舒服地伸了个懒腰,睁开心松睡眼,庭院中间沐浴着霞光的桃树,映入他眼前。 转眼五年,就数你陪我醉酒了,这桃树是他来到这世界时,亲手栽种,现在已经开花,朵朵惊艳。 似是听懂了陈平安的话,桃树枝叶清白。 陈平安没在意,觉得是春风在作怪。 系统,这次的任务是什么?加入靠山宗。 靠山宗,陈平安生活着的凡人小镇就在靠山宗管辖区内,而靠山宗是一个修真门派。 这世界修真闻名异常昌盛,宗门伶俐,强者为尊。 当然,有能修炼的人必有肉体凡胎之人。 这小镇便是凡人的城镇,名风淳朴,一也不庇护。 穿越到这世界那会,陈平安知道这世界这般光怪陆离时还挺惊喜的。 特别是知道自己还帮有一个系统,更是喜出望外。 直到他发现自己没有灵根,有系统也不能修炼后,怀疑人生好久。 他的系统很奇葩,会陆续发布任务。 当一千个任务全部完成后,他便能一夜无敌,独步天下。 这系统的奇葩之处就在于完成这一千个任务前不能让他变强。 仅仅会在完成任务后,奖励他一些家常用品,比如喝水的茶壶,扫地的扫帚,桃树幼苗,乃至于整个院子都是系统所送。 这些年里,系统从未给他颁布过接触修炼者的任务,通常只会颁布一些助人为乐的小任务,比如帮助乞丐找到住所,或者给小孩制造玩具木球,甚至是给邻居解决一下夫妻某些生活不合的问题等等。 可现在,系统竟然让他去加入靠山宗,他毫无修为,一介烦人,如何加入? 陈平安很郁闷,这系统有硬性规定,任务一旦出现,三月内不完成任务,系统就会启动抹杀宿主模式,他要么等死,要么硬着头皮上。 无计可施下,陈平安只好收拾东西,决定去靠山宗试试运气。 当然,他再次试着舔着脸向系统要点修为,然而系统还是那么无情。 第二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 陈平安早早起床,照例给桃树浇水,给鸡仔喂食,给大院一脚小鱼塘里的鲸鱼投放鱼料。 做完一切,他才出了院子。 他一把吃用之物都放进系统储物间里面,身上只穿着系统送的白色长袍。 这长袍比较特殊,穿在身上,天热则凉,天冷则暖,还不会沾水染沉。 穿在身上不管多久,都不会有异味,极受陈平安喜欢。 靠山宗里小镇有五十多里路程,不会骑马的陈平安,只能不行。 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离开小镇那刻,院子里面突然闪过了一阵强光。 光芒收敛后,里面开始响起各种躁动。 瓶瓶罐罐,来自于斜靠在墙上的扫帚都颤动了起来。 不过很快,一切重归平静。 大院中间,一只公鸡奇怪地趴在桃树下,百无聊赖的样子。 随后,他更是口吐人言道,主人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看主人收拾了很多东西,厨房的菜刀也被带去了。 哎,好羡慕他们啊,能被主人带出去,我们就没那个运气了。 还有,我明明是凤凰,却变成落地鸡模样,好憋屈啊。 那小鱼堂里的鲸鱼也张嘴到,我也一样,都已经画龙了,还得窝在这坑里。 哎,这时,一道女生从桃树中间的小孔处发出,那菜刀天天吆喝着自己已经饥渴难耐, 要去砍人会不会不受束缚,攻击摇头,主人不让他砍人,他哪有那个胆子。 半天匆匆而过,荒野中心一棵大树底下。 陈平安实在走不动了,坐在光滑的树根上,拿出水壶,喝了口水。 难搞,才走了半天,就这么累了,这还有一天路程啊。 陈平安呼出一口浊气,感觉腿脚很累,恐怕得休息半个小时才能再赶路。 刷刷,可就在陈平安想休息时,在他身后的空中,骤然响起几道绿空声。 他往身后看去,只见几道人影在天空急速穿梭,正是几个修炼者。 陈平安虽然在凡人小镇生活,但每过几天都会听到小孩子们大喊,仙人。 这时,抬头看天,便能在天空看到修炼者飞过。 所以,陈平安也算见过大事面,按理来说,脸上不会有太大的情绪。 但此刻,他却眼眸圆争,还忍不住来了一具卧槽。 因为他发现,飞在前头的修炼者,正朝着他这里,直直坠下。 轰的一声,陈平安旁边炸开了一个土坑,一个妙龄女子正躺在其中。 她衣衫褴,头发凌乱,也许摔得厉害,头上还流着鲜血。 这女子狼狈不已,但陈平安此时却忍不住盯着他看。 那是一张千娇百昧的脸,眼如桃花,眉如细柳,嘴若樱桃,肤如滑冰。 用一个成语形容,便是倾国倾城。 这女子好像摔得不重,刚落地不久,便支撑而起。 同时,也发现了身旁静坐着的陈平安。 这不看还好,当看清陈平安后,他直接陷入了呆滞中。 陈平安年龄看起来不大,身上却有鼓出尘气质。 而让他如此失态,完全是因为陈平安身上正有一道道显化而出的道,则运里萦绕。 宛如再告诉所有人,他不是这世间之人,而是九天之上的仙。 看着陈平安慕容雪身体原始的冲动,正强烈地告诉他站在他面前的人, 只需一根手指头,便能笨死他。 呆滞一会,慕容雪突然听到身后响起落地声。 他一脸惨白,一咬牙下,急速朝着陈平安跪下。 前辈,救我。第二章,你们脑子被门夹了吧? 他见多识广,灵魂更是达到了出窍境。 但他长那么大,从未见过像陈平安这种,周身还有道则运里萦绕的高人。 甚至听都没听过,陈平安此时有点猛。 前辈,救你。 美女,你撞坏头了吧? 我只是一介凡人啊,怎么救? 陈平安算是明白了,那几人是来追杀这美妞的。 修炼界果然如传闻说的那样,动不动就是杀戮。 陈平安此时不知如何是好,都说些人打架,烦人遭殃。 他恰巧横跟在两者中间。 走也不是,流也不行,真特么淡疼。 身后几个中年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陈平安越是忐忑,开始瑟瑟发抖起来。 可就在这时,他身后脚步声一停,还突然响起几道惨叫声。 钱? 钱呗。 听着这喊声,陈平安呆了一下,木讷地往身后看去。 此刻,四个中年男子正朝着他拱手行李。 虽不像慕容雪那般跪地,但头比手低,一看就特别恭敬。 陈平安眨了眨眼,旋即快速看向自己附近。 没人啊,你们这是,在叫我。 陈平安猛了,一个撞到了头还好说。 你们几个,出门的时候脑袋被门夹了。 我只是一介凡人啊。 四周安静不已,陈平安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只能干坐着。 追来的四个中年的后辈已经被汗水浸湿。 原本他们还以为能吻杀慕容雪。 但从天空飞落后,却突然发现在慕容雪身旁竟然坐着一个俊秀青年。 如果是正常的青年,还没什么。 可这青年深周却有道则营绕。 仅仅看上一眼,便给人无尽的压力。 他们根本不敢用正眼去看陈平安。 因为仅仅被陈平安盯着,他们如被死神注视一般。 他们心中有道念头在告诉他们。 一旦和陈平安对视一眼,神魂必将泯灭。 他们已经不想杀慕容雪了,只想着赶紧逃离这兄弟。 但陈平安没有开口让他们离开,他们根本不敢动弹。 陈平安看着一个跪着,四个低头不动弹,不由得一脸古怪,然后试着道。 你们,走吧。 四个中年听着这话,如蒙大射一般。 大喊一声多谢前辈后,便急速升天,略空离去。 他们此时极为仓促,飞行速度竟然比追击慕容雪时还快了一倍。 仅仅一会,四人便消失在远方。 看着这一幕,陈平安很是无语。 而慕容雪见四个杀手离开,呼出了一口浊气。 同时快速看向陈平安,然后果断在地上磕了个响头。 小女子慕容雪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陈平安还是很迷糊,搞不懂发生了什么。 仙子,你赶紧起来吧,我也没做什么,不必如此。 而且你应该是误会了,我其实不是什么前辈,我仅仅是一介凡人而言。 慕容雪很听话地站了起来,此刻看着陈平安的眼神里依旧充满敬意。 他可不信陈平安是凡人,一介凡人身上会营绕到责运里。 一介凡人会下退四名金丹七高手。 但陈平安硬说自己是凡人,那肯定有原因的。 自己强行去拆穿,反而会惹恼他。 所以他假装恍然的样子配合演戏道。 没错,前辈就是一介凡人。 陈平安听着慕容雪这话,嘴角抽了一下。 他怎么感觉对方还是不相信他呢? 不然,为何还叫前辈? 对了,自己怎么也算救了他一命,出于尊敬,才叫前辈。 应该是这样吧? 陈平安暗自想到。 而想完后,他也不敢在这里继续休息了,准备溜人。 和这些修炼者待在一起,他总感觉不舒服。 可就在这时,他突然一顿。 等等,慕容雪。 陈平安呆滞地看着慕容雪,道。 你是? 靠山宗圣女? 慕容雪。 慕容雪眼眸一亮。 前辈认识我,他很惊讶。 陈平安这样的人物,竟然认识他。 陈平安眨了眨眼,心里很是古怪。 他还苦恼着自己一介凡人,如何加入靠山宗来着。 现在自己面前这人,竟然是靠山宗圣女。 嘿嘿,慕容姑娘,看来我们很有缘呢。 我刚好有事,要去你们宗门一趟。 要不,一起。 陈平安直接转变了脸色,此刻看起来反而有点猥琐。 没办法,凭借自己的实力,他肯定加入不了靠山宗。 但要是抱紧眼前这条大腿,他也许能走后门。 慕容雪听到陈平安竟然要去他们宗门,并且还说出有缘二字,眼眸突然睁大了一倍。 这一刻,在他眼里,陈平安的形象更加伟岸起来。 他刚才还以为自己在这里遇到陈平安,是自己运气好,命不该绝,所以能够获救。 现在看来,完全不是了。 一定是前辈提前推算好一切,知道我会被杀手追杀,再次坠落,所以才在这荒郊野岭之处静坐等待。 我就说,坠落的地方为何恰巧有人坐着呢? 原来一切都在前辈的计算之中啊。 而前辈刚才说的有缘,莫非,前辈除了救我,还会给我一场机缘。 念几次,慕容雪连忙点头,兴奋道,一切都听前辈的。 陈平安见慕容雪如此,眼眸一亮。 不过这时候,也没有直接提出自己要走后门的想法,打算在途中混熟一些再提出来。 如此,成功率也会大一些。 两人说好后,准备启程。 而慕容雪也懒得去疗伤了,自己身旁有这样的高手在,即使身受重伤,也没人敢动他分喉。 而且,以前辈这实力,一定能跨空而行,一步就能到他们靠山踪。 念几次,慕容雪微笑不已,等待着陈平安带着他跨空而行。 至于陈平安,他实在不想再走路了,此刻也微笑地看着慕容雪。 等待着慕容雪带他飞行,两人各怀心思都微笑地看着对方。 但就这样,过了一会,气氛开始尴尬起来。 陈平安眨了眨眼,道,那个,慕容姑娘,我一介烦人,只能不行,所以,你懂的。 陈平安没办法了,只能暗示慕容雪了。 意思就是,让慕容雪带他飞行,这样赶路才快。 而这话听在慕容雪儿里,意思就变了。 慕容雪面露恍然,连忙点头道,那晚辈陪前辈一起走路。 他不久前还搞不懂陈平安为何一直说自己是凡人,此刻他终于懂了。 传闻有些强大的修饰,境界到了一定程度后,想刻意提升修为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到了那个境界后,心性比修为更加重要。 心性达到一定境界,修为便能水到渠成。 所以,那时候他们只能修心。 说自己是凡人,做凡人的事情,经历凡人的苦楚,这不正是修心之举吗? 看着陈平安,慕容雪眼中的崇敬越加浓郁了一倍。 陈平安原本还以为自己能体验一下飞行的滋味。 此刻听到慕容雪来了这么一句,直接猛逼了。 他傻傻地看着慕容雪。 美女,你是认真的。 第三章,我也不好,想吃软饭。 慕容雪心中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更是先往前行去,一副我也要跟着修行的模样。 看着慕容雪亮丽的背影,陈平安嘴角抽了一下。 没办法下,他也跟着往前行去。 半天后,夜晚降临。 一处小溪前,因为天黑不好赶路,两人只能生火过夜。 慕容雪借机疗伤。 一个时辰后,慕容雪身上的伤势在丹药作用下,好的七八。 随后更是开始修炼起来。 他已经在壁谷巅峰停留好些时日,一直有个瓶颈卡着。 不管吃丹药或者用其他方法,都没有作用。 而他修炼的是水系功法。 他爷爷告诉他,这种情况有两个办法突破。 一是日积月累,终有一天能水到渠成。 二是凭借顿雾来突破,修炼水系功法者,关水而悟。 只要有所顿雾,必能水到渠成,一举突破。 但他已经关水修炼整整几个月了,仍旧没有任何顿雾的兆头。 他因此生出了游历的心思,觉得心情好了,也许也能水到渠成。 可不曾想,出来一趟还被追杀。 要不是遇到陈平安,他已经香消玉语。 今晚月色不错,月华照射在旁边的小溪上,一轮残月浮在水面。 慕容雪盯着水面,良久也没有盯点感悟的意思,反而有点犯困。 陈平安在火堆旁坐着,百无聊赖。 而他还想着找慕容雪聊天,借此促进一下两人的关系。 这样的话,他才能靠着这关系进入靠山宗。 想了一下,他眼眸一亮,拿出水壶看向慕容雪,道。 慕容姑娘,要不要喝水? 慕容雪闻言,这才想到了自己身旁有个强者。 自己这情况,大科请教一下对方啊念几次。 他连忙道。 前辈,其实晚辈在修炼上遇到了一个问题,修为一直卡在壁谷巅峰,迟迟没有突破的迹象。 晚辈实在无计可施,还望前辈指点一二。 陈平安嘴角抽了抽,想和慕容雪聊天的他,突然不想聊了。 美女,你脑袋还没好吗? 我真是一介烦人啊。 你问我,鸡兔同龙的问题还行? 问我修炼上的事情,我懂个毛线啊。 嘿嘿,这个我怎么会知道呢? 要不,慕容姑娘你喝口水,自己再好好研究一下。 陈平安苦笑道,慕容雪听着陈平安这话,失望了。 但下一刻,他眼眸突然一瞪。 不对,前辈这不是不会。 他的指点,就在话语中。 喝水。 没错,就是喝水。 感情我一直搞错了,不是关水而物,而是喝水而物。 他火急火燎拿出自己的水壶,先喝一口,然后闭上眼睛。 过一会后,再喝一口,再闭上眼睛。 紧紧时息,他呼的一声,嘴中吐出一道气悬。 身上的气势,急速攀升了几倍。 也在这时,他睁开了眼睛。 一双美眸中,闪耀着无尽的星光,落在了陈平安的身上。 他突然站起,单膝下跪,拱手一拘。 多谢前辈指点。 看着这一幕,陈平安又傻了。 只有一个表情包可以诠释他现在的情绪。 一个小朋友,头上有一堆问号。 发生了什么? 我没指点你啊。 不行了,这美女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 陈平安觉得,慕容雪脑子肯定还没好。 第二天,陈平安两人继续赶路。 这一路上,陈平安发现跟在自己身后的慕容雪,一直盯着他看。 脸上还布满了崇敬神色,眼中闪耀着星光,盯得他浑身难受。 突破到结丹镜后,慕容雪心情大好。 为了感谢陈平安,他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了。 要是可以以身相许,他绝对选这个。 又是半天后,两人终于走到靠山棕山脚下。 此刻,站在山脚下的陈平安,看着巍峨的高峰,一阵唏嘘。 此时他的表情像极了土包子进城,看到高楼大厦一般。 这山峰是陈平安看过最高的山。 白云营绕在半山腰处,完全看不到峰顶。 而山体上还有穷楼玉雨,仙鹤更是在山间徘徊。 仙气飘飘,汉人心魂。 陈平安忍不住道,这就是你们靠山棕。 慕容雪见陈平安露出惊讶的样子,苦笑地点了点头。 他已经挠不出陈平安心里的想法。 一定在想着,这种简陋的地方,竟然有人用来当棕门,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前辈,您还没说来我们棕门有何事呢? 这时,慕容雪岔开话题道,这一路走来,他也不好问此事。 毕竟那时候和陈平安也不是很熟,但经过了一天一夜的相处,他觉得陈平安特别好相处。 此刻又到了棕门,便斗胆问出。 陈平安见时机到了,小心翼翼道。 其实我来此,是想加入你们棕门。 慕容雪闻言,美眸猛地瞪大。 啊,前辈,你说什么? 陈平安见慕容雪十分惊讶的模样,感觉加入靠山棕这时, 要泡汤了。 也对,一介凡人却说要加入棕门,确实有些不自量力。 不过,你也不至于这么惊讶吧? 即使如此,陈平安还是再说多了一遍,随后,也准备说自己在棕门打砸也行。 可这时,慕容雪却是兴高采烈起来,连忙道。 前辈,我这就带您去找我父亲。 激动说完,他伸手去拉陈平安的手。 而下一刻,他也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连忙缩手。 这一下,他犹如惊弓之鸟一般,突然有些坐立不安起来。 不过他缓解尴尬的能力也强,撩拨了一下额前的头发到耳后,细声细语地矜持道。 前辈跟我来。 说着,脸色微红地往前走去。 心里责骂着自己,为何这么不矜持? 要是得罪了前辈,该如何是好? 陈平安呆呆站了一会,然后才脸色古怪地跟着慕容雪。 看着慕容雪那飞红的脸颊,他咕噜地咽了咽口水,忍不住看了一下刚才被慕容雪拉住的手。 他突然感觉自己的胃好像重疮了一般,以后只想吃软饭了。 靠山宗山峰之上,筑立着一座壮观的大殿。 此时,里面正有两名中年人研究着一个木球。 其中一个穿着白衣的中年,眼睛很小,看起来像是瞇着眼睛一般,手上正拿着一把三尺长剑。 此剑通体绿色,剑身上散发着灵力气息。 这是一把下等法器,是白衣中年历时十年收集各种材料制造出来的宝贝。 这世界的武器分有四个等级,分别是法器、宝器、灵器、仙器。 白衣中年全力驱剑,朝着木球一剑砍去。 一道绿芒从剑上骤然闪出,飞向木球。 强烈的尽力,使得大殿扬起了一阵风。 砰的一声,剑芒打在木球上。 可奇怪的是,木球没有破开,反而弹飞摔在了远处的地上。 一切完好如初,白衣中年看向站在不远处的红衣中年,摇头道。 我也破不开,此物材料未知,中间明显空心,藏有物品。 这等东西,真是在路上识得。 白衣中年名为慕容云海,正是靠山宗宗主。 而弘衣中年名为张清贤,是附近宗门,焕月宗的宗主。 此物是我宗弟子时的,起初我也想了很多办法,却怎么也打破不了。 而我父亲正在闭关,想冲击分神七,所以只能来找你们了。 你父亲倒是有没有提及,何时归来。 张清贤单手一招,木球飘然而起,落在他手上。 他觉得这木球肯定是某位强者制造出来的宝贝。 慕容云海摇头道。 你也知道的,他们两人都觉得狠,一直看不惯对方。 这不赌气,看谁更快突破到分神七,就出去找机缘了。 一时半会,应该不会回来。 张清贤苦笑一下,收起木球,随后咳嗽了一下道,对了,小雪最近还未突破。 要不让他去我宗幻影湖静修一下,毕竟他修炼的是水系功法。 慕容云海突然狡黠一笑。 你这老狐狸,我还不懂你心思。 这么想让我乖女儿,当你儿媳妇。 张清贤尴尬一笑,没有再说话。 可就在这时,外面快步走入一人。 此人身材窈窕,容貌美丽,气质绝佳,更是在如花似玉的年纪。 一般的年轻男子看了,必定会转移不了目光。 爹。 慕容雪小跑而入,脸上布满了笑容,如同一朵绽放的鲜花一般。 而这时,慕容雪也看到了张清贤,顿时收了一些笑容,喊了一声清贤叔叔。 张清贤看到慕容雪后,一脸慈笑。 恨不得喊一声乖儿媳。 慕容云海道。 小雪,你不是外出历练去了?慕容雪眨眼到了慕容云海面前,然后敷在他耳边说出陈平安的事情。 慕容云海原本还一脸泰然,可听着听着,眼眸越睁越大。 此刻鼠眼如同正常的眼睛一般,看不出修为。 气质出尘四嫌,周身更是有道则运里营绕。 还可以推算天机,提前站在降落之地救人。 最后更是一语点醒梦中人,祝自己女儿突破结单。 而这样的人,要加入他们宗门。 小雪,你没骗我吧? 听着这巨大的信息量,慕容云海怀疑自己女儿跟自己开玩笑。 但是,慕容雪从未跟她开过玩笑。 我让前辈在外面等待,爹爹,我们去迎接。 记住,前辈游戏人间以凡人之名修行,所以爹爹你最好别提太多修炼上的事情,惹得前辈不快。 慕容雪很是认真提醒道。 说着,她开始拉着慕容云海往外走去。 张清贤看着这两妇女神神秘秘的,一脸好奇。 而这时,反应过来的慕容云海也看向她道,清贤兄,你在这里等候一下,我去去救回。 不久,慕容雪两人出了大殿。 大殿正前方几十丈外,此时正站着一个俊秀青年。 陈平安安静站着,目光没看着大殿方向,紧紧看着身旁弥漫着淡淡雾气的环境,觉得很是壮观。 她也因为攀爬这座高山,走得太累,此刻呼吸还是有点粗。 前辈,这位是我的父亲。 就在这时,她身后响起了慕容雪的声音。 陈平安赶忙整理了一下衣服,转身看去。 可不看慕容云海还好看到慕容云海的长相后陈平安待了好一会。 慕容姑娘,你确定这是你父亲? 慕容云海眼睛小如鼠目不说,还长得很是普通。 和慕容雪这种眼如汪水,气质容貌超绝的美女,没有一点相像。 不过也就一会,在陈平安视野里,这小眼睛的慕容云海,眼睛突然大了起来。 慕容云海呆呆地看着陈平安,这一刻,她终于知道,自己女儿所言不虚。 在她眼里,以陈平安为中心的道泽运理,已铺满了四周的空间,她呆滞地看了眼自己的女儿。 此时很想说一句,这哪里是深周,萦绕着道泽运理萦绕啊? 这四周全都是啊。 第五章,这脑子没得治了。 慕容云海赶紧朝着陈平安拱手,头比手低,恭敬道。 不知前辈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陈平安在看到慕容云海的时候,还想着作医一下。 可她还没来得及作医,就被慕容云海抢先了一步,这让她反应不过来了。 特别是听到慕容云海也来了一句前辈,还用这般客气的语气,她嘴角和脸皮一起抽动起来。 这妇女,脑袋都被门家过的吧? 我怎么就是前辈了呢? 我看起来有这么强吗? 陈平安很无语,自己只是一介凡人,上个山还带气喘那种,真不是什么前辈。 而且系统明确地跟她说了,她没完成任务前,百分百没有修为,实力垃圾。 宗主您说笑了,我哪里是什么前辈,我只是一介凡人。 而且我哪里敢让您迎接。 陈平安这时作医也不迟,一脸客气道。 慕容云海看着陈平安这举动,听着陈平安这话,顿时瞄了眼自己女儿。 心想着,小雪果然没说错。 前辈这是真的把自己完全当凡人了呀。 前辈说笑了,您也别叫我宗主了,前辈要是不嫌弃,以后可以叫我小海。 慕容云海恭敬道。 别看陈平安看起来这么年轻,慕容云海可以肯定,陈平安一定是一个修炼了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老怪物。 就这一个照面,陈平安给他的压力,他从来没有感受过呀。 而且,以他的认知,恐怕凡间最高的大乘境界都不会深周不满道泽运礼。 他猜测,陈平安应该是仙界的强者,来到凡间体验生活。 陈平安真的搞不懂了,心想着这些修炼者,修炼多了,脑子出问题了。 那我就叫您慕容宗主吧。 陈平安道。 慕容云海连忙点头,一切听前辈的。 陈平安很无语,他甚至怀疑,修炼界的人是不是把每个人都叫前辈。 前辈跟我来,我们进里面聊。 慕容云海也不好让陈平安继续站着,连忙陪笑的引路。 慕容学也一样,脸上布满别样的微笑。 就这样,陈平安跟着两人进入了大殿里面。 这时,陈平安也看到了作者的张清贤。 可让他无语的是,这张清贤在呆志一会后,又学着慕容云海当才的动作,恭敬地喊了一声拜见前辈。 陈平安这下确定了,这些修炼者脑子都有坑,我他妈真的是烦人啊。 几人坐下,慕容云海才微笑道,听小雪说,前辈要加入我们宗门。 陈平安微笑点头,然后准备说自己当得打杂的也行。 可他刚点头完,慕容云海就一脸春光灿烂,然后一脸认真,扯着嗓子道。 前辈,打今日起,我退出宗主之位,往后,您就是我们宗的宗主了。 听着这大嗓门,陈平安猛了。 宗,宗主,这不行。 陈平安一脸决绝道,他一介烦人啊。 当个弟子都觉得不好意思,都想去打杂来着。 你TM现在竟然让我当宗主? 你脑袋被夹了多少次啊?这没得治了呀。 慕容云海见陈平安直接拒绝,当即身子一冷,认定陈平安觉得这职位还不够。 那,从今日起,前辈您就是我宗护山长老。 慕容云海声音都没那么大了,一脸狐疑问道。 陈平安听后,嘴角拼命抽动起来。 他虽然不能修炼,但对宗门的一些事情还是有过耳闻的。 宗门最弱的是杂役,其次是外门弟子。 然后是内门弟子,只是圣子圣女,长老,宗主,护山长老。 最后是老祖。 现在慕容云海竟然还往高处说,让他无言以对了。 慕容云海见陈平安沉默,知道陈平安什么意思了。 最后一咬牙,为了留下这尊超级大神,他拼了。 前辈,我带我父亲做决定,让他退出宗门老祖之位。 即刻起,您就是我们靠山宗唯一的老祖。 慕容云海慷慨激昂道。 听着这话,陈平安差点从椅子上摔下。 这孩子没救了。 陈平安看着慕容云海,一顿责叹。 而陈平安责叹的动作比较奇特,是用点头。 于是,慕容云海捕捉到了这一幕,内心激动得如同小鹿乱撞一般,连忙道。 哈哈,那就这样说好了。 陈平安看着慕容云海,还开心得像个傻子一样,真的替他感到悲伤。 至于慕容雪,此刻也是笑容满面。 他一开始觉得陈平安和他有缘,才会这般。 但现在他觉得陈平安应该是和他们宗门有什么渊源。 倒是在一旁坐着的张清贤,现在都想拿起衣袖来咬了。 羡慕妒忌恨啊。 他狠狠看了眼得意不已的慕容云海,很想过去揍他一顿。 这货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宗门里才来了这么一号大神。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强大的人物。 那深舟布满了道泽运里,仅仅看着便给人一种世间无敌者的感觉。 商定此事,慕容云海突然想起了张清贤那个木球。 他对着张清贤使了个眼色,然后看向陈平安道。 前辈,我这好友有一件物品,不管如何也打不开。 想让前辈看看,不知前辈有无时间。 张清贤瞬间会议,恭敬地拿着那木球走到陈平安面前。 看着那木球,陈平安惊讶了一下。 咦,这木球你们哪里弄来的? 听到这话,慕容云海和张清贤皆是眼眸一亮。 这前辈实在太厉害了,紧紧一眼就已经看出这东西的布凡了吗? 这东西陈平安熟悉得很,这不正是他给城里小孩制造的玩具木球吗? 怎么,你们要打开它。 陈平安道,这木球他用的是鲁斑锁,有特殊的打开方法。 慕容云海如小鸡灼斑斑点头,道里面有东西,可能是好东西。 陈平安随意道,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就一张纸条。 嗯,慕容云海和张清贤同时一待。 前辈您的目光能看到里面的东西。 慕容云海惊呼道,这到底达到什么境界啊? 竟然能透过表面看内部。 陈平安脸色古怪道,我哪有那个本事,这东西就是我制造出来的。 嘎! 文言,慕容云海和张清贤都傻了。 然后崇敬的情绪完全占据了他们的脸颊。 眼中更是闪烁着无尽的星光。 陈平安继续道,其实打开也简单。 说着,他开始操作。 但是,一会后,发现不知道哪个熊孩子把重要的机关给搞坏了。 没办法了,他只能转身一下,在储物空间里面拿出自己带来的菜刀,对着那木球一刀劈下。 咔嚓,木球眨眼被劈开。 成了。 陈平安看向慕容云海道,可不看慕容云海他们还好。 当他看到慕容云海三人的表情后,他又梦了。 此刻,慕容云海三人的眼泪几乎要夺框而出。 三人正死死地盯着他手上的菜刀,好像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事物一般,神经兮兮的。 陈平安见他们如此,嘴角抽了抽。 完了,这三个孩子脑子真的没得救了。 一万字了,喜欢的收藏哦,这是一本有趣的书呢。 第六章,菜刀是神器。 陈平安觉得,这些修炼者脑子有坑。 动不动叫他前辈就算了。 现在这又算哪样? 他这是一把菜刀而已。 至于看起来像白日剑鬼一样吗? 这菜刀很锋利,白光闪闪。 但陈平安可以确定,这就是一把菜刀。 和那些修炼之人的剑,完全没法比。 难道是这些修炼者没见过菜刀? 或者觉得我随身拿着菜刀,觉得惊讶? 应该是了。 陈平安将菜刀收回系统储物空间。 而这时,他发现慕容云海他们还在傻傻地看着他。 慕容云海三人此时头皮发麻,瞪着眼睛,肢体木讷,犹如行尸一般。 刚才那一幕,着实震撼到他们了。 那是什么级别的武器啊? 那刀一出,一股凌厉霸道的气息便朝着他们扑面而来。 仅仅是一道气息,他们身体直接失去了控制权,整个人动弹不得。 就连神识也颤了颤。 那是人的原始本能受到了威胁的感觉。 而在此刀披在木球上的时候,他们更是看到了法则在碰撞。 仿佛告诉他们,这世上无物可以挡下那一刀。 他们可以确定仅仅这么随意一砍,即使没有任何灵气作用在上面,砍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得一分为二。 钱? 钱呗,那是什么级别的武器? 慕容云海第一个回神,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他就是一名炼器师,对于武器的等级和特性熟悉得很。 但他看着陈平安那把刀,却看不出适合等级。 宝器肯定不是了。 而只在传闻中出现的仙器,也不应该这样有关仙器的描述,和刚才他们看到的不一样。 仙器是武器上拥有仙器,更有灵性,第一眼给人的感觉是光彩夺目,超脱凡物。 而刚才陈平安拿着的刀,除了震撼人心的气息外,表面和普通的菜刀一样。 传闻,仙器之上还有神器,莫非,钱呗这刀,是。 死。 慕容云海胡思乱想起来,想着想着,不禁道西一口凉气。 陈平安一脸无语地看着他。 我这用来切菜的菜刀,有个毛等级。 这是一把平凡的菜刀。 陈平安美好气道。 慕容云海闻言,这才想起自己女儿告诫的话,便木讷地点了点头。 前辈果然真把自己当成一个凡人啊。 可是前辈,您这样,哪像凡人啊? 你装也装得像一点啊。 慕容雪和张清贤这时也平复下心中的惊涛,看向了破开的木球。 慕容云海更是伸手去拿起,发现木球中间确实有一个小空间。 而他在里面还发现了一颗。 纸糖。 这玩具是陈平安制造给小孩子们玩的。 让他们按照他教的去试着破开鲁班锁。 这样就能吃到里面的糖果了。 慕容云海看着这纸糖,一阵好奇。 在知道这东西是陈平安制造的后,便试着问道。 前辈,这宝贝是何物? 宝贝。 陈平安翻了一下白眼。 他拿过纸糖,拆开包装纸,然后递给慕容雪。 吃的,这东西除了小孩子外,女孩子也挺喜欢吃的。 这糖果是系统奖励的。 他觉得让两个大男人吃也不好,给妹子吃再好不过了。 慕容雪眼眸一亮,果断结果。 然后一口吞进了肚子。 陈平安还想教慕容雪怎么吃,寒字都说出来了。 然而慕容雪却已将整颗吞进了肚子。 这让陈平安不得不把剩下的话语塞回肚子里。 他很是无语,第一次见到这么虎的美女。 吞了糖果后,慕容雪眨了眨大眼睛,道。 前辈,没啥感觉啊? 陈平安。 美女,你这样吃糖果,能有啥感觉啊? 可他还没吐槽,突然慕容雪眼眸一瞪。 这。 慕容雪急速盘地而坐,也不管地上脏不脏,美眸闭上,开始修炼。 仅仅一会,他身上的修为气息一路攀升。 结单二层。 结单三层。 结单四层。 结单十层。 看着这一幕,慕容云海和张清贤差点下的站立不稳。 他们张了张嘴,嘴巴忍不住地比划了两个字。 陈平安看不到慕容雪身上的气息,此刻只是一脸迷糊地看着慕容雪,满脑子问号。 这是干嘛? 过了一会,慕容雪睁开双眼。 此刻他美眸死死地盯着陈平安,激动的身子都有些颤动。 无尽的感激和喜悦,都难以在他那张小脸上表现透彻。 前辈,我真的不知如何报答您了。 您救我一命,指点我突破。 此事更是给我如此机缘,我真的无法报答您的恩情,我可以一身相许吗? 慕容雪站起,真挚的目光盯着陈平安。 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去想了,只想抱紧陈平安这条大腿。 太厉害了,仅仅一枚东西,竟然让他连兔如此多修为。 这宛如神迹啊。 陈平安听到以身相许四字,眨了眨充满震惊的眼睛。 他听说过小学生能用一包辣条找到的女朋友, 却没听过一颗糖果能让一个美女以身相许。 美女,你脑子没好,我不好趁人之危啊。 他真搞不懂发生了什么。 他救人确实算救了,还是糊里糊涂救的那种。 而指点盒给什么大机缘,他真的没有做啊。 要是一颗糖果就是大机缘,那给你们做炖饭,岂不是感激涕零。 你别这样,我也没做什么。 至于以身相许什么的,就不用了。 陈平安嘴角抽动,越来越觉得这些修炼者难以琢磨了。 可他刚说完,慕容雪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这时,慕容云海突然一脸严肃。 他大声道,不,前辈。 我从小教导小雪,做人就该学会感恩,如果不会感恩,那和禽兽有何区别。 所以前辈,我觉得小雪的提议不错,以身相许,是报答前辈最好的方式。 张清贤看着自己好有一本正经的样子,说着如此甜不知耻的话语,好像见到了新大陆一般。 云海,你变了,变得厚颜无耻了。 第七章,恐怖的院子。 陈平安不知说啥好了,他怎么感觉这两妇女有种要玩仙人跳的赶脚。 那个,我不好耽误慕容姑娘,毕竟我只是一介凡人,所以。 你懂的? 陈平安其实觉得慕容雪挺好的。 人长得美,身材又好。 唯一不足就是脑子不行,好似遗传的原因。 他也想吃软饭,但他还是觉得门当户对比较好。 而且这宗门圣女,追求者肯定不少。 哪一天来了一个追求者,一怒之下追杀他,他还不死悄悄。 慕容雪和慕容云海见陈平安婉拒,还提醒自己是凡人,知道陈平安什么意思了。 好吧,两人一脸为敏,慕容雪则一脸挫败。 但很快的,他又突然道。 前辈,其实我还可以当您的侍女。 如何?慕容云海闻言又生起了希望。 再次一脸正经说了遍自己从小教导女儿要学会感恩的话语。 陈平安和张清贤都有些无语了。 最后,陈平安只能妥协。 慕容雪见陈平安点头,开心地差点跳起来。 今天陈平安给他一粒东西,他就连突破九层修围。 那哪天陈平安再给一点什么东西吃,他岂不是再突破更多。 这大腿,他抱定了。 慕容云海的想法一样,有自己女儿在,他们和陈平安的关系,想但都难。 现在陈平安更是成了他们宗的老祖,日后多相处相处。 指不定陈平安也给他一点机缘泽泽,他也不用连续突破九层修围, 直接突破两层修围,从原因镜突破到出窍镜就行。 张清贤此刻羡慕得很,想不懂靠山宗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抱紧了这么一个强者的大腿。 而且这强者还是自己找上门的。 是这强者很久以前和靠山宗有什么相伙情吗? 陈平安也没什么和慕容雪他们聊了。 而这期间,系统也已经提醒他,完成了任务。 对了,我忘了问宗门老祖平日里要干什么的。 其实我比较喜欢小镇的生活,而且我家里还有一盒机要位。 陈平安总觉得自己和这些修炼的地方有些格格不入。 来见识一下还行,让他住在这里,肯定没有自己家里舒服。 慕容云海听后,懂陈平安什么意思了。 前辈是来体验凡人生活的,在这里生活肯定不行。 前辈,您无需做什么,当我们宗门需要做某些重要决断, 或者遇到什么无法解决的困境时,才需要您。 慕容云海一脸正经道,其实他心里在投笑, 他们宗这便宜赚大了。 这也是他为何拍定陈平安为老祖的原因。 老祖根本不用干什么,只需宗门遇到危机时,才要出面。 此时,陈平安这样的高手成了他们的老祖, 他们宗还怕什么外敌。 来一个杀一个呀。 张清贤很了解慕容云海, 看着他那正经的模样,心里十分肯定, 这家伙心里在偷笑,而且是很猥琐那种。 这家伙,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啊? 陈平安松了一口气,说真的,让他去做什么, 他也做不了。 至于宗门危机时刻,这就不用他想了。 他来这世界五年,就没听过靠山宗遇到过什么重大危机, 反而一直蒸蒸日上。 那好,那我就回自己家了。 陈平安真不想和慕容云海他们待了, 总感觉慕容云海他们的目光让他浑身不自在, 而他也懒得走回去,开始摩擦着手,一脸猥琐。 那个,我是一介凡人,不能飞行, 要不几位带我飞回去。 这次陈平安学乖了,厚脸皮一些, 不再暗示了,直接让他们带着飞回去。 慕容云海果断点头,心里还想着, 前辈真的把自己是凡人的信念贯彻到底啊。 即使请求别人带着飞行, 自己也不用一些修为,实属厉害。 要是他,真的拉不下脸面去请后背带着飞行, 也只有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介凡人, 把别的修炼者当成强者, 才能如此吧。 慕容雪的想法和慕容云海极其一致, 眼中的星光再次浓郁了一分。 其实慕容云海这么快答应下来, 也是因为他想去看看陈平安住何处。 这样的话,以后也好找。 至于慕容雪和张清贤也要跟着前去, 说要一睹前辈居住之地的风采。 陈平安脸色古怪, 他住的地方只是普通大院, 哪有什么风采。 慕容云海修为已是原因尽, 可顿光飞行眨眼极离此刻。 在带着陈平安几人的情况下, 也仅仅用时几息, 他们便到了清源镇。 落地那一刻, 陈平安摇头了一下, 发现这顿光飞行, 啥也看不到, 啥也感受不到, 让他完全错失了飞行体验感。 他觉得很是可惜。 而这一幕, 也恰巧落在了慕容云海三人眼里。 顿时, 又惹得他们一阵感慨。 这顿光速度已经够快了, 可在前辈眼里, 如同归宿吧。 回到镇子, 陈平安带头往自己院子行去。 路过大街的时候, 路上一些行人看到陈平安时, 都会微笑上前打招呼。 陈先生喊个不停, 有些人更是邀请陈平安进屋子吃饭, 不过都被陈平安婉拒了。 走了一段路, 陈平安终于回到院子前。 进来吧。 陈平安推门而入, 回到自己主场的感觉就是好。 慕容雪三人看着眼前平凡的院子, 皱了皱眉, 跟着往里面行去。 可刚踏过门槛, 忽然三人同时止步。 这一刻, 他们都化作了泥塑, 傻傻地看着前方。 这…… 三人身体抖动起来, 深周笼罩着无尽的寒意。 陈平安看他们三人突然止步, 道, 进来吧, 先喝杯茶再走。 他觉得, 让人家送回来, 总得给人家喝杯茶。 可慕容云海三人没听到他的话一样, 依旧一动不动。 他们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的一切。 不会吧, 这里到底是什么兄弟啊? 太恐怖了吧。 嗨嗨, 猥琐打劫好评。 底巴掌, 你们太虚了。 他们一进来, 就可以感觉到, 院子里面的每个角落, 都有一道目光落在他们身上。 宛如被洪荒猛兽盯着一般, 压力压在他们心头, 使得他们呼吸困难。 仿佛前方不是一个平凡小院, 而是无尽深渊, 正警告着他们再敢踏前一步, 必死无疑。 而往前看去的时候, 他们终于知道为何这样了。 前方, 他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存在, 稻泽运里营绕的桃树, 稻泽运里营绕的鱼塘, 稻泽运里营绕的公鸡, 稻泽运里营绕的扫帚, 整个院子的物品几乎都是这般。 而且, 他们可以感受到, 一道道恐怖的气息在这些东西身上散出, 空间似乎在这些气息下, 发生扭曲。 果? 果然是前辈居住的地方, 这也太恐怖了吧。 这些都是什么宝贝啊? 慕容雪咕噜地咽了咽口水, 怀疑他们没见过凡人院子。 所以第一次见到时, 心里诧异和好奇, 便没有再理会他们, 任由他们去参观。 那你们就参观一下院子吧, 我去给你们泡茶。 说完, 陈平安静止走入屋内。 原本, 慕容云海他们站在陈平安身后, 还有些安全感。 此刻陈平安一走, 他们发现, 自己想跟上都做不到了。 举步为奸, 身上像灌满了铅一般。 这…… 三人大惊失色起来, 因为他们发现, 陈平安离他们越远, 那气息对他们的作用越厉害。 仅仅一会, 三人被逼近的气息, 逼得只能紧紧靠拢在一起。 偌大的院子, 已没有他们立足之地。 三人此刻想出院子, 都做不到。 冷汗疯狂在他们背部落下, 近视他们的后背。 额头的汗水, 更是哗啦啦地流。 这一刻, 他们只觉得度日如年。 他们难受了好一会。 还好, 就在三人难受得差点要晕过去时, 屋子内骤然响起了一道咳嗽声。 这咳嗽声一过, 四周逼人的气息宛如泥牛入海, 瞬间消失不见。 感受着这一切, 慕容雪三人如是重负一般, 完全不顾形象地坐在了地上, 喘着粗气。 太, 太惊险了。 三人一脸余悸, 好像经历了生死大劫一般。 而他们这时, 也重新看向了那些无敌的存在。 但此刻, 他们竟然看起来普通不已, 完全没有了一开始那种强大到让他们看一眼, 都忍不住心颤的感觉。 这一收一放, 拿捏得竟然如此恐怖, 到底达到何种层次才能这般。 爹, 这些都是什么存在啊? 我怎么感觉在他们面前我就是蝼蚁啊? 慕容雪看向了自己父亲, 若若问道。 慕容云海哪有空回答他, 将他和张青贤拉起, 赶紧往屋子里面走去。 别在这里呆了, 赶紧去前辈身前吧。 这些恐怖的存在, 在前辈一声咳嗽下全部变得乖巧, 这说明他们都听前辈的话。 三人陶冶似地跑进了屋子, 而陈平安刚才试喝了一下茶, 不小心腔道, 此刻脸还有些红。 见到慕容雪他们进来了, 他直接道, 坐下吧, 茶缸泡好。 可陈平安不看慕容雪三人还好, 当看向他们后, 突然梦了。 卧槽, 你们三个, 刚才在院子里运动了。 陈平安发现慕容雪三人满头是汗, 身上的衣服更是湿了, 嘴里还喘着气, 好像跑了几公里的马拉松一样。 但这才过去多久, 怎么就这样了? 陈平安很疑惑, 想不懂他们干了什么, 才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泪成这般。 或者, 他们虚了, 身体虚的话, 运动一会就会满身大汗。 等会, 想完, 陈平安走到一个角落, 拿起一些枸杞, 放进茶壶里面, 得给他们三补一补。 四人很快坐在茶桌前, 慕容雪三人正惊危坐, 此刻他们目光都死死盯着陈平安的手, 准确地说, 他们在盯着陈平安手中的茶壶。 没错, 他们在这茶壶里感受到很强的气息, 但这气息和刚才那压迫在他们身上的气息不同。 这气息对他们毫无恶意, 仅仅在彰显着自己的不凡。 这茶壶绝对是一件强大的宝贝, 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宝贝? 张清贤偷看慕容云海一眼, 传音道, 修为到了原音尽后, 便能压音成寸, 将声音作用在别人耳内。 慕容云海回应道, 这茶壶的级别不比前辈那把刀低。 就在两人沟通时, 陈平安给他们三人分别倒了一杯茶。 呵呵看, 我茶医还是挺不错的, 如果喜欢就多喝点。 慕容雪三人也知道喝茶的规矩, 喝茶就该细细品尝。 他们拿起茶杯, 轻轻抿了一口, 可刚喝一小口, 他们眼眸又猛的一等。 这…… 三人齐齐看向陈平安, 一脸震撼。 他们发现, 紧紧抿了一口, 自己体内的灵根竟然提升了一分。 每个人的灵根级别都不同, 有些人的灵根等级不高, 也导致吸入体内的灵气不够精纯, 而且吸收灵气的速度也慢。 可现在, 他们却发现, 紧紧抿了一口这茶水, 他们的灵根就提升了一些。 这实在不可思议至极, 陈平安被他们的表情弄得又是一猛, 道, 怎么, 不好喝。 慕容雪三人如波浪鼓一般摇头, 还快速拿起茶杯, 把整杯茶水灌进了肚子。 随后, 三人一同道, 前辈, 我还要。 陈平安看着他们酣畅淋漓的样子, 微微一笑, 继续给他们倒了一杯。 看来是出汗太多, 渴了, 不过没事, 我茶壶大, 量够, 管你们饱。 可他刚给三人道完, 三人竟然又一口闷了, 如喝酒一般。 前辈, 我们还要。 三人眼中闪烁着疯狂之色, 一副恶鬼投胎的模样, 继续举杯到陈平安面前。 他们这样, 也是因为听到了陈平安说多喝点的话。 陈平安脸色也开始有些古怪起来, 不过还是继续给他们倒茶。 而这次还是一样, 三人又一杯闷了过去, 继续一脸急切地看着他, 说还要。 陈平安无语了, 一炷香匆匆过去, 陈平安受不了了, 豁然站起, 脸皮抽动道。 三位, 要不, 你们回去吧。 哥, 这时, 坐在陈平安对面的三人同时打了一个宝格。 然而, 他们还是继续道。 前辈, 其实我们还能喝? 看着慕容雪三人捂住肚子, 强撑着举杯, 陈平安扶额起来。 你们三是魔鬼吧? 都喝了三桶水了, 你们肚子就不胀吗? 收藏打赏等等, 有能力就来支持一下新书吧。 感谢了。 第九章, 跪得很干脆。 陈平安忍不住了, 道, 好像没水了。 但他刚说完, 三人同时在自己的那戒里面拿出了三个大水袋。 前辈, 这个我没有。 看着这一幕, 陈平安脸皮拼命抽动起来。 已经确定了, 这三个家伙真的是魔鬼。 大门外, 陈平安看着肚子高挺的三人, 美好气道。 都回去吧。 慕容雪三人看着院子里面, 一脸留恋。 有种想在这里住下的冲动。 这里面虽然很危险, 但也有很不机遇。 他们就喝了一次茶, 体内的灵根整整提升了一个层次。 他们灵根本来就不差, 经此提升, 以后的成就肯定更高。 慕容云海甚至隐隐觉得, 自己在修炼一段时间后, 就能突破到出窍境这凡间的修为境界共有十级。 分别是炼气、 筑姬、 碧骨、 结丹、 圆婴、 出窍、 分神、 合体、 肚结、 大成。 慕容云海和张清贤正是圆婴九层, 还差两层修为才到出窍境。 但他们觉得, 经此灵根提升, 突破至出窍境时, 一定不会有瓶颈。 那前辈, 我们告辞了。 慕容云海很是无奈道, 说完又忍不住打了个宝阁。 陈平安朝着他们拼命摆手, 以后有事来找我, 直接进来就行, 我很少出门。 慕容云海眼眸一亮, 快速点头, 最后顿光离开。 前辈的意思是, 很喜欢他们, 以后可以再来啊。 靠山宗最高峰, 大殿前有一块大石, 此时, 这里正坐着一个严肃老者。 这老者精神绝朔, 眼睛也很小。 满头白发在山峰吹拂下, 左右清白, 有些先锋倒鼓的模样。 他坐在大石上, 摸着和白发形成鲜明对比的黑色胡子, 皱眉道。 小雪和云海跑哪去了? 他名为慕容公, 正是靠山宗老祖。 方圆百里都是他的地盘, 一身修为气息极为浓郁, 已是出窍巅峰。 再进一步, 便是分神。 整个王国也只有三个分神期, 其中一人便是王上。 慕容公有些烦闷, 他出去是为了找寻机缘突破, 游历了那么久, 却还是卡在那瓶颈上, 让他心烦不已。 他百无聊赖, 看了眼天边的骄阳。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发现, 今日的骄阳有些不同, 更加灼热, 更加惊慌。 嗯。 他眼眸一眯, 突然有感。 这是顿悟的前兆。 他严肃的脸庞生起喜色, 认真盯着挂在天穷的火球。 只要有所顿悟, 这瓶颈有六成机会能突破, 分神渴望。 然而, 就在他快要顿悟的时候, 一道顿光落在他身后, 随后, 一道大呼声在他身后响起。 爹, 你回来了, 快过来, 儿子有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你。 这话语极为响亮, 瞬间打破了慕容公的顿悟状态。 咔嚓, 慕容公突然失去了那种感觉, 整个人变成泥塑, 然后瓦解。 他猛了, 然后, 他火了。 他豁然转头, 一双蕴含着熊熊怒火的眼睛, 死死盯着一脸狂喜, 想要和他分享快乐的慕容云海。 慕容云海走向自己父亲, 心里已经歪歪着一向严肃不已的父亲, 在听到自己宗门抱紧了一个无敌强者大腿后, 无比震撼的表情了。 可他一靠近慕容公, 脚步猛的一顿, 脸上的开心也消失了。 他发现, 自己父亲手中突然拿着一把剑。 我擦, 一炷香后, 痛苦嚎叫声整整持续了一炷香。 爹, 你别生气, 咱们总抱上了一位前辈的大腿。 你这突破, 有他帮忙, 随意至极的。 慕容云海鼻青脸肿的, 但此刻脸上还是看出了一丝得意的样子。 你还嫌我打得轻是吧? 还前辈。 除非仙人下凡点话我, 否则来个大成期也不能帮人突破瓶颈。 刚才我那绝好的机会, 硬是被你破坏, 我前辈子和你有仇。 慕容公忍不住破口大骂, 要不是怕揍死自己这毒苗, 真想再揍一遍。 慕容云海一脸得意道, 别说, 我觉得那前辈真有可能是仙人下凡。 紧紧站着, 深周就有无数道则运力铺满四周。 还有你看看小雪, 从壁谷巅峰, 一举突破到结丹巅峰, 就是前辈的功劳。 还有我们, 你看看我们三的灵根, 整整提升了一个等级, 这都是前辈的功劳。 说着, 慕容云海伸手到慕容公面前, 让他查看。 慕容公听着这话, 也看了眼自己的乖孙女。 当看到慕容雪的修为, 真的突破到结丹巅峰后, 呆了。 随后他也试着查看三人的灵根。 这一下, 他突然说不出话来了。 慕容云海见自己父亲那样子, 得意地笑了, 看起来有些猥琐。 张清贤此刻的笑容也是。 慕容公看了眼两人, 突然眼眸半眯, 他板着脸, 冷哼道, 好啊你们, 竟然联合起来骗我。 说, 是不是你们在何处找到了高阶灵药, 所以才如此。 还到在运里铺满四周, 仙人也没这种排面吧。 见慕容公不信, 慕容云海三人证了一下, 这铁证都摆在脸上了, 竟然不信。 爹, 你不信是吧? 要不我们打赌, 敢不敢? 慕容云海眯着眼, 看起来像闭着眼睛道, 有何不敢? 还仙人下凡, 你们能找来个合体七, 算你们赢。 慕容公不屑道, 才是合体镜, 那得在皇国才能见到。 好, 我赌一万块零食。 慕容云海沉声道, 我也赌, 我赌一万零食。 张清贤也快速道, 有便宜不占, 王八蛋。 慕容雪则弱弱道, 我赌一千零食。 慕容公见三人如此, 微醋了一下眉头, 他感觉有点像真的了, 这零食太多, 几乎是他们几人的全部身家。 慕容云海怕自己老子不赌, 脸上突然露出一抹得意, 然后还偷偷给了张清 闲一个骗着老家伙的眼神。 而慕容公刚好捕抓到这一幕, 内心一哼, 果断坚定自己的想法。 好, 我接下了。 此时此刻, 把你们说的那个前辈叫来, 我倒是看看有多强。 慕容云海眼眸一亮, 然后道, 叫不来。 慕容公文言, 脸色一般。 哼, 果然没有。 而看这小子这势头, 是想要拖时间了。 你要是想见, 我不妨带你走一趟。 慕容云海冷笑道, 带路, 慕容公认定自己儿子在垂死挣扎。 还仙人下凡, 呵呵, 清闲阵。 还为吃饭的陈平安, 出了院子, 去菜市场买菜。 而他刚走没多久, 一道顿光突然从天上落下。 四个人突然出现在大门敞开的院子门前。 慕容云海道, 到了。 慕容公看着眼前的平凡小院, 不屑一笑他知道这地方是哪里, 清闲阵, 一个凡人小镇。 此刻这平凡的不能在平凡的院子, 自己这儿子竟然说仙人住在里面, 真是滑天下之大击。 这骗人的技术实在太难。 很好, 仙人是吧? 我倒是看看仙人长啥呀? 慕容公一脸鄙夷, 准备闯入院子里面。 可就在这时, 慕容云海赶紧阻拦道。 爹, 先别急, 我们最好喊前辈出来。 慕容云海可没忘记不久前的经历, 要是贸然闯入, 又得痛苦一遍。 对了, 还有一事, 爹等会千万别提修炼的事情。 前辈把自己当成一介凡人, 再次修行。 提醒完, 慕容云海也不管慕容公正一脸鄙视地看着他, 朝着里面喊道, 前辈, 我们又来了。 一声过后, 四下寂静。 过了一会, 慕容云海再喊了一次, 依旧无人回应。 慕容公认定自己这儿子在故弄玄虚, 一脸不屑。 他不再理会, 直接踏入院子。 慕容云海见此, 皱了一下眉, 但想阻止已经来不及。 他已经想象到自己父亲被那一股股强汗至极的气息弄得满头是汗的样子了。 可下一刻, 发生的事情却和他想得完全不一样。 砰砰一声, 在他视野里, 自己的父亲竟然猛地跪倒在地。 这…… 第十章, 神器, 凤凰画鸡, 慕容云海三人都傻了, 内心翻江倒海。 怎么和他们经历的不一样? 慕容公此刻心里更加复杂, 眼眸已经瞪大, 身子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如同看到了极为恐怖的东西一般。 这里到底是哪里? 他刚踏入门槛, 下一刻, 无数道强大的气息全部作用在他身上。 那气息很是恐怖。 他见识算广了, 见过杜杰修士, 可现在却觉得每一股作用在他身上的气息都比杜杰修士强无数倍。 这一刻, 他知道自己真的赌错了, 自己儿子竟然没骗他。 这他娘的真是仙人住所。 他都想哭了, 感觉自己被禁锢了一般, 身体就是动弹不了。 而就在这时, 他突然听到了物品飞略的声音。 眨眼间, 一把菜刀从屋子里面飞出。 看着这一幕, 慕容公下的裤子差点湿润。 因为他发现, 这把菜刀, 神探娘的竟然是一把恐怖武器。 他有种感觉, 这菜刀砍在他身上, 他必死无疑。 看到这把菜刀飞出, 而所指目标正是自己父亲, 慕容云海, 下得赶紧跑出大门。 他也管不了那么多, 可刚踏过门槛, 他就发现, 自己竟然没有感觉到任何压力。 他眼眸一亮, 赶紧跑到自己父亲身前, 挡住菜刀。 然而, 菜刀的速度仍旧不减, 向他们飞来。 菜刀, 住手! 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声音一过, 菜刀立即停下, 悬浮在空中。 见着强大的武器停下, 慕容云海几人同时呼出了一口浊气。 太危险了。 而这时, 他们寻声望去。 这才发现, 说话的, 竟然是一只攻击者。 凤凰, 这糟老头一看就不是好人。 而且我没见过他, 砍他几刀应该没事的。 菜刀一阵, 发出了一道男子的声音。 慕容云海, 砍几刀没事。 也因为这道声音, 慕容云海几人心中的震撼, 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 气灵, 会说话, 灵质还如此高的气灵, 这竟然是。 仙气, 只有达到仙气级别, 才会诞生如此强悍的气灵。 慕容云海倒吸一口凉气, 前辈果然是仙人, 甚至在仙界还是顶尖的存在, 因为这满屋子都是仙气, 即使是普通的仙人, 也达不到这种程度。 不对, 突然, 慕容云海几人同时意识到另一个点, 凤, 凤凰, 几人同时转移了目光, 如同木头人一样, 愣愣地看着那只攻击, 这把强大的仙气, 刚才是叫他, 凤凰, 慕容公还在跪着, 此刻已在风中凌乱, 凤凰只停留在神话中, 传闻即使是仙界也极其稀罕, 都是顶级大势力的护山神兽, 可是现在这凤凰竟然化身为一只公鸡, 守在这平凡的院子里。 咕噜, 四人同时咽了口唾沫, 他们已经丧射说话的能力, 公鸡继续道, 这老头子一看就是傻子, 你看傻子不怕自己也变傻吗? 菜刀文言好似看了眼慕容公一样, 然后道, 你这话没毛病, 说完就往屋子里面飞去, 慕容公, 他真的想哭了, 公鸡人性化地瞥了眼慕容公几人, 然后也没再说什么, 诗诗然回到桃树底下, 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四周开始安静下来, 但慕容公还是跪在地上, 动弹不了, 慕容云海见自己父亲被大公鸡救了, 便朝着大公鸡恭敬一居, 多谢神兽, 大安大德莫尺难忘, 只是大公鸡鸟都不鸟他, 慕容云海被无视, 苦笑一下, 而见自己没有受到不久前那股压力, 便走到自己父亲面前, 想将他扶起, 可他一碰自己父亲, 就发现一股股强大的气息向他逼来, 压力顿声, 这, 他赶紧退后, 这时, 他又发现压力瞬间消失, 他懂了, 是这些强大的存在, 有意教训他父亲, 他也没办法了, 看着自己父亲道, 爹, 看来前辈应该不在了, 你就忍一会吧, 他回来你, 应该就可以起来了, 慕容公一脸苦涩, 现在连说话都说不了, 只能静静跪着, 还好过了没多久, 一个俊朗青年, 手持一篮子走近, 一看到站在门外的慕容云海三人, 陈平安正了一下, 这才走了多久, 又回来了, 慕容云海三人见到陈平安, 眼眸一亮, 连忙行礼, 喊道, 前辈, 陈平安走近道, 怎么回来了, 还有事吗, 说着, 他突然看到门内跪着的慕容公, 便不忍看向慕容云海三人, 道, 那老人家这是干嘛, 慕容云海一脸苦笑道, 我父亲, 嗯, 那不就是靠山宗老祖, 如此强者, 如今这是怎么了, 前辈, 您快起来, 陈平安快步走近, 拉起慕容公, 而陈平安一说话, 慕容公发现, 作用在他身上的所有压力, 瞬间瓦解, 荡然无存, 他在陈平安搀扶下, 站了起来, 可一看陈平安, 他又犯傻了, 这, 看着陈平安, 他如同看到了鬼神一般, 此刻在他眼里, 以陈平安为中心, 整个小镇里面, 疏然都是道泽运礼, 他想起了自己儿子不久前那话, 周深铺满了道泽运礼, 但这哪里是周深啊, 方圆几里都是啊, 见, 见过前辈, 慕容公也顾不得自己身体有多难受, 连忙恭敬失礼, 听着这话, 看着对方的恭敬, 陈平安又梦了, 这一刻, 他已经完全确定, 这一家子, 脑子真的有问题, 而且是遗传的, 第十一章, 闻了一下, 味道就突破了, 陈平安一脸苦笑, 也懒得去纠正他们了, 他觉得, 这种脑子的问题, 你越纠正, 对方越糊涂, 罢了, 叫前辈就叫前辈吧, 但尽管对方脑子不好, 陈平安也对慕容公很是客气, 怎么说, 人家也是一个宗门的老祖, 这种人物, 分分钟能碾死他呢, 前辈, 您没事吧, 扶起慕容公后, 陈平安一脸苦笑道, 他也搞不懂慕容公为何跪在这里, 也想过是不是被门槛绊倒了, 刚好他回来目睹到这一幕, 慕容公听着陈平安喊自己前辈, 瞬间想起自己儿子刚才那话, 这前辈把自己当凡人, 前辈客气了, 您可以叫我小公或者老公都行, 万万不能再叫我前辈了, 我实在受不起啊, 慕容公听到陈平安叫自己为前辈, 心惊胆战啊, 如此人物, 管他叫前辈, 这不是折他的兽吗, 而且这样的人物, 没有几万岁都不行吗, 念及此, 他看着陈平安的眼神更加的崇敬, 他没见过仙人, 但此刻他可以认定陈平安就是仙人, 就这派头, 则则道泽运里铺满整个城镇, 举止大方优雅, 气质超凡脱俗, 说不是仙人下凡都没人信, 陈平安嘴角抽了抽, 小公, 这位大佬, 你还搞笑的吧, 我这样叫你会折瘦的啊, 至于老公, 别人听到还以为我有啥特殊笔号啊, 陈平安道, 那以后我叫您公老吧, 慕容公如小鸡灼米般点头, 这称呼他喜欢, 既然来了, 大家进来坐吧, 把这里当自己家就行, 我这人很随和的, 陈平安见这次慕容公来了, 怎么说对方也是一个大佬, 能和大佬有些关系还是好的, 所以客气一声, 慕容公听着这话, 先看了眼四周, 刚才那一幕还让他心有余悸, 但此刻感受着四周如同湖面一般平静, 想必和陈平安回来, 这些强大的东西不再造次有关了, 念及此, 他放心了很多, 跟着陈平安往里面走, 慕容云海三人听到陈平安这话, 屁颠屁颠跟着喝茶, 最好能让前辈再来几壶茶, 陈平安瞄到了慕容云海三人的表情, 顿时嘴角抽了抽, 道, 嗨嗨, 这次我们就不喝茶了, 刚好到了饭点, 大伙们吃顿饭, 如何? 陈平安不能再给这三个魔鬼泡茶了, 水都快被他们喝完了, 慕容公只想和陈平安交好, 果断点头, 那好, 就这样了, 陈平安微笑一下, 开始拿着买来的菜走入厨房, 并且让他们坐着等待, 他出去前已经煮好饭, 现在就差弄几位菜了, 而慕容云海三人见到慕容公点头, 让他们错失提升灵灯的机会, 三人的目光同时死死盯着慕容公, 好像要把慕容公生吃了一样, 慕容公一脸猛逼, 皱眉问道, 你们怎么了? 慕容云海三人咬牙切齿, 没有说话, 紧紧哼了一下, 慕容云海三人轻车熟路坐下, 正惊微坐, 坐姿特别端正, 慕容公看着坐姿极为端正的慕容云海三人, 此刻还在脸黑, 终于知道他们为何这样了, 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 那零时我回去会点你们, 这次是我猜错了, 真没想到, 我们靠山宗管辖区内, 竟然真的隐居着如此前辈, 说着, 他脸上升起了满满的憧憬, 凤凰都得化作攻击守在院子里, 这是什么神仙人物, 这大腿得好好报警了, 只要得到前辈一点指点, 这突破简直一如反掌啊, 慕容云海三人听着慕容公的话语, 很想骂他, 我们会在乎那些零食吗, 我们只想喝茶, 三人同时看向了桌上的茶壶, 忍不住地咽了咽口水, 而慕容公这时也顺着他们的目光, 落在了茶壶上, 这不看还好, 看清楚后, 他呼吸一致, 我擦, 这, 这是什么宝贝, 他发现自己的目光, 越是专注在这东西上, 就越能感受到强大的气息, 从这茶壶里传出, 他咽了咽唾沫, 想伸手拿起来研究一下, 可就在这时, 一股强劲的压力, 骤然作用在他身上, 他整个人坐不住了, 从椅子上摔下, 然后, 又跪在了地上, 啊, 看着这一幕的慕容云海三人, 愣了, 他们都不想去吐槽慕容公了, 你刚才那是想去触碰这宝贝, 慕容公傻傻地跪着, 发现作用在自己身上的压力, 竟然还在提升, 仅仅一会, 他满头是汗, 身后的衣服已经湿润一片, 煞时, 作用在慕容公身上的压力, 骤然消失, 慕容公发现自己能动后, 大喘着粗气, 一脸害怕, 慕容云海三人, 看着慕容公这样子, 想起了不久前的自己, 脸色古怪, 慕容云海小声道, 爹, 真佩服, 你有触碰这些宝贝的勇气, 我偷偷告诉你, 进来这屋子后, 我们俩完全不敢走动, 你看看, 整个屋子都是这种强大的存在, 稍微做出点不惊之举, 我们还不得变成肉泥啊, 慕容公文言扫视了一眼屋子, 不认真去看还好, 认真去看后, 他张口结舌起来, 喉咙里像是卡住了什么东西一样, 有话说不出, 他就说, 这三个家伙为啥做得这么端正了, 感情知道了这事啊, 他忧愿地看着慕容云海三人, 怪则他们不提前告诉他, 否则他就不用这么加出丑了, 而刚才前辈咳嗽了一声, 那压力就没了, 说明前辈已经把这里的一切看在了眼里, 这脸丢大了, 此时, 厨房里的陈平安捂住鼻子继续炒菜, 他弄的第一个菜正是青椒炒肉, 腊味升起, 还呛了他一鼻子, 而要是认真去看的话, 会发现, 这锅和锅铲, 此刻竟然在发出暗淡的油光, 此刻, 随着菜肴的煮熟, 味道开始在四周飘开, 屋子里的慕容云海四人突然耸了耸鼻子, 闻到了一股很是好闻的味道, 这煮的是什么? 这么香? 慕容云海眼眸一亮道, 慕容雪刚从壁谷漆突破到结丹, 此刻闻到这味道, 肚子开始咕噜咕噜的响, 张清贤闻着这味道, 突然间他眼眸猛的瞪大, 我, 我突破了, 这声音一响起, 忙着嗅着味道的三人, 骤然转头, 死死盯着他, 你说啥? 突破了, 就闻了一下这味道, 喜欢的先收藏哦, 防止迷路呢, 第十二章, 你们几十年没吃饭, 他们四人坐着的位置不同, 而张清贤刚好在靠近厨房的位置, 那里飘来的香味比较浓郁, 此刻听到张清贤说自己突破了, 慕容云海三人一连猛, 随后, 他们也渐渐发现, 随着吸入香气的量越多, 他们的修为确实在紧紧, 这一发现让几人头皮发麻, 这紧紧闻着香气就有这种效果, 那吃了那些佳肴呢? 咕噜, 四人同时咽了一口唾沫, 而知道这香气能提升修为后, 四人开始疯了一样, 拼命吸气, 经过刚才慕容公跪下一世, 他们都不敢在这屋子里乱走, 现在能做的, 就是做着用力吸气, 抢夺香气, 其中, 慕容公修为更高, 此时, 他更是用出修为, 把空气中漂浮着的香气, 全部用灵气裹住, 然后鼻子用力一吸, 全部吸走, 眨眼间, 四周的香气没了, 而慕容公吸走大量的香气后, 发现自己的修为, 真的精进了一分, 再来多试几次, 他觉得自己能突破到分神七, 对此, 他忍不住露出了喜色, 但这笑容看起来很是猥琐, 看着这垄断香气的一幕, 又看着慕容公那猥琐的笑容, 慕容云海三人都呆了, 在他们印象中, 慕容公一直都是严肃刻板之人啊, 何时有过如此一幕, 爹, 你不能这样无耻啊, 留一点给我们啊, 慕容云海看不下去了, 骂出一声, 慕容公不以为意道, 等我突破到分神, 你就有一个分神七父亲, 够你吹几年了, 所以这样对你有好处, 可懂, 说着, 他又闻到香味来了, 再次垄断式的一袭慕容云海, 这话真谈娘有道理, 而张清贤看了眼慕容公, 他终于知道, 慕容云海为何也会那么无耻了, 感情是遗传的, 时间过去一会, 陈平安终于端着三个菜出来, 这一刻, 香味瞬间在整个屋子里面萦绕, 见到陈平安, 慕容公收敛起来, 只能偷偷地吸着香味, 眼睛则盯着桌上的三个菜, 这三个菜看起来挺普通的, 但他可以确定, 这里面绝对添加了鲜药, 不然怎会吸一下气味, 便能让修为提升, 而慕容云海三人见慕容公不再垄断, 没有像慕容公那样矜持, 此刻他们开始拼命吸着香味, 是要把刚才那份补回来的样子, 陈平安看着这疯狂的一幕, 又一脸猛逼起来, 他开始庆幸自己没有修炼, 他隐隐中有种感觉, 修为好像得用智商来换, 现在慕容云海三人的样子, 就像气喘病犯了一样, 太辣眼睛了, 陈平安摇头晃脑地回到厨房, 把饭装在饭盆里, 端着饭盆走出, 而这时要是认真去看, 定会发现锅架处煮饭的锅, 闪过了一道暗淡的光芒, 其内蕴含无尽的能量一般, 陈平安一般都会煮多点饭, 这样就能用剩下的饭来喂鸡, 这一大盆饭, 他觉得完全够自己五人吃了, 甚至还有很多事, 他也只弄了三个菜, 想着慕容云海他们这些修炼的人, 也顶多吃几口就不吃了, 毕竟他们修炼的人, 吃得定是山珍海味, 吃不惯这些家常便饭, 他走出大厅, 发现慕容公四人正抹着口水, 如看着未穿衣服的美女一般, 死死盯着桌面上的三道菜, 顿时, 他开始怀疑, 这四个家伙, 不会吃惯了山珍海味, 突然想尝尝家常便饭了吧, 作为主人, 陈平安把饭盆放在自己旁边, 一一给慕容公他们盛了一碗饭, 然后才道, 都吃吧, 前辈, 不客气不好吧, 陈平安温和道, 有什么不好, 当自己家就是, 陈平安心里黑黑一笑, 菜不多, 饭就一堆, 你们不客气也那样, 就不信你们能吃完这一大盆饭, 好的前辈, 我们绝对不客气, 四人听着这话, 面面相去了一下, 前辈的意思是, 应给他们机缘啊, 那表情好像还在说, 你们不要我还生气咯, 这怎能让前辈生气, 念及此, 四人正经危坐, 开始以超快的速度, 拿起筷子去夹菜吃, 陈平安看着他们那样子, 被吓到了, 慕容宫速度最快, 夹起菜肴就送嘴里, 菜肴入口, 他顿时也冒绿光, 好吃, 香醇嫩滑, 汁多味鲜, 这是什么神仙美食啊, 不只是好吃, 一口吓度后, 他突然发现, 一股庞大且精纯的灵气, 在他肚子里爆开, 这灵气特别温和, 竟然全部被丹田吸收, 要知道, 吞服丹药或者灵药时, 丹田也只能吸收一小部分灵气而已, 其余药力都会化作废料, 排除现在可好, 那庞大的灵气竟然全部被吸收了, 那可是精纯不已的灵气啊, 他感觉自己的修为在急速提升, 快了, 快有突破的迹象了, 我吃, 慕容宫疯了一样去夹菜, 完全不顾形象, 因为他发现慕容云海他们三人, 比他还疯狂, 三个如同恶鬼一般拼命去夹, 而慕容宫也看出, 他们那疯狂提升的修为气息, 慕容云海提升了一级, 和张青贤一样, 都已是原因失曾了, 慕容雪在吃了几口菜肴后, 也一举突破到了原因境, 这太恐怖了, 自己这孙女几天前还是闭鼓气来着, 就这年纪和这境界放在整个王国, 都可以名列天才榜前三了, 陈平安看着四人那动作, 举起筷子的他, 直接实话, 他整个人梦了, 也就一会, 在他目睹下, 三盘菜瞬间空掉, 而且连一丢丢汁水都没了, 慕容雪手慢, 没有抢到盘子来舔, 只能闷闷不乐地看着慕容工三人舔干净了盘子, 陈平安脸皮疯狂抽动, 他看着四人很想来一句, 你们多少天没吃饭, 而就在这时, 他发现, 吃完菜的四人突然转移了目光, 看向了碗里的饭, 慕容工四人想法很简单, 既然菜肴都这么神奇, 那这些饭呢? 念及此, 四人开始尝试, 可不尝试还好, 吃了几口后, 他们眼睛再次绽放阵阵幽芒, 然后, 他们集体看向了放在陈平安旁边的饭盆, 并且护视了对方眼, 眼中尽是兵戈倒影, 旋即, 四人再次疯了, 狂吃起自己碗里的饭, 紧紧一会便把碗里的饭消灭, 同时举着碗到陈平安面前, 有些羞涩道, 前辈, 那个, 能帮我们盛饭吗? 他们离饭盆远, 而且也不敢碰如此恐怖的饭盆, 只能请求陈平安, 看着嘴巴布满饭里的四人, 陈平安嘴角抽了抽, 你们绝必是魔鬼, 第十三章, 小小机缘, 不足挂齿, 陈平安没办法, 一一帮他们盛饭, 也不用多久, 在这四个家伙的狼吞虎咽下, 一大碗饭硬是被他们吃光, 看着他们没菜都能这样吃饭, 陈平安很是佩服, 直到饭被吃光, 四人才停下, 他们一边打着宝阁, 一边清理自己嘴边的饭里, 让陈平安更无语的是, 他发现, 慕容公拿过了饭盆, 开始把饭盆里面粘着的米粒捡起来吃, 这绝对是恶鬼投胎啊, 而他没看到的是, 慕容云海三人, 则如看着杀父仇人般的盯着慕容公, 只恨自己手慢, 吃完后, 四人脸上也开始生起幸福神色, 慕容公都要老泪纵横了, 他原本是出窍巅峰, 此刻一顿饭后, 他突破了, 分神二层, 没错, 突破了出窍境, 成为分神一层后, 还多突破了一层, 到达了分神二层, 要知道, 也得要两年多才行, 甚至四五年都有可能可现在呢, 他仅仅吃了一顿饭, 就一顿饭啊, 慕容公十分敬畏地看着陈平安, 神仙啊, 您的大腿, 我抱定了, 慕容云海和张清贤, 他们原本是原因八层, 可现在, 却直接成为了出窍五层, 这突破之事, 要是对外说出, 恐怕整个凡间的修炼者, 都会提刀找到他们, 追问他们怎么突破的, 这绝对史无前例, 张清贤很后悔, 没带上自己的儿子来靠山宗, 要是带着自己儿子前来, 这机缘就能一起分享了, 没错, 他认定这是陈平安给他们的机缘, 机缘可遇不可求, 也许过了这次, 以后陈平安也许就不给他们了, 当然, 要是他们表现好, 还是有些可能的, 这不, 刚才陈平安还让他们别客气呢, 而慕容雪, 原本在陈平安那一粒子堂下, 已经突破到了结单巅峰, 此刻, 经此饱餐, 他已是原因五层, 没办法, 他是女孩子, 吃得不多, 也没自己爷爷他们单身那么多年, 而且他也怕自己突破的太多, 根基不稳, 突破到原因五层, 已经让他很满足, 要知道, 放眼整个王国, 都不会有二十出头的原因五层, 别说王国了, 纵使是王国之上的皇国, 这种级别的天才, 也是凤毛麟角, 他, 已一跃成为了这样的天之骄子, 而这一切, 都是陈平安给的, 回想着不久前, 自己还是避古七, 此刻却越过了整整一个大境界, 让他唏嘘不已, 大院门前, 前辈, 此番机缘, 实在感谢, 慕容公朝着陈平安攻身行礼, 极为恭敬, 慕容云海三人, 这时也是朝着陈平安攻身行礼, 眼中近视近卫, 陈平安嘴角抽了一下, 心想着, 机缘不是机遇吗? 修炼者都把吃饭当成机缘的, 难道, 是生平第一次吃到这种滋味的饭菜, 所以比作一场机遇? 想了想, 他想不到其他解释, 便觉得是了, 念及此, 陈平安客气道, 恭老说笑了, 小小机缘, 不足挂齿, 但话是这样说, 他心里却已经打定主意, 以后尽量不能和这几个魔鬼吃饭了, 他刚才一口都没吃到啊, 全被这几个家伙抢光了, 而慕容公四人听着这话, 眼眸不由的一瞪, 此等机缘, 前辈竟然说不足挂齿, 嘖嘖, 看看, 这就是高人啊, 那, 那我们往后有空, 就多来和前辈一起吃饭, 慕容公忍不住问出一声, 要是天天能有这等机缘, 他成仙还会远吗? 闻言, 陈平安猛了, 然后脸皮抽动, 苦口婆心道, 其实吧, 我觉得修炼者修炼才是正道, 吃饭什么的, 少一些, 当然, 饭点外的时间, 你们随便来, 他也想和这些修炼者们搞好关系, 以后总会能用上他们, 请他们帮帮忙什么的, 慕容公几人听着这话, 理解的意思就不同了, 慕容公连忙朝着陈平安拱手道, 是我愚昧了, 多谢前辈指点, 我们定会好生修炼, 闻言, 陈平安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慕容公四人见陈平安如此, 如蒙教会, 心境提升了很多, 修炼者, 确实不能天天挂念着, 直接助他们突破的机缘, 自己潜心修炼, 稳中提升, 才是王道, 前辈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受教了, 受教了, 四人连连告辞, 化作顿光消失, 送走了四人后, 陈平安摇头回到院子, 继续煮饭, 没办法, 他也饿了, 而不久后, 慕容公几人便回到了靠山宗, 慕容公看着慕容云海三人, 认真道, 此番前辈已经给了我们无上的机缘, 往后还有无机缘, 得看前辈的心情了, 所以, 你们别再想着去前辈那里吃饭, 其他时间倒是可以看看前辈, 刷刷好感, 当然, 即使要去找前辈, 进门前还是得好好问询前辈同不同意, 慕容云海三人点头, 陈平安刚才那话, 就是在教训他们, 做人不能太贪心, 潜心修炼才是王道, 慕容公这时看向了张清贤, 清贤啊, 这是你最好只告诉你父亲与你儿子, 别告诉太多无畏的人, 要是让太多人打扰到前辈清修, 恐怕会惹得前辈生气, 张清贤凝重点头, 他知道这点, 纳公说, 云海, 小雪, 我就先回宗门了, 张清贤拱手道, 慕容公文言原本想点头, 可突然间他眼珠子一转, 道, 我刚好有段时间为你父亲见面, 我们一起吧, 慕容云海听到这话, 翻起白眼, 不用想了, 自己这父亲绝对是去炫耀的, 对了, 灵石, 爹, 不久前, 我们是不是打赌了来着, 慕容云海挑了下眉, 眯着眼睛问道, 经此提醒, 张清贤和慕容雪才记得这事, 都审视般地看向慕容公, 慕容公脸色顿时变了, 然后一拍大腿, 着急道, 糟了, 糟了, 有件大事忘记办了, 不说了, 我先去忙了, 说着, 他整个人消失在原地, 慕容云海三人看着空空如也的前方, 一脸无语, 然后, 呸一声, 大骂无耻, 第十四章, 灭沙分神七, 幻月宗, 一座大山后面, 有一个平静的湖泊, 这湖泊很是漂亮, 湖面上有浓郁的灵气在漂浮涌动, 很是绚丽, 这湖泊正是幻月宗的幻影湖, 此时, 幻影湖中心, 一座木屋里, 一名老者盘坐在其中, 老者白发苍苍, 威仪堂堂, 盘坐在地上, 即使闭上眼睛, 也给人一种不怒而微的感觉, 他身上的修为气息正是出窍巅峰, 而他, 正是幻月宗的老祖, 张绍峰, 修炼了好一会, 张绍峰睁开了眼睛, 眼中闪过沧桑的目光, 哎, 还是突破不了, 他长叹一声, 他卡在出窍境很长时间了, 经过多年的修炼, 就是突破不了, 他和慕容公不同, 他更加急切地去突破, 因为他有一个敌人, 也是出窍巅峰, 这敌人他从未告诉过他人, 包括他最要好的好友慕容公, 这是他在游历的时候, 遇到的散修这人是一个银贼, 当时他路过一处山脉, 正好撞见这人欲对一名年轻女修士行苟且之事, 他见对方也是出窍巅峰, 果断阻拦, 一番争执后, 两人打了起来, 而那银贼根基极差, 他紧紧几招, 便重伤了银贼, 还断了对方一条手臂, 原本想斩草除根的他, 却发现这银贼拿出了一空宝贝, 落荒逃走, 而让他意外的是, 这银贼离开时竟说认识他, 知道他是幻月宗的老祖, 还扬言说, 他日突破到分神七, 必回来报仇, 灭了他的幻月宗, 在和这银贼交手时, 张绍峰看出了对方根基极差, 很是不以为然, 觉得自己会先突破到分神七,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会卡在这出窍巅峰这么久, 而最近, 他听闻到自己宗门出去游历的弟子, 开始无故失踪, 这让他隐隐中有种感觉, 是那银贼来报复了, 这也是他最近为何时刻想着突破到分神的原因, 要是那银贼突破到分神, 不管对方根基多么不好, 也能碾压他这个出窍巅峰, 张绍峰脸色微靡, 忧心忡忡, 可就在这时, 一道巨大的声音, 突然在幻月宗的天空爆响起来, 张绍峰老贼, 出来受死, 湖泊中心处, 张绍峰听着这熟悉的声音, 脸色瞬间惨白, 是那银贼的声音, 而这修为气息, 是, 分神七一层, 张绍峰猛了, 他这刚想完, 这银贼就来了, 他整张脸黑了起来, 此时出去, 他必定死路一条, 可是不出去, 人家已经杀到了宗门, 一不开心, 屠杀宗门又该如何是好, 果然, 刚想到这里, 又一道冷然生在天空盘旋, 我知道你在宗门内, 我只给你实习时间, 再不出来, 我图你全宗, 你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你宗门弟子, 尽数呗, 然而, 这话才说到一半, 却是突然停下, 你是谁, 天空突然响起, 银贼惊慌的声音, 湖中心的张绍峰震了一下, 下一刻, 一道让张绍峰更加熟悉的声音响起, 你刚才说, 要图了整个换月宗, 这声音, 竟然是他好友慕容公的声音, 不是, 我, 我开玩笑的, 哼, 这次银贼的声音依旧没有说完, 天空便响起了一道巨大的阵鸣声, 随后, 一切尘埃落定, 四周极为安静, 张绍峰一脸猛, 这是, 怎么了, 他怎么感觉那银贼在慕容公声音响起的时候, 非常惊恐了, 就在这时, 刷的一声, 一道人影, 疏然在他所在的屋子里出现, 张绍峰吓了一跳, 这竟然是分神器的一控手段, 他抬头去看, 可这不看还好, 当看到出现之人正是自己好友慕容公后, 他梦了, 张绍峰傻傻看着此刻一脸得意笑容的慕容公, 分, 分神二层, 这, 此时, 慕容公手中还提着一句搭拉着鲜血淋漓的断臂尸体, 正是那淫贼, 张绍峰张口结舌, 呆呆看着自己的好友到底发生了什么, 慕容公把尸体扔在地上, 十分随意地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刚来到这里, 就见到这家伙说要屠杀你们宗门, 我就随手灭了, 倒是你, 啥时候得罪了一个分神器, 张绍峰已经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根本回答不了慕容公, 而慕容公看着自己老友这表情, 脸上看起来淡定不已, 心里却是笑开了花, 好家伙, 这表情我记住了, 以后我能拿今天这事调侃你一辈子, 哈哈, 过了好一会, 张绍峰终于开口问道, 老家伙, 你这修为怎么回事, 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不久前见面, 慕容公明明还只是出窍巅峰啊, 即使突破到分神器, 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到分神二层啊, 慕容公嘴角翘起, 很是得意, 然后, 突然想起了自己一开始不信自己儿子那些话, 还因此在陈平安院子里出丑的事情, 他看了眼张绍峰, 决定也让自己这老友感受一下, 顺便在他这里坑一笔零食, 这样, 他就能拿来陪给自己儿子他们了, 这计划可行, 慕容公眼中闪过脚侠之盲, 道, 在我宗管辖区内的凡人小镇中, 住着一个仙人, 我就是在他身上获得了机缘, 便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 则则, 那仙人浑身倒则玉里铺满, 实在恐怖, 说完, 慕容公开始等待张绍峰说不信, 这样, 他就能顺理成章地提出打赌了, 嘿嘿, 老家伙, 说不信啊, 然而, 张绍峰听后, 先是猛了一下, 随后突然眼冒绿光, 大声道, 真是仙人, 快, 赶紧带我去见见, 他整个人如同癫狂了一般, 看着张绍峰这样子, 慕容公傻了, 他娘的, 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 第十五章, 龙凤辅佐, 先帝之身, 慕容公有些苦涩, 问道, 我这明显是骗人的呀, 你竟然信了, 他发现张绍峰不按套路出牌, 这样下去, 他还怎么坑人, 他还想把张绍峰坑得跟他一样, 在院子那里跪着呢, 张绍峰道, 你不可能骗我, 刚才说的绝对是真的, 就你那天赋, 除非有仙人帮忙, 不然不可能一下子突破到分神二层, 别说了, 赶紧带路, 我要去见仙人, 慕容公说不出话了, 你就没怀疑过, 我之所以突破, 也许是在什么地方弄来了仙丹妙药, 慕容公觉得, 正常人第一时间会先这样怀疑才对呀, 张绍峰眨了眨眼, 道, 正常人不是第一时间相信对方的话吗, 毕竟你说的这么真实, 而且, 你和我可是拥有多年交情的好友, 我不相信你, 相信谁, 闻言, 慕容公说不出话来了, 你这样说, 我不是正常人, 而且我第一时间不相信我自己儿子, 实不相瞒, 我们刚从前辈那里获得机缘离开, 这又上门打扰, 很不好, 那位前辈从仙界下来是想修心的, 总把自己当成凡人, 一定不希望别人一直打扰, 慕容公没办法了, 见坑不到张绍峰, 只能苦笑着如实招来, 而且他也被张绍峰那句多年交情感染到了, 骗这样重情义, 第一时间相信他的好朋友, 让他有些愧疚, 然而, 这次张绍峰听后却是审视慕容公道, 我怎么感觉你在骗我, 慕容公, 说好的多年交情呢, 说好的第一时间相信呢, 我说真话你反而质疑, 啊呸, 慕容公没好气道, 没骗你, 张绍峰听后苦笑道, 那要不我就远远看一下, 或者看看仙人住着的地方也行, 说真的, 我就差最后一步, 也想看一下仙人, 就能有所感悟, 一举突破也难说, 慕容公看着张绍峰那可怜兮兮的样子, 胡子, 才叹气道, 罢了, 就再去打扰一下前辈吧, 不过这次我们不要再提机缘一事, 免得前辈觉得我们贪得无厌, 从而疏远我们, 刚才陈平安已经说白了, 自己修炼才是王道, 要是他们再去要机缘, 即使对方是仙人, 也会厌恶, 张绍峰得到慕容公同意, 深邃的眼眸里闪过激动光芒, 于是乎, 在慕容公带领下, 两人赶往青原镇, 而此时, 青原镇, 一个大院门前, 陈平安背着贝楼走出了门, 他有一门养活自己的工作, 那就是上山采药, 说来也奇怪, 每次他的运气都很好, 几乎都能在山上, 采到一两株低阶灵药, 灵药和普通的药草不同, 采到一株, 他几乎一个月都不用干活, 离开院子, 陈平安把大门虚掩, 也不用上锁, 然后往正外行去, 而要是认真去看, 会发现他那贝楼上的小锄头, 此时闪过了一道暗淡的光芒, 陈平安离开后的半个时辰, 两个人影突然在大院门外闪出, 这两人正是慕容公两人, 就是这里了, 慕容公指着身前没关紧的大门, 眼神复杂道, 不久前, 他还在这里跪了一遍, 现在想想都淡疼, 而看着张绍峰, 慕容公眼珠子突然转了一下, 咳嗽道, 走吧, 进去, 他示意张绍峰先进, 他想法很简单, 只有自己一人跪了, 心里难受, 而他要是轻易带着张绍峰见到前辈, 那张绍峰也太舒服了, 他决定让张绍峰也跪一下, 嘿嘿, 那时候他心里也能舒服一些, 然而, 看着慕容公这动作, 张绍峰却是一动不动, 慕容公迷糊了, 你倒是进去啊, 张绍峰驻足不前, 认真道, 我们如此贸然进入, 很没礼貌, 前辈怪则怎么办, 要不, 我们先唤几声, 问问前辈给不给进, 慕容公, 不用的, 可以直接进去的, 张绍峰摇头道, 不行, 你先叫唤几声吧, 慕容公无语了, 怀疑这家伙识破了他的阴谋, 最后没法子下, 他才大唤了一声前辈, 只是里面没有回应, 他再次唤了一声, 依旧无人回应, 前辈不在, 张绍峰道, 慕容公点头, 应该不在了, 要是陈平安不在的话, 他也不敢进去了, 不然他也得跪, 两人只能在门外站着, 过了好一会, 陈平安还是没有回来, 看来前辈出远门了, 我们下次再来吧, 慕容公道, 张绍峰无奈点头, 两人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 他们头顶的空中, 突现一个巨大的黑洞, 这黑洞, 足足有一间房子大, 扭曲着空间, 慕容公两人看着这一幕, 也某猛地瞪大起来, 密洞, 这里怎么会有秘境现实, 这密洞也太大了吧, 里面的秘境空间, 岂不是很大, 在修炼界中, 一旦修为达到了杜结期, 便能制造出秘境, 不同级别的人, 制造出来的秘境大小也不同, 一般的杜结期, 只能制造出只有头颅大的秘洞, 而里面的秘境, 大约有一个城镇大小, 大城期制造出来的秘洞, 差不多水桶大小, 而此刻出现在此处的秘洞, 竟然有屋子那么大, 那岂不是先人制造的秘境, 这秘洞怎么出现在城镇里, 等下落下入口光柱时, 岂不是把镇子轰平, 张绍峰皱眉道, 慕容公也眉头皱起, 秘洞出现不久, 里面就会落下一条光柱, 强大的力量会把下方地面轰平, 没办法了, 趁现在还有些时间, 我们能救多少人, 救救多少人吧, 慕容公脸色严肃道, 这种随即出现的秘境, 就像是天灾, 他们根本无能为力, 张绍峰点头, 准备趁着这段时间多救几人, 可就在他们准备动手时, 突然, 一道庞大的身影, 从院子处飞出, 眨眼升到了空中, 看着这速度飞快的身影, 慕容公两人傻眼了, 这身影全身金黄, 体型庞大, 头四驼, 脚四鹿, 眼四兔, 掌四虎, 身四蛇, 这, 正是龙, 龙升上空中, 猛得一摆尾, 就这样, 在张绍峰两人视野里, 整个密洞, 如同皮球一般, 骤然弹飞, 往一个方向飞绿而去, 一下子到了几里外的荒林上空, 而把密洞弄走, 那身影瞬间就没入了院子里面, 一切回归平静, 这一切, 不过电光火时间, 慕容公两人呆呆站着, 如同木偶一般盯着大院处, 咕噜, 两人同时咽了口唾沫, 龙, 那真的是只停留在传说中的龙, 他竟然藏在这院子里面, 张绍峰十分震撼, 心脏疯狂跳动, 而慕容公此刻却是双脚打颤, 他比张绍峰更清楚里面的情况, 里面还有一只凤凰, 现在还多出了一条龙, 传闻中, 在仙界, 能让龙和凤凰一起辅佐的, 唯有一人, 仙殿, 钱, 前辈不会就是, 咕噜, 慕容公再度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呼吸开始紊乱, 这信息如同一道晴天霹雳, 轰在他脑瓜子里, 他凌乱了, 今天四更结束, 整个人都没力了, 喜欢的给个好评啊, 加个收藏, 么么的, 第十六章, 下凡仙气下风了, 张绍峰看着慕容公, 发现慕容公双脚正在疯狂打颤, 便摇了摇他道, 你怎么了, 慕容公傻傻地看着张绍峰, 结舌一样道, 我说里面还有一头凤凰, 你信不信, 文言, 张绍峰傻了, 还有凤凰, 那这不就是传说中先帝的牌面吗, 那这里住着的人, 不会就是, 咕噜, 张绍峰好像被感染了一样, 双腿也开始打颤起来了, 两人面面相聚不已, 这时, 张绍峰苦笑道, 既然前辈不在, 要不, 我们先去看看那个秘境, 再知道这院子里面除了有一条龙外, 还有一只凤凰, 张绍峰开始对这院子产生了恐惧感, 心中有股巨大的压力产生, 压得他胸闷气端, 让他有种赶紧离开这里的冲动, 慕容公赶紧点头, 前辈在这里还好, 此刻不在, 他心里没底, 两人看向远处的密洞, 准备飞去, 可就在这时, 他们目睹到, 一道强大的光柱, 突然从密洞往地面落下, 一道响声从远处传来, 地面甚至开始轻微震动, 这威劣, 也太大了吧, 两人很是惊讶, 此刻远远看去, 那一片荒陵, 竟然已经变成了废墟, 还好这密洞被弄走了, 不然整个小镇都得面目全非, 看着远处的光柱, 两人以为光柱很快消失, 秘境入口出现, 可奇怪的是, 光柱落下后, 却久久未消, 不会吧, 这秘境入口, 不会还要开启蜜语, 应该是了, 这光柱不消, 入口不会出现, 我盲猜, 这秘境是仙人弄出来的, 过去看看, 也许那里有开启蜜语的提示, 说完, 两人在原地消失, 而在相反方向, 陈平安进入了一座荒山野岭中, 找寻着药材, 这时, 陈平安突然察觉到地面震动了一下, 地震了, 陈平安皱眉道, 还好这震动很微小, 很快过去, 陈平安没在意, 继续往里面行去, 他五年里来过了很多次这里, 对这里的路很熟了, 他继续往深处走, 还一边看着四周的环境, 看看会不会看到灵药, 走了一会, 陈平安突然驻足, 一品温香草, 陈平安眼眸一亮, 走过去准备采药, 有这么一株灵药, 足够他半个月的生活, 花销了, 可他刚想拿起被楼里的小锄头, 意外突生, 在他头顶, 突然出现了一个小黑洞, 这小黑洞出现得很是突兀, 吓了陈平安一跳, 这是啥, 虫洞, 陈平安有点怕了, 自己一介烦人, 最怕遇到这种奇怪的事情, 他退了几步, 离得远远的, 这时, 小黑洞里面冒出了一把金色长剑, 金色长剑出现后, 小黑洞收拢消失, 金色长剑也掉落在了地面, 而要是认真去看, 这金色长剑的剑尖处, 正缺失了一块, 还有剑封处, 明显开了几个小口子, 这是一把残剑, 陈平安看着这一幕, 呼出了一口气, 还以为蹦出个强者来呢, 或者蹦出个妖兽, 没想到是把剑, 倒是这剑出现的方式这么特殊, 会不会是什么宝贝, 陈平安看了眼四周, 剑静悄悄的, 也没人, 便小心翼翼走了过去, 而在地上的金色长剑一落地后, 剑身里面一道灵体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这团灵体正是气灵, 很好, 终于逃到凡间了, 血月宗, 你们给老子等着, 求尽老子这仇, 他日一定百倍奉还, 他正是一把仙气, 仙气一般都会择主, 只要有个强悍的主人, 他们就不怕被其他人给予, 但也有一些不想受到束缚的仙气, 毕竟气灵也和人类一样, 具备灵智, 有向往自由之人, 就有不想受到约束的气灵, 这气灵, 便是这种气灵, 他曾被仙界一品大宗血月宗抓住, 囚禁在虚域之中, 逼迫他认主, 还扬言威胁, 若是不认主, 便将他永世囚禁在虚域之中, 而他曾发誓, 死也不会认主, 最后为了逃脱虚域, 直接用出全力, 割破虚空, 闯到下界, 在时空乱流中, 他受创严重, 现在的等级已沦落到灵气之列, 不过该庆幸的是, 他灵体未损, 经过几年温养, 便能回归巅峰, 杀回仙界, 这落脚地看来是一座荒山了, 也好, 这样就不会有凡人出现, 他受创严重, 最近还不能移动, 而这是荒山, 应该不会有人把他捡走, 他可不想在养伤这段时间里, 成为一个凡人蝼蚁的玩物, 然而, 他刚庆幸完, 这里是荒山, 下一刻, 一道人影突然遮挡住他眼前的阳光, 有人, 看到人影, 他震了一下, 然后开始躁动起来, 准备骂娘, 然而, 他还没去骂, 下一刻, 见身不由自主一阵, 这, 他看清陈平安那一刻, 便陷入了无尽的震撼中, 不会吧, 不会吧, 我不是打通了前往凡间的通道吗? 这, 这是哪里啊? 在他视野里, 此刻以陈平安为中心, 整个世界都是盗责运力, 他还能在陈平安身上感受到无尽的压力, 仅仅看陈平安一眼, 剑身就会颤动, 他在仙界游历那么多年, 算是见多识广了, 可却从未见过如此强大之人, 咦, 还会自己动, 这是一把, 高阶法器, 还是更高阶的宝器, 陈平安看着武器颤动, 不由得眼眸一亮, 自言自语道, 在他的认知中, 这世界的武器共有四级, 分别是法器, 宝器, 灵器, 仙器, 但他分不清这武器是啥等级, 听着陈平安这话, 气灵正了一下, 连他的等级都看不出, 难道, 这是凡人, 我懂了, 我身体重创, 可能对外界感官有所改变, 也许我看到的, 也不是什么盗责运力, 应该是视觉错误没错了, 应该就是这样了, 气灵饶有兴致地分析起来, 陈平安也不管, 这是什么级别的武器, 拿回家就对了, 看看交给慕容公他们, 让他们卖了, 换点零食来用也好, 陈平安微笑拿起长剑, 放在自己的背楼, 随后继续走到那株灵药那里, 开始采药, 可他刚放好金色长剑, 却突然发现, 金色长剑更加剧烈地抖动起来了, 咋了, 陈平安扬眉一下, 心想这剑怎么动得这么剧烈, 此刻, 在背楼那里, 金色长剑正靠在小锄头上, 蝼蚁, 别动, 小锄头中突然发出一道轻微的气灵雨, 也在这时, 金色长剑瞬间不动了, 静得不能再静, 原本想查看一下长剑情况的陈平安, 剑那剑不动了, 也不理了, 拿起小锄头, 兴高采烈地采药要来, 而此刻, 背楼里的金色长剑, 在小锄头离开背楼后, 又轻微地颤动了起来, 我, 我, 这到底在哪里啊, 这绝对不是凡剑, 神器, 刚才那锄头, 竟然他娘的是神器, 金色长剑里面的气灵, 快下风了, 今晚还有两张, 第十七章, 弱小仙器, 瑟瑟发抖, 刚才那感觉, 绝对没错, 绝对是神器, 他在仙界仙器榜中, 排行虽然不是顶级, 可他见过很多排名前几的仙器, 然而, 那些仙器和刚才他近距离接触的小锄头, 完全没有可比性, 那强悍至极的契机, 那震慑星魂的震雨, 让他忍不住打战, 仅仅一句话语, 便让他身体本能瞬间断掉, 从颤动变得平静, 那种感觉, 他从未体验过, 那是来自更高层次的威慑, 一切都是真的, 这绝对不是凡间, 这人身上散发而出的道泽韵里, 都是真的, 可怜他刚才还怀疑自己身体受创, 视觉出现了问题, 所以才这样, 原来不是, 而这人刚才怀疑他是不是法器或者宝器, 感情是见过太多的神器, 没见过法器或者宝器, 才以为他是那种低级别的武器, 陈平安细心地把灵药踩好, 收入背楼里, 小锄头也顺手放在了背楼里, 踩到灵药又找到了这么一把武器, 他也不用再溜达了, 未来一个月的火石已经有了, 陈平安开始往青园阵行去, 还开心地哼着曲子, 而背楼里的仙气, 此刻可没有陈平安那种闲情意志, 他静悄悄地待在背楼里面, 如坐针毡, 如芒刺悲, 特别是那神器就在他面前看着他, 这种感觉, 甭提都难受了, 大, 大老, 您, 您好, 气凌弱弱地问候了一句, 没办法, 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去试验, 或者说去尽量打好交道, 然而, 他刚说完, 下一刻一道冷漠至极信息传到他那里, 闭嘴, 他想好的话语瞬间没了,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蝼蚁的滋味, 这他娘的不正是凡人见到仙人时的情景吗? 气凌缩在一个角落, 哭唧唧地想着事情, 同时也看着外面的情况, 他发现, 这里的灵气特别稀薄, 按理来说, 不应该是更高层次的世界才对, 而且, 他确定, 自己打破的通道是通往凡间的, 他也没那个能力打破通往更强世界的通道, 这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神界的强者, 他对于仙界之上的神界, 还是有些了解的, 听闻那里的强者, 强悍至极, 把仙人当成蝼蚁, 此刻看着陈平安这派头, 他觉得, 很有可能就是神界的强者, 毕竟身后背着一个神器, 这不是神界强者是什么, 可是他挖的灵药, 又是垃圾不已的一瓶灵药, 这就让他很混乱了, 没办法, 他只能瑟瑟发抖地看着一切, 陈平安走了好一会, 终于回到镇子里面, 而这时, 他发现很多人都站在大街上, 看着天边, 指手画脚, 陈平安往那边看去, 当看到天边的黑洞和光柱后, 眼眸眨了眨, 那里怎么回事, 陈平安真没见过这东西, 而这又发生在自己镇子附近, 他觉得必须了解一下, 不然来个毁灭灾难咋办, 他在大街上找人问询, 这些人在见到陈平安的时候, 都客气不已, 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有些人还说, 天边那黑洞, 其实一开始出现在他们镇子上空, 可一眨眼下,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飞过那边了, 陈平安听得好奇不已, 他虽然不能修炼, 却对这种修炼界上的奇闻怪事很上心, 对了, 那不会就是所谓的秘境吧, 陈平安突然想起什么一样, 再次盯着天边的黑洞和光柱, 和街坊们研究了一会, 发现没有结果后, 陈平安也只能回到自己院子前, 这种修炼界的事情, 他一个凡人也干预不了, 不管是天灾还是啥的, 顺应天命吧, 而走了一段山路, 他也累了, 看到自己院子宛如流浪者找到归宿一般, 陈平安进入院子里面舒服得哼起歌, 而在他身后背楼里面的仙气, 此刻就惨了, 我, 我擦, 气灵傻眼了, 再次拼命颤动起来, 陈平安感受到这颤动歪了歪嘴, 也没理会, 这武器不知道咋回事, 一阵一阵地颤动, 不过很快会停, 果然, 下一刻就停下了, 然而, 他不知道的是, 这金色长剑之所以停下, 这次却是被无数道强悍至极的声音喝停的, 陈平安把背楼放在院子一角, 自己回到屋子喝茶解渴, 而他一进入屋子, 背楼里面的小锄头, 直接飞了起来, 离开背楼, 要是他有表情, 此刻肯定是一脸嫌弃, 没错, 和那弱小残缺仙气待在一起, 他很嫌弃, 仙气里面的七灵此刻, 缩在一个小角落, 瑟瑟发抖, 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啊, 他刚才在陈平安回到镇子的时候, 就见到这里, 全是凡人开始, 还认为自己没有来错地方, 这里应该是凡间, 在仙界, 凡人很少, 一些小孩, 几岁就能修炼, 已经达到人人能修炼的程度, 要是这里, 是比仙界还强的神界, 那不可能有凡人, 所以, 他认定自己没来错地方, 可是, 此刻看着这院子里的强大存在, 他又怀疑起来了, 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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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娘的青衣色都是神气, 还有, 这桃树是什么鬼, 这契机比仙帝还强啊, 那公鸡和那小鱼塘里面的鲸鱼, 又是什么鬼, 这怎么比仙界中, 守在仙帝旁边的凤凰和龙都强几百倍啊, 我不会是身体残缺后, 和人类一样, 伤到了脑子, 所以不正常了吧, 应该是了, 不可能有这么荒诞的事情, 没错, 神界也不可能这样的, 满屋子神气, 跟假的一样, 哈哈, 弱小气灵, 牺牲安慰自己, 有些蜂魔的迹象,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这垃圾玩意, 主人捡回来的, 一道声音传入气灵耳内, 这话语正是旁边的扫帚说的, 小厨头很快嫌弃地回到, 没错, 一开始这蝼蚁还靠了我一下, 要不是主人在, 我真想直接毁了它, 先弃气灵听后, 想哭了, 但发现没有眼泪, 老天爷啊, 我到底来到了什么地方啊, 太凶险了, 我可以认主, 让我回去吧, 一边写, 一边笑, 我发现我疯魔了, 嗨嗨, 第十八章, 一首曲子的强大, 进入屋子的陈平安, 不知外面的仙气这么苦逼, 此刻喝完水后, 便坐着休息起来, 上下山一趟, 他也挺累的, 今晚得好好睡一觉才行, 坐了一会, 陈平安突然想到, 自己还忘了一件事, 完成系统任务后, 忘记抽奖了, 其实他对抽到的物品不抱期望, 这次肯定也和往常一样, 抽出一件平凡不已的东西, 比如家具, 或者工具之类的, 系统, 随便抽吧, 他的声音一过, 一道电子音便响起, 叮, 抽取完毕, 已放入系统空间, 陈平安打开系统空间, 只见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件物品, 这是, 一只绿色的竹箫, 陈平安眉头一扬, 感觉这次抽到的东西还行, 至少比抽到扫着那些东西好, 而且, 看着竹箫的样子还挺精致的, 他以前还是音乐老师, 研究过这种乐器也能吹上几首曲子, 以后有空没空倒也可以吹上几首, 拿着竹箫, 陈平安趁着无所事事便开始是吹起来, 他想了一下决定先来一首平湖秋月, 就这样, 院子里开始响起美妙动听的乐曲, 鱼音绕梁, 而曲声一响, 大院背楼里还瑟瑟发抖的仙气气灵突然一震, 他听着这悦耳动听的曲声开始望却四周的压力, 情绪波动甚大, 健身更是在这高低起伏的音量中震动起来, 一首曲子很快走完, 陈平安觉得这竹箫还行, 心满意足收好而这时, 大院外的仙气气灵已经猛逼, 他感受着自己那重创的身体, 心中翻僵倒海, 太不可思议了, 我, 我受的伤, 怎么在这首曲子中恢复了这么多, 不仅仅是恢复了, 他还发现自己刚才领悟到了什么东西, 那东西他也说不清, 道不明, 但他觉得, 只要自己理清了, 绝对会变强, 想到这, 他又一顿诗神, 一首曲子就让他这样了, 那要是他一直能听到这样的曲子呢, 他顿时古怪起来, 看了眼四周, 这一刻, 他终于知道这里为何满屋子神气了, 感情是这里的物品, 是听多了这样的曲子, 他目光开始转移, 看向屋子里面, 一时间, 他肃然起敬, 陈平安在他心中突然上升到无人能比的高度, 这前辈高人举世无双啊, 仅仅一首曲子便如此骇人听闻, 同时, 他也开始改变念头了, 甭管这里是不是凶险之地, 甭管这里的神气对他是不是很不屑, 为了变强, 为了有一天也能成为神气, 他决定不走了, 顶多用命搏一把能成神气的机会, 陈平安不知自己吹了一首曲子, 改变了一个气灵的想法, 此刻他看着太阳快下山了, 便拿着篮子, 出了院子, 去购买食材, 准备晚饭, 而出门后, 他再次看了眼天边, 那里的光柱, 还是那般显眼, 离清园阵几里外, 已成废墟的荒林, 此刻已经布满了人, 都是靠山宗的人, 他们直接把附近围住, 不让任何闲杂人等靠近, 此时, 光柱前, 很是热闹, 人群中间, 有一个紧闭着的光门, 这光门才会敞开, 人才能进入里面, 可这光柱迟迟未消失, 看来是需要蜜语来开门了, 此时, 一群靠山宗弟子轮流上前, 朝着光门说话, 有些制造秘境的强者, 喜欢用自己喜欢之人的名字, 来当蜜语, 也有喜欢用一句简短平凡的话语, 来当蜜语, 他们只能去蒙, 运气好的话, 也许能猛中, 当然, 想打开光门, 还有一个办法, 那便是利用外力破坏光柱, 然而, 慕容宫已经试过, 纵使他已是分神二层, 全力攻击下, 那光柱颤动一下都没有,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而秘境的光柱, 一般会出现十天时间, 时间一过, 秘动会隐没在虚空, 从此消失, 慕容宫几人在不远处聚在一起, 张绍峰看着慕容云海和慕容雪, 又忍不住发起呆来, 这突破速度, 羡慕死他了, 特别是慕容雪, 不久前明明还是壁谷七啊, 怎么摇身一变, 成了原因五层, 太恐怖了, 还好, 他儿子也突破了, 这让他心里烧好了些, 而在几人中, 此时还有一个青年, 这青年长得挺帅气的, 年纪看起来和慕容雪相近, 他正是张清贤的儿子, 张达玲, 此刻张达玲呆呆地看着慕容雪, 被他的修为震得头皮发麻, 因为不久前, 他和慕容雪一样的修为啊, 爷爷, 这蜜语很难蒙对, 你要不再试着攻击几次, 慕容雪觉得蒙对蜜语的可能性不大, 倒不如认真去攻击还有机会, 慕容公摇头道, 这秘境肯定出自仙人之手, 我觉得大成竞强者也破不了, 除非有仙人帮忙, 爷爷你的意思是找前辈帮忙, 慕容雪脸现喜色道, 慕容公文言苦笑道, 前辈下凡修心也不知会不会动用修为, 自从怀疑陈平安是先帝后, 慕容公心中的敬仰已经到达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要是让他叫陈平安为父亲, 他肯定二话不说,叫上一句爷爷, 仙人与先帝的差距, 就像他们凡间的凡人和大成妻修士一般, 先帝有多强不言而喻, 慕容云海听后也点头道, 没错, 上次前辈因为不想用修为, 还请求我送他回镇子呢, 这边看出前辈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介凡人来修心了, 慕容雪听后苦笑道, 那这秘境怎么办, 这秘境里面恐怕有很不好东西呢, 其实前辈帮不帮忙, 我们也得问过才知道, 而且趁这秘境再次出现, 我们也刚好能找借口拜访一下, 这时张绍峰开口提醒道, 他还是想见见仙人, 慕容公看了眼张绍峰, 犹豫了一下才道, 好吧, 不过你们记住了, 记得不久前我说的那些注意事项, 张绍峰和张达林纷纷点头, 商量好, 几人开始动身, 紧紧一会, 他们便到了一间院子门前, 他们也是好运, 刚出现在此处, 陈平安便吹着吊子走到了自家门前, 原本计划着晚上弄一顿美食, 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的陈平安, 突然嘴角一抽, 前辈, 慕容公带头喊道, 而张绍峰和张达林没见过陈平安, 但此刻一见到陈平安便认定这就是仙人, 也跟着恭敬地喊了一声前辈, 陈平安脚步已经停下, 嘴一脚抽动, 你们怎么又来了, 慕容公一脸陪笑打完招呼后便表明来意, 前辈, 此行前来, 其实是这两位想瞻仰一下前辈, 所以我就带他们前来了, 同时, 此番前来, 我们也想, 听到这里, 陈平安突然一挥手, 打断道, 不用说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慕容公正了下, 知道了, 哦, 懂了, 秘境那里的光柱还在, 前辈肯定已经算好, 这凡间无人能破, 此番看到他们到来, 定是请求帮忙了, 陈平安此刻的想法和慕容公的想法完全不沾边, 看着这几个魔鬼, 他很是无奈, 他用屁股想都知道慕容公他们来干嘛了, 这刚到饭点, 这几人就成群结队来了, 还能来干嘛, 妥妥的蹭饭啊, 第十九章, 一首曲子让你们顿悟了几次, 陈平安看着慕容公他们还带来了两个生面孔, 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四个人吃饭的时候就那么疯狂了, 你现在还带多两人前来, 当我开餐厅的呀, 陈平安很是无奈, 而他也知道, 这要是不拒绝, 以后慕容公他们肯定会变本加厉, 天天来蹭饭吃都有可能, 所以他这次必须拒绝, 看着天边思索了一下, 陈平安理顺了言辞, 才婉言拒绝, 其实这几天我想清静清静, 关于你们为的机缘这事, 我暂时不能答应, 不过你们既然都来了, 就进去喝杯茶吧, 顺便, 听我吹手曲子也行, 陈平安依旧以为机缘是这些修炼者眼里的吃饭, 此刻婉言拒绝下, 也不好让他们来了, 就灰溜溜离开, 便让他们进去喝杯茶, 顺便听手曲子, 这样大家的关系也没那么讲, 而慕容公他们刚才看到陈平安看了眼秘境那边, 此刻听完陈平安的话都知道被拒绝了, 其实他们前来的时候就想过会被拒绝, 此刻也没失落, 反而在听到能喝茶后, 慕容云海、慕容雪和张青贤三人眼中冒出一阵绿光, 陈平安捕捉到这三个魔鬼的疯狂, 连忙加个前提, 一人只能喝一杯, 闻言, 慕容云海三人呆了, 不过很快他们也释然了, 一杯也好, 好过没, 陈平安带着他们走入院子里面, 曾经过院子的慕容公几人, 此刻神经兮兮地躲在陈平安身后, 有些紧张, 倒是张绍峰和张达玲两人一脸好奇, 想看看仙人住所是咋样的, 进入院子, 慕容公几人发现没有任何压力后, 呼出了一口气, 而张绍峰和张达玲则是脚步突然一顿, 被眼前的一幕弄得头皮发麻,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他们两人的目光在四周游荡, 发现每个角落都有极为强大的东西在看着他们, 这种感觉很是不舒服, 而陈平安这时才记得自己捡回来的金色长剑, 果断过去拿起, 展示到慕容公面前, 功劳, 你看看这武器具体是什么级别, 闻言慕容公正了一下, 目光都落在了那把金色长剑上, 前辈这是考验我, 慕容公脸色开始认真起来, 点头下拿过了金色长剑, 仅凭气息他就看出这把武器是灵气级别的武器了, 灵气已是这凡间最强的武器, 不过在这里看到他一点也不意外, 不过在他看来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前辈这样考验我, 这把武器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他仔细查看, 发现这武器受损严重, 可即使如此还达到了灵气高阶级别, 那没受窗前岂不是, 仙气, 那里面岂不是有气灵, 而验证有无气灵的方法, 他不知道, 适合等级, 大约值多少灵石, 陈平安好奇问道, 要是好东西, 他赶紧卖了, 换笔灵石来用, 慕容公再次被问, 只能苦笑起来, 前辈, 实不相瞒, 我查看不出, 他也不敢乱说, 说灵气, 要是说蒙对了还好, 要是说错了, 可能会让陈平安觉得, 不过如此而说仙气, 他纯属靠蒙, 蒙错了就一笑大方了, 所以他还是忠于现实, 不知道就不知道, 陈平安听后, 眯了眯眼睛, 查看不出, 还是, 这东西根本不入流, 委婉地说, 这东西不值钱, 陈平安叹气一声, 道, 好吧, 大家进来喝茶吧, 陈平安无语不已, 这武器出现的方式那么牛逼, 没想到这么垃圾, 陈平安随意把金色长剑放在一个角落, 不再理会, 还小声喃喃道, 普通玩意啊, 那以后就用来砍查好了, 毕竟看着挺锋利的, 慕容公见陈平安将一把可能是仙气的东西随便摆放, 不禁抿了名嘴唇, 而张绍峰他们一眼就看出, 这武器达到了灵气的级别, 此刻见陈平安这般随意摆放, 眼热得很, 果然是前辈高人, 这种级别的武器, 刚才他听到陈平安那句话了, 普通玩意, 用来砍柴, 进入屋子, 陈平安让慕容公他们坐着, 自己则开始泡茶, 这次依旧不忘给他们加两个枸杞, 犹豫了一下, 他还加多了一首, 泡好后, 一人给他们倒了一杯, 慢慢喝, 我顺便给你们吹首曲子, 这曲子绝对和你们听过的不同, 保管你们以前没听过, 陈平安其实挺乐意在别人面前表演的, 他以前在音乐方面被称为天才少年, 参加过很多比赛, 他很喜欢那种在舞台上表演的感觉, 现在给一届人听一下地球的曲子, 他也想看看他们会有何表现, 没办法, 实在是他不想给这些人煮饭, 只能拿些娱乐项目搪塞一下他们, 慕容公等人微笑点头, 他们虽然在这方面不擅长, 但也想听听咋样的, 而角落里的仙气气灵, 在听到这话后开始雀跃起来, 又来了, 他可以肯定再听一首曲子, 自己伤势绝对在好一半, 陈平安随便选了一首曲子, 吹了起来, 煞时间四周便想起了美妙的韵律, 慕容云海慕容雪和张清贤看到茶水时, 准备拿起来就往嘴里闷, 因为他们发现茶壶里还有茶水, 觉得自己还能再喝一杯, 然而在这销声一响起, 三人动作猛的一停, 脸上突然生起了震撼情绪, 慕容公他们这时的表情也一样, 同时露出了十分震撼的表情, 顿悟征兆, 不对, 已经在顿悟中, 这怎么回事, 慕容公他们没时间去思考了, 都急速闭上了眼睛, 开始顿悟, 这机会不能浪费, 仅仅一会, 他们便顿悟成功, 道心惩彻了一些, 同时, 慕容雪和张达玲两个小辈, 更是直接突破了一层修为, 而张绍峰在此顿悟下, 身上的气机突然飙升, 哄, 在他心间一股潮流爆开, 他的修为一跃而上, 突破了, 分神一层, 他猛地睁开了眼睛, 脸上泛上了疯狂之色, 然而, 刚突破完, 他脸上的疯狂又突然一致着, 这又来顿悟了, 张绍峰猛了, 旋即快速反应过来, 再次闭上眼睛, 陈平安悠闲吹完一首曲子, 此刻看着几人还闭着眼睛倾听, 嘴角不禁上扬, 肯定了自己的技术, 这不, 都陶醉地闭上眼睛享受了, 过了一会, 几人纷纷睁开了眼睛, 陈平安看到他们激动的神色, 一脸自得, 然而, 下一刻, 慕容公等人却是一口同声一句, 前辈, 我们还能再听一次吗? 听着这熟悉的话语, 陈平安脸上的自得瞬间僵硬, 一股不对劲的感觉, 涌上心头。 第二十章, 一刀断山河, 无敌我刀眼, 特别是看着这几人现在的表情, 不正是不久前喝茶, 和吃饭时候的样子吗? 你们是魔鬼吧? 你们这是在扼杀我表演的兴趣啊? 陈平安已经想象到自己要是在吹一首, 不久后, 这几个家伙肯定又会再说, 如此往复, 他可以肯定, 自己以后一听到这事, 瞬间会产生抗拒的心理, 对不住, 我已经养成习惯, 一天只吹一首, 陈平安一脸认真拒绝, 慕容公等人听着这话, 脸上升起了不舍神色, 一首曲子的时间, 他们整整顿悟了好几次, 要是再多听几首, 他们可以肯定能再突破几层修为, 没错, 仅仅一首曲子的时间, 慕容公等人都突破了, 慕容公突破到了分神三层, 虽然只是突破了一层修为, 他心中的震撼, 却已经达到恐怖的地步, 这才过去多久啊, 他也就来了两次这里而已, 从出窍巅峰, 一跃到分神三层, 这是说出去都没人信, 而张绍峰心中的惊涛, 不比慕容公少, 他此时看着陈平安的眼中, 都是惺惺之火, 崇敬, 仰慕, 全部表现在脸上, 分神二层, 仅仅一首曲子, 他整整顿悟了六次, 这什么概念, 有人曾统计过, 从刚修炼到大成七, 天赋强大之人, 普遍会有十一二次顿悟, 现在可好, 一首曲子时间, 他顿悟了别人半辈子的次数, 要是天天能在这里听曲子, 他可以肯定, 不用一年, 他能立地成仙, 慕容云海等人也一样, 疯狂过后, 脸上剩下的, 只有满满的崇敬, 到底是怎样的强者, 才能这样, 他们已经不相信, 陈平安只是仙人, 开玩笑, 仙人能这样的话, 那随便从仙界下凡一个仙人, 凡间岂不是没有凡人了, 此时, 陈平安被慕容雪他们, 看得心里有些发毛起来, 他没有灵根, 完全感受不到慕容公他们刚才经历了什么, 更不知道他们突破了, 他也很迷糊, 想不懂他们为何要他再吹一手, 此刻被发热的目光看着, 陈平安只能苦笑道, 好了, 你们回去忙活自己的事情吧, 我想休息了, 听到此话, 慕容公等人知道陈平安的意思了, 都点头下来, 这种前辈高人可不能得罪, 必须得当作神明一样供着, 而慕容云海三人知道茶杯里面的茶水有多好, 快速把茶水喝了, 顿时, 他们又一阵心旷神医, 脸上生起了舒服的表情, 陈平安看着这三个魔鬼的表情, 很是无语, 他就不明白了, 慕容公他们明明对茶水一点兴趣都没有啊, 为何这三人就这样呢, 是真的很喜欢喝茶, 还是喜欢枸杞的味道, 或者太虚了, 实在要补一下, 陈平安整不明白, 而慕容公这时, 也看到了慕容云海三人的表情, 然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一样, 眼眸大量地拿起茶杯, 喝了起来, 这不喝还好, 喝过茶后, 他眼眸猛的一瞪, 果然真是这样, 自己儿子和孙女的灵根提升, 和这茶有关, 他看向陈平安, 又看了眼在陈平安那里的茶壶, 不禁咽了咽口水, 陈平安发现慕容公成为了慕容云海他们中的一员, 还目光炽热地看着他的茶壶, 嘴角抽了抽, 走吧, 快天黑了, 都回去吧, 陈平安站了起来, 赶紧赶人, 而张绍峰和张达玲还没喝茶, 此刻被陈平安往外赶, 也喝不了了, 倒是慕容云海和张清贤看着这一幕, 急速拿起两人的茶杯, 一溜烟喝光, 陈平安捕捉到这一幕, 无语至极, 大门外, 慕容公等人拱手告别, 陈平安目送着他们离开, 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修炼者都是这样的, 着实刷新了我对修炼者的看法, 陈平安摇头晃脑, 随后看了眼天边的光柱, 还好他的房间比较靠里面, 遮住了光芒, 陈平安准备进入院子, 可就在这时, 一道嗡鸣声突然从光柱那边传来, 这嗡鸣声很是刺耳, 又突然出现, 让陈平安一阵牙酸, 陈平安转身看去, 怎么回事, 看着远处的光柱, 他满脸疑惑, 还好这嗡鸣声很快过去, 四周恢复安静, 陈平安看着光柱一会, 也懒得理会了, 回到厨房做饭, 时间过去一个时辰, 天渐渐黑了, 可整个阵子却还是亮堂堂的, 天边那光柱犹如巨大的光管一样, 陈平安平时作息很好, 一入夜就开始躺在床上睡觉, 躺几分钟就能睡着, 可今晚, 他就是睡不着, 尽管睡过去了, 也是半个小时醒来一次, 因为每过半个小时, 一阵嗡鸣声便从光柱那里传来, 而这刚好的, 这时又一道嗡鸣响起, 加上这次, 陈平安已经醒了三次, 他以大自行躺着, 双眼大大睁开, 看着屋顶忍不住骂娘道, 这什么鬼秘境, 什么时候才能停下? 骂完, 陈平安转了个身, 又给自己耳朵夹了一团棉花, 而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话音一落, 厨房里的菜刀突然动了, 他飞出了院子, 化作一颗流星, 飞往光柱那边, 这次攻击他们都没有阻止, 因为陈平安开口下命令了, 而此刻, 光柱之下, 慕容公一群靠山宗之人, 都在盯着光柱和下方的光门, 没听过秘境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啊, 慕容云海看着安静下来的光柱, 转头看着其他人道出一声, 慕容公此刻也皱着眉头, 也想不懂发生了什么, 让弟子们都退下, 我总感觉有骨不安感, 慕容公心中开始萌生不好的感觉, 慕容云海点头, 下令让所有弟子退后, 不久, 一群弟子离得远远的, 而在弟子们远离后, 突然, 在慕容公和慕容云海他们视野中, 天边有一道极为恐怖的契机, 飞略而来, 所有修为超过劫丹期的人都感受到了这契机, 急速转头看向清源阵那一边, 也在这转头的时间, 一道流光已经靠近他们这里, 若目的, 竟然是一把菜刀, 慕容公和慕容云海他们认识这把菜刀, 这不正是前辈的武器吗, 怎么来了, 刚疑惑一会, 他们又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样, 也某猛的一样, 不会是前辈派这菜刀来破坏光柱吧, 果然, 如他们所想, 这菜刀一靠近这里, 第一时间飞到了光柱所在的空中, 然后悬浮在那里, 好像在盯着光柱, 哟, 想不到凡间竟然出现了这等强度的东西, 尽管在仙界也少有吧, 不过, 在刀爷面前, 依旧一刀, 菜刀喝笑过后, 身上也开始散发出超强的气息, 随后, 他猛地朝着光柱一滑, 一道刀芒从他体内飞出, 如闪电般靠近光柱, 刀芒瞬间穿过了光柱, 但其速度竟然还不减, 直直往身后的空中飞去, 直到隐没在无尽的天边尽头, 要是肉眼达到超凡程度, 可以看到, 这刀光竟然一直未曾停下, 直到飞到达了大陆尽头, 一些高山甚至在这刀光下, 近数切断, 甚至还有几个倒霉山贼死于其中, 刀光一过, 砰的一声, 整条光柱, 疏然溃散, 四周亮堂的环境, 瞬间变得灰暗了一些, 只剩下地上的光门, 带来些许光明, 看着光柱这么脆弱, 连阻抗他刀忙一些速度都不行, 菜刀偏了远远处被自己切断的大衫, 苦笑道, 看来是我想多了, 没想到这么拉结, 说完, 砰的一声, 菜刀身后骤起大风, 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原地, 飞往青原阵, 那速度, 恐怖至极, 而下方, 看着这一幕的慕容公等人, 嘴巴情不自禁地张大, 仿佛能塞入一个拳头, 第二十一章, 我无敌, 你随意, 刚才的一幕, 让他们目瞪口呆, 菜刀先前说的话语, 声音不大, 再加上他在高空, 修为弱小之人, 几乎听不到, 但慕容公他们不同, 他们修为突破后, 这种距离, 菜刀这般不屑地说话, 他们都尽手耳中, 这种强度, 仙界少有, 然而, 他还是说一刀就行, 而毁灭了光柱后, 他更是来了一句, 垃圾, 慕容公等人已经丧失理智, 他们都看到了刚才那道攻击, 看起来朴实无华的一击, 其实那里面的强大, 只有修为达到原因境界的人才知道, 那骇人的气息, 那灵力的无物能挡的刀光, 给他们一种感觉, 不管前面有什么东西, 都只有一个结果, 一分为二, 慕容公修为最高, 他是最能感受到那威力的强大, 他有种感觉, 这攻击要是打在地上, 恐怕会出现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他看着刚才刀光飞去的天边, 想着那边怎么样了, 震撼一番后, 慕容公等人这才转移了目光光柱没有了, 他们快速朝着光门看去, 只见秘境入口已然打开, 咕噜, 慕容公等人咽了咽唾沫, 刚才菜刀来此, 肯定是收到了陈平安的命令, 慕容公脑子转得最快, 一下子想到了一个可能, 一定是这光柱经常证明, 吵到前辈休息了, 他这次还真想到点子上了, 这光柱确实吵到了陈平安, 但陈平安却不知道自己的菜刀出来破坏光柱, 此刻他睡得还算不错, 慕容公深吸了一口气, 对陈平安的敬仰之情已经达到顶峰, 也不再去想了, 此刻盯着秘境入口, 如果那光柱一直安静, 他还能随意让弟子们进入, 但这光柱突然躁动了那么多次, 让他有种不安的感觉, 云海, 你让几个长老先进去查看一下情况, 慕容公吩咐道, 慕容云海点头飞到了不远处, 和几个中年说起话来, 不久, 三个中年投身进入光门, 消失在原地, 而在这时, 先见, 一个如同国度一般的古风城市中, 灯火通明, 这国度一样的巨城中间, 有一颗通天巨树, 巨树上, 此刻正盘着如火焰一般的大鸟, 巨树对面, 则有一座巍峨的齐天之山, 巨山之巅, 一条金色的庞然大雾, 如蛇一般, 环绕着山峰, 至于巨树与山峰中间, 有一条通向云端的石阶, 石阶之上, 建有一座辉黄大殿, 此时大殿里面, 一个盘坐着的中年人, 露出了震惊表情, 怎么可能, 我亲手制造, 又于囚困铃儿的秘境, 竟然被人破坏了, 一千年过去, 中年脸上第一次动容, 他正是一千年前, 夺得仙界先帝之位的霸天先帝, 一千年前, 他生有一女, 被他视为掌上明珠, 他名为苏灵, 那时仅有六岁, 当时, 他正在与同为先帝人选的狠人先尊, 争夺地位, 他最终力压狠人先尊, 将对方斩于刀下, 成就先帝, 可他万万没想到, 怀恨在心的狠人先尊, 死不瞑目, 用毕生的精血, 化作邪恶的阴灵, 灌输到苏灵身上, 他成了万人敬仰的先帝, 而他最爱的女儿, 却成了毫无理智的魔, 即使修为通天, 他费尽心血, 也就不了已经蜂魔的女儿, 在狠人先尊精血作用下, 他女儿实力飞速提升, 可只会嗜血的他, 贱人就杀, 霸天先帝无奈之下, 只能将他囚禁, 不管自己爱女变成如何, 他都不想把对方锁在炼狱中, 最后他直接制造出一个强大的秘境, 将他困于里面, 并且将秘境打入虚空, 让秘境流转在万千凡间, 他认定自己制造出来的秘境, 坚固的程度, 没有先尊实力在外攻击, 定然不能破坏, 而秘境又只会出现在凡间, 即使几万年过去, 恐怕也不会出现意外, 可刚才他却发现他制造的秘境, 突然被人破坏, 这让他很是震撼凡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刻? 凡间? 慕容公一群人在原地等了一会, 而就在这时, 刚进去的长老突然出来了一人, 慕容公等人看到这长老出现, 还想着问他里面的情况, 可下一刻, 却发现这长老全身血淋淋, 怕大, 这长老一出现, 就倒在了地上, 看着这一幕, 慕容公等人都呆了, 同时, 他们心中开始生起了强烈的不安感, 就在这时, 秘境入口处又出现了一个人影, 只是这次出来的, 不再是他们宗的长老, 竟然是一个头发凌乱, 浑身脏兮兮的人影, 从身材和依稀可见的面孔来看, 这竟是一个女子, 长得很漂亮, 只是眼睛却是血红的, 结结, 一道怪笑, 突然从他口中响起, 慕容公听到这笑声, 全身汗孔瞬间收缩, 哄, 这时, 一股强大到仿佛能够毁天灭地的气急, 从该女子身上爆发而出, 地面开始震动, 砰砰砰, 一里内所有修为低于金丹七的修饰, 这一刻, 身体不由自主地被控制, 顷刻跪倒在地, 慕容公等人感受着这恐怖的气机, 吓得脸色苍白, 这绝对不是凡间的修为, 仙, 仙人, 杀, 这时, 一道阴森的话语, 突然从这人影口中发出, 慕容公等人, 如坠冰枯, 而在清源镇那里, 地面震动下, 陈平安又被吵到了, 他身子在床上辗转了一下, 眼睛没有睁开, 说梦话一般嚷嚷道, 烦不烦啊, 还让不让人睡了, 他没有醒, 但是对着躁动的声音很是抗拒, 而刚回来没多久的菜刀, 听到陈平安这话后, 又动了, 眨眼出了院子, 飞到了秘境入口处, 此刻, 地面上脏兮兮的人影, 正准备对着一群靠山宗弟子展开杀戮, 看着这一幕, 菜刀不禁呢喃道, 咦, 入魔的仙缘镜, 原本想展开杀戮的女子, 此刻也突然察觉到了, 疏然出现的菜刀, 他头咔咔地转了一下, 盯着空中的菜刀, 突然, 他咧嘴笑了, 杰杰的声音在四周响起, 随后, 他猛地暴动, 化作一颗炮弹, 向菜刀飞去, 慕容公等人, 此刻心脏被这股强悍的修为气息, 震得动弹不得, 看着女子飞向菜刀, 眼睛瞪大起来, 菜刀看着这女子竟然向他飞来, 呵呵一笑, 好像看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一般, 他一动不动, 等待女子飞进, 就在女子快接近他的时候, 一道哼声突然响起, 突然间, 如同炮弹一般飞尸上的女子猛地一听, 宛如被禁锢住了一般, 菜刀看着镜在咫尺, 宛如木头人一般被钉住的女子不屑道, 小小仙圆镜在本刀爷面前凶个毛啊, 你要知道, 仙帝急得垃圾来了, 都得管我叫爷呢, 轻跳的声音, 全射了什么叫做无敌, 你随意, 今晚还要哦, 第二十二章, 好嘞, 大佬, 在下方, 慕容公等人听着菜刀这话, 看着这一幕, 再次陷入了猛逼之中, 特别是慕容公和张绍峰, 两人在见到那条龙之后, 就怀疑陈平安是不是仙界最强者, 掌控整个仙界的仙帝了, 可现在听到菜刀这么一说, 他们就梦了, 仙帝级别的垃圾来了, 也得管你叫刀爷, 那你的主人, 想到这里, 慕容公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 前辈不是仙帝, 可是, 在他们认知中, 仙帝已经是最强的呀, 难道仙界里, 还有比仙帝还强的? 慕容公等人的想象力, 第一次被限制, 其实在下方, 一个角落里面, 此时还有一道目光, 正在看着天空, 刚从院子里偷跑出来的仙气, 此刻躲在角落里, 偷偷看着天上的菜刀, 在经过几首曲子的洗礼下, 他已经恢复到能飞行的程度了, 他对这里的情况很好奇, 所以就偷偷跑了出来, 此刻看着天空里发生的事情, 听着菜刀刚才那些话, 他内心很是复杂, 在看到风魔女子的第一眼时, 他就觉得有点熟悉, 随后绞尽脑汁想了一下, 他想到了, 这不正是霸天先帝独女, 苏灵吗? 虽然一千年前, 他只见过苏灵一面, 那时候的苏灵还是六岁小孩, 但因为他对人的感知能力很强, 见过一个人, 不管对方易容还是什么的, 他都能感知出来, 所以很快地, 他就认出了这风魔女子的身份, 然而, 他此时不是因为这个而复杂, 而是因为菜刀的强大, 神器果然是神器, 这也太强了, 他比这附近的人都清楚菜刀的强大, 别说是霸天先帝见了都要叫刀爷了, 恐怕比霸天先帝强的人都得贵府, 特别是菜刀还有这么一个无敌的主人, 陈平安的强大, 他完全猜不透, 可怜他一开始还以为是凡人, 现在想想都可怕, 整个屋子里面像菜刀这种级别的神器, 那数量恐怖得很, 而这些神器都喊他为主人, 菜刀凝视着眼前动弹不得, 眼睛中还是透出无尽杀意的女子, 不由得悠喝了一下, 你倒是让刀爷我有兴趣了, 我倒要看看你风魔前是怎样的, 说完, 菜刀朝着女子靠近了过去, 刀尖直接碰在他的眉心处, 也在这一刻, 一道道记忆被菜刀关看到, 突然, 菜刀喃喃道, 六岁, 原本想一刀砍死这疯女人的, 此刻观看完对方的记忆后, 菜刀沉默了, 过了一会, 好像下定了决心一般, 他开始往清源阵飞去, 而被定住的疯女子则在他身后跟着飞动, 看着这一幕, 慕容公等人都带了, 前辈想见这疯女子, 而下方的金色长剑, 此时也震了一下, 但他刚发着没多久, 下一刻, 他突然发现一道灵力的目光, 落在了他的身上, 紧接着, 一道不屑的冷哼声在他耳中响起, 垃圾, 谁让你出来的? 躲在角落, 以为自己躲得很好的仙气气灵, 突然瑟瑟发抖起来大, 大佬, 他恭敬一句, 菜刀沉默了一下, 最后也懒得管他了, 要不是对方是主人带回来的, 他都想直接毁了, 滚回去, 菜刀骂倒, 骂完, 他继续往回飞, 而仙气气灵果断来了一句, 好, 好嘞, 大佬, 要是他有表情, 此刻肯定满脸苦涩, 至于慕容公等人, 此刻只能目送着菜刀离去, 直到看不到菜刀和疯女子的身影, 他们才看向秘境入口那里, 一个长老的尸体映入眼前, 要是陈平安没有叫菜刀过来, 恐怕他们都得死, 这无异于救命之恩, 慕容公等人呼出了一口浊气, 随后开始收拾, 同时也没忘记看向秘境入口里面, 那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宝贝, 菜刀很快回到院子里面, 此时, 看到菜刀带着疯女人回来, 桃树和公鸡他们都呆了一下, 你带他回来干什么? 公鸡当先问道, 菜刀没回答, 看向了桃树, 道, 你来处理吧, 我回去了, 说着, 菜刀飞回了厨房, 而桃树有点猛, 为了不吵到陈平安睡觉, 他控制住疯女子, 同时试着去查看他的情况, 当查看完毕后, 他知道菜刀什么意思了, 好一个仙尊, 竟个一个六岁女孩, 出此很招, 桃树看着疯女子, 又瞥了眼外冷内热的菜刀, 犹豫了一下, 才做好决定, 既然遇到, 算你好运吧, 话音一落, 在桃树顶端, 一朵绽放得最为漂亮的桃花, 疏然飞起, 随后慢慢飘落到枫女子头顶, 此刻, 晦涩的话语从桃树那里发出, 也就一会, 枫女人开始悬空起来, 而她那原本血红的眼睛, 脏乱的身体, 深周隐隐中萦绕着的黑暗气息,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着, 不只是如此, 在那一切污浊的东西消散后, 枫女人的身体, 竟然开始变小, 最后, 一个雌娃娃般, 穿着洁白衣服的小女娃子, 出现在院子里面, 这小女娃子, 大眼睛如同汪水, 呆萌且粉嫩的脸颊上, 布满了疑惑, 桃树和公鸡, 他们看着这小女孩, 都不由地震了一下, 好, 好可爱, 我怎么有种感觉, 自己这决定做对了, 主人肯定会很喜欢她, 桃树道, 公鸡也木娜的点头, 真的很可爱, 这里是哪里, 小女娃子嘟了嘟嘴, 小手挠了挠头, 粉嘟嘟的脸颊不满疑惑, 脆声声道, 桃树母性泛滥起来, 要是她有脸, 此刻, 恐怕一脸一母笑, 不过她还是忍了下来, 没忘记正式, 开始继续下一步, 她得用神力, 往小女孩潜意识里灌输东西, 以后, 你叫主人为, 哥哥, 在桃树灌输东西, 进入小女孩脑中时, 仙气也回到院子了, 但她却没引来其他神气的注意, 因为此刻院子里面所有东西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小女孩身上, 仙气一进来, 看到眼前熟悉的小女孩后, 再次发傻了, 然后苦笑的喃喃道, 我有预感, 霸天仙帝此事绝对坐不住了, 第二十三章, 天降可爱刀报的女儿, 而如仙气所料, 此刻, 仙界中, 一座大殿内, 一个中年, 如傻了一般, 她在知道自己制造的秘境被破坏后, 便连夜派人前往万千个凡间调查, 但才过去没多久, 她又发现, 自己女儿的命牌, 竟然有了变化, 命牌, 是一种神奇的宝贝, 能反映契约之人的生命情况, 人死, 命牌碎, 一千年来, 她女儿的命牌都被一团黑气给包裹着, 纵使她实力再强, 也驱散不了, 可刚才, 她女儿命牌没碎不说, 上面的黑气, 竟然消失了, 这也就是说, 她女儿, 恢复了神志, 霸天仙帝呆呆地看着手中的命牌, 心中的激动, 使得她的手颤抖起来, 谁, 到底是哪个强者, 帮我林儿从苦海中挣脱, 林儿, 爹爹这就派人去找你, 等我, 霸天仙帝仓促般拿出一块宝贝, 传令下去, 命天庭所有强者连夜入殿, 此刻的她, 已经不像仙帝模样, 激动得快要落泪, 她可以肯定, 自己女儿肯定在某个凡间, 不久, 大殿这里, 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存在, 悄然现身, 霸天仙帝眼神坚定, 把重要信息一一告诉这些心腹, 凡间, 强大秘境, 打破光柱, 最后, 她还给所有人一张她女儿的画像, 从此刻起, 谁助我, 找回我女儿者, 我赏她永世权贵, 与我共享这片天地, 一群出现之人, 听到所有话语后, 猛地眼冒绿光, 告辞下, 全部急速闪身离去, 疯了班, 回去派人, 去往每个凡间, 清源阵附近的荒陵处, 慕容宫等人, 已经进入了秘境里面, 但里面空荡荡的, 啥也没有,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出来, 刚出来不久, 让他们意外的是, 秘境入口突然消失, 秘洞也悄然无声没入了空中, 一切, 重回平静, 慕容宫无奈地看向慕容云海, 道, 你吩咐下去, 让所有弟子, 把刚才所见之事, 全部烂死在心, 要是谁敢把秘境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 说出去一句, 直接仗毙, 出逃者, 也会追杀至天涯, 要是这些弟子, 将今晚发生的事情说出去, 恐怕不用多久, 修炼界很多强者会来到此处, 那时候, 可能会影响到这附近的宁静, 慕容云海文言, 懂了, 他父亲这是怕其他人打扰前辈的清静, 他连连点头, 赶紧聚集一群弟子, 开始威逼利诱, 第二天, 太阳晒屁股时, 陈平安才慵懒地睁开眼睛, 阳光都这么梦了, 几年来还是第一次这么吃起床, 陈平安在床上坐起, 伸了个懒腰, 他第一眼看向正前方墙上挂着的一幅素描画, 叹气一下后准备下床, 可在这时, 他整个人僵住了, 眼睛眨了眨, 然后木讷地转了一下脖子, 看向自己右边, 入目的是一个雌娃娃一般的小女孩, 正朝着他微笑, 陈平安再次眨了眨眼, 怀疑自己睡梦了, 不然自己房间怎么可能有人呢, 还是这么可爱的小女娃子, 然而眨眼也没用, 眼前这可爱刀包的小女孩, 还是站在那里, 难道是做梦? 可我不是罗里空啊, 陈平安捏了捏自己的脸, 疼, 不是做梦, 哥哥, 就在这时, 微笑站着的小女孩开口了, 那脆声声宛如黄英名叫的声音, 传入了陈平安耳中, 他整个人差点融化, 糟了, 我这是要变成罗里空的节奏啊, 小妹妹, 你是谁? 陈平安一脸猛地看着这小女孩, 自己家怎么进来了这么一个小女孩, 而且他对这小女孩还一点印象也没有, 我叫苏玲, 小女孩微笑道, 陈平安没听过这名字, 难道是镇里某户人家的孩子? 可是这么可爱的小女娃子, 我住了五年, 不可能没见过啊, 莫非是某户人家亲戚家的孩子, 来探亲的, 苏玲是吧, 我就叫你小玲吧, 告诉哥哥, 你家在哪里, 要我带你回去吗? 陈平安觉得, 还是赶紧把苏玲送回去比较好, 不然人家家长担心, 苏玲道, 我家就在这里啊, 这里, 意思是, 这小镇, 小玲等会哈, 等哥哥洗漱一下, 陈平安快速起床, 随意洗漱了一下, 最后还在系统送的镜子里, 臭屁地梳了一下头, 走到苏玲旁边, 看着这小可爱的粉红小脸, 忍不住轻蔑了下, 才伸出自己的小手指, 让他抓着, 既然是这里的人, 那好办了, 带着苏玲走一趟, 见人问一下就行, 总有认识的, 而苏玲也笑着抓住了陈平安的手指, 脸上笑容很灿烂, 比阳光还温满, 陈平安摸了摸苏玲的头, 真可爱, 呵呵, 老天爷让小玲来到我这里, 肯定想骗我生女儿, 他很羡慕苏玲的爸妈, 竟然生出这么可爱的女儿, 为了不让苏玲父母担心, 陈平安也不吃早餐了, 开始往每家每户走去, 然而, 当他走遍整个小镇后, 就梦了, 竟然没人见过苏玲, 而且还有人笑着问他, 苏玲是不是他的女儿, 还说他和苏玲剪着一个模板出来的, 有些妙龄妹子看到苏玲更是化身为花痴, 趁着陈平安不注意, 竟偷亲苏玲脸颊, 这不, 苏玲脸上还有淡淡的胭脂红, 嘿嘿, 其实陈平安也想亲一口, 小林儿, 你不是说你家在这里吗, 陈平安皱眉道, 整个小镇的人都说没见过苏玲, 那苏玲肯定不是清源镇的人了, 也不是这里模糊人家的亲戚, 苏玲道, 我家在那边啊, 陈平安眼眸一亮, 笑道, 原来你认路啊, 那带路吧, 苏玲灿烂点头, 松开了抓着陈平安的小手, 黑羞黑羞地往一个方向蹦蹦跳跳走去, 一脸姨妈笑得看着可爱的苏玲默默跟着, 然而不久后, 她就笑不出来了, 哥哥, 我们到家了, 苏玲歪头一笑, 看着陈平安指着一间院子, 看着前方, 陈平安嘴角抽动起来, 哎呀妈呀, 一脸姨妈笑得写完, 我也想要个可爱的女儿, 然而没对象, 今天四更提前结束, 就不等晚上了, 哈哈, 各位看我这么勤快, 好评给过来啊, 所以更点起来啊, 或者, 嘿嘿, 打赏, 嘿嘿, 第24章, 你不会真是老天爷给我的女儿吧, 还别说, 不知道咋的, 也许被正名们说多了, 她还真觉得小玲和她有点像了, 陈平安走上前去, 问道, 小玲, 你还记得自己父亲样子吗, 苏玲歪着脑袋想了一下, 随后摇了摇头, 母亲呢, 苏玲继续摇头, 陈平安随后还问了苏玲一些问题, 而苏玲的回答几乎一直摇头, 她唯独记得, 那里就是她的家, 而陈平安则是她的亲哥哥, 陈平安有些无语了, 陈平安觉得, 苏玲应该和家人一同路过青园镇, 中间发生了什么, 她自己走丢了, 同时应该也摔了一下脑袋还是傻的, 记忆有些错乱, 陈平安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最后无奈下, 她只能带着苏玲回院子里面, 这种情况, 苏玲的父母应该会来找的, 而她已经走遍了整个小镇, 镇民们都知道苏玲在她这里, 只要苏玲父母疑问, 定能找来, 时间很快到了中午, 和苏玲玩得不亦乐乎的陈平安, 也不忘去煮饭, 可就在这时, 门外又响起了声音, 前辈在吗? 正是慕容公的声音, 听到这声音, 陈平安心里已经被无语填满, 这绝对是掐准时间来的, 她不用想, 这次慕容公肯定也带着一群人前来, 进来吧, 陈平安也不好意思让人家走, 无奈下, 只能让她进来, 然而这次她猜错了, 慕容公竟然独自前来, 慕容公小心翼翼进来, 发现没有任何压力后, 便朝着陈平安拱了拱手, 道,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他今日前来, 只为了道谢, 昨晚要不是菜刀赶到, 他们恐怕已经死了, 陈平安还以为慕容公来蹭饭的, 此刻听着这话, 有点懵了, 救命之恩, 神马玩意, 不对, 好像还是来蹭饭的, 这意思是, 不吃饭救得死, 此刻提前感谢救命之恩的意思就是, 表明自己要吃饭了, 陈平安一脸复杂地看着慕容公,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你蹭饭就蹭饭吧, 还搞这些花里胡哨的, 要不是我懂你, 看谁能明白, 你这话的意思, 好吧, 进来坐一会, 还好这次就你一人来了, 我买的菜也都吃, 不过我可说明了, 这次有小孩子在, 你吃相好一些, 别带坏小孩, 说着, 陈平安往屋子里面行去, 而在听着陈平安这话的时候, 慕容公也梦了, 自己向前辈道谢, 前辈这是什么意思, 他不懂, 但是他却一脸笑容, 前辈这意思是要留他一起吃饭, 而听着陈平安说到的小孩, 他这时才往屋子里面看去, 他发现, 那里竟然站着一个极为可爱的小女娃子, 陈平安见苏玲也看着慕容公, 便宠溺道, 小林儿叫慕容爷爷, 苏玲听后, 朝着慕容公甜甜叫道, 慕容爷爷好, 慕容公来过陈平安这里几次, 但从未见过苏玲, 此刻看到苏玲先是被苏玲的可爱惊艳道, 随后突然间, 他在苏玲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契机, 这一下, 他脸上升起了亥然之色, 这, 他瞪大眼睛看着苏玲, 这到底是什么境界, 在他眼里, 此刻的苏玲如同一头大象, 而他, 仅仅是一只毫不起眼的蝼蚁, 两者差距如同鸿沟, 昨晚他近距离感受到了那疯女子的修为气息, 让他恐怖至极, 可是现在, 这娇小可爱的苏玲给他的感觉竟然比那疯女人还强, 其实造成这一切原因, 仅是因为桃花的作用, 融合桃花后, 苏玲的境界已经从仙缘境突破到仙尊境, 仙人有四境, 仙阴境, 仙灵境, 仙缘境, 仙尊境, 而因为苏玲样貌大变, 慕容公也认不出苏玲就是昨晚的疯女人, 慕容公忍不住看向陈平安, 道, 前辈, 这是您女儿, 他觉得苏玲和陈平安有些像, 而且, 最重要的是, 苏玲这也太强了, 虽然看起来很小, 但却有这种实力, 他可以肯定苏玲定和陈平安有关系了, 即使陈平安硬说苏玲和他没有关系, 他也不信, 这次陈平安还没说话, 苏玲就抢先纠正道, 慕容爷爷, 这是我哥哥, 慕容公听着这话, 一脸恍然, 原来是兄妹, 怪不得这么强, 可刚想到这一点, 他又梦了, 哥哥, 那前辈具体多少岁, 或者说, 前辈的父母还健在, 那两位岂不是更强, 越想, 慕容公越迷糊了, 要是他有这么可爱的妹妹, 绝对能孝心, 小玲儿, 你和爷爷玩, 我做饭去, 陈平安哼着调子走进厨房, 感觉小玲儿来了后, 他心情好了几百倍, 而不久后, 陈平安捧着三盘菜走出, 其实在陈平安炒菜这期间, 慕容公又闻到了一阵阵香气, 可这次, 他不敢张扬地吸香气了, 因为苏玲就待在他旁边, 他只能偷偷去吸, 而此刻, 看到如此丰盛的一顿, 他开始摩拳擦掌起来, 捧饭出来的陈平安看到他那样, 咳嗽了一声, 慕容公听懂了陈平安的信号, 收敛猥琐表情, 这次没人跟他抢, 得精识点, 在他看来, 陈平安肯定吃相不难看, 而这可爱的小女娃又是陈平安的妹妹, 应该也不差这种机缘, 然而, 刚开吃的时候, 苏玲却是突然叫住了他们两人, 让他们先别吃苏玲汪汪大眼眯着, 很正经且看起来特别可爱的样子, 拿起筷子和碗, 试吃了一下每个菜肴, 吃完后, 他道, 哥哥, 慕容爷爷, 你们别吃了, 说着, 他黑羞一下跳下了椅子, 拿起桌上的菜, 走进厨房, 陈平安和慕容公一头雾水, 这是要干嘛, 在陈平安两人盯着下, 苏玲拿起那白布围裙裹在身上, 然后麻溜地给灶台点着火, 最后还小跑地拿着一张小椅子, 到灶台前站了上去, 他, 竟然要炒菜, 而且看他那样子, 还挺有模有样的, 苏玲等锅热了后, 开始把一盘菜倒进去, 随后看着不远处的调料, 开始现场配料, 刚才他仅仅尝了一遍, 就知道有些菜的味道不够, 或者多了, 此刻他要做的, 就是让味道达到最佳, 短短一会, 苏玲便重新把三盘菜弄厚, 咧嘴一笑, 看着陈平安两人, 好了, 而此时, 要是认真去看, 那煮菜的铁锅竟轻微地颤动了一下, 陈平安把三盘菜拿出桌子, 看着苏玲再次黑羞一下, 坐回了椅子, 他还是有些反应不过来, 太神奇了, 苏玲看起来也就只有六岁出头, 怎么刚才那么有模有样啊, 那炒菜的动作放调料时的拿捏, 简直不要太像地球那些高级厨师, 哥哥, 慕容爷爷, 你们尝一下吧, 苏玲手肘支在桌子上, 一双小手掌撑着自己粉嫩的脸颊, 不够椅子腿长的小脚还在空中摆动, 好像很开心且期待的样子, 陈平安点头, 加菜来吃, 嗯, 刚试一口, 他就眼眸一瞪, 随后他快速转移目标到下一盘菜上, 这不是还好, 三盘菜都是过后, 陈平安震惊得无以复加, 小林, 你跟谁学的厨艺, 太不可思议了, 这简单地翻炒了一遍, 加了一点调料, 怎么就做出了五星级饭店的味道呢, 陈平安已经忘记自己多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肴了, 慕容公也跟着陈平安试吃了一下, 吃完后他直接猛在了原地, 傻傻地看着苏灵, 一时间他百感焦急, 甚至突然生出了要丢掉自己那孙女的念头, 这人比人得扔啊, 人家小小年纪有如此实力, 还这般可爱, 更是有着这种旷骨硕金的厨艺, 他的孙女咋就样样比不过呢? 第二十五章, 这世上竟有这种高人, 苏灵嬉嬉笑道,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发现自己好像会做很多菜, 陈平安听后不由得一阵感慨, 这妹妹, 我要了, 一顿午饭, 三人吃得很开心, 而此时, 厨房里面, 黑锅, 你哭傻, 菜刀无语地看着铁锅传音过去, 黑锅还在轻微震动着, 道, 别跟我说话, 我终于找到知己了, 陶树, 要不你再给小灵记忆的封印加固几层, 他怕苏灵找回记忆, 会去找自己的父亲, 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发挥了作用, 也只有在这种厨艺之人面前, 他才觉得自己有价值, 最最重要的是, 轻轻抱抱举高高, 而同一时间, 靠山宗山顶处, 刚通过传音预检, 直到自己好闺蜜快到来, 已经早早守候在山顶的慕容雪, 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谁在骂我, 慕容雪完全不知道, 自己爷爷此时正想着把他扔了, 而他刚呢喃完, 远处天边突然飞来了一条船, 那正是非洲, 非洲的速度很快, 仅仅时期就靠近靠山宗山风前, 非洲极为庞大, 有两间房屋大小, 暗金色外表透出奢华气质, 慕容雪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迎接的人正是他还小的时候, 去王城探亲时遇到的好朋友, 后面他才知道, 这人竟然是王国公主, 这些年来, 慕容雪每次前往王城探亲时, 都找机会和这童年的好闺蜜叙旧, 前年, 这好闺蜜还给了他一块极为珍贵的传音预检, 这两年里, 他们就是靠着这传音预检来联系, 非洲在山峰顶端停下, 这时, 两人跳下非洲, 美丽女子名为洛兰青, 她穿着紫色长裙, 绝美的脸颊上正布满了欣喜笑容, 一落地, 她就向慕容雪跑去, 小雪, 我来了, 慕容雪脸上也布满了灿烂的笑容, 跑了上去, 两人双手抓住, 在地上转圈圈, 很开心的样子, 而这时, 那青年咳嗽了一声, 好像提醒慕容雪, 这里还有人, 这青年相貌普通, 穿着华丽的锦衣, 尽管不热, 手中还是拿着一把折扇在那里扇着, 她骚包道, 表妹, 没看到表哥我骂, 慕容雪瞥了眼罗绍杰, 没好气道, 你怎么跟着来了, 又癩蛤蟆想吃天鹅肉, 小青, 我可告诉你, 离这家伙远点, 洛兰青其实心里对罗绍杰的纠缠很是不爽, 但没办法, 谁让罗绍杰是王国三大天才之一呢, 而且还能帮他赶走很多狂风浪蝶, 还是有点作用的, 他仅仅把罗绍杰当工具人, 罗绍杰被自己表妹一顿数落, 顿时想揍人了, 你还是不是亲切, 有这样帮到忙的吗? 公主, 别听这小丫头骗子的, 其说挺不错的, 罗绍杰走上前, 脸上露出了自己以为最帅的猥琐笑容, 看着洛兰青道, 期间, 他还狠狠瞪了慕容雪一眼, 眼中闪过威胁的目光, 好像在说, 你在数落我, 小心我像小时候一样欺负你, 然而, 他刚这么想完, 下一刻, 咔嚓一下, 整个人宛如变成了泥塑一般, 还被重锤了一下一样, 直接碎了一地, 你, 你, 罗绍杰一脸惊恐地看着慕容雪, 说话都不利索起来, 而洛兰青这时, 也在罗绍杰脸色变化中, 终于意识到了异样, 他开始傻傻地盯着慕容雪, 嘴巴微张, 一脸震撼, 慕容雪嘴角翘起, 美丽得像是一朵花一样, 道, 怎么了? 他知道罗绍杰两人为啥这样, 但他还是忍不住装逼问出一句, 看着洛兰青两人震惊的表情, 他更加感谢陈平安了, 罗绍杰两人说不出话来, 仿佛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 原因八层, 假的吧, 罗绍杰和洛兰青修为都是杰丹静, 洛兰青比较弱, 杰丹二层, 罗绍杰是王城三大天才之一, 也只是杰丹五层, 可是, 原本在王国排不上名的慕容雪, 却一下子成了原因八层, 这宛如天方夜谭, 罗绍杰此刻感觉自己眼花了, 可这气息不会骗他, 真的就是原因八层, 整整高了他一个大境界, 洛兰青震惊过后, 就开始替慕容雪感到高兴, 拉着慕容雪的手道, 小雪, 你这是怎么回事, 莫不是得了什么大机缘, 不只是大机缘, 而是天大的机缘, 慕容雪嘴角高高翘起道, 洛兰青一阵羡慕, 然后八卦之心怂恿他道, 来, 赶紧给姐妹说说怎么回事, 慕容雪开心地差点脱口出, 可突然间他想起了自己爷爷的吩咐, 不得对外人说起前辈的事情, 让太多无谓的人知道前辈的存在, 不好, 他开始纠结起来, 可是, 自己好闺蜜, 不算外人吧, 看着洛兰青一脸急迫想知道答案的样子, 他想着, 就告诉自己好闺蜜一人, 不是什么大事, 而且, 只要不吵到前辈清修就行了, 念及此, 他瞥了一眼自己的表哥, 表哥是外人, 小青, 我们换个地方说, 慕容雪不遮掩自己的行径, 表明了要避开罗绍杰, 这让同样等待着答案的罗绍杰, 有种吃了响一样的感觉, 你还是不是亲表妹, 罗绍杰忍不住骂道, 慕容雪哼哼道, 还亲表妹, 小时候去探亲, 哪次你不欺负我, 此时我比你强了, 不反欺负你就算好了, 你再说, 再说一句, 我揍你一顿, 看罗绍杰想反驳, 他撸起了衣袖, 罗绍杰顿时尾了, 你欺人太甚, 慕容雪拉着洛兰青到一个角落, 开口说话前, 不忘瞥了眼罗绍杰, 最后才贴在洛兰青耳边, 讲述自己遇到陈平安的事情, 洛兰青听着听着, 双眼渐渐变成了手电筒, 仙人前辈, 茶水可以提升零根等级, 饭菜可以提升修为, 听他吹的曲子还能顿悟几次, 小雪, 你没骗我吧, 洛兰青听到这里, 忍不住道出一声, 他觉得太梦幻了, 这世上竟有这样的高人, 第二十六章, 刀爷牛批, 慕容雪认真道, 你看我这修为, 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你了, 咕噜, 洛兰青眨了眨眼, 相信了, 慕容雪这修为很荒唐, 但也间接说明, 这凡间真的有那样的高人, 那小雪, 你能带我去看看前辈吗? 洛兰青实在不好意思开口, 但他可以确定, 知道这事后, 不去亲眼目睹一下前辈的风采, 他恐怕会睡不着慕容雪文言, 顿时犹豫起来, 洛兰青见慕容雪纠结起来, 他也没办法了, 准备不再为难慕容雪, 可慕容雪纠结了一下后, 便道, 好吧, 不过你得注意一些细节, 前辈是下凡修行的, 把自己完全当成了一介凡人, 还有, 那院子里, 慕容雪把自己知道的注意事项, 统统说了一遍, 他最终还是决定带洛兰青去一趟, 当然, 去到的时候, 得在门外问一下前辈, 给不给进, 给进那他们就能进, 不给就只能走了, 一介前辈说了算, 洛兰青听着慕容雪的话, 惊喜不已, 此刻连连点头, 把注意事项全记在心里, 而这时, 他又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样, 急速从那界中拿出了两块物品, 这是两块石头, 不过这石头看起来和普通的石头不同, 形状圆形, 表面还有一层光滑的镀金, 小青, 这是什么宝贝, 慕容雪不明白洛兰青要干什么, 洛兰青激动道, 刚才你不是说前辈吹的曲子, 听后能让人顿悟吗, 我身上刚好有两个藏英石, 和传音御剪一样珍贵的藏英石, 慕容雪眼眸一亮, 看着眼前的两块原石, 洛兰青点头, 笑着道, 里面记载着一位前辈的修炼心得, 我用了很大的价钱在拍卖行拍下的, 不过, 我现在不在乎这修炼心得了, 我们可以让前辈吹一首曲子, 然后我们把曲子录入藏英石里, 听到这里, 慕容雪一双眼睛绽放出无尽的光芒, 这, 嗯, 不对, 不让会不会冒犯前辈, 小青, 这会不会有些不好, 慕容雪苦笑道, 洛兰青道, 前辈肯定知道我们这小手段的, 他不阻止就没事的吧, 我们可以试试的, 好吧, 我们试试, 慕容雪听后也有些想试试了, 要是真能收录一首曲子, 天天听, 每次顿悟几次, 他可以肯定, 不用多久, 他就能成仙, 洛兰青也是十分激动, 他之所以想到这一点, 不仅仅是因为他身上刚好有两块藏英石, 还因为他想到了自己的父王, 自己父王在分神巅峰待了很久了, 却迟迟未能突破, 要是来场顿悟突破到合体竟有望, 而在一边, 尽管再怎么竖起耳朵的罗绍杰, 硬是听不到慕容雪说的任何话, 唯独现在, 他才看出两人好像要去哪里, 也许和那大纪元有关, 表妹, 带上表哥呗, 以前都是我错了, 我在这里给你诚恳的道歉, 罗绍杰双手合十, 一脸苦涩道, 然而慕容雪想了一下, 还是摇头, 而他表哥这人性格就那样, 皮得很, 自己哪里凉快躲哪里去, 慕容雪果断嚷嚷道, 罗绍杰快步走到慕容雪面前, 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 做出撒娇的样子, 表妹, 原谅表哥吧, 我真的错了, 慕容雪一阵恶寒, 不再管她, 拉上洛兰青化作一道顿光, 飞上天空罗绍杰见自己表妹如此绝情, 哼了一声, 但她脸上没有任何沮丧, 反而还冷笑了起来, 嘿嘿, 你表哥, 我足智多谋, 就凭你也能和我斗, 她笑着在那戒里面拿出了一块罗盘一样的物品, 查看着上面的情况, 她刚才触碰慕容雪肩膀时, 正好放下了一个小宝贝, 那宝贝和她手上的宝贝能连通在一起, 能让她看到慕容雪所去的位置, 罗绍杰可以肯定, 自己表妹绝对是去那大纪元所在的地方, 或者见什么人, 只要她停留很久的地方, 一定就是那里了, 当然, 她现在不能去, 得等自己表妹回来了, 她再找借口出去看看, 否则撞在一起就不好了, 慕容雪没发现自己肩膀上沾着一颗小米粒一样的东西, 此刻带着洛兰青顿光飞行, 而这时, 她才记得自己忘问一事了, 小青, 你怎么突然来我这里了? 慕容雪觉得很突然, 她也怀疑过秘境一事, 可是秘境这事被他们宗完全盖了下来, 秘境出现时还封锁了消息, 按理来说不会因为秘境而来, 洛兰青道, 一天前, 我刚在一处城市参加拍卖会, 而这两块藏鹰石就是在那个拍卖会中拍下, 当天晚上,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这也是我来此的原因, 其实不只是我, 听说越来越多强者正往这边摸索而来, 慕容雪好奇起来了, 问道, 看到了什么? 洛兰青认真道, 那城市环境很好, 被群山包围, 当时, 我就在一座高楼上看着明月, 可就在这时, 一道亮光突然在高空闪过, 我惊讶了一下, 而下一刻, 让我骇然的事情发生了, 附近一座座山峰, 中间横断, 而且, 那亮光速度不减, 还继续飞行, 我听说那是一道剑芒, 应该是某个强者修炼武技时打出, 后面还听说, 那剑芒竟然斩断了无数的山峰, 而且还去世不减, 我相信, 不久后, 也许整个大陆都会因为此事震荡, 咕噜, 听到这里, 慕容雪突然吞咽了一口唾沫, 不是被这剑芒的强大震惊到了, 而是, 他好像知道洛兰青口中说的剑芒, 是从哪里来的了, 这根本不是剑芒, 这是刀芒, 前辈的武器, 小青, 老实告诉你吧, 我亲眼看着你说的那剑芒, 怎么打出去的, 慕容雪嘴角抽了抽, 看着洛兰青道, 文言, 洛兰青傻了, 然后这才联想到什么一样, 慕容雪看洛兰青好似懂了, 便道,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本慧, 你就能看到那位了, 洛兰青嘴巴张大, 下巴快要掉到地上, 第27章, 不同频道的交流, 洛兰青很久才回神, 随即开始追问慕容雪那时候的情况, 也许女人天生喜欢八卦, 此刻两个女人在一起, 慕容雪开始滔滔不绝起来, 当洛兰青听完后, 虽然没见到陈平安, 心中却种下了崇敬的种子, 感情那道攻击还不是那前辈打出来的, 而是掀器级别的武器, 自己打出去的, 那作为武器主人该有多强, 越想, 洛兰青对那前辈高人好奇和期待, 恨不得让慕容雪再快一些, 顿光很快在一处院子前落下, 慕容雪两人落地, 他们人手藏着一块藏鹰石, 等会他们得请求陈平安吹一首曲子, 就是这里了, 慕容雪道, 洛兰青一落地后, 就审视着身前的大院, 发现和其他院子没有多大区别, 前辈, 在吗? 慕容雪朝着院子里面喊了一声, 没有陈平安的允许, 他不敢贸然进入, 否则铁定没好果子吃, 而院子里面, 前脚送走慕容宫, 心里又被无语填满, 你们不会分开来蹭饭吧? 现在一个刚走没多久, 另一个就来了, 陈平安走出院子, 往大门处看去, 入墓地是两个美丽女子, 在, 进来吧, 陈平安在见到洛兰青的时候, 眼眸亮了一下, 竟然是个不比慕容雪逊色的美女, 看到陈平安, 慕容雪眼眸亮了一下, 然后拉着洛兰青的手, 往里面走去, 只是此刻, 洛兰青在见到陈平安的时候, 已经待在了原地, 透过院子大门, 他看到陈平安那一刻, 即使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还是被陈平安震得目瞪口呆, 一是陈平安深周萦绕着的道泽韵里, 深深震撼到了他, 二是陈平安的容貌和年纪, 这前辈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和帅气啊, 和他脑补出来的完全不一样, 他还以为前辈是一个白发苍苍, 先锋倒鼓的老者呢, 慕容雪两人越过门槛, 进入了院子, 同时, 一颗小米粒大的东西, 好像被阻隔了一样, 从慕容雪肩膀脱落在地, 洛兰青跟着进入院子, 但这时他又梦了, 他发现在他进入院子那一刻, 无数道强悍至极的目光, 落在了他的身上, 这让他有种在洗澡的时候被看光的感觉, 还好很快这种感觉消失了, 钱, 前辈, 一靠近, 洛兰青就朝着陈平安行礼, 一听到前辈两字, 陈平安已经习惯了, 这些修炼者就这样, 动不动喊他前辈, 他也想不懂为啥, 其实这段时间, 他心怀侥幸又问了一下系统, 他是不是隐藏了修为, 系统的答案很明确, 他有修为的话道理拉西, 陈平安懒得在想, 微笑点头道, 姑娘好, 反正前辈这词也是敬称, 洛兰青看着陈平安那温润如玉的笑容, 突然间脸有些红了, 这真的是仙人前辈吗, 这也太年轻帅气了吧, 他发现自己所有的追求者加在一起, 也不过这前辈一个笑容强, 而这时, 在陈平安身后想起了一道脆生生的声音, 哥哥, 这两位姐姐是谁啊, 苏玲看起来很兴奋的样子, 好像看到了同类一般, 听到这声音, 慕容学两人转移了目光, 当他们看到苏玲的时候, 眼眸不禁一瞪, 他们都被苏玲身上强大的契机吓到了, 然而也就一会, 他们开始忽略了他的契机, 盯着他那粉嫩的小脸颊, 哇塞, 这是什么宝贝啊, 两个女人直接眼冒星光, 如同小孩子看到了自己喜爱的玩具一般, 陈平安温柔地看着小林, 道, 你叫他们姐姐就行, 说着, 陈平安又看向了慕容学两人, 道, 这是小林儿, 我的妹妹, 说到我的妹妹时, 陈平安很是自豪的样子, 刚才那一顿饭, 她完全被俘获了, 如此可爱到抱不说, 厨艺竟然还如此了得, 她可以肯定, 世上没人不喜欢这样的妹妹, 慕容学两人知道苏玲的名字时, 还觉得这名字也很可爱, 但听到陈平安说, 这是她的妹妹后, 两人又一阵失神, 妹妹, 这, 不过, 这也说得过去, 因为他们发现苏玲也强得离谱, 苏玲微笑看着慕容学两人, 甜甜道, 姐姐好, 听着这喊声, 慕容学两人眼中又充能了, 满眼星星, 还小跑了过去, 小林儿, 你好啊, 慕容学两人围着苏玲, 母性光辉在他们脸上泛滥, 苏玲竟然很喜欢他们, 十分配合慕容学两人, 被问到问题时, 完全就是有问必答, 陈平安在一旁看着, 摇头一笑, 只是让他想不到的是, 慕容学两人才和苏玲玩熟了一些, 慕容学就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 小林儿, 我能亲一下吗? 慕容学看着苏玲那粉嫩粉嫩的小脸颊, 忍不住问出了一句, 他也知道这要求很过分, 但他就是忍不住啊, 陈平安听到这话, 也愣了一下, 然而让他更猛的是, 苏玲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 还笑着歪头, 把自己的脸颊凑进慕容学那里, 看着这一幕, 陈平安的三观颠覆了, 慕容学眼眸大量, 苏玲嘻嘻一笑, 反而觉得很好玩, 又把另一边脸凑到洛兰清面前, 慕容学两人亲过一次后, 还觉得不够, 又提议再亲一下, 苏玲依旧笑着凑脸给他们亲, 看着这两个美女对着苏玲一顿亲, 陈平安陷入了猛逼中, 心中被羡慕给挤满, 他不是羡慕苏玲能被美女左右亲脸, 而是羡慕洛兰清和慕容学能亲苏玲, 仅仅一会, 苏玲便和慕容学两人玩得不亦乐乎, 陈平安则在一边看着他们玩耍, 倒也不觉得无聊, 毕竟两个美女和一个吃可爱长大的小铃, 都让人赏心悦目, 看着他们玩还会觉得无聊的, 肯定不是人, 又过了一会, 慕容学两人才想起自己的来意, 收下玩心, 慕容学看向陈平安, 犹豫了一下, 才试着请求道, 前辈, 其实我们前来主要是想再听前辈吹一首曲子, 不用太多, 一首就行, 说完, 他紧紧捏着衣巾, 陈平安听到请求, 看了眼洛兰青, 哦, 原来你们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应该是慕容学给这妹子说了他音乐造诣很强, 而这妹子刚好也在音乐上有点造诣, 想来领略一下了, 陈平安无所谓, 只要不是魔鬼般提议他吹就行, 这简单, 我这就给你们吹一首我比较拿手的, 陈平安笑道, 慕容学见陈平安如此干脆, 大喜过望, 前辈同意了, 而在角落里的仙气气灵, 听到这里, 开心的快要起飞, 又能听到了, 他很是激动, 因为再来一首曲子, 他的伤势就能好到八成, 那时候他不止能动, 还能发挥出自己作为仙气的能力, 他也没想到陈平安吹的曲子这么强, 竟然能让他如此快恢复, 而要是仔细去看, 此刻金色常见上那些缺失的小口子几乎已经消失, 陈平安带着两人回去坐着, 拿出竹箫, 开始吹出自己拿手的曲子, 曲声响起四周疏然一静, 仿佛整个世界只有曲声, 而慕容雪和洛兰青已经启动了藏鹰石, 洛兰青刚听曲声就瞪大了眼睛, 看了眼慕容雪, 自己好闺蜜果然没说错, 才听了一下, 他顿悟了, 他赶紧闭上眼睛, 认真顿悟, 一首曲子很快过去, 当四周回归安静时, 慕容雪两人还在闭着眼睛, 尽管是苏玲也闭上了眼睛, 而他也第一个睁开眼睛, 看着陈平安, 笑道, 哥哥, 好好听, 陈平安摸了摸小铃的头, 很是自得, 而这时, 慕容雪和洛兰青两人也睁开了眼睛, 慕容雪眼中充满了兴奋, 又突破了, 原因九层, 至于洛兰青, 此刻脸上没有兴奋, 有的是震撼和崇敬, 结单六层, 突破了四层修为, 一次顿悟, 一次突破, 陈平安吹完曲子后, 主要盯着洛兰青, 在他想来, 洛兰青应该在音乐这方面的造诣比慕容雪他们强, 他只想看到洛兰青的反应, 此刻看到他一脸震撼且崇敬的样子, 笑不露齿, 妹子, 不要这样看我, 不然我会骄傲的, 哈哈, 他完全没想到, 两人完全不在同一频道, 四更结束, 感觉整个人晕乎乎的, 明天继续, 大家看我这么努力, 我也不希望各位能给我打赏, 但给个好评, 鼓励一下作者, 应该不过分吧, 哈哈, 第二十八章, 炸了一脸黑, 洛兰青震撼过后, 朝着陈平安深深一礼, 多谢前辈的机缘, 陈平安原本还以为洛兰青要赞叹他的音乐造诣强悍, 此刻听他来了这么一句, 震了一下, 机缘, 我没给你们吃饭啊, 哦, 难道是听到我的曲子, 有感悟, 学到东西了, 陈平安笑道, 这不用谢, 看着陈平安这般客气和蔼, 慕容雪两人觉得前辈真是好呢, 慕容雪也道, 前辈, 我们也没什么事了, 就先回去了, 洛兰青也点头, 他此行前来的目的已经完成, 见到了真正的仙人, 此刻陈平安的形象已经烙印在他心头, 仙人果然强大, 而他们这么赶着要离开, 当然是为了藏英史, 两人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看有没有收录好那首曲子, 或者说, 听完藏英史里面的曲子, 能不能让他们有所顿悟, 要是可以, 他们将会一举成仙, 一天几百次顿悟不再是梦想, 陈平安眉头一扬, 笑道, 回去小心点, 慕容雪两人再次点头, 而离开前, 他们还拉着苏灵好好玩了一顿, 最后慕容雪才记得一试, 对着陈平安道, 前辈, 逆境那是那一击太强了, 可能会引来很多大陆强者, 听着这话, 陈平安很迷糊, 啥意思, 慕容雪说完后, 便朝着苏灵挥了挥手, 顿光飞走了, 然而, 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离开的时候, 两道光芒, 已悄然从院子内闪入他们衣服里, 陈平安看着两人化作顿光离开, 也不再想慕容雪那让人迷糊的话, 羡慕不来, 我这系统任务啊, 还有一百多个,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触发下一个, 陈平安摇头一下, 拉着苏灵的手, 进入院子里面, 飞行了好一段路, 慕容雪看到一座山峰峰顶不错, 果断落在那里, 两人相顾一笑, 来, 我们先听听看, 慕容雪拿出他录制好的藏音时, 开始往里面输入灵气, 迫不及待启动起来, 因为重新录入声音会删除以前存着的声音, 所以, 那强者的修炼心得已经统统消失, 一起动, 就响起了一道曲子声, 两人听到这曲子声摒弃宁神起来, 曲声刚响起不久, 他们就眼眸一亮, 顿悟状态来了, 两人大喜, 赶紧闭上眼睛, 一手曲子过去, 慕容雪顿悟了两次, 直接突破到了原因巅峰, 再过一步便是出翘境, 想到这里, 他激动得浑身颤抖, 这么年轻的分神, 还不吓死人啊, 至于洛兰青, 一共顿悟了四次, 依旧是一次顿悟, 一次突破, 瞬间成为了杰丹巅峰强者, 将要迈入原因行列, 两人相视一笑, 激动情绪占据他们白嫩的脸庞, 他们准备再听一次, 一举突破, 然而, 就在慕容雪再次往那藏鹰石里面输入灵气时, 突发意外, 砰的一声, 整个藏鹰石爆开了, 一团黑烟瞬间笼罩住两人, 山风吹过后, 两人才看清四周, 当看到对面站着一个浑身皆黑的人后, 他们都梦了, 他们的衣服此刻布满了黑灰, 脸也黑了, 他们傻傻看着对方, 这时又看向了那爆开的藏鹰石, 咕噜地咽了咽口水, 一次性的, 两人苦笑起来, 看来他们纯属是想多了, 还想一步登天, 有点可笑, 这也许是前辈对他们的警告, 或者也算是指点吧, 没有东西能够让人一步升天, 而洛兰青也不沮丧, 至少他还有一个, 不过他不打算现在听, 而是拿回去和自己父王一起听, 看看能不能帮到自己父王突破, 两人叹气一声, 开始清理自己, 然而, 清洗脸的时候, 他们恶然发现, 脸上那黑黑的东西, 竟然洗不掉, 两人傻了, 在山峰中凌乱, 靠山宗山顶处, 罗少杰坐在一块大石上, 咬着手指甲, 一脸无聊, 他们的位置怎么不变呢, 罗少杰等得很是无聊, 折扇也不沮了, 扔在一旁, 哎,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罗少杰叹气不已, 但他刚说完, 下一刻, 一道顿光从他身后落下, 看到顿光, 罗少杰急速转头看去, 当看到慕容雪和洛兰清后, 又偷看了一下罗盘, 不对啊, 他们不是一动不动吗, 罗少杰皱眉起来, 目光看向了慕容雪肩膀, 当看到那东西不见了后, 无语了, 这竟然掉了, 他很郁闷, 可也没郁闷多久, 他发现, 两人不知为何, 此时用不快把自己的脸捆得严严实实地, 只露出一双眼睛, 你们这是, 他疑惑问出, 但还没等到他们回应, 下一刻, 看清两人修为气息的他, 心脏突然停下了一半, 整个人变成了木头人, 不, 不可能吧, 我眼花了, 绝对是眼花了, 为了证明自己, 罗少杰急速用手揉了揉眼睛, 然而, 面前的一切都没改变, 原因巅峰, 杰丹巅峰, 咕噜, 罗少杰狠狠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挤住香前, 他表妹还是原因八层, 好了, 此时变成了原因巅峰, 而洛兰青不久前仅仅是杰丹二层, 此时竟然成了杰丹巅峰, 整整突破了八层修为, 老天, 你跟我开玩笑吧, 这世上有这么突破的吗, 罗少杰忍不住了, 道, 表妹, 小青, 我觉得这靠山东附近的风景不错, 我到处走走啊, 你们两人继续聊, 说着, 他飞了出去, 慕容雪两人看着罗少杰匆忙离开的身影, 也没有管他, 此刻也急速往一处地方跑去, 他们得想办法清醒那飞机, 两人此时都想哭了, 为什么会这样啊, 罗少杰速度极快地离开了靠山宗, 匆忙拿出罗盘, 我跟着他们先前走的位置寻去, 肯定能找到, 我也要突破, 我也要成为王国第一天才, 罗少杰心脏疯狂加速, 跟着慕容雪他们刚才的飞行路线飞去, 那什么突破速度, 太吓人了, 他也要这样突破, 而这个时候, 清园镇里面, 陈平安和苏玲玩了一会, 突然想弄点小零食吃, 他第一时间想到薯条, 苏玲厨艺再好, 绝对没吃过, 只不过, 这世界没有马铃薯, 也可以用山药榨, 炸山药也很好吃, 而他记得, 镇子不远处的小森林那里, 有野生山药, 刚好可以带着苏玲郊游一下, 挖点回来, 今晚也可以拿来包山药汤, 打定主意, 陈平安拿起工具, 让苏玲带着篮子一起出了院子, 他们走了一炷香, 院子大门前突然有一道人影从天空飞下, 这人正是罗绍杰, 罗绍杰检查着四周, 那宝贝消失的位置就是这地方, 他眯着眼睛, 目光在四周穿梭, 最后在大院门前找到了那米粒大的东西, 他走上前去看着眼前的院子, 这院子大门没关, 追踪宝贝就在这大门前掉落, 难道他们两人进入过里面, 罗绍杰思索了一下, 最后也懒得想了, 收起罗盘, 踏入院子, 第二十九章, 骚年, 你膝盖和地板有仇吧, 他看着这院子很平凡, 应该不是慕容雪他们寻得机缘的地方, 但应该有线索, 可以进去找找, 可他刚踏入里面, 他就后悔了, 喷喷两声, 膝盖一阵疼痛, 传入他脑中, 而看着眼前的一幕, 他已经梦了, 浑然顾不得自己跪下时膝盖的疼痛, 这, 看着前方, 他内心如巨龙脚僵, 波涛滚滚, 这是什么地方啊? 他眼前的一幕, 让他对这世界产生了新的认知, 这里绝对不是凡间, 这一刻, 他觉得自己身前有几百头洪荒猛兽, 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他, 一股股强大的气息正在向他逼来, 看着前方的一切, 他身体内的汗水疯狂地在他的汗线中分泌而出, 他仿佛置身于一个火炉里面, 除了出汗, 他感觉自己的精神还受到鞭打, 然而, 感受着这种难受, 震撼过后的他突然间开始脸红起来了, 而四周的神器和桃树他们, 在感受到罗少杰的不对劲后, 直接猛了, 我擦, 我怎么感觉这小子的血液在飙上, 他, 他不会兴奋了吧, 我的娘呢, 这小子不会有那种特殊癖好吧, 那, 我们还要不要折磨他了, 这不是让他更兴奋吗? 躲在一个角落里面的仙器, 此刻听着扫着他们的话, 很是古怪, 他也瞥了眼罗少杰, 觉得这家伙还真是人才, 竟然让一群神器这般讨论, 不过这批号, 嘿嘿, 属实有点尴尬, 而就在神器们一致讨论完毕, 决定不能再让罗少杰爽, 放他离开时, 大门外突然走来了两人, 正是陈平安和苏灵, 此刻陈平安拿着工具, 刚才山药枝见到了他的右手手指, 由于山药枝粘在皮肤会发痒, 此刻他正一边行走, 一边用拇指挠着中指, 苏灵则一脸笑容地拿着篮子蹦跳走着, 显然对这次挖山药之旅很是满意, 而一靠近大门, 陈平安就看到了跪着的罗少杰, 嗯, 看着这熟悉的一幕, 陈平安有些出神, 陈平安赶紧上前, 同时看了眼自己的门槛, 不是很高啊, 这怎么又摔了一个呢? 小兄弟, 你这是怎么了? 陈平安上前扶起罗少杰, 此刻罗少杰呼吸粗重, 浑身是汗, 但让人别扭的是, 他脸色飞红, 罗少杰发现陈平安一碰他, 那股难受感瞬间烟消云散, 此刻也顺势站了起来, 随后他才抬头去看陈平安, 还想多谢陈平安一句, 可不看还好, 当看到陈平安后, 他又猛地觉得双腿一软, 陈平安正了一下, 见罗少杰又要跪下, 便伸手扶住了他, 罗少杰此刻傻傻地看着陈平安, 在他眼里, 此刻的陈平安如同打了特效一般, 身上散发着光芒, 深周萦绕满道泽运里, 仙, 仙人, 他内心翻江倒海, 盯着陈平安, 又看了眼这院子, 再想着陈平安一来, 作用在他身上的所有压力顿失的情况, 便认定, 这院子就是这位仙人的了, 拜, 拜见前辈, 罗少杰连忙朝着陈平安拱手, 头比手低, 喊声甚大, 怕陈平安听不见一般, 陈平安听着罗少杰来了这么一句, 脸色又变得古怪起来了, 开始审视着罗少杰, 修炼者, 而且还像慕容公他们一样, 这般恭敬叫他前辈, 陈平安沉吟着, 右手一边用拇指给中指抓痒, 问道, 如果我没猜错, 你认识慕容公和慕容雪他们吗? 罗少杰听后, 脸色变了一下, 前辈怎么知道的, 难道他们在前辈这里提过他? 不对啊, 不能啊, 罗少杰疑惑时, 突然看到了陈平安在掐指, 眼眸顿时一亮, 前辈推演出来的? 没错, 罗少杰连忙点头, 陈平安见他承认, 脸色更加古怪了, 继续道, 那你一定是他们的亲切, 我没说错吧? 罗少杰再次惊讶到了, 如小鸡卓米一样点头, 好厉害, 在拥有这等推演能力的前辈面前, 谁还能有隐私啊? 陈平安见罗少杰点头, 再次确定了自己以前的结论, 果然脑子有问题是可以遗传的, 哎, 他们都没得救了, 这不又出现一个傻孩子了, 也不知道这傻孩子刚才干什么, 脸红, 疯狂流汗, 还喘着粗气, 这又是运动了一番, 或者, 和慕容云海他们一样, 虚了, 哎, 小小年纪就这样了, 看来有空得跟他们普及一下养生知识, 也不知道修炼者为啥都这样, 或者是, 修为是靠消耗肾来提升的, 陈平安觉得自己看透了修炼大道, 别站着了, 既然你是慕容公他们的亲戚, 就进来坐一下吧, 人都来了, 还被他的门槛绊倒了, 刚才还看起来站不稳, 他也不好意思直接让他走, 不然又得摔在地上, 怎么也得喝杯茶吧, 其实想到喝茶的时候, 陈平安犹豫了一下, 但想了想, 也许人家这孩子脑子还有得救呢, 他赌一把, 这青年不会像慕容云海他们那样, 说完, 陈平安微笑地看着苏灵, 让他拿山药去洗一下, 而这时, 罗绍杰也顺着陈平安的目光, 看向了苏灵, 这一看下, 他又双脚一软, 我擦, 陈平安又发现罗绍杰站不稳, 嘴角一抽, 赶紧伸手扶了他一把, 看来摔得有点严重了, 等会给他涂点药吧也是的, 这些修炼者有这么弱吗, 被门槛绊倒就算了, 摔一下也能这样, 那修炼还有什么用啊? 陈平安无力吐槽, 也不敢让罗绍杰自己走路了, 倒, 走, 我扶你进去, 罗绍杰此刻一猛一猛的, 也不知道怎么跟着陈平安进入了屋子里面, 刚才他被苏灵的气势吓到了, 那究竟是什么修为啊? 小小年纪就如此恐怖, 这太超出场理了, 此刻, 坐下后, 罗绍杰又发现四周好像有很多道目光在看着他, 使得他正惊危坐起来, 苏灵好像不怎么喜欢罗绍杰, 一声都没叫唤, 拿着山药就进厨房洗了起来, 陈平安去泡茶, 同时也没忘记拿了一手枸杞, 这青年好像更虚一点, 补一下, 泡好茶后, 陈平安给他蒸了一杯, 然后道, 你等等啊, 我这就给你拿药, 等会帮你涂一下, 说着, 陈平安便回了房间, 罗绍杰看了眼茶杯, 拿起来喝了一小口, 刚才出了那么多汗, 他也有些渴了, 他以为这也就是普通的茶, 可喝了后, 他又傻了, 这, 这是什么宝贝, 我灵根等级竟然提升了, 罗绍杰震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 随后, 他像做贼一般看了眼四周, 果断把茶杯里的茶水喝完, 准备拿起茶壶再给自己倒一杯, 可就在他快触碰到茶壶时, 一股强大的压力骤然作用在他身上, 砰砰, 他从椅子上摔下, 跪在了地上, 罗绍杰又傻了, 这, 而这一幕, 也正好被拿着要出来的陈平安看到, 此时他手中拿着两瓶药, 一瓶跌打酒, 一瓶六味地黄丸, 看着罗绍杰又跪在地上, 他脸皮抽了抽, 一脸无语, 骚年, 你这膝盖和地板有仇吧, 明明不敌, 你为何还要动不动就用膝盖和地板硬钢呢, 今晚还有, 好评, 催更, 打赏杂过来, 多多一善, 这些东西, 是我一天四更的动力所在, 感谢了各位老铁们, 第三十章, 脑补少年, 陈平安走上前去, 无语地把罗绍杰扶起来, 嘱咐道, 你好好坐着吧, 别站起来了, 先休息一下, 陈平安觉得, 这小子双腿应该没好, 又是这站起来, 再次腿软, 才跪在了地上, 罗绍杰一触碰陈平安, 就觉得作用在身上的压力统统消失, 顿时看着陈平安, 一脸感激, 同时, 他又看了眼桌子上的茶壶, 刚才的压力, 就是这茶壶传来的, 这竟然也是一件超级宝贝, 实在太恐怖了, 这院子里面, 还有多少这种强大的东西啊, 他在进入院子的时候, 就看到了很多强大的存在, 此时又发现, 这茶壶如此恐怖, 感觉已经麻木起来了, 陈平安把跌打酒放在桌子上, 打开六味地黄丸, 倒了几粒小小的黑色药丸出来, 递给罗绍杰, 见他杯子的茶水没了, 又给他倒了一杯, 倒, 先吃了, 我再给你涂一下跌打酒, 罗绍杰搞不懂陈平安这是要干什么, 那奇怪的药瓶, 他看都没看过,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上面的字体, 他也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更不知道陈平安为何一拉他进来, 就给他要吃, 还说什么涂跌打酒, 跌打酒又是什么东西, 不过他也没问, 想着, 前辈给的药, 吃就完了, 前辈要害他,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喷口唾沫就能弄死他, 吃, 而且, 这茶水如此强大, 前辈又突然给这药丸, 也许是想给他一场大机缘, 他二话不说, 拿起茶杯, 把药丸塞进嘴里, 喝下茶水, 吞入肚子, 陈平安见他吃了药, 打开跌打酒, 站在他面前, 还让他把裤子撸起来, 然而, 刚吃下六位帝皇丸的罗绍杰, 此刻, 却是突然梦了, 完全听不进陈平安的话语, 他傻傻地看着陈平安, 他感受到自己的体内的契机, 正在疯狂地掌着, 他宛如被一块山一样大的馅饼砸中, 砸得脑子荡机了一般, 直立当场, 杰当五层, 六层, 七层, 八层, 最后, 达到了原音五层才停下, 陈平安见罗绍杰目光呆滞, 伸手在他面前摆了一下, 这时, 罗绍杰才反应过来, 脸上煞事布满了崇敬和敬仰, 罗绍杰现在的心情十分复杂, 对陈平安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最后果断站起, 朝着陈平安一跪, 多谢前辈, 唯有下跪, 才能表达他心中的感恩, 陈平安还想着给罗绍杰膝盖涂点药, 此刻见罗绍杰站起来, 猛地跪在了地上, 当场就猛了, 我擦, 你膝盖不想要了, 怎么还是动不动就让膝盖和地面死磕啊? 陈平安看着罗绍杰, 觉得这孩子脑子的问题, 好像比慕容云海他们还厉害, 你们精英有这么差吗? 陈平安嘴角抽着, 把罗绍杰拉起, 道, 你怎么又跪下呢? 罗绍杰听后, 义正词言道, 如此大恩, 我怎么能不跪? 大恩, 给你吃了六味帝皇丸, 这要没什么, 不足挂齿, 陈平安随意道, 反正是系统送的, 而且他也用不了, 罗绍杰咕噜地咽了咽口水, 他突破了整整一个大境界, 竟然在前辈眼里, 只是不足挂齿, 以后小心点, 别动不动就跪了, 毕竟男儿膝下有黄金, 陈平安一套大道理说出, 罗绍杰听后, 用力点头, 但是转念一想, 他觉得前辈这话里, 好像有话, 膝下, 黄金, 罗绍杰想着想着, 回想到刚才自己失神的时候, 陈平安好像指了指他的腿, 突然, 他眼眸一亮, 他一直在身法上, 和其他天才有些差距, 这也是他修为和王国两大天才一样, 但却比不过人家的原因所在, 所以他一直研究身法, 此刻经过陈平安这话, 他突然顿悟了一般, 领悟出了一种身法, 他闭上眼睛, 开始去验证, 短短一会, 一套成熟的武技心法在他脑中成形, 随后他开始试着运转那心法, 一番运转, 他在睁开眼的时候, 脸上突然生起激动之色, 他看着自己的双腿, 发现双腿正布满金色的灵气, 他不用尝试, 也可以肯定自己蜷速而动, 那速度绝对很恐怖, 自创武技, 自己竟然自创武技, 罗绍杰激动的身子有些颤抖, 一个刚突破到原因镜的人, 自创了武技, 这要是说出去, 恐怕会震惊八方, 因为自创武技, 只有修为达到杜杰之上才行, 前辈, 再次感谢您, 罗绍杰站了起来, 而这次他听陈平安的没有跪下, 只是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陈平安又猛了, 搞不懂罗绍杰为何要感谢他, 不过也就一会, 他就恍然了, 此刻, 罗绍杰站得很稳, 不虚了, 看来修炼者吸收药力的速度, 很快啊, 吉利六位帝皇玩下去, 就不虚了, 嗨嗨, 没事, 举手之劳而已, 我觉得吧, 你们年轻的修炼者, 就该注意劳逸结合, 不能绷得太紧, 或者修炼太过, 适当放松, 休息一下, 这样就不会太那个了, 须自陈平安没有说出口, 但他觉得, 意思已经传达得很明显了, 对方应该能懂, 罗绍杰听后, 果然点头了, 而且他脸上, 还露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原来如此, 我就是太在意自己实力了, 天天想着, 超过第一和第二的天才, 所以才会一直跟在他们身后, 不能精进, 很好, 以后, 我得注意劳逸结合, 罗绍杰看着陈平安, 眼中的敬佩, 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前辈不仅仅给他机缘, 还指点他修炼上的问题, 能遇到如此前辈, 当真是他的福气啊, 好, 既然没事了, 那你就回去吧, 记得回去好好研究一下自己双腿的问题, 陈平安也懒得给罗绍杰徒叠打久了, 让他自己回去多加注意, 别落下病根, 罗绍杰听后茫然了一下, 可就在这时, 他双腿突然涌过了一股冷流, 这, 这武技有副作用, 到这里, 他终于明白了陈平安这话的意思了, 前辈这是让他赶紧回去, 好好研究自己创造的武技的问题, 那好, 前辈到此了, 罗绍杰觉得前辈实在太厉害了, 连他创造出什么武技都能算出, 而且还能一眼看出他创造的武技有问题, 这到底得多强大的人, 才能如此, 简直恐怖如斯, 第三十一章, 毛补团队, 不过还好, 前辈没指出他武技的问题, 那就说明他可以自己解决, 罗绍杰攻着身倒退几步, 最后还失了一礼才转身离开, 十分谦逊恭敬, 陈平安目送走罗绍杰, 才往厨房走去, 此刻, 苏林刚好洗好了山药, 他们可以炸山药来吃了, 费了点时间, 罗绍杰回到了靠山宗, 此刻, 他也找到了慕容雪和洛兰青, 两人没有再用布条裹住自己的脸, 但罗绍杰也发现了, 两人的脸好像黑了很多, 没有不久前那么白嫩如玉了, 当然, 罗绍杰也懒得去理会他们的变化, 此刻心间的激动, 已经迫不及待要诉说出来了, 而见到一脸激动跑回来的罗绍杰, 慕容雪两人也发现了罗绍杰的不同, 原因五层, 慕容雪和洛兰青相识一眼, 同时有了答案, 这家伙一定去见前辈了, 竟然整整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罗绍杰笑着走近, 看着慕容雪道, 表妹, 这次表哥真心得感谢你, 要不是你, 我真不可能遇到那般强大的前辈, 还从前辈那里获得如此机缘, 听到这里, 慕容雪无语了, 这家伙真的去见前辈了, 可是, 他怎么知道前辈的住址, 要知道, 他是因为洛兰青是自己的好闺蜜, 才顶着前辈有可能会生气的风险, 被洛兰青带着前去, 而且他也看出了, 前辈确实对他生气了, 这不, 他们偷偷用藏鹰食的事情, 被前辈知道了, 还惩罚了他们一番, 还好前辈大人有大量, 经过一段时间后, 他们终于洗走了脸上的黑剂, 虽然还是让皮肤黑了一些, 但过段时间应该会变回原样, 也因此, 慕容雪有些学乖了, 你到底怎么找到前辈的, 明明我没告诉你前辈的地址啊, 慕容雪很是好奇, 罗绍杰咳嗽了一下, 把自己做的事情说出, 慕容雪知道后, 想打人了, 不过想了一下, 好像这也算是命中注定, 不然, 自己表哥也不可能从前辈那里获得如此机缘, 罗绍杰说着说着, 还把自己遇到陈平安后的事情, 说了一遍, 前辈那推演能力, 真不是吹的, 我和你有关系, 甚至是亲切, 前辈紧紧掐指一算, 便算出来了, 还有, 前辈直接给了我几枚小药丸, 我这修为就蹭蹭蹭地往上掌望, 最后, 前辈还指点我一门身法, 给你们看一下, 在前辈指点下, 我自创的身法, 说着, 罗绍杰便骚包地运转起身法, 煞时, 他整个人出现在了几丈之外, 慕容雪和洛兰青看呆了, 罗绍杰看着慕容雪两人的表情, 极为得意, 虽然是前辈指点的, 但怎么也算是他自创的, 其实这五季原本是有一个问题, 施展了会有副作用, 一开始我还不知道, 但前辈提前帮我指出了, 而这还不是前辈最恐怖之处, 我告诉你们, 我这五季那问题的解决办法, 其实在我见到前辈不久, 进去喝茶的时候, 前辈就说过了, 前辈说, 要拿药给我涂一涂, 但是, 即使我离开了, 前辈最后还是没给我涂药, 慕容雪和洛兰青听到这里, 抢答一般道, 所以, 你这副作用是要涂药? 罗绍杰果断摇头, 道, 我回来的途中, 就从这一点里, 领悟到了前辈的暗中指点, 你们想想, 涂药的动作是怎样的, 绝对不是粘上去就行, 而是要来回抹开, 加强速度, 而我也从前辈暗中的指点下, 改良了五计, 让灵气律动, 柔动, 所以, 我这一套身法, 才达到了完美, 慕容雪和洛兰青听到这里, 张大了嘴, 前辈, 好厉害啊, 我要表达的, 不是前辈, 这暗中指点的厉害, 而是我当时还没创出这五计, 但前辈却却已经在指点我了, 你们说, 恐怖不恐怖, 罗绍杰颤抖着说道, 他现在回想, 都觉得这一切很不可思议, 慕容雪两女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来, 我们远远低估了前辈的实力啊, 前辈恐怕已经强到能左右因果时间了, 洛兰青惊呼道, 慕容雪认真点头, 最后, 慕容雪看着罗绍杰, 把自己刚才和洛兰青的经历也说了出来, 他现在明白了一件事情, 前辈开始对他们的贪心, 生气了, 罗绍杰听到慕容雪的经历后, 一脸认真道, 你这提醒得很及时, 我还真想过住在你们宗, 以后有空没空去前辈那里呢, 慕容雪沉重点头, 他们两人已经得到了惩罚, 还好这惩罚不算严重, 但这也已经表明了前辈的想法, 我得把这事告诉我爷爷他们, 我怕他们经常打扰前辈, 惹得前辈不快, 不过他们今日不知干嘛去了, 就是找不到他们, 慕容雪抿了名嘴道, 而就在慕容雪说完后, 突然, 洛兰青从那界里面拿出了一块手掌大的玉牌, 这正是传音御检, 此刻传音御检正微微震动着, 洛兰青输入灵气, 闭上眼睛, 片刻后, 他苦笑地看着慕容雪, 道, 小雪, 我得回王城了, 我父王让我赶紧回去, 好像有急事, 慕容雪震了一下, 他还没和洛兰青好好再续一会呢, 但他也没办法, 只能点头, 罗少杰此刻知道不能再去打扰前辈后, 便也不想待在这里了,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回王国, 在那两个天才面前, 好好秀一番了, 王城一座宫殿中, 此时有两个中年人正坐着聊天, 这两人身上的修为正是分神巅峰, 身上还有一股位高权重的气质, 他们两人都是王国皇帝, 洛天宇给自己女儿传音结束后, 便看向对面的中年, 笑着道, 真武兄, 小青两个多士生后应该就能回来了, 朱真武微笑点头, 洛天宇继续道, 真武兄真有信心, 听一下那前辈的修炼心得, 便能突破, 朱真武道, 只有六成几率, 我修炼的功法和那前辈一样, 要是我知道, 那位前辈会拿自己的心得出去拍卖, 我肯定自己前去拍卖会一趟了, 不过今日之事, 还得多谢天宇兄, 洛天宇白手道, 真武兄客气了, 不过我们那交易, 算是成了吧, 朱真武点头, 洛天宇哈哈一笑,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两个葬阴时, 一个销毁, 一个存着的, 已经不是什么修炼心得了, 而在这个时间里, 清元镇一间院子里面, 一堆神器突然交流了起来, 我感受到很多人往这里探寻而来, 我也一样, 这时, 桃树道, 菜刀, 一定是因为你那一击而来的, 你自己看着办吧, 攻击也附和道, 要是这些人探查到这里, 发现这附近就是断山的尽头, 肯定会有很多人在附近落脚, 打扰到这里的平静, 没错, 都是菜刀你自己惹的祸, 你自己解决吧, 一道道声音, 讨伐着菜刀, 厨房里面的菜刀, 听到这些声音后, 苦涩不已, 我也没想过会这样, 我也没想到, 这方天地的先帝, 弄出的秘境光柱, 这么垃圾啊, 这绝对是那么多个仙界里面, 最垃圾的先帝了, 菜刀很是不愤倒, 而躲在角落里面的仙气, 听到这话后, 很是无奈, 最垃圾的先帝, 大佬就是大佬, 笔布了, 我继续瑟瑟发抖好了, 菜刀真的很不舒服, 继续倒, 而且, 主人没开口让我出去, 我也出不去啊, 怎么解决, 其他神器听了, 这次也沉默了一下, 然而很快地, 他们的目光开始转移, 角落里瑟瑟发抖的仙气, 突然一抖, 我擦, 他预感到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第32章, 背锅侠仙气, 菜刀也开始盯着, 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仙气, 嘿嘿一笑, 他们都不能出去, 但这垃圾可以啊, 角落那边, 嗨嗨, 小垃圾, 帮我出去办一件事, 菜刀觉得求人办事, 与其客气点比较好, 便不叫仙气为垃圾了, 加个小字, 可是仙气听到, 依旧无语不已, 加个小字, 他感觉自尊心, 还是被缅在地上踩了, 好孤单, 好无助, 好想哭, 菜刀以为自己一开口, 这仙气就会屁颠屁颠答应, 此刻见着仙气不回话, 瞬间怒了, 骂道, 垃圾, 你别过分啊, 我都求你办事了, 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仙气身子一颤, 我也没说不帮啊, 好, 好嘞, 大佬你吩咐, 我绝对帮您办得妥妥贴贴的, 仙气被吓到了, 没办法, 自己弱小, 只能听话了, 菜刀这才心满意足道, 其实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我看你也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仙气的本领, 应该能用上一些了, 虽然在我眼里, 依旧垃圾不已, 不过, 骗一下凡间的人应该没问题, 仙气听着听着, 心里吐槽起来, 大佬, 你说要干什么就行了, 不扁我一下会死啊, 我知道我是垃圾, 但是你能不能尊重我一下, 我也是一个有尊严的辣, 仙气心里还没吐槽完, 这时, 菜刀好像发现了他的心思一样, 又骂道, 怎么, 我看你的样子, 好像不服气, 仙气一颤, 连忙道, 没有, 哪有, 哈哈, 大佬您真会开玩笑, 这求生欲已经爆棚了, 菜刀文言继续心满意足道, 你就装一下自己很强大, 当时那一道攻击是你打出的, 随后当着那些往这里探寻而来的人的面, 往另一边飞去, 总之, 你想方设法, 让他们不要在这边久留就行, 他们探寻到这里, 估计还有半天, 你自己想办法吧, 听完后, 仙气很苦逼, 感情自己要当杯锅侠, 嗯, 说完后, 菜刀剑仙气不吭声, 又来了一句, 仙气身子再次一颤, 收到, 大佬鹦鹉, 我这就去完成这任务, 说着, 他哭哭啼啼地出了院子, 而仙气走了后, 四周又响起了讨论声, 我觉得吧, 这垃圾若是弱了点, 不过还是挺不错的, 对, 这垃圾若这点, 确实毋庸置疑, 不过我觉得, 我们以后得好好对他, 别叫他垃圾了, 刚才菜刀那称呼不错, 以后叫他小垃圾吧, 嗯, 我赞同, 以后可以经常让他出去, 帮我们办事, 两个时辰后, 王城, 一艘非洲, 飞进了王城里面, 罗少杰在进城后不久, 就下了非洲, 也没像平时那样纠缠洛兰青, 果断来了一句再见, 随后便眼神奕奕地, 看向了两个方向, 第一第二天才是吧, 等会我让你们两个一起上去, 罗少杰极为意气风发, 而洛兰青也驾驶非洲, 回到了王宫里面, 由于自己父王传音时, 让他回到王宫, 就去贵宾殿一趟, 他安置好非洲, 第一时间往那里飞去, 王宫很大, 但洛兰青修为突破后, 速度也快了几倍, 不久后, 他就急忙忙地走到了一座大殿前, 洛兰青梳理了一下自己凌乱的头发, 昂首挺胸起来, 往里面走去, 嘻嘻, 他很想看看, 自己父王知道, 他的修为连续突破了八层修为后, 会是怎样的表情, 走入大殿, 他瞬间看到了邻国王上朱真武, 连忙行礼道, 见过真武叔说, 大殿中两个中年人, 在看到洛兰青后, 都微笑着, 特别是洛天宇, 脸上挂满了宠爱, 他只有这么一个独女, 一直把他当成掌上灵珠, 朱真武听到洛兰青这甜甜一句, 笑着道, 小青真是越长越好看了, 哈哈, 真武叔父说笑了, 洛兰青笑了笑, 然后才看向主作中的洛天宇, 道, 父王, 如此着急叫我回来, 有何事? 洛天宇道, 你真武叔需要前缘前辈的修炼心得, 你不是前去拍下了吗? 先给真武叔研究一, 洛天宇还没把话说完, 突然, 他话音一停, 好像喉咙突然被什么卡住了一样, 而朱真武, 其实在说完洛兰青越来越漂亮后, 就已经愣了, 此刻他的表情和洛天宇一样, 两人都傻傻地盯着洛兰青, 洛兰青看着自己父王的表情, 内心大笑不止, 表面却故意忍着, 装作很是淡定的模样, 过了一会, 洛天宇终于反应过来, 他呼吸急促起来, 小青, 你, 你这修为怎么回事? 你出去的时候, 不是结单二层吗? 这, 我这是眼花了, 说着, 他揉了揉眼睛, 然而, 自己女儿的修为还是结单巅峰, 至于朱真武, 已经说不出话了, 他们王国最强的天才, 正是他的儿子, 他儿子甚至被称为附近几个王国的第一天才, 可那也仅仅是结单七层, 此刻洛兰青却是结单巅峰, 洛兰青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 道, 父王, 你此时的表情, 真好玩, 洛天宇听后一正, 但震惊还是挂在脸上, 小青, 你赶紧说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 洛天宇依旧急不可耐, 洛兰青嘴角翘起, 然后开始会声会色, 把自己经历的事情说出, 一番倾听, 洛天宇两人渐渐化作了木偶, 这不可能吧, 第三十三章, 我真没骗你们, 会炸的, 两人听完洛兰青的讲述后, 只觉得梦幻, 觉得不现实, 比洛兰青突破八层修为还不现实, 说遇到了下凡仙人, 他们还信, 可后面那些话, 他们就不信了, 什么道德运里萦绕, 什么满屋子强大的存在, 什么吹一首曲子, 他们就来了几次顿舞, 特别是这顿舞, 实在过分了, 哪有这样的, 洛天宇看着洛兰青, 道, 小青, 别和父王胡闹, 你真武术还在, 赶紧说你怎么突破的, 是得到了什么天才地宝, 洛兰青见自己父王不信, 有些呆滞, 道, 父王, 我真没骗你, 洛天宇依旧不信, 别看他仅仅是一个王国王上, 但他也见过世面, 以前更是有幸见过仙人, 但仙人也看起来和他们差不多, 仅仅是修为契机恐怖一些而已, 根本没道则, 运里萦绕, 更达不到那种动不动就让人进入顿悟状态的程度, 朱真武一开始还信了一下, 毕竟洛兰青这修为实在吓人, 但想了想, 也开始和洛天宇站在统一战线, 觉得不可能, 不过,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洛兰青这般撒谎, 在他印象里, 洛兰青可是个乖巧孩子, 洛兰青别了别嘴, 想了想, 这时, 他开始理解自己父王了, 毕竟, 这实在太过超出常人能想象的范畴了, 不过还好, 他有证据, 洛兰青拿出了最后一块藏英石, 道, 父王, 这里有证明我所说之事的证据, 洛兰青和朱真武认真看去, 藏英石, 这不是前缘前辈记载修炼心得的藏英石吗, 这里怎么会有什么证据, 突然, 洛天宇皱起眉来, 看了眼朱真武, 想着自己女儿不会在这里面露入了其他声音吧, 这样的话, 里面的修炼心得, 岂不是都没了, 败家女儿啊, 这可是几十万下品灵石啊, 而朱真武此刻也震了一下, 心脏好像咯噔了一声, 这, 这不会把前缘前辈的修炼心得给弄没了吧, 我这突破又得遥遥无期了呀, 洛兰青准备放出那曲子, 便微笑道, 父王, 真武舒服, 你们靠近点, 靠太远了, 可能没效果, 一首曲子能顿武几次, 他也没想过独吞, 趁着朱真武也在, 顺便让朱真武也享受一下连续顿武的感觉, 听着洛兰青这话, 洛兰青和朱真武脸皮抽了抽, 洛兰青很是肉痛, 这十几万灵石虽然不是特别多, 但他可是要拿着藏鹰石和朱真武做一笔更大的交易啊, 这来来回回, 总灵石数额达到了四十多万, 真是败家女儿啊, 但他没有办法, 目以成舟, 此刻只能看看自己女儿到底在搞什么鬼了, 他依旧不信自己女儿刚才那些话, 洛兰青走近, 朱真武也只能配合, 洛兰青开始往藏鹰石里面输入灵气, 煞石, 一道曲声响起, 曲声一响, 四周瞬间寂静, 只有曲声缭绕, 洛兰青瞬间进入了顿悟状态, 闭起眼睛, 洛兰青和朱真武则是猛的一瞪眼睛, 整个人僵直起来, 陷入了猛逼之中, 这, 他们心中无比震撼, 但却不敢浪费如此机会, 急速闭上眼眸, 一首曲子很快过去, 洛兰青收起了藏鹰石, 这藏鹰石得扔了, 不然又得炸他一脸, 他这次顿悟了三次, 从杰丹巅峰突破到了原因进步说, 还一举突破到原因二层, 而曲声停下, 洛天宇和朱真武也都睁开了眼睛, 眼中像是射出了一只箭矢一般, 这时候, 他们两人身上的契机突然改变, 急速攀升, 显然在最后一刻, 突破了, 合体镜, 两人互视了对方一眼, 眼中近视震撼情绪, 脸上布满了亥然, 真的, 刚才小青说的都是真的, 一首曲子, 他们真的顿悟了四次, 而最后时刻, 他们冲破了瓶颈, 成为了合体镜, 两人极为激动, 又急速转移目光, 看向洛兰青, 仙人, 道泽运里萦绕, 满屋子强大的存在, 都是真的, 洛兰青笑道, 父王, 这下相信我了吧, 洛天宇木论点头, 随后他急速道, 小青, 你应该记得这前辈的住址吧, 赶紧带我们去, 如此前辈, 住在我们王国境内, 我不去拜访, 实在大不敬啊, 朱真吴也一样, 期待地看着洛兰青, 如此前辈, 必须交好, 然而洛兰青却摇头道, 这不行, 听小雪说, 前辈下凡修心, 把自己当作一介凡人, 不想他人干扰, 其实小雪, 带我前去的时候, 前辈已经微怒了, 要是我带父王, 你们前去, 可能会惹怒前辈, 到时候, 说到这里, 他不敢想下去, 如此高人, 可能喷口唾沫, 他们都得千疮百孔, 洛天宇文言, 正好在我们王国境内, 洛天宇安慰自己, 随后也没忘记那藏鹰石, 看向洛兰青, 微笑道, 小青, 要不再放一次那曲子, 我感觉我, 还能顿悟一下, 朱真吴听后, 连忙点头, 洛兰青却摇头道, 这不行了, 只能听一次, 第二次藏鹰石会爆开, 洛天宇听后, 审视着自己女儿, 洛兰青被自己父王看着, 闪躲了一下, 他脸黑了很多, 不想被认真看着, 但就是因为这一下躲闪, 洛天宇顿时道, 小青, 骗父王可不好, 他觉得自己女儿, 真是想独揽藏鹰石啊, 洛兰青听后, 嘴角抽了抽, 父王, 我没骗你啊, 小青, 这东西, 我们可以一起听, 拿出来吧, 我们再听一次, 洛天宇继续道, 洛兰青无语了, 父王, 这真的会炸啊, 父王, 我给你一次机会, 你信不信你乖女儿, 洛兰青拥了奴嘴, 盯着一直很宠自己的洛天宇, 问出一句, 洛天宇直接道, 其他事情都信, 唯独这是不信, 洛兰青眯着眼睛, 嘟着嘴, 很好,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洛兰青拿出了藏鹰石, 交给了洛天宇, 给了他们后, 他赶紧往外跑, 你们敢贪心, 就等着被炸吧, 洛天宇见自己女儿神经兮兮的, 也懒得理会, 此刻想起刚才那感觉, 看了眼朱真武, 挑眉黑笑道, 真武兄, 继续, 朱真武眼眸一亮, 脸上露出了一抹猥琐笑容, 我已饥渴难耐, 洛天宇看到朱真武一脸猥琐, 震了一下, 然后又继续黑笑道, 想不到真实的真武兄, 是这般的呀, 嘿嘿, 朱真武看着洛天宇那黑笑的样子, 猥琐道, 彼此彼此啦, 两人近看对方一眼, 又是相视一笑, 很是猥琐, 好像找到了知己一般, 随后, 他们不再浪费时间, 靠近在一块, 快速往藏鹰石里面输入灵气, 第三十四章, 困仙阵, 来几万个都没用, 洛兰青很快跑出了大殿, 而就在这时, 一道巨大的轰鸣声, 在大殿里面响起, 砰的一声, 地面都震动了一下, 洛兰青此刻已经捂住耳朵, 所以一点影响都没有, 随后他耸了耸肩, 一脸无语, 怎么就不信我呢, 我长那么大, 每次撒过谎, 至于大殿里面的两人, 已经傻了, 清源阵几里外, 掀气此刻悬浮在空中, 看着地面的废墟, 他在沉思着, 他觉得, 那些神奇大佬们, 之所以不想让这些凡间的修炼者前来此处, 应该是防止他们打扰到陈平安了, 他也觉得, 陈平安是来修心的, 他甚至没见过陈平安用过一丝修为, 宛如真的成了凡人一般, 但他不傻, 不可能会觉得陈平安是凡人, 这么多神器管他叫主人, 能平凡那才叫假, 那天的刀光应该能一直飞到大陆尽头, 倒塌的山峰肯定很多, 如果追寻被破坏的山峰肯定能锁定到这附近, 而这里又有一个被匿进光柱轰平的废墟, 定会成为他们注意的区域, 想了一下, 仙器突然朝着身前的虚空一回, 空间被切割开来, 一条黑色裂缝出现, 他投身进入里面不久后, 他在屋里外出现, 看着身下的荒陵, 趁着那些修炼者没到, 他对着下方打出一道攻击, 一道剑光瞬间落在地上, 然而, 剑光接触地面后并没有切开一个大口, 而是轰然一爆, 尽力由一个点向四周洗脚去, 不久, 一片和不久前那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废墟出现, 若是仔细去看, 会发现废墟的大小几乎一样, 仙器评判作品一般, 觉得这废墟不错, 和刚才的废墟一样, 随后, 他又没入虚空出现在另一处地方, 如此往复, 仅仅一炷香时间, 他在很多处地方都留下了很多个自己造出来的废墟, 他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为了分散开其他修炼者的注意力, 这样就不会全部往清源镇那里的废墟赶去了, 把混淆视听的事情干完后, 他仔细感受了一下往这里探寻而来的修炼者们, 都是从东方向着飞来, 离他这里的距离还挺远的, 仙器再次切开虚空, 进入里面再出现时, 他出现在一座高峰之上, 这山峰峰顶是平的, 正是被一刀切去, 此刻山下还有一段山体, 仙器悬浮在这山峰之上, 浑身开始爆发出一阵又一阵强大的律动, 达到仙器的契机疯狂向四周扩散, 现在他就等凡间的修炼者们来到这里了, 他发出的信息那么大, 也不怕探寻而来的人察觉不到他的存在, 而在仙器所在山峰的前方, 此刻正有一大队人马从天空探寻而来, 这些人修为不一, 强者速度很快, 有些更是直接穿梭空间, 赶在前头的都是修为强悍之辈, 修为弱的只能乘着非洲或者缓慢飞行, 而在最前方之人是十几个老者, 这十几个老者在整个大陆的影响力很大, 其中一人年纪看起来挺大了, 但却有一头红色的长发, 放在人堆里最有辨识度, 这人正是大陆最强势力之一的天尊楼楼主, 龙奥天, 此刻他附近虽然也有十多个和他同样境界的老者, 但这些老者看起来还是对他持有畏惧心理, 不敢轻易靠近, 因为他们深知龙奥天的强大, 而且他们都知道, 龙奥天现在心里有多不爽, 他们天尊楼总部就建立在一座高峰之上, 可昨晚, 一道强大的剑芒却是在他们天尊楼横批而过, 虽然没死什么人, 但天尊楼直接倒塌, 而且经此一事, 天尊楼的名声恐怕要一落千丈, 龙奥天此刻的心情确实不好, 不过他探寻剑光的来源并不是为了报仇, 而是想看看, 什么样的存在竟然如此强悍, 一道剑光竟然有如此神威, 实在吓人, 他也想过也许是有珍宝出世, 要是这样的话, 他第一时间找到也能弥补他的损失, 不过刚探寻了半天, 他发现这方向竟然是他多年前家乡所在的方向, 他已经有一千年没回过自己那名为清源镇的凡人家乡了, 随着往前穿梭, 很快的, 他们沿着断山的方向再次发现前方又出现了一座被拦腰斩断的山峰, 可就在这时, 他们却是全部止步, 在空中停下, 无人再敢前进一步, 因为他们发现前方有一股直通苍穹的气急肆虐四方, 那一边整个天地都变了颜色, 万物尽赖, 他们还离那边有一里的距离, 却已经感受到那股强悍至极的奇迹, 仿佛在警告他们再敢前进一步, 等待他们的将是无尽的深渊, 好强, 龙傲天眼眸已经眯成了一条缝, 他这时也看到了那断风上悬浮着的东西, 那竟然是, 一把金色长剑, 仙气, 一群探寻而来的老者们在看清前方空中的东西后, 皆是惊呼出口, 看来那一道攻击就是他发出的了, 原来真的是有宝物处事, 仙气啊, 这要是能得到他认可, 岂不是能无敌大陆, 一群老者摩擦着手掌, 眼热得很, 但他们都知道, 想想还行, 要是想让仙气认主, 完全不可能, 仙气已有灵志, 只会选择比他强的人, 认其为主, 龙傲天此刻也和其他老者一样, 双眼冒着绿光, 但他却觉得自己能拿下这仙气, 因为他拥有一件宝贝, 困仙镇, 这是他在一个秘境中找到, 已经收藏了很多年, 这是一个阵法罗盘, 只要往里面输入足够的灵气, 便能启动能够困杀仙人的阵法, 而他们这里的大城镜, 足足有十五人, 一起往困仙镇中输入灵气, 应该足够, 各位, 实不相瞒, 我有一件宝物, 龙傲天看向其他老者, 将阵法罗盘展示出来, 一群老者听清这东西的强悍后, 皆是眼眸一亮, 我们一起拿此宝物求困住仙气, 随后仙气则谁为主, 就看各自机缘了, 各位, 觉得如何? 龙傲天眯着眼眸道, 其他人听后, 面面相去一眼, 开始纷纷点头, 虽然他们觉得, 龙傲天应该还有什么信息隐藏下来了, 但不帮忙的话, 他们连靠近这仙气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只薄一丝机会, 商定好后, 十多人一同发力, 往阵法罗盘输入灵气, 至于远处的仙气, 他视力极好, 在看到那边一群人拿着一个罗盘后, 认出了那罗盘, 困仙镇, 嗨嗨, 这东西, 不会想用来困住我吧, 他看十几人那样子, 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了, 只是那东西, 在他眼里, 跟个苍蝇一样, 吹口气就能破坏了, 再多几万个都没用, 第35章, 仙气, 不忍心打击你们, 所以仙气都懒得去理会了, 依旧静静地散发着气息, 等待更多人的到来, 也只有来多一点人, 他才好往另一个方向飞去, 那时候口口相传下, 更多人才能知道, 他往另一个方向飞去, 这样就不至于, 让一些蒙头青, 继续往清源阵那边赶去了, 而在另一边, 龙傲天等人, 还在拼命地往罗盘里面输入灵气, 怎么还不行啊, 我体内的灵气, 快没了, 我也一样, 这阵法罗盘, 怎么还不能启动, 一个又一个老者开口道, 龙傲天此刻, 也脸色难看起来, 他以为自己十多个人, 全力往里面输入灵气, 不用多久, 就能启动阵法来着, 可他远远低估了, 这阵法所需要的灵气量, 还好, 仙气那边还是一动不动, 他们浪费一些时间也没事, 继续, 那仙气也没走, 坚持就能胜利, 龙傲天鼓励道, 其他老者只能点头, 继续往里面输入灵气, 又一炷香后, 已经有一半老者停了下来, 拿出灵石, 吸收起灵气, 他们体内一点灵气都没了, 又不久后, 只剩下两三个老者, 还在网罗盘里面输入灵气, 最后, 只剩下龙傲天一人了, 还好, 第一批恢复灵气的老者们, 已经吸了一些灵气, 此刻再次接力, 往里面输入灵气, 在远处的山峰上, 还悬浮着的仙气, 看着那十几个老者, 接力般往那罗盘里输入灵气, 一阵无语, 这垃圾玩意, 你们还没让里面充满灵气, 特别是他还看到, 有几个老者, 输着输着灵气, 脸都涨红了, 还出了一身汗, 很是辛苦的样子, 看到这里, 他都有种想过去帮忙的冲动了, 时间继续匆匆流过, 龙傲天继续给其他老者喂鸡汤, 道, 坚持输入灵气越多, 说明这阵法越强, 到时候困住这仙气的时间越久, 我们其中一人, 让他认主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其他老者听着他这话, 一咬牙, 继续全力往里面输送灵气, 这话的饼, 他们吃了, 继续加油, 让仙气认主走上人生巅峰, 过了一炷香, 十几人身后慢慢有人出现, 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 人越来越多, 不过这些人都不敢往仙气那边靠近, 甚至有些人都不敢靠近十多个大城气的强者们, 因为他们发现, 这些强者们都在忙活着事情, 而且他们看起来好像在崩溃的边缘, 耐心快要没了一样, 要是他们过去, 一惹到这些强者, 恐怕会被一击打飞, 所有人都在远处看着, 讨论着那山峰的仙气, 而山峰上的仙气, 见那边人终于来多了, 准备行动了, 可刚有这想法, 他又停了下来, 他有点不忍心打断这十多人的努力, 好吧, 我再等等, 你们努力那么久, 我总得给你们一次成功的机会, 他要是现在飞走了, 可以想到, 这十多人一定会气得吐血身亡, 毕竟努力了那么久, 就快启动阵法了, 这仙气就走了, 亮谁也顶不住, 又过了一会, 十多个老者终于发现阵法罗盘有异动了, 只见阵法罗盘开始颤动, 随后更是绽放出一阵白光, 可以了, 龙奥天猛地睁大眼眸, 一脸兴奋, 其他老者在这一刻, 脸上也露出了激动的笑容, 有个别者都想仰天长笑了, 快, 仙气还没走, 困住他, 搞定罗盘后, 老者们一脸激动到,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看到仙气被困的那一刻了, 龙奥天点头, 眼眸中闪过了一抹得意, 这阵法只有他才能控制, 所以, 等会困住了仙气, 那仙气认他为主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 他开始念动法诀, 语言甚是晦涩难懂, 最后, 他眼中绽放一阵强光, 朝着仙气所在之处全力一扔, 阵法罗盘瞬间划破时空, 到了仙气所在的空中, 然后在天空悬浮, 旋转, 震动, 嗡嗡嗡的声音传至远处, 最后, 一道圆柱形光柱, 从天空射下, 想把仙气困住, 仙气终于等到这一刻, 看着这阵法落下, 果断不动, 他觉得, 那十多个人那么努力, 总得给他们一点劳动后的喜悦, 毕竟他是一个价值观特别端正的仙气, 光柱射下, 很快围住了仙气, 龙傲天看到这一幕, 狠狠一握拳, 大声喝道, 成功了, 十多个老者听后, 欢呼起来, 他们布满皱褶的脸上, 都是兴奋和激动, 远处的仙气, 看着他们那开心的笑容, 也笑了, 这劳动后的喜悦, 就是不同啊, 你看看, 笑得多灿烂, 仙气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好了, 到我办正事的时候了, 仙气笑了一下后, 便不再浪费时间, 直接朝着天空轻轻一挥, 也就这么一下, 咔嚓, 一道清脆的声音在天际响起, 那悬浮在天空的阵法罗盘, 砰的一声, 四分五裂, 那锥形光柱, 也突然消散, 而这一刻, 在远处还在欢呼的老者们, 和一脸激动的龙傲天, 也发现了这变化, 玄机还挂在他们脸上的笑容, 瞬间僵硬, 仙气看着他们那样子, 表示很是抱歉, 不是我想打断你们的喜悦, 实在是我有使命, 实在对不起了, 念及此, 仙气再次朝着前方一挥, 一个黑色裂缝出现, 他下一刻便出现在了龙傲天等人身前, 同时, 一股强悍至极的气机在他体内迸发而出, 这一刻, 整个天地开始震动, 龙傲天等人眼前的世界, 好像崩塌了一样, 好嘞啊, 赶紧把五星好评扔出来, 一天四更, 我快坚持不住了, 第36章, 拿你去砍柴, 所有人都被这强悍的气机给震得五脏一味, 气血翻滚, 有些修为不强之人, 更是双腿一软, 跪倒在地, 瑟瑟发抖, 仙气终于感受到以前的感觉, 内心有点久违的小兴奋, 没办法, 在院子里, 他只能待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实在不要太煎熬, 当然, 他也没有什么损失, 反而还大赚了一笔, 这不, 本来需要七八载的时间, 才能恢复的伤势, 硬是在几天内, 好了八九成, 这要是说出去, 根本没人信, 罗尼们, 我的强大, 岂是你们所能想象, 如此垃圾阵法, 来一万个, 我都能一箭毁之, 仙气装着深沉的嗓音, 朗声一句, 他的声音一出, 只闯入一群人的内心, 震荡着他们的心灵龙傲天, 脸色惨白, 这一刻他才知道, 刚才自己有多愚蠢, 这仙气竟然这么强, 他们刚才可是用石很久, 才把那困仙阵启动的呀, 现在可好, 紧紧一击, 这仙气便将困仙阵回去, 这也太强了吧, 感受着无尽的压力, 龙傲天额头开始流汗, 此刻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唯有等待处置, 他们可以确定, 这仙气要是想杀他们, 易如反掌, 然而, 下一刻, 仙气却是突然改口道, 我不杀蝼蚁, 而且不妨告诉你们, 我之所以下凡, 是要找一个与我有缘的主人, 一个月后, 大陆中心处, 我会在那里现身, 与我有缘者, 我不介意助他成为这凡间第一, 就连再仙界, 我也能让他拥有一席之地, 把自己想好的台词, 威风凛凛说完, 仙气也懒得再继续下去了, 朝着与清源镇的相反的方向, 飞了过去, 他的速度, 如同闪电一般, 嗖的一声, 已经到了天边, 至于龙傲天一群人, 此刻还在发傻中, 他们目光呆滞地盯着仙气飞去的方向, 那里, 正是大陆中心所在的位置, 一群人还以为自己死定了, 此刻看着自己还活着, 而仙气竟然还告诉他们如此消息, 一时间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过了一会, 完全感受不到仙气的气机后, 一群人渐渐缓过神来, 随后, 哗然声突然越来越响, 响声瞬间传遍整个山谷, 太强了, 我刚才以为自己死定了, 那气机压得我透不过气, 我双脚发软, 差点就跪下了, 我, 我裤子湿了, 一群人诉说着自己的惨状, 而龙傲天等老者, 此刻也都呼出了一口重重的浊气, 他们都以为自己死定了, 毕竟他们刚才想着, 用阵法困住那仙气, 让他认住我, 然而, 这仙气没杀死他们不说, 竟还说出如此消息, 让他们很是惊喜, 当然, 他们还是觉得可惜, 真没想到, 那阵法会那般不堪, 不对, 不是阵法的问题, 那阵法真的很强, 他们用了那么多灵气, 尽管如此, 还是对那仙气没有任何作用, 这说明了一件事, 这仙气强大到无敌的程度, 一群人哗然了很久, 最后才停下, 他们这时开始面面相去起来, 随后也没有再去探寻断山的想法了, 因为在他们眼里, 答案已经揭开, 现在他们只在乎, 谁能得到那仙气的认可, 走, 回去把这消息告诉宗门, 一个月后, 举宗前往大陆中心处, 没错, 要是不小心被这仙气选中, 未来可期,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离开, 四周只剩下龙傲天, 其他大乘七强者也都走了, 龙傲天见四周没人, 直接坐在了地上, 深深的落败感包围着他, 不禁去思索着自己的前进方向, 天地太大, 我以为自己在凡间里面, 已经没有什么敌手, 还曾引以为傲, 现在看来, 真是可笑了, 回想着刚才仙气, 那紧紧散发气机, 自己就无力反抗的样子, 他觉得, 再强又如何, 来上一个更强的, 你依旧只有跪下, 而且他还发现, 那仙气见风上缺了个小口, 说明那仙气应该不是在鼎盛状态, 可即使如此, 还是那般强横, 龙傲天往一个方向看去, 好几百年没回老家了, 也不知道那小镇还在不在, 龙傲天目光沧桑, 宛如整个人老了很多, 他站了起来, 往清源镇方向飞去, 回去看看吧, 清源镇, 一间院子大门前, 突然出现了一条空间裂缝, 一把金色长剑飞了出来, 随后, 他飞入了院子里面, 他一进入院子, 盯着他看, 不久前刚找回存在感的他, 又只能瑟瑟发抖起来, 大, 大佬们, 我把事情办妥了, 那些凡间修士, 应该不会来了, 仙气如芒刺悲地禀报道, 这时, 菜刀道, 小垃圾你还不错, 这办事能力挺可以的, 不过有一点你得注意, 以后出入院子时, 别被主人看到, 你就装成普通的武器就行, 否则小心灵体泯灭, 听到这里, 仙气猛地一颤, 灵体泯灭, 这不就是杀了他吗, 大, 大佬, 下, 下次我一定注意, 他被吓到了, 菜刀道, 嗯, 记住就好, 说完, 大院开始安静下来, 而仙气依旧缩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他在想着菜刀那话, 难道被前辈看到我用出先例, 前辈就会灭杀我, 不行, 以后我得装成普通武器, 实在太吓人了, 而在仙气回来没多久, 这时, 陈平安走了出来, 此刻他换了一身朴素的衣服, 手里拿着一根麻绳, 天天煮饭, 柴火没了, 他只能去砍歇回来, 而这种粗活陈平安就不叫上小铃了, 让小铃看家, 自己去一趟, 陈平安一出来, 仙气就往他看去, 这不看还好, 看到陈平安后, 他突然发现, 陈平安身上竟然没有了道泽韵理, 陈平安走到角落, 想拿起自己几年前在镇子里买的斧头, 却发现这斧头很久没用, 生锈不说, 木棍处还长出了个小蘑菇, 他有点无语, 这时刚好瞄到了极为锋利的金色长剑, 刚好, 拿你去砍柴, 拿起金色长剑, 陈平安往森林处走去, 而这时, 清元镇上空, 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 此人正是不久前的龙傲天, 他看着下方小镇, 微微一笑, 几百年没回来, 想不到清元镇竟然还在, 而且更加繁荣了, 他记得以前自己小时候的家, 就在那片森林里, 第37章, 掀起砍柴, 龙傲天傻了, 陈平安路过街道的时候, 依旧有很多人跟他打招呼, 陈先生叫个不停, 而这陈先生这称呼的由来, 就得说起五年前了, 那时, 陈平安刚到这镇子里住下那时候, 陈平安什么手艺都没有, 想要活下来就只能找份工作, 他什么都不会, 想着去干苦力, 刚干了两天就受不了了, 恰巧知道, 这世界众武清文导致文比较弱, 没多少人研究文学, 便让文学落后了很多, 所以, 陈平安凭借凶游点墨, 和淑辈诗词便当起了教书先生, 开了个小私塾, 专门给小孩子教书, 所以即使陈平安不开相熟了, 在镇明眼里, 陈平安依旧是老师, 而且他身上还有一股很是儒雅的气质, 刚好契合着称呼, 再者说, 即使他们是堪称穷乡僻壤的镇子, 还是有些文化人的, 他们听过陈平安做过的诗词, 那叫一个诀, 堪称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一些读书人见到陈平安都得行大礼的, 其中, 走到镇子墨尾处, 一个青年走了出来, 这青年背着一个行囊, 脸上挂满笑容, 而他身后, 淳朴的中年男女送着他走出, 这青年年纪也就十七八, 长得还挺俊朗, 一身书生气质, 郭子墨还想着离开清源镇的时候, 去和陈平安拜别, 毕竟对他来说, 自己的文学启蒙老师就是陈平安, 此刻一出门就见到陈平安, 他眼中生起了喜悦, 见过先生, 郭子墨行了个书生礼, 陈平安对郭子墨很熟悉, 以前对方有空没空就来找他一下, 特别是做了首诗, 或者有某些学术上不懂的问题, 都会找上门来, 子墨, 你这是去何处, 陈平安微笑道, 郭子墨还没说话, 他父母便抢仙道, 陈先生, 光中城那里听说不久后, 有书山仙院的人来收图, 所以子墨想前去试试, 书山仙院, 是这凡间最顶级的几个势力之一, 而这势力和其他势力不同, 不是一个宗门, 陈平安笑着鼓励道, 这是好事, 子墨得努力了, 争取成为新人, 郭子墨认真点头, 陈平安和郭子墨聊了一会, 就离开了, 离开前还送了郭子墨剑行诗一首, 郭子墨此刻呆呆站着, 看着陈平安那儒雅随和的身影, 口中回念着陈平安刚才念的那首诗, 少小离乡老大回, 乡音无改并茅催, 儿童乡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念叨下, 他只觉得自己的学识得到了升华, 无尽的崇敬充斥他的身体, 他看着陈平安远去的身影, 深深一鞠躬, 陈先生, 若不是您坚持说自己只是凡人, 我真觉得您就是折仙下凡, 郭子墨难难道, 随后, 他整装待发, 深情告别故作坚定, 嘴情笑容, 眼眶却红了的, 还含着泪的父母, 往一个方向走去, 爹娘, 孩儿会有出息的, 日后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这也许是每个离家孩儿的梦想和追求, 即使很多人没完成, 但依旧有很多人在坚持, 陈平安进入了森林里面, 寻找一些干枯的树木, 生木还得晒, 他们家的柴火已经没了, 得砍些干枯的, 找了一会, 陈平安进入森林中间, 他找到一棵枯树, 开始拿着锋利不已的金色长剑, 来回朝着树木砍, 一下, 两下, 掀气此刻正欲枯无泪着, 自从他诞生灵体以来, 就没做过这么憋屈的事情, 但为了有机会成为神器, 他也只能吞下自己的热泪, 还好, 没人看到, 要是有人看到, 他恐怕要一头撞在树上, 结束自己这憋屈的生命, 陈平安一开始还用不习惯, 砍着砍着, 觉得顺手了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 这件真的很锋利, 比斧头还快, 紧紧一会, 他便砍倒了一棵树, 这修炼者用的武器, 果然厉害, 陈平安暗暗想着, 觉得这件卖不了零食, 也不是坏事, 以后拿来砍柴, 也挺好的, 就在陈平安努力砍柴的时候, 在不远处, 一个红发老者正往他这里行走, 老者正是龙傲天, 龙傲天此刻如同凡人一般, 款步而行, 看着四周的环境, 找着自己以前的住址, 过去了很长时间, 他以前住着的屋子肯定没有了, 不过他只希望能找到一点残留痕迹, 证明他在这里住过, 而走着走着, 他终于看到了一个还存在的半栋石墙, 这就是他以前院子的石墙, 由他父亲亲手搭建, 而他当时就在旁边帮忙, 看着眼前的光景, 他闭上了眼睛, 心中有股暖流流过, 他嘴角不禁翘起, 父母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他也已经垂垂老矣, 但回到这里, 他还是感觉自己依旧是个孩子, 那些年挺美好的, 嗯, 刚慧欣一笑, 突然他发现自己内心好像抓到了什么一样, 我这事, 到心得到提升了, 他此时有种感觉, 那阻碍他在进一步的瓶颈, 已然消失, 只要再认真修炼一段时间, 他的修为便能更进一步, 这一刻他终于有所领悟, 修行原来如此重要, 以前我以为刻苦修炼才是王道, 没成想, 一直都错了, 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下, 摇头苦笑的感慨, 看着眼前的光景一柱向后, 他才站了起来, 我已经不属于这里, 爹娘, 孩儿走了, 龙傲天呼出了一口气, 决定再去镇子那边看看, 可他走了没多久, 脚步再次突然一顿, 这一刻他眼睛更是猛地瞪大, 好似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 这, 我眼花了, 龙傲天整个人已经变成了泥塑, 他眨了眨眼再次认真看着前方, 可入目的仍旧还是一个温润如玉的男子, 正在砍着柴, 他不是因为这男子才如此, 而是这男子手中拿着的剑, 那剑不正是刚才那把, 紧紧散发出契机, 就让天地发生一变的仙气吗? 他, 他竟然在拿着仙气砍柴, 这, 第38章, 没啥用, 就要来砍柴了, 龙傲天傻傻看着这一幕, 怀疑自己被刚才的仙气打击太大, 脑子有点问题, 产生幻觉了, 可他再怎么去揉眼睛, 或者捏自己松垮的脸, 眼前那一幕依旧一成不变, 只见那青年拿着金色长剑朝着地上的木头砍去, 砍成一片片再放在垫有粗绳的上面, 在他眼里, 陈平安毫无修为, 这也是他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的关键点, 毕竟一个毫无修为的人拿着一把仙气砍柴, 这说出去别人都能把他当傻子看, 然而, 在他还在怀疑自己有没有看错时, 突然一道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这是一道让他感到熟悉的目光, 他身体瞬间冰冷, 额头渐渐分泌出汗液, 这是刚才被仙气盯着的感觉, 绝对没错了, 他更是在这道目光射来的那一刻, 往后退了一步, 但因为踩到了一块小石头上, 直接站立不稳, 放在平时, 这种小事情对他这种强悍至极的强者来说, 完全不可能出现, 但现在, 他脑袋迟钝, 啪哒一声, 硬是摔坐在地上, 他屁股下有一条树枝, 压断时发出了一声脆响, 也因为这响声, 瞬间吸引到了不远处的陈平安的注意, 陈平安抬头望去, 当看到龙傲天那一头红发的时候, 他就震了一下, 他视力也极好, 看到了龙傲天的脸后, 知道他年纪已经很大了, 陈平安赶紧往那里走去, 这可不得了, 一个老人在这种地方摔倒, 要是晕了过去, 这里又没人, 恐怕被发现的时候, 就只剩下尸体了, 甚至尸体也没有, 被夜晚触摸的野兽叼走都难说, 陈平安很快走到了龙傲天面前, 把金色长剑扔在地上, 蹲下伸手去扶龙傲天, 老人家, 你没事吧? 陈平安用力把对方拉起, 连忙问道, 龙傲天此刻傻傻看着陈平安, 紧接着又看了眼被陈平安随手扔在地上的仙气, 咕噜, 他咽了口口水, 这到底是何方神人啊? 这一刻, 他可以近距离看着地上的金色长剑, 这金色长剑和他刚才看到的仙气完全一样, 就连剑锋上缺尸的小口都一样, 这就说明了, 这金色长剑肯定是刚才那把仙气, 但让他想不明白的是, 这仙气刚才不是飞去了大陆中心那方向吗? 怎么眨眼就到这里了? 而且还在这个看起来如此年轻, 身上毫无修为气息男子手中, 龙傲天盯着陈平安, 陈平安身上依旧一点修为气息都没有, 如同凡人一般, 然而, 他还是发现了陈平安的不同之处, 身上有一股儒雅随和, 温润如玉的气质, 明明没有修为, 看起来像凡人, 可却给人一股出尘脱俗的感觉, 面对陈平安的问话, 龙傲天也回过神来, 道, 没, 没事, 陈平安这才呼出了一口气, 其实他挺怕这老人家出事的, 没事就好, 对了, 老人家, 你应该, 不是清源镇的吧, 我好像没见过你呢, 这头红发, 特别有辨识度, 陈平安可以肯定清源镇没有此人, 龙傲天依旧有些拘谨, 点头道, 我来自其他地方, 陈平安嗷了一声, 继续道, 那老人家, 不管有没有事, 你还是先坐一会吧, 等我把拆关好, 我们一起去一趟镇子, 陈平安觉得, 这种老人家, 现在看起来虽然没事, 但等会就难说了, 自己还是守在他附近, 有事也能帮一下, 这种善事, 他能做就做, 毕竟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说着, 陈平安捡起地上的金色长剑, 准备回去捆好木柴, 然而这时, 龙傲天却是忍不住问道, 小伙子, 你为何拿着这样的武器来砍柴, 他说着这话时, 平住了呼吸, 这么近距离, 他终于感受到了仙气的气机, 这气机特意内敛, 然而没用, 他依旧感受到了, 这绝对就是当才的仙气, 陈平安看了眼手中的金色长剑, 道, 你说这个, 他没什么用, 就用来砍柴了, 嘎, 龙傲天听着这话, 直接梦了, 没什么用, 用来砍柴, 天哪, 你是多么无知啊, 这可是仙气啊, 这一下, 龙傲天完全确定, 陈平安是个什么也不懂的愣头青了, 但他就是想不通, 这仙气为何要这样, 难道, 这仙气已经把眼前这小伙认为主人了, 可是, 即使是主人, 作为仙气, 被拿来砍柴, 怎么可能会没有脾气呢, 其实此刻仙气的心情很苦逼, 他不是没有脾气, 而是不敢有脾气, 再见到这龙傲天的时候, 仙气就猛了, 第一眼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他也搞不懂, 这龙傲天为啥会来这里, 现在好了, 看到他砍柴的样子, 不久前树立的威风形象, 顷刻间坍塌的淋漓尽致了, 他哭都没有眼泪, 陈平安说完, 回去把弄好的木柴捆好, 随后准备背在身后, 但木柴太重, 他得双手扶住才能背着, 而要是这样的话, 金色长剑又拿不了, 想了下, 他朝着龙傲天喊道, 老人家, 过来帮我一下吧, 龙傲天不知陈平安要干什么, 此刻也只能走近, 陈平安道, 老人家, 帮我拿着这把剑, 龙傲天听后, 嘴角一抽, 这, 这不好吧, 我怎么敢去碰他一下, 他就会弄死我, 但是, 即使心里畏惧, 他还是有一丝冲动, 想要拿起来看看, 仙气啊, 谁不想拿在手上把玩一下, 好, 拼了, 龙傲天小心翼翼蹲下, 拿起金色长剑, 动作极为缓慢, 陈平安看着他缓慢的动作, 以为他刚才摔得有些严重, 所以才这般, 也暗自觉得, 自己没让对方离开是对的, 指不定这老人家再摔一次, 龙傲天十分担心仙气暴动, 而在他拿起金色长剑那刻, 果然有一股强悍的气息朝他扑面来, 龙傲天吓了一跳, 但就在这时, 陈平安突然干咳了一下这一声过后, 龙傲天手中的金色长剑瞬间消失, 恐怖气息完全消失, 龙傲天感受到这一幕, 整个人又梦了, 看向了陈平安, 这一道咳嗽声竟让仙气这般听话, 这怎么回事, 陈平安可不知发生了什么, 此刻干咳了下后, 心里嘀咕起来, 喉咙有弹, 看来有些湿热了, 也对, 这天气越来越潮湿了, 看来得泡点凉茶喝一下才行, 嘀咕完, 他朝着龙傲天一笑, 背着木柴, 开始在前面带路, 龙傲天依旧有点呆滞, 跟在陈平安身后, 他开始怀疑陈平安的实力了, 这真的是烦人吗, 他还看了看手中的金色长剑, 此刻这仙气安静得有点可怕, 走了一段路, 陈平安终于回到院子里, 他在一个角落放下木柴, 然后回头往龙傲天看去, 微笑道, 老人家, 进来坐会吧, 顺便喝口水, 然而, 龙傲天却像是没听到他说话一样, 像被雷霆劈中了一般, 站在门口处一动不动, 这一刻看着眼前的一幕, 他的世界观崩塌了, 第39章, 你随便扔个角落就行, 他不知道自己进入了什么地方, 却知道眼前这院子绝对不是凡间,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院子每个角落里面, 在他一进来的时候, 都有一道目光投射到他身上, 在这些目光投射而来的时候, 他瞬间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 这种感觉比刚才被仙气盯着的时候, 还要难受百倍, 他看着各个角落, 发现很多物品身上都萦绕着盗泽运里, 扫帚, 水缸, 桃树, 还有那只趴在地上的公鸡, 看着这些存在, 他又看了眼手中的金色长剑, 这一刻, 他好像明白了不久前在森林那里, 陈平安说的那句话, 他问陈平安为何拿这个武器砍柴, 陈平安说, 他没什么用就拿来砍柴, 原来这真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 他发现, 这院子里面哪一个个存在都比手中的仙气强, 而且给他的感觉是强了很多倍那种, 仙气好像感受到了龙傲天的想法, 此刻哭哭唧唧起来, 很想来一句, 能不能别拿我和大佬们比啊, 陈平安见龙傲天张大着嘴, 呆滞不已的模样, 不由地皱了皱眉, 这老人家不会摔跤的时候, 摔到了脑子吧, 老人家, 陈平安走近, 在他面前挥了挥手, 这时, 龙傲天才反应过来, 看着陈平安, 这一刻, 他咽了咽口水, 然后匆忙朝着陈平安拱手, 头比手低, 道, 在下龙傲天, 见过前辈, 如果一开始, 他还怀疑陈平安是不是凡人, 是不是被仙气选中, 所以仙气才这么听话, 那此刻, 他可以直接推翻自己的怀疑了, 陈平安绝对不可能是凡人, 这满屋子这么多比仙气还强大的存在, 坚住在里面的人能频繁到哪里去? 陈平安原本还怀疑, 龙傲天是不是摔到了脑子, 此刻听着这话, 眨了眨眼, 这真摔到脑子了, 怎么又叫我前辈呢? 刚才在森林那边, 不还叫我小伙子吗? 陈平安看着龙傲天的样子, 开始怀疑对方是不是修炼者了, 一般修炼者才会叫他前辈, 而且看他这个样子, 也许和慕容公他们认识也难说, 陈平安道, 老人家, 不用这么客气,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 不知可否, 龙傲天连忙道, 当然可以, 前辈请说, 其实, 前辈可以叫我小天或者小龙都行, 在龙傲天眼里, 此刻陈平安的形象已经完全不同, 陈平安一定很强, 强大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不然, 仙气不会在他眼里没用, 这里也不会收集着这么多强悍至极的存在, 这也就解释得通, 他为何看不出陈平安的修为了, 这一定是实力相差太悬殊不在一个层次, 就如凡人和修炼者一般, 凡人不能看出修炼者的修为, 因为对方已经超出他想象的范畴, 陈平安听着这话, 嘴角又抽了一下, 他觉得这话很熟, 这不是慕容公说过的吗? 我就叫您龙老吧, 不知龙老是否是修炼者, 陈平安苦笑问道, 龙傲天对陈平安这问题有点迷糊, 他知道陈平安能看出他的修为, 但即使不懂, 他还是点头下来, 道, 没错, 闻言, 陈平安更加无语了, 原来真是修炼者, 那刚才他纯属自己犯傻了呀, 修炼者摔一下能有什么事? 呃, 不对, 上次罗少杰还摔的双腿, 不站不住来着, 嗨嗨, 他来自己做好事还是做对的, 陈平安继续问道, 那龙老可认识慕容公, 龙傲天听着这话, 呆了, 慕容公, 他们天尊楼的创始者, 不是几千年前就已经飞升了吗? 难道, 前辈认识这位存在? 对了, 前辈绝对也是仙界里面的超级大能, 这认识再正常不过, 咦, 不对, 前辈怎么知道我认识慕容公前辈? 难道, 前辈推演出我是天尊楼楼主? 这, 他从未表明身份, 此刻陈平安直接问他认不认识慕容公, 那肯定是推演出来的了, 而传闻, 推演能力可是连仙人都掌握不了的超级能力, 前辈时乃神奇妙算, 晚辈佩服, 龙傲天再次朝着陈平安拱手一礼, 头比手低, 陈平安见他又行了的礼, 还说出这么一句话, 再次无语起来, 果然认识, 他算是明白了, 感情和慕容公他们待久了, 脑子都会有些影响, 陈平安觉得龙傲天也许还有救, 试着道, 龙傲, 其实我是一介凡人, 您老别叫我前辈了, 叫我小安吧, 一介凡人, 龙傲天疑惑了一下, 然后突然神色一宁, 想到了这话里藏着的意思, 他可不信陈平安所说的, 只是一介凡人, 傻子都不信, 他想了一下, 便想到了陈平安这话里隐藏的意思, 把自己当成凡人, 这不就是下凡修心吗, 想到这里, 他整个人豁然开朗了, 他以前不信修心能让修为突破, 但就在刚才, 他感受到心境的变化, 能让人有变化后, 顿时就知道了修心的重要性, 此刻前辈这般, 肯定是下凡修心了, 一定是修为达到了难以突破的程度, 才会这般, 而陈平安现在跟他强调这事, 意思也很明显了, 就是让他别揭穿这事, 前辈, 我知道了, 从此以后, 在我眼里, 前辈就是一介凡人, 龙傲天信誓旦旦道, 意思就是, 前辈, 我懂了, 我不会揭穿, 你是无敌强者这事的, 陈平安听着这话, 听着这动不动就出现的前辈二子, 无语了, 好吧, 真的都没救了, 你们叫吧, 我也没办法了, 陈平安很是无奈, 而刚才他已经叫对方进去喝水, 此刻即使知道了对方是修炼者, 不会因为摔了一下而倒下, 也没有赶对方走, 做人不能出而反而, 进来吧, 说着, 陈平安当先往里面走去, 龙傲天则小心翼翼跟着, 而越往里面走, 他越是心惊, 最后, 他在陈平安试一下, 正经危坐, 龙傲天那标准的坐姿又一阵无言以对, 这坐着的姿势让他联想到慕容公他们了, 实在太像, 或者说简直一模一样, 其实, 你们可以随意一点的做成这样, 我都怀疑你们是不是我的学生了, 陈平安没在理会, 准备去泡茶, 但龙傲天突然问道, 前辈, 那这武器放哪里, 陈平安见他还小心翼翼拿着, 有些难以理解, 随意道, 你随便扔个角落就行, 没啥大不了的, 说完, 他进入了厨房, 而龙傲天听着陈平安那话, 再次陷入了猛逼中, 随, 随便扔个角落, 前辈, 这可是一把动一动能让天地震动的掀起啊, 我哪里敢随便扔啊, 我心脏受不了啊, 四更结束, 我感觉我快吃不消了, 恐怕得恢复三更, 除非有点鼓励, 嗨嗨, 第四十章, 苏林不见了, 龙傲天捏手捏脚般站起, 然后拿着金色长剑走到一个墙角处, 轻轻放下, 动作很是缓慢, 怕不小心磕到金色长剑一般, 而陈平安这时正快速走出了厨房, 刚好看到了龙傲天这一幕, 不过他没时间吐槽龙傲天, 脸上闪过了一抹匆忙之色, 急不往房间那里行去, 他刚才还以为苏林在厨房, 然而进去后发现根本不在, 他很快走入房间, 苏林并没有像他想的一样, 在里面睡觉, 陈平安眉头瞬间皱成一团, 小林儿不会被找回来这里的父母带走了吧, 陈平安满心懊恼, 要是这样的话, 他还没来得及告别啊, 这么好的一个妹妹, 他真舍不得, 陈平安无精打采地出了房间, 他看了眼安放好金色长剑后, 重新正经威作的龙傲天, 道, 龙傲, 要不喝一下水就行, 他突然不想泡茶了, 没兴致, 感觉整个人尾米不振起来, 他已经预想到自己未来几天吃不好, 睡不好的样子了, 烦闷, 龙傲天连忙道, 前辈有事, 那我就不打扰了, 龙傲天人老成精, 也看出了陈平安此时的脸色, 赶忙站起, 陈平安还真没心思招呼客人, 便点头道, 他日龙傲再来吧, 今日我真的没什么心情了, 陈平安很烦, 这么可爱的妹妹, 怎么就不见了呢, 早知道他带上苏玲一起去砍柴了, 不对, 按理来说, 父母找到这里, 也得看到主人, 答谢一下再走啊, 小林儿如此好性格, 父母定不是没有素质的人, 念及此, 陈平安觉得自己还有希望, 龙傲天不敢再讨扰陈平安, 朝着陈平安躬身告辞, 往外走去, 陈平安作为主人, 也送他出门, 而且他也没有回院子的打算, 想去镇子里找找, 也许能找到苏玲, 可他刚出大门, 就看到了拿着篮子, 一蹦一跳走回来的苏玲, 看到走路依旧那般可爱的苏玲, 陈平安常常地呼出一口气, 果然没走, 看着苏玲手中拿着篮子, 篮子里面有一些食材, 他无奈一笑, 感情小林儿出去, 是见到厨房没有食材, 才去集市那边买食材, 为晚餐做准备, 哥哥, 苏玲一见到陈平安就咧嘴一笑, 小虎牙若隐若现, 朝着陈平安喊了一下后, 他又看向了还站在门外的龙傲天, 然后也礼貌地朝着龙傲天喊了一声, 爷爷好, 龙傲天在出门后就发现了苏玲, 而在看到苏玲那一刻便已经梦了, 感受着苏玲身上的契机, 他身体抖动起来, 这, 这小女孩怎么这么强, 他有种感觉, 这小女孩伸手朝他一指, 他可能就会暴毙, 这种感觉很是真实, 而活了那么久的他, 非常相信自己这种直觉, 因为就是这种直觉, 才让他从一次次死局中逃出生天, 看着苏玲, 龙傲天又看了眼陈平安, 这小女孩刚才管前辈叫哥哥, 对此, 他苦笑起来, 可怜最初的时候, 他还以为陈平安是凡人, 你看看, 这小女孩都这般恐怖了, 作为哥哥, 能是一个凡人? 前辈, 他日我在前来, 今日实在打扰了, 龙傲天再次朝着陈平安拱手行李, 头比手低, 极为恭敬, 陈平安突然心情大好, 但也知道在留下龙傲天有些尴尬, 便点头笑道, 嗯, 他日我会好好招待龙傲的, 龙傲天开心点头, 能和这种超级强者结交, 实乃他的幸事, 当然, 他深知陈平安是来修心的, 还在如此凡人小镇住下, 说明不想被别人烦扰, 所以, 他得注意前来此处的频率, 可不能为了结交或者获得好处, 败坏自己在前辈心中的形象, 他活得久, 对于这等为人处事之道, 还是清楚得很的, 说完, 龙傲天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 陈平安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 突然苦笑道, 龙傲且慢, 我正好有一事要问询你一下, 前辈但说无妨, 龙傲天急速停下, 恭敬道, 陈平安实在搞不懂, 龙傲天为何这么恭敬, 但也懒得多想, 这种修炼者的头脑, 清奇得很, 他想不懂的, 不知龙傲有没有听说过一些能降温的宝贝, 陈平安有些想念冰箱了, 要是有冰箱, 他就能存放很多食材, 也不会发生刚才苏林去买菜, 他吓了一条这种事, 而他觉得, 这世界这般神奇, 要是有点能降温的宝贝也行, 稍微处理一下, 也能达到拥有冰箱的作用, 如果真有这样的东西, 他日后多去山上几趟, 存多点零食, 让对方帮忙买一个, 龙傲天听后, 证了一下, 降温的宝贝, 降温的东西, 修炼界里有很多, 但是宝贝的话, 而且是如此前辈高人口中的宝贝, 他真没见过, 其实他们天尊楼的镇楼宝贝里, 倒是有一块能降温的天玄冰晶, 但是, 他怕这天玄冰晶不能入陈平安法眼, 所以, 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 最后, 他还是觉得说出来比较好, 便苦笑道, 前辈, 我认识了降温宝贝, 我那里有一块, 不过对前辈来说, 可能算不上宝贝, 只有一块, 而且在这位龙老手上, 陈平安试探道, 只要能降温就行, 不知龙老, 有没有将其卖人的打算, 如果龙傲天要卖, 他得打听个价位先, 然后再存零食, 龙傲天听到这话, 眼眸一亮, 快速道, 前辈要的话, 谈何卖, 我送予前辈便是, 陈平安证了一下, 这不好吧, 龙傲天一脸轻松道, 前辈实在太客气了, 这东西对我没有多大作用, 如果前辈要, 我这就回去拿, 是雀缘, 这天玄冰晶虽然是他们天尊楼的镇楼宝贝之一, 但是, 能用这等东西换来如此高人前辈一个人情, 那简直不要太值, 他恨不得将整个天尊楼交给陈平安呢, 陈平安咽了咽口水, 见对方这般, 也不好拒绝, 而且他真的很想拥有个冰箱, 毕竟快到夏天了, 有个能降温的东西, 生活滋润很多, 也可以弄点好喝的冰镇饮料, 那多谢龙傲了, 陈平安朝着龙傲天拱手道, 龙傲天见陈平安这般, 顿时也朝着陈平安行礼, 慌张道, 前辈太客气了, 这点小心意不用放在眼里的, 我, 我现在就回去拿, 陈平安微笑点头, 道, 那麻烦龙傲了, 龙傲天点头, 再次行礼后, 便在原地凭空消失, 陈平安看着龙傲天这种消失的神仙手段, 深吸了一口气, 被震惊到了, 我感觉这龙傲比慕容公他们还强啊, 就这手段, 算是活神仙了吧, 不行, 下次得给龙傲好好准备吃的, 这次承受龙傲如此人情, 我实在亏欠他太多了, 陈平安决定, 以后龙傲天前来都得好好款待, 即使对方像慕容公他们那般, 是个魔鬼, 他也不能心烦, 龙傲天离开后, 陈平安这时才看向苏灵, 小灵, 进来吧, 哥哥得和你说个事, 陈平安眯了眯眼, 决定好好教育一下苏灵, 让他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不留任何消息的出去外面, 苏灵则完全没意识到不对, 黑羞黑羞地上着阶梯跟着走路, 不久后, 院子里面的苏灵双甲红彤彤的还嘟着嘴, 插着腰看着陈平安, 哼了一声, 坏哥哥, 不理你了, 一天后, 仙剑, 血月宗, 整个宗门装饰暗红, 宛如地狱一般, 一座血红的大殿里面, 几个中年盘坐在一起, 闭着眼眸, 朝着一个金银圆球输送着磅礴的白色能量, 不久后, 金银圆球里闪出了一幅画面, 成了, 那仙气通过时空乱流, 应该就是去到了这凡间, 坐在中间, 一个契机最为强大的中年睁开虎目道, 随后, 他看向旁边一个红衣中年, 道, 你带上诸仙镇前去, 他应该就在这山林附近, 你, 应该能完成这任务吧, 这红衣中年身上的契机同样强悍至极, 突然露出了一抹诡诀的笑容, 道, 宗主请放心, 有我在, 这是稳妥, 嗯, 去吧, 声音很是淡漠, 红衣中年点头, 在原地消失, 第41章, 老子一怒, 神佛贵府, 清晨, 露水刚刚融化, 苏灵就扑上了陈平安的床, 哥哥, 哥哥, 醒醒, 听着脆声声, 紧听一下就忍不住露出姨妈笑的声音, 陈平安微笑地睁开了眼睛, 他看着趴在自己被子上的苏灵, 道, 小林, 这才多早, 让哥哥再睡一会会, 昨天夜里, 最后他反而先困了, 可没想到苏灵此时比他起得还早, 哥哥, 你不是说带我去买裙子的吗? 苏灵嘟着嘴巴, 审视般盯着陈平安, 满脸委屈, 陈平安这才想起昨晚的承诺, 咳嗽了一下, 坐了起来, 起床洗漱, 换好系统里抽的自己最喜欢的衣服后, 陈平安发现苏灵已经把早餐做好, 这让他对自己这个剪刀的妹妹更加喜欢了, 他还真怕苏灵的父母找上门来, 把苏灵带走, 那时候他又得孤家寡人一个了, 吃完早餐, 苏灵拉着陈平安小拇指出了院子, 而陈平安离开不久, 这时, 院子里面的神器们又开始交流起来了, 又有一小批人往青园镇这里赶来了, 不过这次的人数没上次的多, 小拉街, 你上次处理的不是很完美, 继续去处理一下, 说着, 所有神器都看向了角落里的仙器, 仙器心里哀声叹气, 但表面只能道, 好嘞, 大老妈, 说完, 趁着陈平安出去, 他偷偷出了院子, 划破空间, 出现在一批还不知道仙器已经去大陆中心的人的面前, 通过同样的方法, 把他们骗走, 最后, 他准备回去院子, 可就在这时, 意外突生, 在他附近的空中, 突然出现了一条黑色的裂缝, 一个红衣中年人, 从里面走出, 他一出现, 四周的天气, 好像就感应到这人的步凡一般, 黑云渐渐压来, 四周狂风骤气, 四周的氛围都变得很压抑, 仙器在看到这人的时候, 身子也是颤动了一下, 这人正是血月宗太上长老之一, 当初他被一群血月宗之人抓住的时候, 这人赫然在脸, 甚至还恶心过他, 哟哟哟, 这不是精灵仙剑吗? 怎么这要瞧啊, 竟然在这里遇到你, 红衣中年人一出现, 便一脸桀骜不逊, 仿佛所有一切在他眼里, 都是不值一提一般, 仙器看着这人, 内心很是焦急, 他真没想到, 血月宗的人竟然能找到他的踪迹, 按理来说, 不应该才对, 如此多个凡间, 而且, 即使找对了这个凡间, 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找到他所在的位置啊, 红衣中年看着仙器沉默, 呵呵一笑, 别想了, 以为穿过时空乱流, 逃到凡间, 我们就找不到你, 要找你, 我们有的是手段, 你最好乖乖跟着我回仙剑, 否则别怪我忍不住再虐你一分哦, 仙器听着这恶心的话语, 心中的火焰几乎烧满他全身, 但他可以肯定, 此时的他根本不够这人打, 因为他可以确信, 这人肯定拿着那阵法下凡, 有那阵法, 量他再强也没用, 可他这里, 已经离清原阵有段距离, 要是那些神器大佬不仔细感受一下, 过来救他, 他真的有可能回天乏力, 被抓回仙剑, 再次被囚困起来, 他可以想象到, 这次血月宗一定会加固囚禁空间的稳固性, 仙器沉樱片刻做出了一个决定, 只能弄大点动静, 尽量让神器大佬他们注意到了, 仙器看着眼前之人, 要是能和这人打上一回, 这动静应该挺大的, 一念及此, 他盯着红衣中年, 目光凶狠, 骂道, 你别得意, 在我眼里, 你就是垃圾, 以为自己很强, 要是你不用那阵法, 即使我受创严重, 依旧能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他不仅仅是为了激怒对方, 让对方和他打一顿, 更多的是, 本来就很愤怒, 要不是血跃宗借助那阵法, 在他眼里, 什么都不是, 他有的是七进七出, 把整个血跃宗弄得鸡犬不宁的能力, 为首中年人刚得意一句, 此刻听着仙器这般谩骂, 脸上也露出了怒意, 不过他, 很快又冷笑道, 没错, 我不强, 在你眼里是垃圾, 但是, 我能虐你, 说吧, 他单手一挥, 一个散发着金色光辉的阵法罗盘, 疏然飞出, 速度极快, 仙器剑这家伙, 这般不按套路出牌, 他全力朝着一个方向, 用出最强的攻击下一刻, 一道极为强悍的剑人, 割破天际, 眨眼在天边消失, 这道攻击很强, 一打出, 天上的乌云瞬间在这攻击中分成两半, 只是这道攻击, 不是打向往他飞来的阵法罗盘, 而是清源阵那边的天空, 他深知那阵法的强悍, 不管他如何攻击, 都只能徒劳无功, 他只希望那些神奇大佬们, 能知道他这攻击里面, 蕴含着的求救信号, 仙器攻击打完, 下一刻, 阵法罗盘猛地绽放出强烈的金光, 笼罩住仙器, 眨眼间, 仙器已经置身在阵法之内, 阵法里面, 雷霆在仙器头顶窜过, 似乎下一刻, 就会对着下方万剑穿星般落下, 仙器看着上方的情况, 恨意满满, 可没办法, 他在里面, 能做的, 就是束手就擒, 前方, 红衣中年人一脸冷笑, 盯着仙器, 做出了一个具有嘲讽性的手势, 还朝着空中吐出了一口热谈, 老子固然不够你打, 但我却能控制你的自由, 不服, 来打我呀, 而且, 你是不是被时空乱流弄傻了, 朝着反向打出攻击, 是指望那攻击转个弯来攻击我, 仙器强忍着怒火, 也不去听这家伙的话, 心里祈祷着神奇大佬们, 能看到他的信号, 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院子里面的神器们, 能感知到他那里的情况, 但他们却是沉默着, 没有陈平安开口, 他们出去会被惩罚, 而且情节严重时, 惩罚会很大, 甚至有可能被剥夺生命, 沦为凡物, 天空之上, 红衣中年人看着仙器被困厚, 此刻还任由他挑衅也一言不发, 心中开始有种重拳打在棉花里的感觉, 怎么, 不服, 仙器不作声, 说话也没用, 沉默, 那我就视为你不服了, 哎, 既然这样, 我只能让你感受一下雷霆的威力了, 说着, 中年人脸上闪过一抹诡诀的笑容, 单手掐指, 朝着空中阵法罗盘射去一道光芒, 煞时, 阵法里面的雷霆, 如无数条油龙一般, 骤然落下, 雷霆穿过仙器身体, 来回闯荡, 一道强烈的阵鸣声, 在仙器里发出四周的空间, 极为沉闷, 啊, 仙器里面的气灵如遭击打, 痛毫不停, 泽泽, 好惨的样子, 不过我喜欢, 那在家多一炷香时间, 让你慢慢享受, 说着, 他在空中做出了斜躺着的姿势, 百无聊赖的样子, 而在离着天空不远处的地面, 此刻正有一个红发老者, 躲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幕, 他傻傻看着天空, 他正是从天尊楼里, 拿着天玄冰晶赶来的龙傲天, 看着前方的光景, 他内心极为震撼, 前辈的仙器, 竟然被一个同样极为强悍的人, 折磨着, 可他没有办法, 只能祈祷陈平安赶紧前来, 而在院子里面, 一堆神器依旧沉默着异常的安静, 空气很是冷练, 他们都在生气, 但依旧无能为力, 否则得面对惩罚, 也许会被剥夺生命, 厨房里面的菜刀此刻微微抖动, 最后, 他骂的, 老子忍不了了, 菜刀怒然飞出, 可就在这时, 一道强大的能量墙横阻在他的前方, 你要知道出去的后果, 这时, 桃树的声音响起, 菜刀沉默了一下, 才一字一字般咬出道, 我知道, 但他是我派出去的, 即使这条命没了, 老子也得救他, 桃树闻言, 叹气一声, 叹气声一过, 空中拦路能量强, 瞬间消失, 菜刀升上空中, 骤然消失, 下一刻, 仙气所在的天空, 这里依旧响着惨叫声, 但下一刻, 天地骤然色变, 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 万物震荡, 整个世界, 宛如回归到朦胧初开之际, 血液染红了天空, 万物哀鸣声音无故响起, 一把菜刀, 从天穷降下, 如同神魔降临, 老子一怒, 神佛贵佛, 你小小一个仙缘镜, 动我手下, 谁给你狗胆, 一道怒雷般的怒喝, 轰然乍响, 天地也为之一颤, 天道激进崩塌, 第四十二章, 小垃圾, 欢迎加入, 这变化来得很突然, 导致红衣中年人脸上的冷笑, 还没来得及收回, 就已经僵硬, 他傻傻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宛如世界末日了一般, 而听着那一道来自灵魂深处一般的怒喝, 他突然胸口一闷, 血气冲心而出, 噗, 赤红鲜血从红衣中年人嘴中喷出, 见识而下, 如同血色与花, 而看着这一幕的变化, 还有躲在远处角落里面的龙傲天, 这一刻, 龙傲天感觉天旋地转, 眼眸瞪大, 身体颤抖, 仿佛看到了最恐怖的生物一般, 他目光看着阵法上空, 此刻那里出现了一把四周近视道则运里萦绕的武器, 如同神明降临一般, 菜刀一出现, 看着身下的阵法, 怒然一阵, 空间突然荡动, 一道强烈的震荡波动冲击而下, 咔嚓, 那阵法罗盘竟然在这冲击波中, 顷刻间四分五裂, 碎片从天空往地面洒落, 眨眼间, 阵法消散, 仙气也从剧烈的颤动慢慢减缓, 但依旧还是在轻微颤动着, 仙气里面的气灵这时候看向了自己的头顶, 看到菜刀的那一刻, 他有种响哭的冲动, 菜刀大佬, 刚才那些话, 他都听到了, 他没想到, 菜刀大佬竟然说他是他的手下, 就为了这么一句话, 他觉得自己出来办事, 值得了, 而看着天地此时的情况, 仙气又一阵恍惚, 一股发自内心深处的恐惧感, 侵袭着他, 好, 好强, 这一刻, 他有种感觉, 菜刀只要哼一声, 他就会四分五裂, 这种感觉极为强烈, 也极为真实, 他终究还是低估了菜刀的真实实力, 也许放在神剑, 菜刀都能称霸, 而在仙气对面, 红衣中年人还悬浮在空中, 但他整个人已经没有了先前的得意与轻挑模样, 看起来很凌乱, 脸色苍白如指, 眼眸瞪大, 里面全是血丝, 他身体疯狂颤, 如同筛康似的, 你, 你, 红衣中年人连话都说不出来, 发现自己的舌头已经打结, 眼前的一幕, 让他怀疑人生, 这到底强到什么程度, 才会如此害人啊, 而那阵法怎么回去, 他也没看清, 眼前这存在, 强的离谱, 菜刀盯着下方的红衣中年人, 懒得虐杀, 果断哼出一声, 这冷哼声如同穿越时空, 眨眼以波动形式, 到了红衣中年人身上, 红衣中年人好似感受到了什么, 眼睛直接突出, 嘴巴猛得张大, 碰, 他话还没说出, 整个人突然爆开, 场面极度甚人, 菜刀杀了红衣中年人, 心中的火气才消去, 此刻看了眼仙气, 他身上爆发出来的气机, 统统如泥牛入海, 消失不见, 仙气傻傻看着头顶上的菜刀, 这时候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菜刀却是先开口, 依旧冷淡道, 回去, 说着, 他转过身来, 看着清源阵那一边, 沉默了一下, 紧接着在原地消失, 仙气看着菜刀离开, 这才微笑道, 好嘞, 大佬, 他第一次笑着说出这话, 院子里面, 厨房, 菜刀也安静地躺在砧板上, 整个院子极为静谨, 这里没有任何交流, 好似凡人知道, 世界要末日, 静静等待着灾难的到来一样, 下一刻, 一道毫无感情的声音响起, 下不为例, 声音一过, 整个院子里面响起了欢呼声, 砧板上的菜刀也轻微地震动了一下, 好像呼出了一口气一样, 而就在这时, 仙气也回到了院子里面, 这时, 整个院子再次安静了下来, 所有目光都落在了仙气身上, 刚才在见识到菜刀大佬的强悍后, 仙气对这些大佬们更加崇敬了, 不久前在秘境那里, 他以为菜刀已经显露出最强的实力, 没成想, 那仅仅是冰山一角, 而今日, 他也不清楚, 这是不是菜刀的全部实力, 或者依旧是冰山一角, 但他真的被这种强大姿态给震撼住了, 实在强大到无与伦比的程度, 也因此, 此刻被盯着, 他依旧有些心虚, 可就在这时, 菜刀的声音响了起来, 仍旧那么的弹幕, 好像别人欠他很多钱一样, 小垃圾, 从此刻起, 欢迎你的加入, 声音一过, 仙气突然傻了, 傻? 大佬, 你说傻? 仙气里面的气灵, 突然激动地跳了起来, 好像已经傻了一样, 而他的健身也开始颤动起来, 过了一会, 确定自己没听错后, 他平稳了一下情绪, 嗡了一声, 仙气, 血月宗, 一个大殿里面, 正静静地盘坐着修炼的虎木中年人, 而这时, 他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人, 有事, 弹幕的声音在大殿里荡漾, 报告宗主, 周虎的命牌爆开了, 那前来禀报的人一脸震惊道, 令牌爆开代表着什么, 他清楚得很就是整个人爆开了, 一般人死了, 命牌仅仅是裂开成两半, 虎木中年人猛地睁开了眼睛, 一道强烈且伶俐的目光迸射而出, 你说什么, 这前来禀报的人, 唯唯诺诺地把刚才的话语再重复了一遍, 并且拿出了一堆碎块, 虎木中年人看着命牌碎块, 没有任何动容的脸, 这一刻开始变黑, 这怎么可能, 带着镇宗朱仙镇, 竟然还暴体而亡死了, 他实在想不懂, 到底多强大的人, 才能让一个仙缘妻的人暴体而亡, 仙尊妻, 不可能, 他这个仙尊妻的人都做不到, 而那仙妻肯定更加不适, 这时,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样, 身体一闪, 整个人在原地消失, 在他在出现之时, 已经在一座很是巍峨, 气势磅礴, 仙气满满的大殿前, 他刚听说, 仙帝在派人前往各个凡间, 寻找女儿, 而重点要查的是, 有仙帝级别的秘境出现了凡间, 听闻, 那个秘境光柱, 还被人破坏了, 也就是说, 那个凡间, 有堪比仙帝级的人物在, 而刚才, 周虎所在的凡间, 极有可能就是仙帝要找的凡间, 虎目中年人深吸一口气, 走入大殿, 要是他赌对了, 日后将能和仙帝共享这方天地, 太累了, 三更, 有两张接近三千字, 也差不多四更的字数了, 有好评的给个, 谢谢, 第43章, 仙帝下凡, 凡间, 清元阵, 买好衣服的陈平安两人, 有说有笑往自己院子兴趣, 而他手上还拿着一把新买的雨伞, 刚才天空的变化吓了他一跳, 天突然黑了不说, 还电闪雷鸣, 地面还微震了一下, 仿佛天要下洪水一般恐怖, 还好也就一会, 整个世界再次恢复了平静, 对此, 他只觉得神奇不已, 而苏玲此时依旧可爱灿烂, 完全没被吓到, 笑起来时虎牙若隐若现, 脸上还有两个浅浅的小酒窝, 陈平安真想趁着苏玲不注意, 轻一下他那粉红的脸颊, 实在太有诱惑力了, 苏玲很开心, 这次陈平安一共给他买了五套衣服, 以后可以一天一套了, 回到院子前, 陈平安见到大院门前正站着一人, 正是龙傲天, 陈平安眼眸一亮, 快步上前, 微笑道, 龙傲, 怎么不进去坐着, 不会一直在这里等吧, 龙傲天看到陈平安那一刻, 眼眸猛的一等, 因为在他眼里, 此刻以陈平安为中心, 仿佛整个天地都布满了稻子韵里, 看着这骇人的一幕, 再结合刚才那菜刀的恐怖, 龙傲天看着陈平安的目光中, 竟是崇敬之情, 他可以肯定, 那菜刀一定是陈平安的武器了, 不容质疑那种, 见过前辈, 龙傲天先是无比恭敬地行了一礼, 随后才回答陈平安的问题, 前辈不在, 我不好进去, 他想法很简单, 不能做出任何惹怒前辈的举动, 任何一点都不能做, 他并不仅仅是怕这院子里面的恐怖存在, 还怕自己未得允许, 擅自闯入, 惹得陈平安不快, 毕竟谁都有隐私, 他活了那么多年, 这点为人处事的道理, 他很清楚, 陈平安对于龙傲天的行为, 很是无奈, 不过也不阻止, 因为他知道阻止也没用, 以后龙傲来到, 直接进去坐着等救时, 进去吧, 上次唐突了, 这次我得好好招呼一下龙傲, 说着, 陈平安笑着带头进入里面, 他决定用出自己珍藏的茶叶, 来招待龙傲天, 龙傲天点头跟着, 而他这时也看了眼苏灵, 苏灵也笑着喊了他一声爷爷, 极为乖巧, 龙傲天第二次见到苏灵, 第一次被他的强大气机吓到, 这次认真看着他, 他突然又是一正, 好水灵的玩, 哇塞, 我想捏一下脸, 龙傲天那颗都快枯老的心, 直接萌化了, 进入屋子里面, 龙傲天目光在四周游离, 他看到了角落里面的仙气, 不由地想起了刚才的事情, 然后他目光在四周穿梭, 看看能不能找到那把仿佛能毁天灭地的菜刀, 而进门的时候, 他透过一条不大的缝, 看向了厨房里面, 这一看下, 真被他看到了, 看到砧板上安静躺着的菜刀, 龙傲天呼吸急促, 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 这时他再次看向了陈平安, 前辈, 您到底是何许人啊, 您说您是仙人, 我都觉得不是啊, 可是我真不知道仙人之上, 还有什么存在, 龙傲天坐下, 这时他也没忘记自己此行目的, 快速在那界里面拿出了一个盒子, 盒子极为精美, 是一个白色晶体盒子, 上面还雕刻着雪花的图案, 前辈, 您要的东西就在里面了, 陈平安看去眼眸绽放一阵强光, 小心翼翼上前打开盒子, 这时一股冷气朝着他扑面而来, 瞬间让他打了一个哆嗦, 牛皮啊, 看着盒子里面的东西, 陈平安忍不住赞叹一声, 这竟然不是冰块, 而是一块晶莹剔透的晶体, 有手掌大小, 调形状, 陈平安感觉得到, 这盒子里面的温度至少在零度以下, 很不错, 多谢龙老了, 陈平安一脸笑意地看着龙傲天, 暗自记下这个人情, 其实他心里有些愧疚, 毕竟自己这不是买的, 想着以后有什么好东西, 得给龙傲天一些, 龙傲天忙不迭地摆手和摇头, 前辈说笑了, 这东西我没用, 前辈需要, 我理应赠送, 陈平安点头, 记下人情就是了, 龙老先做会, 对, 我这给你泡茶去, 说着, 陈平安看向苏灵, 笑道, 小林, 在我房间里拿点钱, 去刚才那老婆那里买西瓜吧, 有了这好东西, 西瓜就好吃多了, 苏灵眼眸一亮, 跑进房间拿了钱, 黑羞黑羞地往外面蹦去, 龙傲天看得眼睛萌化了, 陈平安先进入厨房, 把那块天玄冰晶, 放入昨晚他做好的密闭幕盒子里面, 放好天玄冰晶, 陈平安开始拿着自己最好的茶叶, 开始泡茶不久后, 苏灵也抱着一个西瓜, 一边笑着走了回来, 而这个时候, 离清园阵不远处的山林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黑洞, 一个中年人从里面走出, 他正是仙界之主, 纵横万界的最强者, 霸天先帝, 出现后, 他先是看了眼四周, 随后闭上了眼睛, 仔细感受百里范围内的修为气息, 就在苏灵跑入院子前, 他猛地睁开了眼睛, 先圆静修为, 但也就在下一刻, 他突然发现, 那股修为气息瞬间消失, 一点也没了, 让他再去感应, 都已无踪影, 不过, 他记住了那个地方, 他朝着前方, 一步踏出, 下一刻, 空间一阵虚幻, 他出现在一个大院门前, 看着院子, 他眯了眯眼眸, 刚才那气息就在这里消失了, 那人应该是进入了院子里面, 霸天先帝不管了, 往里面行去, 可刚踏过门槛, 第四十四章, 先帝下跪, 砰砰两声, 霸天先帝直接跪在了地上, 这突发事件杀了他一个猝不及防, 在没进院子的时候, 他还以为这院子也就是凡间一个普通院子, 可现在, 他发现自己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至极, 他傻傻看着眼前的荧幕, 心脏犹如被人揪紧了一般, 满目震撼, 他眼前的光景, 他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即使他活了几千年, 社会的险境比别人吃的饭还多, 可他发现, 眼前的院子比所有兄弟都要可怕几万倍, 这院子里面好似有一只只洪荒猛兽, 在盯着他, 责任而逝, 而他之所以跪下, 完全是那一股股强悍的气息, 作用在他身上, 仅仅气息便让拥有先帝实力的他跪下, 这简直害人听闻, 而回神之后, 他想去反抗, 却发现什么也做不了, 甚至连眨眼睛都做不到, 这恐怖的事情, 让他又震惊, 又害怕, 这么多年过去, 他都忘记自己上一次害怕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了, 厨房里, 陈平安和苏玲一起把西瓜放入了箱子里面, 随后, 苏玲就在那里盯着, 迫不及待的模样, 陈平安则是开始泡茶, 浑然没有发现大门口处跪着一个人, 陈平安很快泡好了茶, 给龙傲天倒了一杯, 这可是他珍藏的最好的茶叶, 平时自己也不舍得拿出来喝, 但他受了龙傲天这么一份大礼, 不拿出来喝一下, 也不好意思, 他顺便给自己倒了一杯, 同时朝着苏玲喊了一声, 问他要不要喝茶, 只可惜这小丫头就惦记着西瓜, 还动不动就问陈平安好了没有, 其实这是让陈平安很在意, 苏玲竟然没有吃过西瓜, 就刚才路过麦瓜阿伯的时候, 还兴高采烈问陈平安, 那是什么, 陈平安看着龙傲天拿起茶杯抿了一口, 就停了下来, 眼眸亮了一下, 龙傲天没有像慕容公他们那样魔鬼, 如此喝茶, 极有可能是一位茶友, 怎么样, 这茶好喝吧, 陈平安很是自得问道, 这虽然是系统里面抽到的, 但却是大红袍, 在地球的时候, 这种昂贵的茶叶他都不舍得买, 龙傲天抿了一口茶水后, 其实就已经梦了, 此刻面对陈平安的问话, 一时间无法组织言语, 更是直接闭上了眼睛, 那是自己的丹田,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仅仅抿了一口, 就发现一股强悍至极的能量, 冲击到他的丹田, 此刻他整个丹田突然有了胀感, 这种感觉他从未感受过, 莫非我这是要打破瓶颈, 突破到那境界的征兆, 他在大城巅峰待了很多年, 但这么多年过去, 他还是迟迟没有突破的感觉, 而他也在前几任楼主留下的预检中看过, 有关突破到仙音境的情况, 承仙前, 其实还有一个横跟在中间的境界, 地仙境, 从大城突破到地仙那一刻, 丹田会爆开, 形成一片汪洋, 只要在汪洋中心, 宁力出诱阴, 便达到仙音境, 也就是成为仙人, 砰砰, 这一刻, 睁开眼睛看着自己眼前茶杯的龙傲天, 突然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就连血流过血脉的声音, 他也能清晰听到, 他激动不已, 陈平安见龙傲天没回话, 也没有再去问, 开始慢慢等待, 这一刻, 他开始认定龙傲天就是一个资深的茶道高手了, 而且比他还资深那种, 好茶, 可不是紧紧一口就能品出来的, 需要慢慢品, 仔细品, 而他这么认为, 最主要是此刻, 他看到龙傲天睁开眼睛后, 第一时间盯着手中茶杯, 这表明了他在茶道中段位不低, 好茶叶, 必须配上顶级的茶具, 才是王道, 他这茶壶是系统里面抽的, 还算是上好的瓷器, 而这些茶杯更不简单, 是他花了两三株灵药, 在古董店老板那里买来的, 他特别珍视这茶杯, 天天仔细去摸一下, 而就在龙傲天看着茶杯一会后, 他再次有所动作, 拿起茶杯, 再喝了一口, 他这次没有细命, 而是一下子喝下肚子, 然而, 下一刻, 一股磅礴的能量, 轰然闯入他的丹田里面, 这股能量, 量大到他都吓了一跳, 他完全没想到会这么恐怖, 也就那么一会, 他开始发现自己丹田开始胀痛起来, 这是快要爆开的节奏, 龙傲天眼眸大量, 可看着这里是屋子, 赶紧站了起来, 朝着陈平安躬身一脸崇敬道, 前辈, 感谢您给我如此机缘, 但我得先出去一会, 稍会再回来, 说着, 他开始往外走去, 玉剑记载, 突破那刻, 不只是丹田爆开, 身体更是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劲力, 肆虐四方, 这院子, 有着如此多强悍的存在, 他怕突破那瞬间, 触犯到这些恐怖的存在, 躬身说完, 龙傲天就往外走去, 而陈平安, 猛了一下, 啥, 看着龙傲天快速往外走, 陈平安眨了眨眼, 才往外行去, 而院子里, 此刻仙气依旧在角落中盯着霸天仙帝, 他心里很是古怪, 纵横一万界, 无敌存在的仙帝啊, 现在好了, 跪了整整一炷香了, 他其实也想帮忙, 但他不敢得罪其他神奇大佬, 毕竟这可是神奇大佬们在惩罚这个擅闯者, 他能做的, 就是看着, 但他看着霸天仙帝如同木头一样跪着, 还流了满头的汗水, 就是忍不住替他感到悲哀, 好可怜的娃儿呀, 而就在下一刻, 屋内终于走出人来, 首先是龙傲天, 龙傲天一看到门口跪着一个人, 这一下, 脚步猛的一顿, 整个人陷入了猛逼之中, 这, 这怎么回事, 他在霸天仙帝那里感受到的契机极为强悍, 虽然和这院子里面各个角落里面的存在都不可比拟, 但也已经害人不已, 然而, 这样的人此刻却是跪在了前辈的大门前, 他仅仅震惊了一会, 就发现自己没时间了, 继续走动起来, 走到霸天仙帝面前的时候, 还朝着霸天仙帝拱了拱手, 然后快速往外走去, 至于霸天仙帝终于见到里面走出了人, 干涩的眼睛里面闪过了一抹希望,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龙傲天却是从他身旁走过, 完全没有要帮他的意思, 这让他又傻了, 还好, 就在这时, 屋子里面又走出了一人, 可在他看清这人后, 那唯独能继续地呼吸, 也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大, 大道之深, 第四十五章, 这门槛有毒, 得拆了, 在霸天仙帝眼前, 此刻的陈平安, 整个世界以他为中心, 散发着无尽的道泽韵力, 仔细去聆听时, 甚至还能听到大道之音在环绕, 他傻傻看着陈平安, 这才知道自己为何这般, 感情他冒犯了这种高人, 陈平安还没来得及把龙傲天送出去, 一出院子, 就看到了跪在门槛前的霸天仙帝, 顿时又梦了, 然后看着那门槛, 按骂一声, 呀的, 又被你弄倒一个, 改天有空, 把你拆了, 陈平安快步上前, 伸手去扶霸天仙帝, 同时还一脸苦笑, 歉意满满, 这位老哥, 实在不好意思, 这门槛我改天换一下, 有没有摔伤, 霸天仙帝在陈平安搀扶下, 发现自己身上那股强悍的压力, 突然消散, 这又惹得他一阵感慨, 他赶忙恭敬地看向陈平安, 拱手说道, 苏义见过前辈, 陈平安见苏义来了这么一句, 又呆了一下, 又是前辈, 你也是修炼之人, 陈平安一时间不知道该说啥好了, 这前辈的称呼, 他真搞不懂怎么回事, 而最让他搞不懂的是, 那么多修炼之人, 为何就是被一个破门砍半岛呢? 你们修炼之人都不看脚下的吗? 陈平安苦笑道, 苏老哥, 不知你是何许人, 或者也认识慕容公, 自从认识慕容公他们后, 陈平安发现自己这院子, 经常有修炼者前来, 他觉得下次见到慕容公他们, 得拜托他们一下, 以后别带太多人前来他, 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 他不能修炼, 要是他能修炼, 他还恨不得自己院子, 天天能来几个修炼者, 苏毅此刻不敢支持陈平安, 也看不出陈平安一直苦笑的表情, 而听着陈平安这句话, 依旧无比恭敬道, 不瞒前辈, 我从上级而来, 到此找寻女儿, 至于前辈说的慕容公这人, 我从未听闻过, 陈平安听到找女儿三字, 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不会吧, 而听着苏毅说自己不认识慕容公, 他脸色更加难看起来, 这说明了这人真是来找人的, 最后他还怀揣最后的希望盯着苏毅, 这仔细端看下他开始萎靡起来, 鼻子和嘴巴实在太像了, 这极有可能是小林儿父亲, 陈平安心里不舒服起来, 实在没想到苏灵的家人这么快就找来, 至于上届这个城市, 他也有过耳闻, 是王城不远处的一个大城市, 陈平安叹气一声, 心有不舍也没用, 人家父亲找上门来, 他也得把苏灵还给人家, 不然他就成人贩子了, 陈平安转身往屋子里面走, 同时还道, 苏灵就在屋子里面, 跟我进来吧, 嗯, 闻言, 苏毅突然来了一个机灵, 我, 我女儿苏灵, 在, 在里面, 苏毅瞪大了眼睛, 快步跟着陈平安往里面走, 他心脏拼命跳动, 双手竟然都颤抖了起来, 果然在这里, 果然在这里, 自己的女儿, 应该就是, 眼前这位前辈高人给治好的, 苏毅激动不已地看着陈平安, 这一刻, 陈平安的背影更加高大, 更加伟岸起来, 陈平安带着苏毅进入屋子里面, 让他先坐着, 苏毅即使迫不及待想看自己女儿, 此刻在这话下, 也只能坐下, 正经微坐着, 因为他发现, 这屋子里面, 也有很多那种看一眼, 就让他恐惧地存在, 特别是桌面上的茶壶,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存在, 仙气, 他看到了一把仙气, 而那仙气他还认识, 正是仙界排行榜比较靠前的精灵仙气, 可那仙气, 在这院子众多强大神秘存在面前, 就像是一个小水坑和一片大海一样, 差距大到十万八千里, 而他觉得, 院子这些如此害人的存在, 极有可能在那个世界才有, 神界, 没错, 作为先帝, 他对于神界还是有些认知的, 然而, 即使在神界, 神气也是少之又少的存在, 可这院子里面, 每个角落, 竟然都有这种神秘的存在, 这到底达到什么高度的人, 才能收藏到, 如此多强大到堪称无敌的宝贝, 他想不到答案, 而他此时最疑惑的是, 这样的高人前辈, 在凡间里面, 又是要干什么? 修心, 不可能, 先帝密传中记载, 拥有大道之体者, 道心通彻, 没有瓶颈可言, 积累够了, 直接突破, 而要不是修心, 那还能是什么难道, 是一场关乎亿万生灵的棋局, 先帝密传里面记载, 在神界, 有些无敌于事的高人, 已经对修炼, 没有了任何追求欲望, 他们唯一的乐趣, 也不是纸醉精迷, 而是掌控, 他怀疑, 这位前辈高人, 是在和某位同样是神界超级强者的高手在斗局, 以万界为棋盘, 以人为棋子, 下着一场空前绝后的赌局, 念及此, 他倒吸一口凉气, 那我, 岂不是前辈的一枚棋子, 他不由地苦笑了一下, 但很快便摇了一下, 我思想错了, 能成为如此前辈高人的棋子, 说明他们看得起我啊, 说明我有着决定胜负的作用, 如此一想, 他就通透了, 反而还有些开心起来, 而就在这时, 陈平安走了出来, 跟在陈平安身后的是一个扭捏小女孩, 此刻苏林躲在陈平安身后, 一脸委屈的样子, 好像被叫出来是被威胁的一样, 陈平安也一脸苦笑, 苏林刚才硬是说自己没有父亲, 还说不见, 要不是他用不给苏林吃西瓜这是来威胁, 苏林就不出来了, 小林儿, 看看他是不是你父亲, 陈平安其实也不是十分肯定苏毅是苏林父亲, 要是随便把苏林交给对方, 他可不放心, 苏林看了眼苏毅, 一秒也不到就摇头道, 不是, 没见过, 没印象, 听着这话, 陈平安呆了, 不是, 我手持菜刀, 脚踏精灵掀气飞来, 你们儿等凡人, 速速把催更点起, 把五星好评交来, 别被我动手, 第四十六章, 是我忽悠得太厉害了, 至于霸天先帝, 在见到躲在陈平安身后的苏林时, 便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他呆呆坐着, 嘴巴张开, 六神无主的模样, 一千年过去, 他女儿虽然有仙人的实力, 可也已是成人模样才对, 可眼前这长得和他女儿小时候一模一样的小女孩, 究竟怎么回事, 他站了起来, 走到苏林面前, 认真看着皱着眉的苏林, 小林, 是你吗? 所以有些不确定, 按理来说, 自己女儿不应该还这么小, 苏林再次躲在了陈平安身后, 道, 我不认识你, 陈平安在听到苏毅这问话时, 不由得猛了一下, 这什么问题, 要是真是自己女儿, 还会问对方是不是自己女儿, 陈平安开始审视起苏毅, 要是苏毅真是苏林的父亲, 第一步应该走过去抱起来才对, 哪会还问出这等问题, 而且, 苏林也说自己不认识苏毅, 陈平安满脸怀疑, 这时拉着苏林回到厨房, 继续让苏林在厨房待着, 自己则走出了大厅, 他审视着苏毅, 道, 你确定自己是小林儿父亲? 苏毅其实也不确定, 但听着陈平安这问话, 不由得挣了一下, 前辈不是算好每一颗棋子的命运吗? 这怎会不知道? 难道, 前辈要下的棋局和我无关, 只是和小林有关? 我只是牵扯到其中无关紧要的一员者, 他没怀疑自己挠不出来的事情, 依旧觉得陈平安在下着一场惊天棋局, 不瞒前辈, 我和小林分开有段时间了, 按理来说, 他此时应该更大一些, 更高一些, 可小林此时的模样, 却和以前一样, 所以我才怀疑, 听着这话, 陈平安呆了一下, 感情里弄丢小林儿很久了, 卧槽, 那小林儿岂不是自己独自一人生活了很久? 陈平安对苏毅的印象越来越不好了, 即使苏毅是苏林的父亲, 他也觉得苏毅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我开始怀疑你是否是小林儿父亲了, 既然你说自己是, 可知小林儿身上有无特殊胎记, 具体位置又在何处? 昨晚陈平安不小心看到苏林后脖子下一点地方, 有一块雪花形状的胎记, 苏毅听后果断道, 小林确实有块胎记, 在后脖子下方雪花形状, 闻言, 陈平安嘴角一抽, 这家伙真是小林儿父亲, 特么的, 真不爽, 苏毅还没说完, 继续道, 小林左小腿处还有一颗红色的痣, 陈平安眯了眯眼眸, 再次走入厨房, 确实在苏林小腿上找到了一颗红质, 看来苏毅真是苏林胜负了, 小林儿, 你真对她一点印象也没有, 陈平安蹲在苏林面前一脸认真问道, 苏林用力点头, 依旧可爱, 陈平安看着萌萌的苏林真不想让她走, 但对方确实是苏林的父亲, 她硬留着苏林有些不地道, 那你想不想继续和哥哥待在一起? 陈平安试探性问道, 苏林如捣算斑点头, 同时还瞥了眼箱子处的西瓜, 陈平安深吸了一口气, 走出了厨房, 看着苏毅, 小林儿还是没有一丝关于你的记忆, 也许在你们分开后记忆缺失了, 不过, 我相信过段时间应该能找回记忆, 而这段时间里,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让她继续待在我这里, 小林儿刚好在学习的年纪, 我可以教很多你们都不懂的知识给她, 不是我吹嘘, 这世界绝对没人在知识上比我强, 陈平安开始吹嘘自己, 而她也觉得自己学识高, 特别是在这知识平级的世界, 她上辈子学到的东西, 可是几千年仙人积累下来的学识, 她觉得这世界没人在知识上比她强, 当然, 她之所以这么吹知识, 主要是她觉得苏毅没到修炼的年纪, 学点文化是最好的, 既然苏毅能修炼, 留下苏毅反而有些耽误她了, 毕竟跟着一个修炼者父亲修炼是最好的, 但她这番话听在苏毅儿里就不同了, 咕噜, 苏毅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 听着这番话, 身子突然颤动了起来, 这是要教导她女儿修炼知识啊, 如此高人的修炼知识, 即使只是交一点皮毛, 都是惊天财富啊, 前辈, 那小林以后拜托您了, 苏毅突然朝着陈平安躬身一拜, 十分崇敬, 脸上更是挂满了无尽的感激身色, 陈平安还想吹嘘一下自己其他方面的专长, 比如英律上的, 或者其他物理化学上的专长来着, 此刻见苏毅突然来了这么一下, 梦了, 这就忽悠过去了, 陈平安眨了眨眼, 然后一脸正色的, 嗯, 我会好好照顾小林的, 尽量把我的学识统统传授于她, 倾囊向寿, 这, 听着前面的话语, 苏毅已经满脸感激了, 此刻一听这话, 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 他怀疑自己听错了, 前辈这意思是收小林为清传, 传授自己毕生所学, 砰砰, 苏毅双腿一弯, 静直朝着陈平安一跪, 甚至还磕了一个头, 庄严道, 我替小林多谢前辈, 我擦, 陈平安看着这一幕, 跳后了一下, 他被吓到了, 这, 这发生了什么, 陈平安迷糊了, 你, 你不用这样的, 陈平安赶紧扶起苏毅, 一脸受宠若惊, 苏毅仍旧满脸激动和感激, 这倾囊向寿, 如再生父母, 而且这一跪, 他毫无不适, 刚才跪了那么久, 这再跪多一次, 也没什么, 再加上对方是如此恐怖的高人, 要是他女儿学来这一半实力, 也已非常值得, 而且这一跪的面子, 高人也得记在心里, 日后会真心地教导, 陈平安看着苏毅那模样, 满脑子江湖, 搞不懂苏毅为何这般激动, 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忽悠得太厉害了, 不过他也就说了学识而已啊, 难道修炼之人, 还对凡人知识这般渴望, 对了, 这小林儿的父亲, 不会就是书山仙院的人吧, 一天前, 郭子墨还跟他说了书山仙院的事情, 说光中城那里有书山仙院的人收图, 这才过去一天, 苏林父亲就来了, 也许他就是书山仙院的人, 只不过, 他怎么知道我学识很强, 对了, 也许在镇民们那里知道的, 陈平安给很多镇民们写过诗, 有些人更是把他的诗挂在家里呢, 嘿嘿, 既然你同意了, 那小林儿就在我这里待多些时日吧, 等他恢复记忆, 日后的事情再从长记忆, 陈平安看着苏毅倒, 苏毅没有意见, 如小鸡灼米般点头, 然后还认真无比看着陈平安, 道, 那前辈, 我这期间能抽空过来看看小林吗? 陈平安沉默了一下, 可以是可以, 但最好不要太经常, 苏毅了解便做出了一个一字的手势, 道, 那我就一, 陈平安眼眸一亮, 还没等苏毅说完便笑道, 可以, 一月一次, 在陈平安想来, 绝对不是一天一次, 那就是一月一次了, 然而苏毅听后呆了一下, 他想说一年一次来着, 那好, 我往后一月前来一次, 苏毅也想多见见自己女儿, 此刻再次频繁点头, 商定此事后, 苏毅准备离开了, 苏毅看了眼厨房方向, 一咬牙后, 便和陈平安告辞自己以后每个月都能见到自己女儿, 给学会知足, 毕竟不久前, 他女儿还是疯魔状态, 现在前辈把他的女儿治好了不说, 还给他如此恩责, 更是要将他女儿培养成下一代接班人, 这简直转大发了, 第47章, 你是先帝, 那让你跪下的前辈呢? 陈平安把苏毅送出了大门, 没有留他吃午饭的想法, 苏毅离开了院子, 出现在来时的山林上空, 准备回到仙界, 可就在这时, 他发现, 不远处有一个人盘坐在空中, 认真看去, 那人正是他在院子里见过一面的龙傲天, 想着龙傲天和前辈认识, 苏毅决定去认识一下, 他想着, 这龙傲天出现在院子里, 应该是前辈的棋子之一, 龙傲天这时也发现了苏毅, 但他正在突破关头, 可不敢有丝毫分心, 便当做没看到一样, 闭上了眼睛, 哄, 下一刻, 他体内丹田一爆, 一股庞大的能量, 开始在他体内四处乱窜, 而他身前, 也爆发出一股极为强劲的锋力, 下方的山林, 树木倒塌一片, 这种情况, 维持了整整一炷香时间, 呼, 龙傲天吐出了一口长长的浊气, 他丹田, 已经转化为一片汪洋, 地先进见, 龙傲天睁开了眼睛, 脸上也瞬间攀上了激动喜悦情绪, 而这时, 他也看向了不远处还站着的苏毅, 此刻苏毅一脸微笑, 见龙傲天突破成功, 走过去道, 这位道友, 恭喜突破, 龙傲天赶紧朝着苏毅拱手道, 见过前辈, 他在苏毅身上感受到一股强悍至极的气急, 这气息甚至比那仙气还强, 这说明, 眼前这位比那把强悍不已的仙气还强, 他在仙气面前跟蝼蚁一样, 那在这位面前, 蝼蚁下的蝼蚁达到不值一提的程度, 而最让他震动的是, 这位存在, 刚才竟然在前辈大院里跪着, 苏毅一脸随和笑意道, 道友客气了, 你我都和前辈有些关系, 要是不介意, 我喊你一声老弟, 你喊我一声老哥, 如何? 苏毅可不敢因为龙傲天比他的修为弱几千倍, 而看不起对方, 和陈平安有些关系的, 他都得认真以礼相待, 最后才梦得点头, 而他心里却是突然激动起来, 大发了, 我竟然可以喊这种存在为老哥, 而他也听到了苏毅那句话, 自己这样, 都是因为自己和眼前这存在, 都和前辈有些关系, 一切都是因为前辈, 老哥, 龙傲天也不扭捏, 直接来了一句, 苏毅笑着点头, 道, 我看老弟你修为刚到地仙境, 有前辈指点, 我可以肯定你很快能突破到仙音境, 到时候就被飞升了, 龙傲天苦笑道, 我这修为都是因为前辈的一杯茶水, 前辈确实强得害人, 但我要是想突破到仙音境, 那不知道得何年何月呢, 苏毅露出了一抹客气笑容, 道, 有前辈指点, 肯定不用多久, 如果不嫌弃, 老弟非升上仙界后, 可以来找老哥, 有我在, 绝对保你在仙界风生水起, 苏毅一脸微笑, 说着为了和龙傲天显得亲近一些, 还拍了拍龙傲天的肩膀, 他想好了, 龙傲天应该和前辈有些关系, 甚至是一枚棋子, 就凭着这关系, 那必须得往死里结交, 作为前辈的棋子, 以后怎能是弱者, 龙傲天想了一下, 便点头道, 如果真是那样, 我定会去找老哥, 但不知去何处找老哥, 我非升上仙界, 肯定人生地不熟, 龙傲天在突破地仙境的时候, 就已经幻想着自己, 在非升上仙界的事情了, 对那绚丽多彩的仙界, 十分向往, 但有一点得说的是, 他非升上仙界, 就人生地不熟了, 想要去找天尊楼以前的非升的楼主们, 恐怕也得找很多年, 毕竟传闻仙界传闻没有尽头, 大的令人发指, 苏毅拿出了一块深紫色的令牌, 交给龙傲天, 道, 老弟你拿着这令牌, 随便找一个大一点的势力, 或者去一个大一点的城市, 或者直接去先帝, 国度都行, 那时候很容易找到我, 这令牌有一个字, 正是天字, 仅仅一个字, 这令牌便给人一股极为强大的感觉, 龙傲天听着这话, 梦了, 这令牌真能这样, 对了, 老弟姓龙, 明傲天, 忘记问老哥名号了, 龙傲天拱手道, 霸天先帝微微一笑, 道, 苏毅, 在仙界还有一个称号, 霸天, 人人称我为霸天先帝, 这句话语音量不大, 甚至有种谈家常识时的感觉, 可听在龙傲天里, 却如同一道雷霆一般, 直接插进了他的耳朵里面, 一直钻进他心脏, 砰砰, 他心脏强烈跳动起来, 眼睛瞬间睁大如牛眼, 他傻了, 霸, 霸天先帝, 眼前这位就是仙界之主, 霸天先帝, 我的天啊, 龙傲天一时间双腿有些发软起来, 傻傻地看着苏毅, 他没有怀疑苏毅, 因为他只是个小小弟仙而已, 不值得骗, 而且苏毅真的很强, 强到吓人, 苏毅苦笑道, 老弟不用惊讶, 我相信往后你的成就应该也不低, 毕竟你和前辈有些关系, 听着这话, 龙傲天又好像想到了什么, 眼睛再大了一分, 嘴巴如能塞入一个拳头, 如果苏毅真是霸天先帝, 那他刚才在前辈院子前跪了, 那, 那前辈是何种级别的存在, 第四十八章, 再次触发任务, 龙傲天不敢想下去了, 只觉得自己, 好像被什么天降的东西砸中一样, 自己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啊, 遇到了这样的强者, 而且不久前, 这种强者竟然还请他喝茶, 他感觉自己做着梦一样, 就这样吧老弟, 我回仙界了, 他日再见, 苏毅也不想在这里待了, 说完话后, 看了眼清源阵方向, 随后单手一挥, 身前出现一个黑洞, 他投身进入里面, 黑洞很快自动修补, 不久后, 天空便没了苏毅的身影, 而龙傲天, 依旧在原地呆呆站着, 过了好久, 他才回过神来, 然后脸色古怪的, 往清源阵方向飞去, 他在院子前落下, 咽了咽口水, 才朝着里面喊道, 前辈, 我回来了, 进来啊, 不用这么客气的, 我们刚好开了西瓜, 一起来吃吧, 闻言, 龙傲天才小心翼翼走路, 此刻陈平安两人, 正坐在桌子前看着西瓜, 苏林吃得极为开心, 满嘴都是汁水, 一边吃一边笑, 吃完一块, 继续笑着拿下一块, 陈平安看着龙傲天, 道, 龙傲, 刚才急匆匆去哪了, 来吃吧, 趁着还凉, 苏林也含糊不清的, 一边吃一边道, 爷爷, 很好吃, 你不吃就没了, 龙傲天又被苏林蒙了一脸, 点头下, 正经微作地坐下, 然后拿起一块, 细嚼蔓咽起来, 吃了一下, 他也发现, 这西瓜和其他西瓜不同之处了, 很冰凉可口, 也终于知道, 陈平安要那天, 玄冰精有啥用了, 感情是用来让西瓜冷一些, 这样更好吃, 他苦笑了一下, 用他们眼中价值连城的宝贝, 来冻西瓜吃, 实在太奢侈了, 不过, 这也是对他们来说, 对如此前辈高人, 恐怕这种东西, 连入法眼都不足, 龙傲天也不是贪嘴之人, 吃了一块后, 也不准备吃了, 最重要的是, 看着苏林这么喜欢吃, 他想多留点点苏林, 然而, 刚有这想法, 他猛的一掌, 这, 他突然发现, 自己丹田处, 那一片汪洋之上, 突然有一个虚影悄然出现, 这虚影很淡, 不认真去看, 看不到, 但他却能感受得到, 那是一个婴儿, 和他长得很像, 怎么回事, 我修为怎么提升了, 不是说, 想要凝聚出虚影, 至少几年时间吗, 凝聚出虚影后, 得继续修炼, 当虚影完全充实, 如同一个真正的婴儿时, 便昭示着达到了仙音镜, 可以飞升上仙剑, 可他刚才, 明明什么都没干啊, 不对, 他急速转移目光, 看向了桌面上, 还剩下几块的西瓜, 咕噜, 他不争气地, 咽了咽口水, 他刚才吃了西瓜, 不会吧, 不能吧, 吃了一块西瓜, 就这样了, 这时, 在苏玲的风卷残云下, 桌面上的西瓜, 只剩下三块了, 陈平安不能让苏玲吃太多, 怕他拉肚子, 便自己拿了一块, 然后把一块推到龙奥天面前, 倒, 龙奥, 再吃一块, 龙奥天看了眼西瓜, 又看了眼陈平安, 豁的, 他站了起来, 朝着陈平安又是一公身, 多谢前辈, 陈平安被他这举动, 弄得手中的西瓜, 差点一掉, 龙奥, 一块西瓜而已, 你这么一惊一乍的, 至于吗? 陈平安看着龙奥天, 算是清楚龙奥天的人品了, 这真的是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啊, 李猫客气不说, 还动不动因为一点小东西如此感恩, 看起来就比慕容公他们好啊, 陈平安想来, 龙奥天这种心性, 修为肯定也比慕容公他们好, 也因此是, 陈平安对龙奥天的感觉越来越好, 最后还把龙奥天留下来吃午饭, 而一顿午饭后, 龙奥天开始离开了, 此刻, 龙奥天呆呆地站在院子外, 再次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中, 他看着大门前的陈平安, 又来了一个九十度鞠躬, 感激道, 前辈, 大恩大德不言谢, 往后前辈需要什么, 随便说, 我定当竭尽全力为您找来, 龙奥天很是激动, 满脸感激, 他现在丹田处, 那婴儿虚影, 已经充实到五分之一, 网界楼主留下的预见里有关于地仙境的记载, 突破到地仙境后, 想要突破到仙音境, 天赋在高之人, 也得百年, 他可好, 仅仅吃了两块西瓜, 一顿饭, 整整省下了二十年时间, 他这时想到了霸天仙地那句话, 有前辈指点, 突破到仙音境不用很久, 他一开始还觉得这话有些夸大, 现在, 他终于知道这话有多真实, 他要是在这里住多几天, 恐怕就能飞升了, 当然, 他深知为人处世之道, 前辈之所以如此待他, 给他机缘, 就是看中他的谦虚和为人, 要是他为了一己私利, 找借口住在这里, 打扰前辈, 恐怕会得不偿失, 鞠躬之后, 龙傲天开始告辞, 在原地消失, 陈平安看着消失的龙傲天, 嘴角挂着微笑, 这龙傲是我见过最客气, 最有礼貌的人, 这种朋友, 交往起来最舒服了, 刚才那一顿饭, 苏林煮的好吃不已, 然而龙傲天却还是不紧不慢, 不急不徐地吃着, 那出臣的休养, 都让陈平安怀疑, 龙傲天是不是已经成仙了, 他可是见过慕容公他们有多疯狂的啊, 也因此, 他可以肯定, 这龙傲一定比慕容公他们强, 毕竟星星明显不在同一层次上, 其实吧, 刚才龙傲天不是不想吃快点, 其实他是不敢吃得太快, 毕竟他眼前坐着的, 是动不动让先帝跪着的人啊, 他唯有小心翼翼, 送走龙傲天, 陈平安往院子里面行去, 可就在这时, 他脚步一顿, 眼眸更是一亮, 系统, 这是什么任务, 他竟然触发到了任务, 嘿嘿, 老可疼, 崔更和好评, 好像能帮我缓解症状, 第四十九章, 我无耻我快乐, 不服咬我, 先见, 一座巍峨大殿前, 霸天先帝苏毅悄然出现, 他此刻一脸笑容, 见了自己多年未见的女儿不说, 还发现自己女儿, 帮上了这么一个超级强者, 唯一可惜的是, 自己女儿不记得他了, 不过他相信, 不用多久, 苏毅脸上露出了宠溺的表情, 而他还觉得可惜的第二件事是, 他竟然不是前辈今天棋盘中的一枚棋子, 现在看来, 他女儿应该是最重要的棋子, 是取胜的关键点了, 轻囊像瘦, 则则, 以后他女儿将会成为和前辈一样, 强的强者, 想想就舒服, 苏毅走了几步, 突然发现前方站着一人, 当看到这人后, 他眉头皱了起来, 脸上还露出了浓浓的厌恶情绪, 赵坤看到苏毅回来, 小跑着走上并且恭敬拱手道, 仙帝, 您回来了, 说着, 他在苏毅附近看了眼, 并没有发现苏灵, 不过他也想着, 也许苏毅已经找到苏灵, 但因为特殊原因没有戴上, 苏毅看了眼赵坤, 冷哼了一下, 道, 有事, 赵坤突然生出了不好的预感, 但还是硬着头皮问道, 不知仙帝有没有找到苏灵仙子, 苏毅眯着眼睛, 道, 没有, 赵坤眨了眨眼, 觉得不可能, 要不我派点人下去, 帮仙帝找找, 赵坤觉得应该就在那一届才对, 闻言, 苏毅脸色瞬间冷冽起来, 赵坤, 我只告诉你一遍, 从今日起, 你再敢来我此处一次, 我见一次, 揍你一次, 而要是你再敢派人下去那个凡间, 不管你找仙气还是什么, 只要我知道, 你们宗有人敢下去, 我灭了你们满宗, 可懂, 苏毅饱含冷意的威胁出口, 目光更是越说越加凌厉, 赵坤吓到了, 脸色瞬间苍白, 双腿颤抖了一下,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 可懂, 苏毅见赵坤不回答, 猛地散出了修为, 瞬间, 整个天空突然变色, 地面也震荡了一下, 赵坤吓得差点跌倒, 连忙如捣蒜一般, 懂了, 懂了, 滚, 苏毅喝道, 赵坤仓皇逃窜般离开, 看着赵坤消失, 苏毅又冷哼了一下, 刚才在前辈院子跪着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精灵仙气, 也就是说, 这精灵仙气, 已经成为了前辈的东西, 这活要是再派人下去, 打扰到前辈不说, 更是有可能打扰到他女儿学习, 要不是他不能随意杀生, 惹得不好名声, 他刚才就想杀了赵坤, 至于不久前许诺的事情, 他也不以为意, 不遵守承诺, 无耻, 我无耻, 我快了, 不服, 来咬我呀, 苏毅大摇大摆进入了大殿里面, 凡间, 光中城, 偌大的城市, 此时极为热闹, 皆因今日书山仙院, 有人前来收徒, 而之所以有人来这里, 正是因为这光中城书生风气最好, 很多父母之辈都有学识, 经过从小的耳濡目染, 这时很多年轻人都在读书学习上, 有着较好的天赋, 此刻, 光中城一座府邸里面, 这里是城主府, 一群官员围着大门, 不让看热闹的人上前, 只允许年纪不够十八, 看起来像是书生的青年进入, 赶了一天路, 郭子墨终于来到了光中城, 此刻他就在城主府外, 也没有观望, 他背着包袱走到入口处排队, 他面前已经排着一群青年很快的, 他跟着一群人进入了城主府, 府底前面有一条长长的通道, 尽头是一个大厅, 而通道中间, 此刻又排着队, 通道三分之二处有一个中年人坐着, 桌面上有一块黯淡的五彩石头, 每走上一个青年, 就会按照那中年人的吩咐伸手去触碰石头, 有一半人会让黯淡的石头发出光亮, 几乎都是一种颜色, 这些人可以通过往大厅那边走去, 剩下一半人完全不能让石头产生任何变化, 而这些人只能原路返回, 走出城主府, 排了一会队轮到郭子墨上前, 他知道那石头是什么, 那是测试有没有灵根的宝贝, 他以前没有去过靠山踪靠河, 所以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灵根, 此刻按照吩咐他伸手去触碰石头, 在他忐忑之际,石头闪起了一阵光芒, 绿色,可以,进去吧, 中年人淡默道, 郭子墨朝着中年人攻了攻身, 然后往大厅处行去, 郭子墨深吸了一口气, 走入大厅里面, 此刻这里也有一条小队伍, 他排在最后面, 前方有三个中年人, 一个中年人坐在桌前, 桌面上放着一本厚实的书本, 每个上前的青年都得触碰书本, 然后闭上眼睛, 而另外两个中年人, 此刻都坐在一边, 在聊着天, 其中一人正是这府邸的主人, 光中成城主, 等了一会, 轮到郭子墨, 他再次忐忑起来, 自己能否有出息, 就靠这一把了, 中年看着郭子墨, 也是淡默道, 手放在书上, 闭上眼眸, 想着自己学过的知识, 如果有什么感应道, 顺着那感应去完成就行, 郭子墨有些手抖的点头, 把手放在书本上, 中年人见郭子墨的手还抖动起来, 脸上有些鄙夷, 又一个胆小如鼠之人, 还想修炼, 真是可笑, 郭子墨闭上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开始想着, 自己在陈平安那里学来的知识, 和自己领悟到的东西, 也就一会, 他明明闭着眼睛, 却发现眼前突然豁然开朗, 他看到了一片朦胧全白的空间, 而空间里面, 此刻有一本金色的书本, 正静静悬浮着, 来吧, 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好像前方的书本在说话, 郭子墨记得那中年人的话, 顺着这话往前行去, 很快到了金色书籍前, 而就在这时, 书籍突然打开, 哄, 无尽的金光, 突然淹没整个空间, 大厅里面, 原本静悄悄的大厅, 此刻骤然响起嗡名声, 一阵金光, 笼罩住依旧闭着眼睛的郭子墨, 金, 金光, 这, 这不可能, 刚才还对郭子墨不屑的中年, 突然坐立不稳, 啪哒一下, 从椅子上摔下, 第五十章, 隐秘之处被戳了一下, 滑稽, 这动静很大, 整个大厅都陷入了死寂中, 那个和城主一起坐着的中年人, 豁然站起, 瞪大了眼睛, 如胜天赋, 竟然是如胜天赋, 这一刻, 他心脏拼命加速跳动胸口, 起伏不断, 郭子墨感觉自己身体暖暖的, 慢慢睁开了眼睛, 呼, 他吐出了一口气, 感觉整个人像是泡了个温泉一般, 很是舒服, 随后, 他看着身前坐在地上的中年人, 先生, 您这是, 他有些惊讶, 这是干什么, 坐在地上的中年人, 这时候, 还是有些反应不过来, 眼前这青年, 竟然有着如此害人的天赋, 如胜天赋, 拥有这等天赋之人, 日后最高成就的极限, 可达到如胜级别, 他们这种如道修炼方式, 不在乎灵根的强弱, 只要有灵根就行, 而如道修炼的天赋, 则是靠着十八岁, 为修炼前的知识熏陶, 也就是说, 可以培养, 所以他们书山仙院, 才能如此强大, 因为他们可以从小就培养天才, 天赋有五级, 分别是, 儒者, 儒家, 儒将, 儒君, 儒胜, 他们以为来这小城里面, 找到一个儒家级别天赋的书生, 已经算是烧高香了, 没成想, 竟然挖掘出一个拥有儒胜天赋的人, 这可是几万年难得一出的天赋啊, 放在仙界, 也是几千年难得一出, 这个势力的不简单, 除了这凡间外, 上到仙界都有书山仙院这个势力, 听闻其他凡间都有书山仙院, 而此时, 看着郭子墨这般精彩绝艳, 也难怪坐在郭子墨面前的中年人, 如此势态, 放在任何一个书山仙院之人身上, 要是这般近距离看着这一幕, 恐怕也得和他一样, 只是这中年人此刻很是尴尬, 毕竟不久前, 他还鄙视过郭子墨来着, 在城主旁边坐着的中年人, 快速走到郭子墨面前, 笑道, 这位小友, 欢迎你加入书山仙院, 郭子墨眼眸一亮, 我通过了, 一群排着队的青年们, 听着这话, 羡慕不已, 他们不是很清楚, 这侧式的弯弯绕绕, 但看到这两个中年人的失态, 天赋应该很强了, 小友, 你准备一下, 我此刻, 需要让院长假身降临, 等会你可能需要回答, 我们院长一些问题, 不知可否, 这中年人此刻极为谦虚客气, 生怕郭子墨有一丝不满, 在郭子墨测出如此天赋后, 他便知道, 郭子墨日后成就肯定不凡, 也许去到学院, 第一时间就会被院长收为徒弟, 而且日后也肯定能成为一方巨拨, 这等人物, 必须提前交好, 郭子墨看着对方这般客气, 眨了眨眼, 连忙点头, 他虽然很迷茫, 为何院长这种大人物, 什么假身要来, 但对于这种大人物, 他也想看看, 瞻仰一下大身的光辉, 周年得到同意, 便快速在那戒里面拿出了一块金属球体, 嘴里一边念叨着不知什么话语, 还一边往金属球体输入灵气, 随后便是漫长的等待, 一注相后, 书然, 一道光影投射而上, 这时, 一个虚影出现在上方, 这是一个老者, 他穿着白衣, 头发苍白, 白胡及胸, 看起来有股儒雅的气质, 两个中年人看到虚影成形, 便朝着虚影一拜, 恭声道, 见过院长, 这老者此刻明显看起来极为急躁, 儒雅气质突然没了, 儒胜天赋之人在何处, 你们可别骗我, 两个中年人看向郭子墨, 道, 正是这位小友, 虚影看向郭子墨, 脸上突然浮现出温和笑意, 便脸之快, 让附近一群人无语至极, 小友, 不知贵性, 虚影老者道, 郭子墨看着这老者, 有些大失所望, 他以为书山仙院的院长, 是一个看起来和陈先生一般的人物, 此刻一见, 反而觉得这院长没有陈先生百分之一, 但面对对方的问话, 他还是等, 学生郭子墨, 子墨, 你再触碰那本书, 让我看看, 这一声子墨喊得极为熟练, 好像两人以前真的认识一样, 郭子墨点头, 再次学着一开始一样去触碰, 片刻, 他身上开始升起一阵金色光芒, 虚影老者看着这一幕, 激动的身体颤抖了起来, 真是如胜天赋, 真是如胜天赋, 虚影放声大呼起来, 激动得失了态, 郭子墨也睁开了眼睛, 暗自皱眉, 哎, 就这环院长, 和陈先生比, 简直天地之别, 虚影开心了好一会, 才继续笑盈盈地看着郭子墨, 道, 子墨, 你是从小自己学习, 还是有什么恩师指点, 这得问清楚, 这凡间也有一些隐藏着的大儒, 也许有些人钻研了很多年学识, 最后领悟出一些别人领悟不到的东西, 这种人虽然没有修为, 对普通的修炼者也没有任何用处, 可对他们书山仙院来说, 却是一笔财富, 他们可以请这些人来执教, 毕竟他们心中有笔墨, 可以培养出一些天赋较好的天才, 而他觉得, 教导郭子墨的人应该也是有些东西的, 不过更多的应该是郭子墨的天资本就非常之高, 能举一反三, 领悟能力超强, 才会滋养出这般强大的儒道修炼天赋, 郭子墨也没隐瞒, 道, 我十三岁开始学习, 这四年来一直请教一位先生, 这位先生学识渊博, 修养通天, 如果他有修为, 我甚至觉得他就是如胜降临, 满满的憧憬情绪在郭子墨脸上闪过, 虚颖听着郭子墨这话, 有些想笑, 果然还是小孩子, 还如胜降临, 不过, 应该也是有点东西的, 那你有在他那里记下他做过什么诗词吗? 可读来听听, 虚颖老者得看看郭子墨所指之人的学识如何, 而这人要是会作诗, 他听上一两首, 就能知道这人水平如何了, 然后再权衡一下, 有没有必要请到他们学院执教, 郭子墨依旧坦诚道, 陈先生做诗无数, 不知院长想听几首, 做诗无数, 呵呵, 随便来两首吧, 虚颖老者道, 这个无数二字, 他已经知道, 这人心中应该没有多少笔墨了一个人, 一生做出一两首能传诵之诗, 就已经足矣, 诗这种东西, 不是越多越好, 郭子墨点头, 先朗诵一首陈先生第一次教他的诗吧, 静夜思, 静夜温润, 富有情感, 一首诗也很快朗诵完, 思乡之情, 异于诗句之外, 而一首诗朗读完毕, 他看向了虚颖老者, 道, 院长, 如何, 但他不看虚颖还好, 当看到虚颖此时的表情后, 不由得一正, 院长, 你这眼珠子, 怎么看起来要掉地上, 郭子墨觉得对方这表情太精彩了, 好像某处隐秘的地方, 被什么尖锐的东西捅了一下一半, 第五十一章, 真淡疼, 使得眼睛睁大, 嘴巴张大, 满脸惊恐, 不只是虚颖老者, 此刻在这里, 哪怕学过一些诗词的人, 都被这一首诗给震得呆头呆脑起来, 一首诗下来, 他们发现, 内心好像被什么东西震荡了一下一半, 而那虚颖老者, 很快回神, 他看着郭子墨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而且连也渐渐红了起来, 他在为刚才自己那想法感到尴尬, 深吸了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这时候不应该尴尬, 而是继续追问下去, 即使是儒胜级别的高手传送下来的诗词, 在这首诗面前都只能略显逊色, 而他也完全没听过如此朗朗上口, 却饱含情感的诗, 也就是说, 这首诗是某一个强大之人做的, 还未对外发表过, 毕竟发表过的诗, 他不可能没听过, 子墨, 你确定这首诗是指点你的先生所做? 虚颖老者开始认真盯着郭子墨, 这一刻, 他倒是显得比一开始可靠了点, 有点像院长的模样了, 郭子墨看到虚颖老者的态度改变, 嘴角微翘, 他刚才也感受到这院长有些看不起陈先生, 此刻如此转变, 看来是被这一首诗给折服了, 然而, 这也仅仅是陈先生教他的一首而已, 还有更多好诗他记在心中呢, 郭子墨道, 此诗是陈先生所教, 而除了这首诗外, 还有其他诗, 虚颖老者连忙道, 那你再念一首, 其他人听了都翘首以待, 竖起耳朵, 他们也想再听听, 郭子墨点头, 便把不久前陈平安送别踏实, 念的那一首诗念出, 对于离别家乡时的感情, 郭子墨是深有体会的, 此刻他依旧饱含感情地念了出来, 念完那课, 四周已经尽得落真可闻, 虚颖老者某处再次被捅了一下一般, 傻傻站着, 张大嘴巴, 随后他快速盘坐在地, 闭上眼, 也没过去多久, 他便睁开了双眸, 眼中射出激动光芒, 他修为竟然精进了一些, 他都忘记自己修为多久没动弹过了, 但此刻, 听这一首诗, 竟然就有如此效果, 实在吓人, 虚颖老者一脸激动, 同时也敬畏起来, 子墨, 如果这两首诗都是你口中的陈先生所做, 那他绝对不简单, 郭子墨点头, 他一直觉得陈先生是如胜将士, 然而, 陈先生却一直说自己只是平凡人罢了, 虚颖老者又道, 你应该知道他住在何处吧, 我觉得我必须去拜访一下, 如果可以, 我们学院想起他执教, 虚颖老者其实想过, 这两首诗也许是郭子墨口中的陈先生, 剽窃别人的, 当然, 也有可能那人真是一代宗师, 而分辨真假, 他去看一眼就行, 郭子墨道, 就在我家乡, 虚颖老者点头, 道, 你在那里等着, 我一个时辰便道, 说着, 他匆匆掐断联系, 青园阵, 一间平凡院子里面, 陈平安躺在太师椅上, 看着天边有些倾斜的太阳, 而苏灵就在陈平安旁边靠着, 竟然在打瞌睡, 对于这种清淡日子, 陈平安觉得还行, 过了五年也没觉得有多枯燥, 陈平安看着天边, 此刻眉头突然有些皱着, 还叹了一下气, 这次的任务有点难啊, 这次系统颁布出来的任务, 竟然是让他建立一个宗门, 而且还得用他的名字来起名, 名为平安宗, 就这名字, 陈平安自己听了都觉得别扭, 而且他根本没有修为, 见得毛的宗门哦, 当然, 他也想过请慕容公他们帮忙, 可他也不知道自己和慕容公他们的关系, 能不能到达这种程度, 而且在这附近开宗门, 不是抢人家靠山宗的生意吗, 再者说, 他还是靠山宗的老祖来着, 其实到现在为止, 陈平安也搞不懂自己怎么弄来这老祖称呼的, 想不懂慕容公他们怎么想的, 明明他一点修为也没有, 更不能飞来飞去, 力气也不大, 简直平凡的不能再平凡, 他甚至都在想着, 慕容公他们是不是修炼多了, 实在无聊, 猴子犯傻, 就像地球里的某些有钱人, 无聊到去戏耍别人, 看别人笑话一样, 哎, 不管了, 下次等慕容公他们来了, 舔着脸问问他们, 能不能帮忙建个宗门吧, 陈平安不再想了, 反正还有三个月时间, 慢慢来吧, 陈平安继续看着天边, 而这时, 门外已经站着两个人影, 一个白发白胡老者, 一个俊朗青年, 正是郭子墨和书山仙院院长甄丹腾, 甄丹腾看着眼前平凡的院子, 道, 你说的陈先生就住在里面, 郭子墨点头, 院长稍等, 我喊一下陈先生, 说着, 郭子墨朝着里面喊道, 陈先生, 在吗? 在院子里面发呆的陈平安, 听到郭子墨声音, 不由地震了一下, 而他没有回答, 因为苏林正趴着睡觉, 便亲手亲脚往大门处行去, 当看到郭子墨的时候, 陈平安有些奇怪道, 子墨, 你不是去光中城了吗? 怎么这么快回来? 按理来说, 来回得两天多才对, 郭子墨看到陈平安, 脸上露出了十分淳朴的笑容, 喊道陈先生好, 喊完, 他介绍道, 陈先生, 这位是苏山仙院的院长, 是院长要见您, 陈平安听到苏山仙院四字, 便震了一下, 而听到院长二字, 直接吓了一跳, 院长来了, 假的吧, 他急速看向郭子墨旁边的老者, 苏山仙院在大陆里的名望很高, 听闻那院长更是大陆顶级强者之一, 如此人物, 一般而言, 不可能出现在这种地方, 更不可能要来见他, 他看着郭子墨旁边的老者, 确实先锋道骨, 脱离凡尘, 而且他发现, 这老者穿着的衣服, 还会有四个字, 苏山仙院, 还真的是, 陈平安很惊讶, 随后便准备恭敬地喊上一声前辈, 然而, 他还没开口, 对方就动了, 竟然抢先他一步, 喊了一句前辈, 陈平安猛了, 看着此刻脸上挂着震撼表情, 拱手做事, 头比手低的针弹腾, 嘴角不禁抽动起来, 这, 怎么回事, 这种高人, 也含我为前辈, 他很迷惑, 然后心中诞生了一个想法, 难道, 我真是什么大人物, 第五十二章, 动得太厉害, 还会累, 陈平安此刻很猛, 甚至有些发傻, 见郭子墨如此快回来, 他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在确认这老者真是书山仙院的院长后, 他便认定郭子墨肯定在对方带领下, 飞回来了, 可现在, 这先锋盗骨, 气质出尘, 一看就是高手的人, 怎么见到他, 也管他叫前辈啊, 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高手了, 可他比别人更清楚自己的情况, 明明自己一点修为也没有, 力气也是和正常人一样, 某些运动动得太厉害, 还会累, 依旧得吃饭, 不然会呃, 他和修炼者相差几十条鸿沟, 他真搞不懂这些修炼者为何这般, 或者说, 这些修炼者口中的前辈, 也是和机缘差不多, 和平常人理解的不一样, 但这恭敬至极的模样, 又不对劲啊, 陈平安搞不懂, 但还是连忙道, 前辈说笑了, 我真的只是一介凡人, 真的两个字, 他加重了语气, 真但腾听着这话, 震了一下, 他再次看了陈平安一眼, 此刻, 以陈平安为中心, 整个天地全是道泽运里铺满, 前辈, 您再跟我开玩笑吧, 您要是凡人, 那我是什么, 不过刚想吐槽, 突然,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如此强者, 却住在这种凡人小镇, 而这道泽运里, 说不是高人都假, 也许还如郭子墨所说一样, 是如胜将士了, 这样说来, 前辈这般形势, 不会是要偷偷挖掘出金氏天才, 不让别人知道, 或者是, 下凡修心, 他此刻已经完全确定, 眼前的这位, 定是如胜了, 如果凭着两手势不能判定, 那现在眼前这一幕, 便是铁正, 即使再先见, 他都没见过, 像眼前这位这般恐怖的人物, 没错, 他的实力, 其实已经到了仙音境, 以前一直在仙界, 可他却因为犯错, 被仙界的书山仙院, 贬下了凡奸, 而他以前, 更是有幸见过仙帝, 可仙帝的派头, 也没眼前这位这般吓人, 如此想着, 他得出了一个答案, 前辈如此强调, 自己是凡人, 极有可能和我猜的一般, 而不管是否, 是我所猜一般, 也定有缘由, 我可不能触碰到, 如此存在的眉头, 念及此, 他看着陈平安, 前辈确实是凡人, 前辈这称呼是不能改的, 这是一种敬畏之心, 但他却可以表现得, 自己确实信了, 然而, 陈平安听着这熟悉的话语,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那么的, 你和慕容公他们认识的吧, 这话他们说过呀, 咦, 不对, 这位是子墨带来的, 那说明子墨去考核了, 而他点名要找我, 是否是子墨把我教的那些, 诗读给他听了, 而他听后, 觉得甚是完美, 生起了读书人间才有的崇拜之心, 被那些诗折服, 所以由衷把我称为前辈, 陈平安突然想到了这一点, 而越想, 他越觉得对头,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 这书山仙院的院长, 肯定特别喜欢读书, 此时在这方面遇到一个很强的人, 犹如那句, 三人行必有我诗焉一样, 眼前这院长一句前辈, 应该是对自己承认之人的敬称, 想到这里, 陈平安释然了, 然后, 也猜想出对方的来意, 应该是来求诗的了, 或者来渐渐比自己学识高的人长啥样, 当然, 具体是不是这样, 陈平安得问一下, 不知院长来此所为何事, 陈平安顺势问道, 真但疼文言, 连忙道, 前辈, 您要是不嫌弃, 叫我小疼就行, 啊, 听着这熟悉的话语, 陈平安嘴角抽了一下, 想起了几个和现在这情况相同的画面, 那, 那我叫您疼老吧, 陈平安如法炮制来了一句, 功老, 龙老, 现在还来了一个疼老, 陈平安有点无语了, 真但疼想了一下, 也点了点头, 既然前辈要如此叫, 就这般吧, 至于被问询来此用意, 他可不敢如实道来, 他来此, 就是想看看郭子墨口中的陈先生, 有没有真才实料, 有的话, 就请去他们学院执教, 此刻见到这前辈, 极有可能是如胜将士, 他可不敢让如胜去教书, 这可是大不敬, 我就是想来瞻仰一下前辈, 此番见到, 已心满意足, 真但疼假装微笑道, 闻言, 陈平安眨了眨眼, 这么淡疼, 就来看一眼, 你要是来求诗, 可以说啊, 我随便给你来棘手就是, 不用这么拐弯磨脚, 陈平安知道对方不仅仅来看一眼, 想着对方应该是害羞, 不好说出口, 念及此, 他便决定给真但疼一个下台阶, 朝着真但疼扬了扬眉头, 道, 真的, 这意思很明显了, 就像说, 你不用这么客气, 说就是了, 也就棘手诗而已, 我也顺便嘚瑟一下, 哈哈, 然而他这么一问, 听在真但疼里, 味道就不同了, 真但疼先是呆了下, 然后额头上突然冷汗蹭蹭地往下流下, 糟了, 糟了, 真但疼内心大呼起来, 整个人如同蚂蚁落在了烧飞的锅里一般, 他此刻很想抽自己几巴掌, 如此前辈, 恐怕已经能推演天机, 他来此的目的, 肯定一早就已经算出来, 而他此时竟然还犯傻说谎, 这简直是大不敬啊, 这下好了, 前辈提出质疑了, 而且还瞪了一下眼, 这, 这下如何是好, 陈平安看着真但疼还在沉默, 好像很犹豫或者很尴尬的样子, 皱了皱眉, 怎么这么扭扭捏捏, 但这一皱眉又被真但疼捕捕抓到了, 他吓得脸色苍白如指, 都想哭了, 陈平安也不想对方毫无收获而归, 便再次出言道, 疼了, 说吧, 我不介意的, 此话一过, 急得不行的真但疼突然一呆, 说出来, 不介意, 真但疼也猛猛地一亮, 然后果断双腿一弯, 跪在了地上, 前辈, 多谢原谅, 我保证, 往后我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要是再犯, 我以死谢罪, 真但疼三直启示, 十分坚定, 他真没想到前辈会原谅他, 而看着这一幕, 原本刚想好几首诗, 想赠予真但疼的陈平安, 直接梦了, 整个人化作了木头一般, 呆呆站着, 他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话来, 大哥, 第五十三章, 还好我跪得快, 陈平安真的梦了, 这怎么和他想的不一样, 你不是要提出作诗的请求吗, 你现在跪下道歉干什么呀, 还以死谢罪, 我们才见面, 你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啊, 陈平安很无语,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此刻只能赶紧将他扶起, 随后准备问他到底为了什么道歉, 可这时, 站起来的真但疼却又再次鞠躬, 道, 多谢前辈原谅, 我实在没脸再见前辈了, 这就离去, 说着, 他朝着陈平安拱手, 不是他想离开, 是他必须离开, 因为他不知道陈平安会不会后悔, 常言道, 半君如半虎, 要是这位高人是个喜怒无常之人, 刚释怀没多久, 下一刻又生起气来, 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就刚才那一会儿, 他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爆掉了, 那一睁眼, 一皱眉之间, 诠释了什么叫做恐怖, 还好他赶紧跪下, 博得一点同情和原谅, 否则他刚才可能就死了呀, 他真的不敢在这里待了, 保不定等会自己又因为什么事情得罪这位高人, 那就保证死透了, 陈平安依旧很迷糊, 但他没有拦下对方离开的打算, 所以他只能点头, 至于郭子墨, 此刻也是一愣一愣的, 比陈平安还迷糊, 特别是真诞腾跪下那一刻, 他到现在都没回过神来, 他也想不通, 这院长为何说自己错了, 明明他什么也没有做, 得到陈平安同意, 真诞腾暗自松了一口气, 随后看向郭子墨, 而就在这时, 他眼中突然闪过了恍然之色, 好像明白了什么一样, 原来前辈不是因为我快速认错而原谅, 极有可能是看在子墨在此处, 给子墨一个面子, 念及此, 真诞腾一脸看待恩人般地看着郭子墨, 和蔼道, 子墨, 你是想直接跟我回学院, 还是先在此处待几天, 其实我们学院也有地方给你父母居住, 如果你不介意, 可以让他们一起跟着, 郭子墨闻言, 脸露惊喜之色, 赶忙朝着真诞腾攻身道, 多谢院长, 真诞腾也连忙道, 子墨客气了, 那我们去接你父母吧, 说完, 真诞腾再次看向陈平安, 攻身告辞, 陈平安此刻脸上挂着微笑, 觉得郭子墨能有这样的成就, 很是欣慰, 他也算是看着郭子墨成长了, 你可能不信, 五年前, 郭子墨还是一个小混混一样的小毛头呢, 那时候经常打架不说, 还见人就欺负, 郭子墨也朝着陈平安行礼, 并且道, 陈先生, 他儿有空, 我会回来见见您的, 陈平安摆了摆手, 示意他去吧, 两人点头, 转身离去, 陈平安目送着郭子墨两人走远, 可就在这时, 他身旁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不禁吓了一跳, 待看去后, 发现竟然是苏玲的父亲, 苏义一出现, 发现陈平安竟然在门外, 连忙行礼, 见过前辈, 陈平安又听到前辈二字, 苦笑了一下, 道, 怎么又回来了, 陈平安还挺怕苏义后悔, 把苏玲留在这里, 此刻回来带走苏玲, 苏义道, 我回去拿了些小玲以前喜欢穿的衣服过来, 说着, 他恭敬上前, 拿出了一个那戒, 递到陈平安的手上, 看着那戒, 陈平安眼眸亮了一下, 竟然是那戒, 听说戴上之后, 闭上眼睛, 一是留意那里, 就能感受到里面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 无需拥有修为都行, 陈平安点头, 道, 好, 我会给苏玲的, 而在陈平安这边聊着时, 在远处的真弹藤和郭子墨, 两人已经停了下来, 真弹藤此刻正看着陈平安的方向, 他此时的样子, 正和不久前虚影时的一样, 眼眸瞪大, 这次身体甚至还抖了一下, 先殿, 真的是霸天先殿, 他, 他怎么在这里, 在苏义出现的时候, 真弹藤就感应到身后出现了一股强悍的气急, 当时他快速转身看去, 这不看还好, 一转身下, 他就看到了苏义朝着陈平安恭敬拱手, 他听力极好, 听到了先帝对陈平安的称呼, 竟然也是前辈, 一百年前, 真弹藤有幸见过霸天先帝一次, 甚至还聊过两句话, 此刻见到霸天先帝这般恭敬的模样, 如他刚才一般, 不由得一阵唏嘘, 前辈就是前辈, 那可是霸天先帝啊, 如胜来了, 也是平起平坐的人物啊, 前辈远远没有, 我想的那么简单, 还好刚才我下跪的够快, 并且子墨也在, 真弹藤此刻很是庆幸, 同时还心有余悸, 随后他也不敢再看了, 带着郭子墨离开, 他决定了, 回去后好好培养郭子墨, 毕竟郭子墨对他来说有救命之恩, 而郭子墨此刻也很迷糊, 因为他也发现这院长看他的眼神变了, 陈平安和苏义聊了几句后, 突然记得一事, 他以为苏义是书山仙院的人, 此刻便笑着道, 你应该认识书山仙院的真弹藤吧, 在陈平安看来, 这两人都是书山仙院的, 而真弹藤是院长, 苏义肯定认识, 苏义想了一下, 他记忆极好, 这时也想到这名字, 一百年前有过一面之缘, 想清楚后, 苏义极为敬佩地看着陈平安, 心里想着, 前辈真的强, 这点事情也能算到, 则则, 恐怕这世界没有什么事情, 是前辈推敲不到的吧, 越想, 苏义脸上的崇敬之情越是明显, 而面对陈平安的问话, 苏义也点头道, 以前谈过几句话, 陈平安文言大概推敲出, 苏义在书山仙院的地位了, 肯定不是老师, 老师不会只和院长聊过几句话, 那应该是一名地位不怎么高的人了, 陈平安点了点头, 微笑道, 他日真弹藤来了, 我帮你美颜几句, 听着这话, 苏义震了一下, 前辈这是什么意思, 这真弹藤不是一个很弱的仙音镜吗, 一百年过去, 顶多也是一个仙灵镜吧, 为何前辈要说帮自己美颜几句, 难道这真弹藤已经很强了, 念及此, 苏义又一阵恍然, 一定是这个真弹藤早早就傍上了前辈, 所以此刻的成就已经很高, 那多谢前辈了, 苏义恭敬道, 陈平安哈哈道, 没什么, 我和他关系还不错的, 说着, 陈平安一脸自得, 陈平安觉得, 要让苏义放心把苏灵交给他, 此刻必须显得自己地位高一点, 而真弹藤归为院长, 他这般一说, 就显得自己和这院长关系不错了, 那作为书山仙院议员的苏义, 会更加肯定他的教学能力, 如此想着, 陈平安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天才, 第54章, 我竟然被调戏了, 送走了苏义, 陈平安没有走入院子, 而是往小镇一个方向行去, 他得去买点东西, 他发现自己对修炼界的知识太缺乏了, 得买点书看看, 清园镇中心处, 一间坐落在小巷深处, 位置比较偏僻的店铺门前, 陈平安驻足看着店铺牌匾, 万界书斋, 很好的一个名字, 陈平安轻车熟路地往店铺里面行去, 段老板, 我来了, 在吗? 这是一间书店, 里面都是书架, 没多久, 一个女子从店铺后院走出, 这是一个看起来二十五六的女子, 长得很漂亮, 朱唇好齿, 白肤如玉, 身材更是凹凸有致, 该有的地方有, 该没的地方没给人一种熟透了的感觉, 稍微把持不住自己的男人见着, 恐怕得扑上去, 而若是观察力好的人, 还会发现这女子脖子中间处, 有一颗细小的红质, 陈先生来了, 你已经很久没来光顾本店了, 这次想买什么书, 女子朝着陈平安一笑, 看起来有点千娇百妹的样子, 而要是认真去看, 会发现这位美女眼睛还在闪着光, 一双单凤眼, 很是好看, 陈平安笑道, 确实有段时间没来了, 最近生意如何, 段欣欣摇头叹息道, 还是那样, 勉强维持生计, 你知道的, 我一个弱女子, 哎, 活得很辛苦, 真想找个好人家架了, 陈平安听后, 笑道, 恐怕没人配得起老板吧, 哈哈, 段欣欣突然脚侠一笑, 眼前不就有一位吗, 说着, 给陈平安使了一个眼色, 很是妩媚, 陈平安震了一下, 脸瞬间飞红, 赶紧岔开话题道, 嘿嘿, 老板, 不说这是, 你们这有没有修炼界的书籍, 就是那种有关修炼界常识的书, 这书店很神奇, 陈平安每次需要什么书, 来上一趟, 总能找到, 仿佛这书店什么书都有一般, 而这老板, 也给陈平安一种很是神奇的感觉, 他觉得自己, 好像在哪里见过这老板, 这感觉在他第一次来这书店的时候就有了, 好像自己在穿越前就见过一样, 他也因为这事, 问了老板, 可老板每次都会笑着调笑他, 说, 是不是晚上做梦梦到了, 而且是某种不可描述的梦, 所以一直觉得眼熟, 段欣欣听后咬了一下嘴唇, 道, 每次说到这事你就岔开话题, 没意思, 至于这种书, 我这刚好有, 我去后院找找, 说着扭着屁股走了, 陈平安脸还是有些红, 随后摇头一笑, 不再去在意, 他觉得这老板就是这样, 轻挑惯了, 也许已经调戏过很多像他一样的青春男子, 其实陈平安真想过, 要不要顺一次老板的意, 来得一清方泽, 结成连理, 但想着自己有可能会因为系统任务而死, 对方有可能守活寡, 就不再想了, 而且, 对前世的那个他, 他一时不能忘怀, 老板进去没多久, 手中拿着一本书籍走出, 还挺新的, 诺, 段欣欣把书籍交给陈平安, 修炼戒常识, 还真有这样的书籍, 陈平安苦笑了一下, 看着段欣欣道, 老板, 我怎么感觉你这里真的什么书籍都有呢, 段欣欣笑道, 嘿, 你也不看看我这书店什么名字, 陈平安摇头一笑, 觉得这是对方在臭屁, 便不再多说, 问起价格, 段欣欣道, 不用钱, 拿去吧, 反正也不值啥钱, 算是定情信物吧, 嘿嘿, 闻言, 陈平安一阵无语, 又调戏我, 不过深知对方性格大大咧咧, 陈平安也没有接茬, 从怀里拿出了点银子, 放在桌面上后, 转身摆手离去, 别说, 这姿势, 看起来还挺潇洒的, 段欣欣身子已靠在门框上, 姿势很吸人眼球, 目送着陈平安离开, 直到陈平安消失在小巷, 他露齿一笑, 这傻瓜, 和几十万年前, 真的相差太多了呢, 随后, 整个店铺突然消失, 小巷尽头, 空无一物, 陈平安拿着书本往回走, 哼着吊吊, 看到卖瓜阿博时, 顺便买了个西瓜, 而想着苏林喜欢这口, 他又多买了一个, 回到院子的时候, 苏林已经醒了, 当看到陈平安怀里的两个西瓜, 他就蹦蹦跳跳起来, 陈平安见苏林这般可爱, 觉得心情大好, 他也知道以后怎么讨苏林还心了, 一个西瓜不行, 那来多一个, 下午时分, 彩霞染红了天边, 残阳收尽, 天穷宛如一幅完美的水彩画, 陈平安拿着买来的书本, 和苏林一起看着, 看了一下午, 他对修炼界的常识了解了很多, 其中, 他还看到了有关机缘的地方, 这机缘在修炼者眼里, 果然是机缘的意思, 但是, 是有关修炼的才是机缘, 陈平安抿了名嘴, 有点迷糊了, 他还以为慕容公他们说的机缘是吃饭呢, 若按书籍里的描述, 那慕容公吃饭后, 嘴里常挂着的机缘和修炼有关系, 陈平安陷入了沉思, 有关修炼, 那意思是吃顿饭能突破, 扯淡呢, 书上说除非吃了什么天才地宝, 才有一丝死可能, 而我的饭是天才地宝, 陈平安看向了厨房一下, 纳米和菜都是他在镇子买的, 要是天才地宝, 这镇子还不早出名了, 看来, 他们是特别喜欢茶后做的饭菜了, 觉得好到像机缘, 可遇不可求, 而龙老那般慢条思理, 说明他地位应该很高, 吃过这种好东西, 所以见怪不怪, 念及此, 陈平安觉得差不多了, 不过是否是这样, 他觉得, 还是有必要问问慕容公他们, 顺便挑明自己所有的疑问, 比如, 为啥都管他叫前辈这事, 哎, 顺便也问问他们有关建立宗门的事情才行, 我这任务, 拿啊, 陈平安惆怅起来, 靠山宗, 山顶处, 慕容公, 张绍峰, 慕容云海, 张清贤四人纷纷落地, 四人看起来特别开心, 有说有笑, 就这样说定了, 就选那座山头, 慕容公笑着道, 张绍峰点头, 道, 那这事就这样说定了, 对了, 我们要不要和前辈说一声, 毕竟前辈现在可是你们宗老祖, 慕容云海道, 不过这种好事前辈肯定同意的, 四人觉得可行准备休息一下, 前去找寻陈平安, 而这时似乎感应到慕容公四人, 慕容雪从大殿里面走了出来, 爷爷, 你们这段时间去哪了, 我都以为你们失踪了, 慕容雪很事无语道, 慕容公笑道, 我和你张爷爷说好了, 将两个宗门合为一宗, 顺便改个名字, 第55章, 前辈又算出我们的来意了, 慕容雪听后眼眸一亮, 两宗合一宗, 这可是大好事啊, 而慕容雪也聪明, 一下子想到这是可能和前辈有关系了, 不然不会突然间合宗, 其实慕容公和张绍峰想法很简单, 他们两人都已是分神七, 这实力在王国里面已经不容小觑, 要是合成一宗, 即使是皇国里面的宗门, 见到他们也得同等是之, 而且他们合宗后, 老祖依旧是前辈, 他们两个宗门都和前辈有相伙情了, 等合宗后, 前辈就是我们的老祖, 而我们选的山门所在地, 离前辈镇子不是很远, 以后找前辈, 也方便一些, 慕容公微笑道, 慕容雪听到这里, 苦笑了一下, 然后连忙把自己和洛兰青两人的遭遇说出, 慕容公四人听后呆呆站着, 同时心中生起了一股惊险感觉, 这么一说, 我们确实太过贪婪了, 看来以后不能频繁去见前辈了, 慕容公确实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 总想着靠前辈, 慕容云海三人也点了点头, 一脸苦笑, 那我们合宗这事, 还要不要继续, 张绍峰开始觉得这是可能办不成了, 慕容公想了一下, 道, 这得问问前辈, 等会你和我去一趟, 而这次, 我们不能再受前辈给的机缘了, 必须给前辈留一点好印象, 张绍峰点头, 觉得有道理, 而慕容雪他们也同意, 其实他们已经收获了很多, 就他们这修为放在皇国, 也已是顶尖天才, 商量好后, 慕容公和张绍峰开始动身, 青园阵, 院子里, 陈平安依旧在研究着书本, 苏灵子自得开心地去做饭了, 即使陈平安想帮忙都不给, 硬要陈平安坐着看书, 说这是独属于他的快乐, 陈平安研究了好久的书籍, 此刻看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 天降洪泽气韵石, 陈平安看了一会, 待看完后, 开始一脸古怪起来, 感情这什么气韵石, 就是陨石, 杂落个陨石, 还描写得这么花里胡哨, 还越大, 落下的动静越大, 所在之地, 或者住在那地方的人, 就会洪泽无数, 天骄平出, 陈平安摇头一笑, 觉得这一点绝对是坑人的, 这放在地球, 就是迷信, 陨石落下时, 相当于炸弹爆炸一般, 不炸死人, 也得躺医院几个月吧, 而且恐龙灭绝, 这又怎么解释, 难道那史上最大陨石, 还给大地带来无限的红, 刚想到这里, 陈平安正了一下, 咦, 貌似又有那么一点说得通哦, 恐龙灭绝后, 人类就诞生了, 嘿嘿, 应该是我想多了, 陈平安不去看了, 翻过这叶, 而就在这时, 院子外突然响起了一道声音, 前辈, 在吗? 听到这声音, 陈平安眼眸一辆慕容宫, 他正好有很多问题想问他们, 在的, 进来吧, 门外的慕容宫和张绍峰文言, 走进院子, 而看着院子里面那些恐怖的存在, 又忍不住一阵悸动, 此刻陈平安坐在桃树下, 把书放下, 两位来得正好, 我正有一件关于建立宗门的事情, 想和你们说说, 陈平安也不想转弯抹角, 决定说出来, 看看两人能不能帮忙, 如果不能帮忙, 他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或者找其他人帮忙了, 其实他的任务也算简单, 就建立一个名为平安宗的宗门, 立个山头, 收益两个人应该就行了, 完成任务后还能解散宗门, 然而, 此话一出, 慕容宫两人瞬间猛逼, 不会吧, 前辈已经算出我们的来意了, 念及此, 两人眼中的崇敬更加高涨好几倍, 果然是前辈, 如此推演能力, 实在害人, 慕容宫朝着陈平安拱手道, 前辈果然神机妙算, 其实我们前来, 就是想问问前辈, 关于我们合并宗门, 新建宗门的事情, 不知前辈觉得如何, 如果可以, 我们可以让前辈给宗门取名, 如果前辈觉得不好, 我们果断打消这个念头, 既然被前辈算出, 慕容宫觉得自己再狡辩, 或者打消念头也没用, 此刻能做的, 就是做的坦诚点, 而陈平安听着慕容宫这话, 闻到他梦了, 啥? 你说啥? 陈平安此刻怀疑自己听错了, 慕容宫他们来这里, 是想新建宗门, 还让他取名, 系统, 你确定自己, 没有和他们联合起来, 这也太巧了吧? 我真的可以取名, 陈平安咽了咽口水, 试探性问出一声, 慕容宫原本还有些忐忑, 此刻听到陈平安来了这么一句, 眼眸大亮, 连忙打倒, 当然可以, 这个宗门还是前辈当老祖, 所以, 整个宗门都是前辈的, 名字里应前辈来取, 听着这话, 陈平安又无语, 又惊喜, 心情很复杂, 自己这是走了多大的狗屎运, 不久前, 他还为这任务惆怅着呢, 好, 那你们好好办, 名字我也想好了, 叫平安宗, 不知二老觉得如何, 陈平安再次试探问道, 这名字太土了, 他怕两人不同意, 然而, 慕容宫两人听后, 却再次眼眸一亮, 前辈这是真把这宗门 当成自己宗门啊, 好, 好名字, 慕容宫连忙拍马屁道, 他们之所以合并宗门, 就是让宗门和前辈多沾点香火琴, 此刻前辈竟然用自己名字命名, 这简直不要太好啊, 看着慕容宫两人如此开心, 陈平安又迷糊了, 这两人到底是因为什么, 才这样, 不行, 这次得挑明了, 嘿嘿, 两位,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一直营绕在心头, 不知两位能否替我解答一下, 陈平安决定问出来, 他想知道真相, 第五十六章, 功劳, 你这是在开车? 慕容宫两人连忙点头, 同时也在好奇着, 前辈想问什么, 陈平安直言道, 你们一直管我叫前辈, 同时还这般客气待我, 具体原因究竟为何, 我想知道, 也请你们不要撒谎, 陈平安一直觉得他们有问题, 可每个人都这样, 那应该就是他自己有问题了, 今天怎么也得把这一切搞清楚, 至于吃东西一事, 他懒得问了, 他们那般吃东西, 肯定只是觉得好吃, 这一点他有很大的信心可以确定, 唯独喊前辈这事, 他比较迷糊, 慕容宫两人闻言, 互视了一眼,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们在想着, 前辈这话什么意思, 这不摆明了吗, 是因为您强大呀, 可是, 他们觉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他们思索起来, 陈平安见两人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而是思索起来一阵无语, 你们这样, 反而让我有种你们有阴谋的感觉啊, 慕容宫实在想不到, 陈平安这话的潜在意思是什么, 而且还说不要撒谎, 罢了, 就如是回答吧, 没办法呀, 慕容宫苦笑道, 当然是因为前辈的强大, 说完他心里开始喧气, 目光紧紧盯着陈平安, 看看下一刻他的反应如何, 如果自己回答不对, 得想办法弥补, 陈平安听后嘴角抽了抽, 强大, 什么强大, 他觉得自己没什么地方强大的呀, 或者, 这家伙是在开车, 那方面强大, 慕容宫只能一路走到黑, 道, 修为强大, 修为, 陈平安一阵无语, 这不是胡扯吗, 他真的一点修为也没有啊, 我真是一介烦人啊, 陈平安脸皮抽动, 很是无奈道, 慕容宫两人听着陈平安这话, 不知说啥好了, 他们就知道前辈会这样, 他们现在很想来一句, 前辈, 要是您是烦人, 我们就不是人了呀, 陈平安看着他们一脸无奈的样子, 不知道怎么说下去了, 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他自己有多弱鸡, 他很清楚, 跑一会步, 还带气喘那种, 可他又觉得, 慕容宫两人没有骗他, 而且, 好像他修为很强这说法, 确实能够解释清楚, 这些家伙为何这样, 慕容宫深吸了一口气, 道, 前辈, 我不知道你要考验我们什么, 如果我说错了什么, 还请原谅, 慕容宫朝着陈平安鞠了鞠躬, 不管自己答对没有, 先道歉, 准备错了, 陈平安又一阵无语, 他深知自己没有修为, 不然, 哪个修炼者会这么弱, 一年前, 上山采药的他, 还被一只野猪追着拱来着, 那时候他跑得全身酸痛, 要是真有修为, 会那样, 好吧, 那没事了, 陈平安懒得问了, 问也问不出线索, 反而搞得自己更加迷糊了, 慕容宫见陈平安没什么要问了, 自己此行的目的也完成了, 便道, 那前辈, 我们可以走了吧, 陈平安闻言见饭点到了, 而他的系统任务, 还得两人帮忙, 便道吃了饭再走吧, 听着这话, 慕容宫和张绍峰都正了一下, 他们两人急速对视了一眼, 然后, 极为果断地朝着陈平安摇头, 不了前辈, 拒绝, 必须拒绝, 前辈这样问, 定是在试探他们, 看看他们, 还会不会像一开始那样贪心, 刚才那问题试探什么他们不清楚, 但留下来吃饭这时, 绝对是对他们的试探, 陈平安见两人这般拒绝, 又呆了, 他还以为两人会满心欢喜地点头来着, 此刻连忙摇头, 一副见了屎的样子, 什么意思, 以前不是很喜欢吃吗, 陈平安真的被他们搞猛了, 你们确定不吃, 小铃手艺比我还好呢, 陈平安再次道, 闻言, 这次慕容公他们不只是摇头, 还摆起手来, 道, 真的不了, 陈平安嘴角抽了一下, 继续道, 以前你们不是很喜欢吗, 慕容公深吸了一口气, 正色道, 前辈, 以前是我们太贪心了, 不过从今往后, 我们往后绝对不会再贪图机缘, 陈平安很迷糊, 此刻又听到机缘二字, 便也正好追问道, 你们口中的机缘, 是饭菜, 或者茶水, 陈平安对这一点也搞不清, 得问一下, 毕竟那本书上可是说了, 机缘没有饭菜和茶水这样的意思, 慕容公两人听后, 静止点头, 他们以前就是太过贪图这些机缘了, 陈平安见两人点头, 懂了, 看来那本书的记载也不全啊, 那好, 你们慢走, 至于宗门那是, 你们可否尽快一些, 尽量在两个月内完成, 任务实现是三个月, 陈平安觉得提前一些比较稳妥, 慕容公笑道, 其实我们已经选好山头, 以我们修炼之人建造防射的速度, 一个月, 应该就能成了, 陈平安展颜一笑, 这办事效率可以啊, 那麻烦两位了, 慕容公连说不麻烦, 相反的, 他觉得自己还占了便宜, 一番寒暄, 两人出了院子, 离开了, 而陈平安重新回到了太师椅上坐着, 感情问了那么久, 我还是一脑子问题, 还说我很强, 要是我真的很强就好了, 陈平安躺下, 看着头顶的桃树, 最后也不去想那些问题了, 自己小小凡人, 这些修炼者怎么折腾, 就让他们折腾吧, 他能做的, 就是期待着, 自己完成最后一百多个任务, 一举无敌, 哥哥, 来吃饭吧, 这时, 苏灵的声音从屋内传来, 陈平安笑着站了起来, 赶紧朝着屋内走去, 他已经被小凉的手艺俘虏了, 夜晚袭来, 陈平安和苏灵都已经进入梦乡, 今夜星星点缀满整个星空, 很是漂亮, 夜深人静, 只有蟋蟀叫响, 可就在这时, 安静的天空之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光点, 还在急速放大, 这光点很快成为大火球, 后面拖着长长的红色尾巴, 往下坠来, 那竟然是一颗巨大的陨石, 要是陈平安此刻没睡着, 并且看到这一幕, 定会震得目瞪口呆, 因为这颗陨石正朝着他所在的院子砸来, 第57章, 屁股接陨石, 你绝对是秀, 离清园镇有几公里的一座高山上, 就在昨天, 这高山山顶上突然出现了一座小屋, 此刻这屋子前, 一个红发老者正盘坐着, 好像稀释着月华一般打坐修炼, 龙奥天也是昨日才决定在这里居住, 他之所以决定在这里住下, 就是为了以后有什么事, 可以更方便去找前辈, 毕竟天尊楼和清园镇的距离实属有些远, 同时, 他觉得前辈如此强大, 自己远远看着, 也许也能参悟到一些东西, 从而得到提升, 而在天降陨石的时候, 闭着眼眸修炼的他, 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急速往天穷看去, 待看清所落之物后, 极为惊讶, 竟然是红则气运石, 看这情况, 是杂取前辈所在的小镇那里, 前辈隐藏在这方小世界, 但这世界应该还是感应到前辈的气运了, 所以降下这种东西, 龙奥天猜测道, 陨石急速飞落, 他也没有去理会, 觉得前辈应该会处理, 同时, 他也想看看, 前辈如何处理, 要是能看到前辈出手, 恐怕能有所收获也难说, 但随着陨石坠落, 他开始倒吸凉气, 这陨石竟然如此之大, 他从未见过, 清源镇一间院子里面, 怎么又来了, 主人这又不小心泄露气运了, 一个月来一次, 真是烦, 这次好像更大了, 小鲸鱼, 交给你了, 这次也不知道便宜谁, 虽然主人只是泄露了一点, 但对这凡间的人来说, 可是大气运, 恐怕那家人中, 以后有人成仙, 在角落里的仙气, 默默地听着大佬们的交流, 一句话也不敢说, 我顺便给你们表演个绝活, 说着, 一条手长大的鲸鱼, 突然跳出了鱼塘, 然后化作一道金光, 飞上天空, 一出院子, 它现出了原形, 一条猙獰的金龙旋转升空, 速度极快, 金龙领甲金光闪闪, 反射着月滑, 金光普照, 黑夜变得透亮, 而巨大的陨石速度也很快, 眨眼穿过西薄的云层, 往金龙靠近, 金龙在空中盘旋飞舞, 陨石一接近, 它眨眼便到了陨石旁边, 随后, 屁股处对准陨石, 猛地出现一股巨大狂风, 锋力泄去陨石上的所有冲撞力, 陨石甚至还被反弹一般, 重新飞上了空中, 往天边飞去, 搞定一切, 金龙飞下, 落入院子, 化作金鱼, 没入水中, 哈哈, 大家觉得我这绝活怎样? 鱼塘里面响起了一道, 很是质得意满的声音, 好像玩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一般, 可是声音一过, 整个院子却是静悄悄的陶树, 菜刀, 攻击, 仙气, 他们无语至极, 刚才发生了什么, 他们看得一清二楚, 感情这傻子说的绝活, 竟然是用屁去接陨石, 然后顺便借助屁的尽力, 弹飞陨石, 大哥, 你屁股不烫吗? 怎么不说话了, 不会被震撼到了吧? 金鱼发现气氛不对, 再次来了一句, 陶树, 牛皮, 菜刀, 牛皮加一, 攻击, 牛皮加二, 唯有仙气, 没有保持对形, 来了一句, 大佬, 你很强, 以后遇到这种事, 可以继续, 此话一出, 院子里一堆神气都看向了仙气, 他们心中只有一句话, 你是笑儿吧? 而金鱼听着这些恭维, 哈哈笑道, 我也就一般般吧, 别赞我了, 我会骄傲的, 此话一过, 整个院子又静了下来, 气氛很古怪, 远处的山顶, 龙傲天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刚才那金龙一出现, 便把他吓了一跳, 前辈院子里面, 果然藏着很多恐怖的存在, 没想到, 里面竟然还有龙, 龙傲天咕噜地咽了咽口水, 刚才那一幕实在精彩, 那条龙简直把那陨石当成小石子一样, 随意用尾巴一碰, 便化解了所有的冲击力, 最后更是弹飞陨石, 简直不要太强, 而他这时也看向了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正是陨石飞去的方向, 前辈不要的气韵石, 不知会被哪些人捡到便宜, 这气韵石如此之大, 恐怕以后有些人能瞬间崛起了, 龙傲天南南道, 谦与皇国, 皇宫中, 原本这里也很安静, 可就在这时, 哄的一声, 响声震耳欲聋, 地面更是猛地震动了一下, 皇宫内所有人都惊醒了, 即使是皇城, 此刻也有九成人被吓醒, 皇宫里面的强者, 在听到这响声后, 还以为有嫡媳, 各个严阵以待, 可当他们去到皇宫广场的时候, 顿时被眼前的荧幕给弄得呆立当场, 随后所有人脸上都升起了狂喜, 那竟然是一块和房子那么大的洪泽气韵石, 这一夜, 整个皇城的人都没有再睡过, 短短一个时辰, 整个皇国大街小巷都在传着这消息, 第二天, 附近的皇国也知道了这消息, 消息像瘟疫一般蔓延, 所有人都知道, 千语皇国这次是要崛起了, 而且是无人能挡那种, 不久后, 又一消息传出, 千语公主觉醒了超强体制, 一跃成为了大陆绝顶天骄之一, 又没过多久, 又一劲爆消息传出, 千语皇国太上皇竟然没死, 而是闭关了几十年, 此刻终于出管, 甚至已经突破到大城境, 这消息一出, 方圆千里传得沸沸扬扬, 又几天后, 千语皇国突然改名为千语帝国, 皇国和帝国之差, 就如王国和皇国之别, 这一改变, 也宣示着, 千语皇国成为了大陆高级势力之一, 而即使千语皇国这般发展, 也没人敢打压, 因为他们都知道, 即使去阻挡, 也阻挡不了人家的崛起, 反而还会碰得一鼻子灰, 甚至以后会遭受沉重的报复, 没有打压, 相反的, 公为生开始想变整个南境, 很多势力踏破门槛, 上门拜访, 清元镇, 陈平安天天和苏灵待在一起, 有空没空, 还会教导苏灵一些知识, 当然, 他做的最多的, 还是把地球的一些菜式交给苏灵, 而且, 几位仙人都醉的菜, 那天赋简直杠杠的, 也因为这些天一起生活, 苏灵更年陈平安了, 同时也养成了不吃西瓜, 浑身不舒服的习惯, 陈平安已经一个半月没见过慕容公了, 此刻他一直想着, 慕容公他们有没有把新建宗门搞定, 毕竟慕容公一开始, 可是说应该一个月就能搞定的, 可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 而他刚想完, 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道声音, 前辈, 在吗? 正是慕容公的声音, 陈平安眼眸一亮, 这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定时来说已经搞定准备郡公的好消息了, 陈平安笑着走出, 然而, 回来的时候, 他却是有些违靡, 慕容公并没有带来好消息, 相反的, 带来的却是坏消息, 第58章, 前辈, 你随便去霍霍两下, 这新宗门已经建造的差不多了, 可正式证明, 可能要几个月后才行, 因为昨日, 千语帝国来人了, 说他们山门所在地附近, 有一座古老的藏宝地, 把附近给围住了, 陈平安带着慕容公回到屋子里坐着, 这是很麻烦, 他得仔细听一下, 慕容公脸色也很难看, 要是认真去看, 会发现他脸好像有些不对劲, 好像被人抽过一巴掌一般, 两人坐着, 而苏灵知道这是大人的事情, 没有参与, 在院子里自己玩耍, 公老, 说说怎么回事吧, 陈平安眉头已经皱成一团, 对于这突然发生的事情, 有点始料不及, 他就说这任务没有那么简单, 前辈, 这也是昨日下午发生的事情, 你可能对最近大陆上的情况不清楚, 最近有一个势力疯狂崛起, 从一个皇国成为了一个帝国, 这帝国名为千语帝国, 我们以为这帝国和我们这穷乡僻壤的人没关系, 谁料就在昨日, 他们派人来了, 整整来了三艘非洲的人, 最高修为之人, 竟是杜杰奇, 而带头之人, 正是这帝国的公主刘玉西, 他说, 这附近有一个藏宝地, 让正在施工的我们配合他们去寻找和挖掘, 我们一开始蜿蜒拒绝, 谁料他们说没有和我们商量, 而是命令, 此刻我宗和宦月宗都已经被他们强制征用, 慕容公土苦水一般把自己的遭遇说出, 其实他来这里, 不仅仅是想把这事告诉陈平安, 还想陈平安替他们做主, 不过他也没有抱有太大的期望, 一是知道前辈来修心, 把自己当成凡人, 不会轻易出手, 二是知道前辈高人都有一个特点, 不屑于对弱者动手, 在慕容公眼里, 整个千语帝国虽然如日中天, 很是强大, 可在前辈眼里, 也许就是跳梁小丑, 或者只是蝼蚁, 吐完苦水, 慕容公也没再说话, 安静地看着陈平安等待下文, 陈平安听完具体原因后, 内心都想问候这帝国了, 你们搞事情也得等我任务完成后啊, 这不是往死里逼我, 陈平安很难受, 但他也没有办法, 他已经在那本修炼常识里面, 知道了这大陆的基本情况, 王国之上有皇国, 而皇国之上则是最高级别的帝国, 这帝国都派人来了, 他一介凡人, 毛用都没有, 对了, 书山仙院的势力比帝国势力强, 要是我能拜托腾老出面解决, 也许能解决这事情, 只是我没办法找到他, 而苏灵父亲半个月前刚来, 得半个月后才会再来一次, 想到这里, 陈平安也没办法了, 只能等时间过去, 我确实有办法解决, 不过得等半个月后, 这半个月, 你们只能顺从他们了, 陈平安苦笑起来, 看着慕容公时, 给了他一个加油的表情, 意思是别被困难打倒, 加油, 慕容公听到这话, 脸皮抽了抽, 前辈, 你要是帮忙, 能不等到半个月后吗, 你现在随便去祸祸两下, 就把他们给弄死了呀, 好吧, 也许前辈另有安排, 慕容公想了一下, 也没有再想, 只能这样了, 说完, 他也得回去了, 他这次出来, 还是有时间限制的, 不然他儿子孙女会有生命危险, 并且他还被威胁了一通, 要是他敢说出宝藏之事, 会被灭踪, 陈平安把慕容公送出大门, 同时还苦笑道, 其实, 功劳你不能反抗的话, 就好好替他们探寻吧, 也许几天就找到了, 那时候, 他们也会离开, 陈平安的意思是, 功劳, 既然反抗不了, 那就享受吧, 慕容公苦笑了一下, 告辞离开, 陈平安回到院子, 脸色依旧有些不好, 半个月后, 苏毅会来一次, 到时候, 他确实可以让苏毅找真诞藤一下, 但他也不确定, 真诞藤会不会帮忙, 毕竟, 那怎么也是一个帝国, 而要是不帮, 那时候已经离他任务实现不远了, 他这小命就悬在悬崖上了, 除了这办法, 我也没其他办法了, 哎, 要是我真如他们说的一样, 很强就好了, 陈平安很苦逼, 这时更是对着空气道, 系统, 你就不能先给我点实力吗? 不能, 没完成所有任务前, 你就是一个若姬, 听着这毫无感情的话语, 陈平安气得牙痒痒的, 说若不说鸡, 闻命你我他, 陈平安闷闷不乐地回到院子里, 他之所以认定自己很弱, 也是有一部分是因为系统经常说他弱的缘故, 而现在, 他得想想自己的后路了, 如果真诞藤不能帮他, 那他那时候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而慕容公他们要是没空帮忙建立宗门, 他只能去找其他人帮忙了, 找小林父亲, 陈平安不清楚苏毅的实力如何, 而看苏毅这么年轻, 而且还不是老师, 实力应该还没慕容公强, 不过, 建立一个小宗门, 可能可以, 但前提是他得忽悠到对方帮忙, 还有龙老, 这段时间都没见到他, 他应该比慕容公强吧, 龙傲天看起来比慕容公还老, 而且特别有修养, 一看就是高人模样, 不过他寄予希望在对方身上有点不切实际, 毕竟他也不清楚这位存在还会不会来找他, 怎么说他也仅仅是一个凡人而已, 就像刚才系统那句真实且戳心的话语, 你就是若鸡, 简直不要太欺人, 这五年来他求过系统很多次, 但每次系统都会说这句话, 生死有命, 看天吧, 陈平安只能顺其自然了, 时间匆匆过去几天, 就在平静的清晨里, 突然, 嗡嗡, 在靠山宗所在方向突然响起了一道巨大的嗡鸣声, 这声音饶耳至极, 让人牙酸, 院子里面的陈平安, 听到这响声, 眼眸一亮, 莫非已经找到藏宝地了, 这才过去几天, 要是这藏宝地很快探索完, 剩下时间也够他们来建立宗门了, 但此时那边的情况, 却和他想的不一样, 不远处的山顶上, 龙傲天眉头突然一皱, 这是大成七妖兽的气息, 龙傲天这几日里, 也已经知道了靠山宗那边的情况, 也知道了千语帝国的刑警, 对此, 他有些怨怒, 强迫一个宗门去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 和他以前遇到的一件事很像, 他以前加入过某个宗门, 他那个宗门, 就是被另一个势力如此对待过, 最后更是惨遭灭门, 只有他一人存活, 他对这种事情很是厌恶, 但想到千语帝国是靠着前辈施舍洪泽气运时而发迹, 也许和前辈有些关联, 所以他才忍住没出手, 此刻见到那边出现如此强大的妖兽, 他也不想看到, 无辜的靠山宗之人死伤, 一咬牙下, 在原地消失, 而院子里面, 仙气也感应到了, 各位大佬, 要不要去救一下那个宗门的人? 仙气问道, 菜刀看向仙气, 道, 小垃圾, 你还是多提升马, 没感应到有人去了, 仙气仔细一感应, 确实遗漏了, 菜刀继续道, 而且这种情况, 主人没让干活, 最好别多管闲事, 能不出去就别出去, 容易惹到因果, 仙气口直道, 因果, 大佬, 上次我替你背锅, 不会惹到因果了吧, 菜刀听到背锅二字, 咳嗽了一下, 然后故作深沉道, 上次你已经惹到了, 至于因果, 这么和你解释吧, 如果你没去偷看我带回小灵, 你就不会被我拉出去背黑锅, 更不会有后面被困在那诛仙镇里, 被折磨这事, 可懂, 仙气沉吟了一下, 然后懂了, 大佬的意思是, 我背黑锅, 是咎由自取, 仙气无语道, 菜刀, 对的, 你还是挺聪明的, 所以, 以后别拿黑锅这事说了, 可懂, 仙气, 我信你个鬼哦, 你个糟老头子, 第59章, 黑椒, 靠山宗附近一片山脉, 此刻有一群人, 正围着一处地方拼命挖掘, 在一个如同遮阳伞一般的滑盖之下, 有一张躺椅, 一个穿着红裙, 化着浓妆, 五官也挺漂亮的女子, 半躺在椅上, 这女子, 正是千语帝国公主, 刘玉溪, 在她身旁, 此刻有一名拿着一张残旧地图的老者, 她看了回地图后, 恭敬看向刘玉溪, 公主, 获得的那张藏宝图, 指着的地点大概就是这附近了, 应该就在那座山脚下, 刘玉溪听后, 脸上露出了一抹喜色, 然后冷漠道, 那赶紧让他们去挖, 谁要是不努力, 好好教训, 老者听后点头, 朝着不远处恭敬站着的一个中年, 示意了一下, 刘玉溪说完, 看向旁边闷闷不乐站着的慕容雪, 沉声道, 傻站着干嘛, 本公主口渴了, 去开个西瓜, 慕容雪听着使唤吓人一般的话语, 拳头握了握, 但她没有办法, 她现在的实力比这个公主强, 可身份比不过, 而且这公主身旁的老者可是度节期, 吐口唾沫, 都能淹死她, 慕容雪咬着牙, 照着吩咐去开西瓜, 刘玉溪看着慕容雪的身影, 心中冷哼不断, 她在第一眼看到慕容雪的时候, 先是愣了一下, 玄疾就是恼怒, 自从觉醒体制后, 她的修为便达到了原音五层, 这修为已经很吓人, 加上她的年纪, 稳稳在南方这一边, 能被称为翘首的天才少女, 再者, 她美貌不差, 甚至还有过人之处, 加上自己身后势力晋升为帝国, 她的身价一跃千丈, 然而, 觉得自己已经很强的她, 来到这穷乡僻壤后, 却发现了一个比她美, 比她强的女子, 甚至还隐隐中比她年轻一些, 这让她特别受到打击, 同时, 心中也充满了愤怒, 她不想容下这样的人, 但为了安抚住靠山宗的人, 她也不好此刻处决慕容雪, 不过事后就可以了, 至于现在, 她也没有让慕容雪好过, 决定让她当侍女, 慕容雪拿着开好的西瓜走上前, 刘玉璇拿着一块吃了一口, 随后猛地把西瓜砸向慕容雪脚下, 不好吃, 重开, 慕容雪脸色怒红, 性牙紧咬, 很好, 我忍你, 但别给我机会, 不让我弄死你, 慕容雪信心然去重开西瓜, 刘玉璇呵呵一笑, 垃圾, 看我不玩思念, 她不承认自己有妒忌心, 因为她这不叫妒忌, 而是她本就是一个身份卓越之人, 一个穷乡僻壤之人, 不配拥有这些没错, 是不配, 而且就在这短短时间里, 越来越多强大的散修加入他们帝国, 有些强大势力还看准他们帝国有洪泽加成, 纷纷合作, 他们帝国成为大陆顶尖势力, 指日可待, 她是这个帝国的公主, 他日的成就肯定比眼前这垃圾玩一强, 山脚下, 慕容公等人努力挖掘, 可就在这时, 他们好像挖到了什么, 地面突然震动了一下, 大家退后, 慕容公渐渐感受到了神秘的气息, 大喊一声, 一群靠山宗之人急速倒退, 这时, 他们刚才所在的山脚下, 山体滑坡了一般, 突然现出一个黑乎乎的山洞, 按理来说, 外面有光, 应该折射一些进去, 可那洞口就是黑乎乎的, 给人一种那是什么恐怖怪物的血盆大口的感觉, 不远处的刘玉熙等人感受到了动静, 几个闪身就到了那边, 看着黑乎乎的洞口, 他们眼眸大亮, 终于找到了, 刘玉熙哈哈一笑, 这藏宝地是上古某个强者飞升前的居所, 这强者独自一人生活, 没有亲属, 也没有视力, 飞升的时候肯定有很多好东西留下, 他们找到, 定能大发一笔横财, 不过, 此刻这洞口黑乎乎的里面究竟有什么, 他们也不知道, 一时间不敢靠近, 这时, 刘玉熙看向了慕容公, 冷然命令道, 你们派人进去看看, 慕容公听着这命令一般的话语, 拳头一握, 我们只帮你们挖掘, 此刻已经完成任务, 按照一开始说的, 我们应该可以离开了, 慕容公要不是看在刘玉熙身旁有一个渡劫期, 真想抱走一顿刘玉熙, 尽管刘玉熙是女子, 还跟她孙女一样年纪, 可她就是想揍她, 刘玉熙呵呵一笑, 这么说来, 要逼我动手了, 此话一过, 整个靠山宗的人们都火冒三丈, 甚至有人很想来一句, 老祖跟他们拼了, 实在太欺负人, 慕容公拳头攥紧, 很想动手, 可最后, 他还是闭眸忍下怒气, 看向了张绍峰, 道, 我们两人进去, 张绍峰点头, 他感受到里面有危机感, 要是里面真有危机, 让弟子进去, 就是送死, 而他们进去, 也许能随机应变, 慕容公这时看向刘玉熙, 道, 我们两人进去, 让我宗弟子退后一些, 这总没问题吧, 刘玉熙冷笑点头, 有人进去, 探路就行, 就这样, 在慕容公安排下, 靠山宗一群人往后倒退了几百丈, 刘玉熙他们也一样, 怕慕容公他们在里面引出什么恐怖的存在, 因为他们也感受到, 里面有股危机感, 山洞外, 慕容公和张绍峰对视一眼, 便往里面探去, 他们两人没入黑暗之中, 外面开始静下来, 慕容云海等人咬牙切齿, 对刘玉熙等人恨意满满, 刘玉熙好像感受到他们的目光, 却不以为意, 甚至还觉得蝼蚁在仰视大象, 对大象来说蝼蚁在不爽, 那依旧是蝼蚁, 对他来说踩上一脚的兴趣都没有, 而慕容公两人进入不久, 突然意外发生了, 一道强烈的嗡鸣声响了起来, 好像触发了什么机关一般, 这一刻, 慕容学等人脸色大变, 因为他们感受到一股强悍且狂暴的气息, 突然在洞口处出现, 哄, 随着嗡鸣声响起, 一道强烈撞击发出的声音出现, 两道黑影从洞口处弹出, 两具身体砸落在地, 滑行了很长一段距离, 才停了下来, 噗, 噗, 落地不久, 慕容公和张绍峰同时喷出了一口鲜血, 旋即眼前一黑, 晕死过去, 慕容学等人看着这一幕, 目自欲裂, 急速跑去, 而这时, 黑乎乎的山洞处突然有震动声响起, 一头庞然大雾一步一步走出惊现众人眼前, 那是一条黑色的蛟龙, 第六十章, 你们龙族都这么皮的, 刘玉希等人看着眼前的庞然大雾, 感受着那恐怖的气息都吓得脸色发白,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这藏宝地里面竟然藏着这么一头恐怖的妖兽, 黑蛟, 而且是大成镜, 慕容云海几人很快到了慕容公两人面前, 感受到两人生机还在, 都松了一口气, 他们快速拿出丹药送进两人口中, 同时背起两人往远处奔去, 他们也看了眼那黑蛟, 蛇身四足气息更是大成镜剑, 传闻黑蛟由蛇类妖兽进化而来, 全因为那些蛇类妖兽拥有很弱的龙族血脉, 牵扯到龙族这种古老妖兽实力都非同小可, 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逃, 不管能不能逃, 先逃了就对了, 刘玉希这时也急速看向了杜劫七老者, 听似尖叫一般道, 逃, 快带着我离开, 这种恐怖存在, 要是对他们发起攻击, 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到时候逃都逃不了, 这杜劫七老者也被这恐怖的蛟龙吓到, 脚还发软起来, 此刻听到这声尖叫, 急速回神, 准备逃离, 可就在所有人大惊失色的时候, 突然间在黑蛟前方空中惊陷一人, 此人红发白袍, 气质超凡, 如同折仙, 大成巅峰, 一群人看到这一幕, 逃跑的动作顿了一下, 刘玉溪看到这一幕, 眼眸一亮, 脸上的恐惧之色瞬间隐没, 他看着这红发老者, 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竟然是天尊楼楼主, 天尊楼在大陆上的影响力极大, 而且这个势力在很久以前就有, 已经度过了好几千载岁元, 龙傲天出现后, 走出的黑蛟脚不停下, 目光审视着眼前的人, 两者目光这一刻碰撞在一起, 好似有电光在其间闪烁, 黑蛟修为正是大成中期, 而龙傲天已是地先境界, 能一个打两个大成巅峰, 但此刻他竟然觉得, 眼前这黑蛟有可能和他不相上下, 这种感觉来自于潜意识, 龙傲天眉头皱起, 看向身后沉生到彤彤离开, 他感觉等会得有一场大战, 一群人都感受到了龙傲天的强悍气息, 以为他能碾压这头黑蛟, 此刻听到这话, 再次脸色白了起来, 刘玉溪也震了一下, 而慕容云海等人这时很听话, 朝着众弟子大喊, 让他们分散逃, 不久后再在宗门会合, 随后他们也开始背着慕容公两人急速退后, 远离这边, 而他们飞向的方向正是清元镇那里, 他们必须找前辈为他们主持公道, 千语帝国欺人太甚, 至于刘玉溪等人, 此刻也开始倒退, 飞上天空, 但没有直接远离, 而是想看看情况, 要是龙傲天打赢了, 他们就不能放过这藏宝地, 还可以上去攀礁, 他们帝国急需和更强的势力结下良好关系, 清元镇, 一间院子里面, 菜刀刚说完仙气, 这时他又突然呕呼了一声, 小金鱼, 感觉这妖兽, 有一点你们那个族群的味道, 仙气听着这话有些不懂, 其他神气这时也开口了, 没错, 感觉稍微培养一下, 以后成龙应该没问题, 要不把他收了, 以后多个跑腿的, 嗨嗨, 小垃圾, 我没说你是跑腿, 赞同, 赞同加一, 仙气, 好吧, 我就是跑腿的, 仙气很无奈, 而这时, 小鱼堂里面传来一道声音, 看情况吧, 我得看看他有没有培养的价值, 听着这话, 其他神气都懂啥意思了, 就是看看黑胶和龙奥天打一场, 具体怎样了, 随后, 金鱼继续道, 而且, 这也得等主人睡觉再说, 听着这话, 其他神气的目光都看向了门外遥望着远方, 思索着什么事情的陈平安, 山谷前, 龙奥天紧盯着眼前呼气一下, 都能让四周骤起狂风的黑胶, 没有动弹, 看似不敢轻易动手, 实则是在等其他人远离, 他有预感, 自己和这黑胶战斗, 余为肯定很大, 波及肯定甚广, 黑胶眼睛如灯笼, 此刻也盯着龙奥天, 但他突然忍不住了, 大口张开, 口吐人言, 老头, 怎么, 想打架, 别看我和爱, 但我此时有点恼火, 把你打出屎来, 可不怪我, 黑胶被龙奥天这般盯着, 有些恼火, 而且, 他招谁惹谁了, 好好地睡个觉, 被两个人进来撞了一下屁股, 佛都有火呀, 当然, 他也算教训过慕容公两人了, 此刻出来并不是为了屠杀, 而且他信佛杀孽棘手, 此番出来就是醒来后想晒晒太阳而已, 龙奥天听着这有些脾气, 且具有泼皮味道的声音, 震了一下, 玄疾继续沉声道, 有老夫在, 你休想杀人, 看着黑胶这般, 他认定他要杀人, 黑胶闻言张口就骂道, 老子啥时候说要杀人了, 活得好不, 龙奥天又被这话呼了一脸, 他怎么感觉这黑胶有点不正经他们本无罪, 即使你不杀他们, 要伤他们我也得阻止, 龙奥天继续沉声道, 靠山宗的人都是被逼的, 黑胶要伤他们没门, 听着这话, 黑胶无语了, 我他娘的谁说要伤他们了, 我就出来晒晒太阳还不给了, 啊呸, 就你多事, 看什么看, 不服啊, 来啊, 别以为修为比我高就很牛, 不妨告诉你, 老子当初还因死过仙兽, 就问你怕不怕, 黑胶一通话语喷出, 刺个爪子还在地上磨了磨, 换作人类的话, 此刻应该是在撸手绣, 龙奥天前一刻脸色依旧严肃, 此刻听到晒太阳, 还是没忍住脸皮抽动了几下, 他越来越觉得这胶龙不正经了, 你他娘的不是妖兽吗, 能不能嗜血残暴点, 这样我斩杀起来也没心理负担啊, 他发现, 这胶龙比人还机灵, 言语还很轻挑奇葩, 就像是市井无赖泼皮一般, 这在妖兽界里绝对没有, 因为妖兽即使修为很高, 有点灵智, 也不可能有这般人类思想, 总会保存着吃人嗜血习性, 可这黑胶却说自己信佛, 没话可说了, 怕了, 啊呸, 老子也不跟你计较, 给我滚远点, 老子要晒太阳, 说着, 黑胶真不管龙奥天了, 朝着太阳方向看去, 黑脸上好像升起了一个舒服的表情, 天空中还停留在这里的刘玉熙等人, 看着这一幕张口结舌, 至于清园镇院子里面, 此刻也安静不已, 过了一会, 菜刀古怪道, 小金鱼, 这么看来, 你们龙族好像都很皮啊, 金鱼, PS, 群号610613601, 里面挺多人, 喜欢此书的可以进去聊聊天哦, 今晚还有, 作者君继续干, 第61章, 能给你们便能收回来, 龙奥天嘴角抽了抽, 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嘛了, 这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 他以为来这里后, 得和一头强大的妖兽好好战斗一回, 没长想, 遇到的却是这么一头脱皮妖兽, 龙奥天眉头皱了起来, 随后感应了一下, 四周已经离去了的靠山宗之人, 他来此就是为了不让靠山宗之人惨死, 既然靠山宗的人没事, 他就懒得再管了, 如此想完, 他想要一空离去, 可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他身后不远处的空中响起, 前辈, 可以过来一下吗? 我有事与您商量一下, 说话之人正是刘玉熙, 刘玉熙此刻依旧在高空之中, 不敢靠近, 而见龙奥天和这条蛟龙打不起来, 他反而有点不乐意了, 他的想法很简单, 这条黑蛟肯定还会待在那洞口里面, 龙奥天要是不把这条黑蛟弄死, 或者打残, 他们就没办法进去里面探索, 里面的宝贝, 将和他们没有一丝关系, 而看了这么一会, 他也看出了这条黑蛟有多猖狂, 面对天尊楼楼主龙奥天都敢这么叫嚣, 极有可能真的很强, 如此之强, 恐怕得来很多个大成妻, 才能把他灭杀, 或者驱逐离开他们帝国, 此时刚起步, 短时间肯定不能拿下这地方, 但要是龙奥天和这黑蛟打上一场, 那结果就不一样了, 龙奥天看向了天空中的刘玉熙, 眼眸眯了一下, 目光有些冷清, 对于这种小辈, 他很是不待见, 要不是看在千语帝国和前辈有关联, 他真想好好教训他们一番, 而此刻被叫到, 他也想看看对方想干什么, 一眨眼间, 龙奥天已经升上空中, 奥利在刘玉熙几人面前, 刘玉熙带头向龙奥天行礼, 见过龙前辈, 龙奥天心里冷哼, 表面沉默, 刘玉熙没有发觉龙奥天有些不对劲, 只想着这是前辈太高冷了, 便笑着小声一句, 前辈, 此蛟龙明显是怕了您, 所以才这般嘴平, 而他说不杀人, 畜生之话可信吗? 我建议还是灭了他, 说完, 他为了让龙奥天坚定动手的决心, 还眯着眼眸道, 不瞒前辈, 这黑胶刚才盯着靠山宗的人, 好像看着食物一般, 恐怕在前辈走后, 他就会去他们宗全部途径, 当成粮食, 刘玉熙露出一副 我很替靠山宗他们担忧的表情, 龙奥天听着他这话, 算是知道什么叫做无耻了, 而且, 这人竟然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子, 好一个千语帝国, 小女娃, 你要记住, 有些东西, 可是别人给的, 如果非要做死, 那些存在也许会把给出去的东西, 统统拿回来, 你们好自为之, 龙奥天气得笑了起来, 一通说完, 甩袖离开, 对于刘玉熙什么想法, 他人老成精, 何曾看不出, 借他的手, 灭下面那条黑胶把了, 但很可惜, 这种把戏, 他看多了, 刘玉熙完全没想到会这样, 还被骂一通, 看着突然消失在面前的龙奥天, 他脸色从呆滞, 慢慢转变成另一副模样, 还算有点漂亮的脸, 猙獰且黑沉起来, 他没有如泼妇般大骂, 也没有撕心裂肺大嚎, 他紧紧捏紧拳头, 低声道, 很好, 很好, 天尊楼是吧, 迟早, 我让你们跪在我们帝国脚下, 刘玉熙身旁几人听着刘玉熙这话, 身子一抖, 然后快速看向四周, 还好龙奥天已经离开了, 但就在这时, 他们发现, 一道锐利的目光落在了他们身上, 他们急速转移目光, 就连刘玉熙也一样, 他们统统看向地面, 此刻那黑胶正在盯着他们, 黑胶突然张开了嘴, 露出了獠牙, 原本就很黑的黑胶, 獠牙反而显得很白, 很像一个黑人表情包一般, 没错, 他笑了, 笑得特别诡异, 刚才你们应该再说我的坏话吧, 话语一过, 刘玉熙等人身体瞬间发寒, 夜空中龙奥天脸色阴冷, 其实, 刚才他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 甩袖之后, 他假装离开, 其实他仅仅是隐没在刘玉熙等人的身后他, 之所以那样做, 正是想躲着看看, 黑胶会不会在他离开后, 展开屠杀, 并且去追击靠山宗的人, 然而, 让他想不到的是, 刘玉熙竟在他离开后, 说出那些话语, 千语帝国, 想让我天尊楼跪在你们脚下是吧, 龙奥天往青园阵方向飞去, 他忍不住了, 他得去问问前辈, 这千语帝国如此行径, 真的该任由其发展吗? 他们明明是靠着前辈给的气韵, 才有现在这般地位, 若以此为作恶资本和败坏前辈名声有何不同? 龙奥天一空来到一间院子前, 而他刚出现, 就发现刚有人飞上了天空, 离开了此处, 此时, 陈平安就在大门前, 陈平安刚送走慕容学等人, 此刻看到出现了龙奥天当即眼眸一亮, 刚才慕容学等人带着受了重伤的慕容公他们来了, 涂了一肚子苦水, 陈平安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忍忍, 同时说着自己尽量安排, 他也只能等苏毅前来, 让他去找真蛋腾帮忙了, 但此刻看到龙奥天, 陈平安觉得惊喜来得太快, 龙老, 陈平安连忙迎接过去, 龙奥天也朝着陈平安行礼, 道, 前辈, 陈平安觉得龙奥天应该很强, 此刻连忙往院子里面请, 同时还道, 龙老来得正好, 其实我有一件事, 想请您帮忙, 龙奥天还没来得及开口, 此刻听到这话, 先把自己的问题压住, 道, 前辈但说无妨, 他想不通前辈有啥事情, 要请他帮忙的, 如此强大之人, 会有难题, 陈平安很快带着龙奥天进入院子, 边走边问道, 龙老可知千语帝国, 此话一过, 煞时, 龙奥天猛地驻足, 他看着陈平安, 脸上突然生起了崇拜之色, 前辈这是算出了我的来意了, 一念即此, 龙奥天朝着陈平安恭敬拱手, 前辈真乃神机妙算, 没错, 我正是为这千语帝国而来, 他们行径太过恶劣, 我想打压他们, 现在前来, 就是想问前辈觉得如何, 龙奥天也不隐瞒了, 觉得在如此神人面前, 完全没有隐私可言, 拐弯抹角, 反而有可能会让对方觉得虚伪, 而还想低声下气, 请求帮忙的陈平安, 听着这话后, 突然说不出话来了, 龙奥, 你已经成仙了吧, 你还说我神机妙算, 你才神机妙算好吧, 都知道我想干嘛了呀, 第六十二章, 谁说我强, 我跟谁姐, 陈平安看着龙奥天, 一副等待的样子, 咽了咽口水, 道, 如果龙奥可以的话, 打压, 必须打压, 回想着刚才慕容公和张绍峰的模样, 陈平安有点牙痒痒的, 慕容公和张绍峰这般为他建造宗门, 此刻遇到了这种不公之事, 他却什么忙也帮不了, 心里很是不舒服, 此刻龙奥要帮忙打压这千语帝国, 当然得打压了, 龙奥天听后, 眼眸一亮, 看来前辈也是被这千语帝国的行径惹怒了, 明明给了他们这么大的机缘, 他们却以此为嚣张的资本, 简直愚昧无知, 得到陈平安同意, 龙奥天便告辞道, 前辈, 那我先离开了, 不出一日, 我让他们千语帝国知道, 惹怒前辈的代价, 陈平安听到这里, 震了一下, 陈平安这时认真看着龙奥天, 道, 龙奥, 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为何一直管我叫前辈, 我一开始不在意, 是觉得你和某些人很像, 但我觉得你有些不同, 听到这句话, 龙奥天震了一下, 前辈这话是想试探我, 应该别有玄机, 前辈,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龙奥天不想猜了, 反问了一句, 陈平安有些无语, 当然真话, 龙奥真是会开玩笑, 当然想听真话, 闻言, 龙奥天便不怕说真话, 得罪陈平安了, 道, 那当然是因为前辈强啊, 嘎, 此话一过, 陈平安突然说不出话来了, 又是这样, 难道我真的很强, 真的, 陈平安再次问道, 龙奥天越加怀疑陈平安在考验他, 但自己已经说过了, 改口反而不好, 便硬着上点头一下, 陈平安嘴角抽了抽, 然后送别了龙奥天, 送走了龙奥天后, 陈平安关上了门, 他盯着虚无的空气, 深吸了一口气, 道, 系统, 给我出来, 干嘛, 陈平安眯着眼眸, 摸着下巴, 我一直就很奇怪, 他们看着我一直很恭敬的样子, 我都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很强了, 可是, 每次你都偷偷告诉我, 说我是若鸡, 我现在就不信了, 一个这样, 两个这样, 三个总不会这样了吧, 而且我发现, 这龙奥和他们不同, 所以, 这说明他们眼中的我, 应该真的很强, 这次, 你没得解释了吧, 哼哼, 那你找个人跟你对打, 要是你能赢, 我到底吃响, 陈平安, 好, 我就不信了, 我看你怎么吃响, 陈平安准备出门, 随便找个地痞, 无赖动一下手, 他来这世界后, 系统天天告诉他, 别跟人动手, 还说这世界强者无数, 他一个凡人, 不小心就会死, 所以他五年来, 真没跟人动过手, 也没受过伤, 现在, 他开始怀疑起来了, 也许系统一直在坑他, 其实他强得要命, 但刚走几步, 他又停了下来, 嘿嘿, 要是系统说的是真话, 我找地痞流氓动手的话, 可能会被揍得很惨, 陈平安脸上露出了一抹尴尬神色, 有了, 小林, 出来一下, 这话一出, 系统突然无语了, 这宿主好无耻啊, 在屋子里玩抛石头游戏的苏林, 听到陈平安这话后, 走了出来, 最近在陈平安那里, 学会抛石头游戏后, 他便爱上了这游戏, 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嘿嘿, 小林, 帮哥哥一个忙呗, 陈平安到苏林道, 好啊, 看着这一幕, 院子里一堆神器也无语了, 主人好无耻啊, 掀气这段时间过来, 和菜刀他们混熟了, 也已经从菜刀他们那里知道了陈平安的事情, 其实他眼中的前辈, 真的很弱, 不过, 他也不敢轻视陈平安, 因为菜刀他们很是忠心, 间接来说, 陈平安也很强, 有这些存在在, 依旧无敌, 小林, 你去把衬衣杆拿过来, 我先去换一件衣服, 陈平安说完, 听话地去拿衬衣杆, 陈平安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换了一件比较朴素的衣服, 小林, 你拿着衬衣杆往我身上打开, 随便打, 我不还手, 看看自己能不能躲开, 陈平安可不舍得和苏林打, 而且他和一个小孩打, 简直无耻, 他就是想让苏林拿着棍子打他, 要是他真的很强, 那肯定能躲开, 也许得遇到攻击, 他那强大的实力, 才能开启, 苏林以为这是一个游戏, 想了一下, 便道, 那打腾哥哥咋办, 陈平安脸上露出了一抹, 有些猥琐的笑容, 没事, 你使劲打就是, 而且, 你别打一下就停, 我躲过了也继续攻击, 这样才能激发我的最强潜能, 其实他心里在想, 小林, 你多力了, 你这么小, 力气能有多大, 陈平安为自己的机制感到开心, 要是他找地痞流氓打架, 真是没有修为的时候, 他也免不了被惨揍一顿, 但小林攻击他, 他顶多也叫挨起棍, 鉴于小林力气小, 他根本不带疼的, 苏林见陈平安这般要求, 也没办法了, 脆生生的, 那我开始了, 陈平安笑着点头, 得到同意, 苏林开始拿着衬衣杆往陈平安打去, 他嘴里还发出可爱的声音, 我打, 一棍打出, 朝着陈平安腿部打去, 陈平安看着这一棍, 快速往他腿部打来, 他眼眸一亮, 这正是查证自己能否一跃几丈的机会, 我跳, 陈平安用力一蹬, 整个人弹跳起, 然而, 不跳还好, 一跳之下, 他发现自己跳了个寂寞, 才离第三十厘米, 然后就坠落了, 而苏林的一棍已经近身, 我擦, 陈平安傻眼了, 一棍实实地打在了他的腿上, 闷重的声音响起, 然而打了一棍后, 苏林还不停手, 按照陈平安的嘱咐, 一棍一棍打出, 就这样, 嗷嗷的惨叫声在院子里面此起彼伏, 消失的时候, 陈平安一手扶着墙, 一手扶着腰, 他含泪咬牙, 他娘的, 谁在说我强, 我跟谁挤, 还有一张, 很快, 第六十三张, 全面打压, 让他一夜回到当初, 陈平安此时觉得身体散架了一样, 幽怨地看了眼低着头, 蹲在地上玩抛石头的苏林, 当然, 他也不愿苏林, 是他自己自找的, 说个毛的别, 一下子停手啊, 还有, 他真的没想到, 苏林看起来小小的, 这么可爱, 但戾气竟然那么大像急了大人一样, 但都快疼了, 现在宿主信了吧, 听着系统的声音, 陈平安欲哭无泪, 高高兴兴以为自己真的很强, 然而, 现实却再次给了他一次重击, 陈平安眯着眼眸, 想着慕容公和龙傲天, 这两个家伙, 为啥要骗他, 联合起来玩他, 他们应该不会这么无聊吧, 经此一事, 陈平安已经看穿自己的底子了, 肯定不强, 他甚至有种感觉, 苏林都比他强, 这就很悲哀了, 不过他也没觉得, 苏林力气大有和特殊, 毕竟苏毅是修炼者, 也许生下来的女儿, 比较特殊一点, 诶, 真想不明白了, 陈平安坐在椅子上, 无奈不已, 可突然间, 他又灵光一闪, 那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其实我是一个bug一样的存在, 虽然真的很弱, 但在这些修炼者眼里, 我看起来特别强大, 这也许有可能, 修炼界常识那本书上写着, 他们这些修炼之人, 能靠气息感受到对方的实力, 也许我身上就有这样的气息bug, 让他们产生错觉, 觉得我修炼气息很强, 没错, 如果真是这样, 这就解释得通了, 他们见到我就说我是前辈, 还如此恭敬, 我说自己是烦人的时候, 他们还不信, 陈平安一拍大腿, 觉得一切都通了, 可这一拍下, 刚好拍在腿伤上, 又是一阵倒吸凉气, 不过陈平安还是很开心,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以后就能胡假虎卫了, 陈平安黑黑一笑, 即使没有修炼, 也能享受拥有修为时的荣誉, 而就在陈平安叽叽歪歪的时候, 外面突然跑过来一个小孩, 有仙人来镇子了, 这小孩跑过去, 嘴里拼命重复着一句话, 听到此话, 陈平安眼眸一亮, 这小孩口中的仙人, 正是修炼者, 其实他们镇子每过一段时间, 都会有一些修炼者路过, 他们一般是赶路忘记带粮食, 遇到小镇, 所以下来购买一些东西, 听到此事, 陈平安刚好可以拿着人来试水, 要是他的猜测没错, 那修炼者在见到他后, 定会喊他为前辈, 陈平安看向苏灵, 道, 小铃, 你待在家里, 我出去一会, 等会回来给你带个西瓜, 苏灵听后笑着点头, 然后继续不亦乐乎地玩着抛石头, 他已经练习到一次接五颗小石头的程度了, 陈平安浑身都痛, 就懒得换衣服了, 步履蹒跚地往外走去, 他去到大街的时候, 看到了很多镇民围着一个中年人, 还笑着拱手喊仙人, 有些镇民为了能得一些仙缘, 还送出礼物, 那中年人也不嫌弃一群镇民, 反而还和他们谈得其乐融融, 在小孩要求表演一下仙术的时候, 他更是飞了起来, 在人们头顶飞上一圈, 他的修为正是杰丹靖以前也是凡人小镇出生, 后来努力修炼, 才有这般成就, 所以对凡人们特别亲切, 陈平安看到这人能飞起来, 想着必定是修炼者了, 便赶紧往前方行去, 而镇民们看到了他, 都很是客气地喊着陈先生, 陈平安也朝着他们微笑点头, 最后, 陈平安来到了结单七中年的面前, 陈平安此刻心脏砰砰地跳动, 期待着修炼者突然拱手, 头比手低, 来上一句前辈, 然而, 这中年在看到陈平安靠近后, 只是微笑道, 这位先生, 有事, 看起来挺客气的, 但这却没有达到陈平安想要的程度, 陈平安眨了眨眼, 觉得不应该啊, 他试着问道, 你好, 请问你能看到我有什么不同吗, 这中年听着陈平安这不清不楚的问话, 有点猛, 啥意思, 有啥不同, 没啥不同啊, 中年不明白, 只能摇头, 这一刻, 陈平安心碎了, 然后转身告辞, 你妈的, 下次哪个家伙再说我强, 我真的跟他结, 陈平安算是明白了, 有毒的人不是他, 而是慕容公, 龙傲天他们,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陈平安很无语, 想到脑浆出来了都想不明白, 他无奈地买了个西瓜, 往院子蹒跚行去, 以后懒得想了, 你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想多了, 甚疼啊, 龙傲天离开了陈平安所在的院子后, 先是去到了焦龙所在的地方, 但刘玉希已经不知去向, 焦龙看到龙傲天, 呵呵道, 怎么, 还想打上一场, 刚才他想袭击刘玉希他们的时候, 龙傲天出手了, 毕竟龙傲天觉得, 千语帝国也许对陈平安有用, 但他们打过后, 结果却是不分胜负, 龙傲天知道打一场也没用, 便懒得理他, 转身消失, 回到了自己建立屋子的山顶上, 他拿出了一块传音御检, 传音道, 可在天尊楼, 传音片刻, 里面传音回来, 再的, 楼主有事吩咐, 一道中年女子声音响起, 龙傲天眼中闪过一抹冷色, 沉生道, 从此刻起, 亲近天尊楼所有实力, 打压千语帝国, 龙傲天所在山顶处, 原本还有山峰拂过, 但此话一过, 好像对方愣了一下一般, 随后, 楼主, 千语帝国最近风头很盛, 很多势力和他们联手, 我们这样做, 不合适吧, 龙傲天冷哼道, 要是我说, 他们千语帝国公主说过, 不久之后, 让我们天尊楼跪在他们帝国脚下, 你觉得还合不合适, 此话一过, 对方再次愣了一下, 而下一刻, 对面的声音也冷了起来, 楼主, 请吩咐, 龙傲天冷力道, 从此刻起, 发动天尊楼所有成员, 打压千语帝国, 威胁所有和他们合作的势力, 再敢和他们合作, 将是我们天尊楼死地, 而且还要发动和我们天尊楼合作的势力, 加入这场打压战斗中, 我要他们千语帝国, 一夜回到当初可做到, 传音欲捡很快传来声音, 遵命, 龙傲天最后脸上露出了一抹冷笑, 加多一句话, 对了, 你派个人去千语帝国找寻他们帝君, 告诉他, 他有一个好女儿, 感谢各位的打赏了, 今天五更结束, 好嘞, 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继续干了, 我会加油的, 第六十四章, 院子里种地, 陈平安抱着西瓜, 回到自己院子, 苏玲在看到了他手中的西瓜后, 眼眸一亮, 把石子收入了自己的口袋里面, 跑到陈平安的面前, 陈平安看着刚才痛揍了自己一顿的苏玲, 脸色古怪, 小林儿, 问你一事, 你觉得哥哥强不强? 陈平安眼中露出了一抹期待之色, 他还是希望自己挺强的, 苏玲拼命摇头, 陈平安有些违靡, 不过他还是有一个想法, 也许弱的人看不出他的强大, 而强的人, 例如慕容公和龙傲天他们这样强大的人, 反而有那样的遮掩bug, 陈平安弱弱地安慰自己, 觉得这还是有些可能的, 毕竟他觉得刚才那个中年也不是很强, 顶多也就只是能飞而已, 苏玲回答完陈平安的答案后, 便抱过了西瓜, 往厨房里面走去, 那快速地且兴奋的样子, 让陈平安一阵无语, 苏玲还真是喜欢西瓜呀, 要不, 自己就在这院子里面开垦一块地来种, 他这院子还是挺大的, 有一个小池塘不说, 这池塘还有一个小泉眼, 时不时有水涌出, 不怕没有水, 靠着这池塘开发一小块地, 可以种西瓜和一些蔬菜, 有了想法, 陈平安便开始付诸行动, 他把苏玲叫了出来,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苏玲, 苏玲听到种西瓜后, 眨眼奔去拿锄头, 陈平安摇头一笑, 然后两人开始忙活起来, 也没用时多久, 小池塘旁边出现了一块有十平方的土地, 陈平安看着这成果, 抹了一下额头的汗水, 觉得挺满足的, 这时, 他看向了苏玲, 发现苏玲跟着他倒过了那么久, 竟然一点汗也没有, 他不由得想着, 自己这是虚了, 还是苏玲是修炼者孩子的缘故, 把地开垦好, 苏玲就迫不及待要去切西瓜吃了, 先洗手, 陈平安像是大人一样喊了一句, 然而, 苏玲已经一溜烟进入了厨房里, 陈平安无语笑笑, 两人很快把一个西瓜解决掉了, 其实陈平安也就吃了几小块而已, 其余的都被苏玲消灭了, 吃完后, 陈平安收起西瓜子, 带着苏玲去刚才地里, 往一个个小坑里面投放, 投放完毕, 开始往土里面放下一些不久前准备好的人工肥料, 最后埋土, 搞定后, 陈平安再次抹了一下额头的汗水, 又看苏玲依旧一点汗也没有, 他觉得自己都拿点枸杞泡茶了, 夜里繁星点点, 累了一天, 而且被揍了一顿后, 陈平安一躺在床上, 直接蒙头大睡过去, 睡得很熟, 屋子里面开始安静下来, 而院子外开始熙熙嚷嚷起来, 菜刀道, 金鱼, 其他神器的目光都看向了小鱼塘那里, 金鱼道, 可以培养成跑腿的, 说完这话, 金鱼看向了仙气那里, 小拉剑, 你跑一趟, 拿着这个东西, 逼它吸收了, 让它化形好, 再来这里, 金鱼说着, 一个金色的气泡突然在鱼塘那里冒出水面, 这水泡慢慢飘到了仙气的面前, 仙气看着这金色的水泡, 渐身抖动了一下, 很是震惊, 这水泡竟然有道泽运里在萦绕, 仙气听着这些大佬的吩咐, 也不敢不听, 连忙道, 好的, 我这就去, 说着, 那金色的水泡突然在他面前消失, 而菜刀又突然黑啸道, 要是他不听话, 小拉剑, 你知道该怎么做的吧, 听着这话, 仙气也非黑一笑, 懂了, 说完, 仙气偷偷溜出了院子, 然后划破空间, 没入里面, 消失不见, 而院子里面安静了一会后, 菜刀他们又突然交流起来, 这条黑胶真的有点古怪, 体内龙族血精很多, 并且我发现他并没有利用完, 由此推测, 我觉得他画胶前应该得到什么机缘, 菜刀道, 公鸡依旧趴在桃树下, 这时终于开口, 他应该是吃了一条死龙, 此话一过, 四周安静了一会, 池塘里面的鲸鱼道, 没错, 这凡间很久以前, 应该落下了一条等级还不错的龙, 之所以死了, 大概是因为重伤了, 而能把这还算可以的龙打成那样, 只有神界的那些垃圾才行了, 至于这黑胶, 要是有空没空待在我身边一下, 有机会完全吸收完龙精, 成为真正的龙族, 桃树道, 这么看来, 以后神界极有可能会有些下来了, 菜刀黑黑道, 来一个陪我玩玩, 还是挺好的, 也不知道, 神界那些巅峰神佛最近怎么样了, 有没有想念叨叶我呢, 一屋子神气, 他们想你才怪呢, 就你动不动便欺负人家, 人家难得安宁, 能享受就享受, 乃会想你, 一处幽静的山谷前, 突然出现一条黑色裂缝, 仙气走出, 悬浮在空中, 此刻月色正好, 整个山谷还挺皎洁光亮的, 不过却是静悄悄的, 一点动物的声音都没有, 只有时不时想起一些风吹草动的细微声音, 仙气朝着一个黑乎乎的洞口靠近, 而就在这时, 洞口处突然亮起了两个庞大灯笼, 也就紧紧一会, 这灯笼突然闪烁起来, 好像人在担惊受怕时候, 眼中闪过着慌张一般, 仙气道, 别慌张, 我不是来面你的, 听着这话, 那一双灯笼光芒闪动的幅度更大, 出来吧, 仙气道, 里面的黑胶此刻很猛, 他刚睡着没多久, 就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强悍至极的气息, 便连忙睁开双眼, 往外看去, 可这不看还好, 当看到洞口前悬浮着一把金色的长剑后, 身体便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那竟然是一把仙气, 而听着仙气这话, 他不想动也不行, 哆嗦着走出了黑暗的洞口, 大, 大老, 有事, 黑胶本来就黑, 此刻在黑夜里, 只有眼睛闪动着幽暗的光芒, 颤颤微微来了一句, 他白天还很嚣张, 可现在, 感受到那无尽的压力, 他原始的本能告诉他, 眼前这存在, 一个念头就能灭了他, 听到黑胶来了这么一句, 仙气突然觉得, 把这黑胶带回院子, 对他来说, 也是一件大好事呢, 毕竟自己本来就是院子里面最弱的, 现在好了, 有一个比他还弱的, 他也终于能做一次大佬了, 第65章, 仙气飘了, 仙气也没有拐弯抹角, 此刻觉得自己也是大佬了, 便装腔做事, 扯着嗓子道, 有一对大佬, 想要收你为跑腿跟班, 你答不答应, 我一直都很尊重他人意愿, 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直接答应, 二是被我揍一顿, 然后再揍到你答应, 你自己选吧, 说完, 仙气一副我是不是很好的模样, 仙气在黑胶喊了他一句大佬后, 他开始飘了, 觉得自己都好好嘚瑟嘚瑟, 因为回到院子, 他就嘚瑟不了了, 那时候他还是跑腿的, 不过以后, 有一个在他后面垫底, 他也觉得不错, 黑胶前一刻还在位这里, 为何突然出现了一把气急骇然至极的仙气, 而感到震撼, 此刻突然听到这话, 梦了, 大佬, 你这叫做尊重我的意愿, 大佬, 你口中的一堆大佬是怎样的存在, 黑胶其实很迷糊, 为啥会这样, 而那一堆大佬又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仙气不耐烦道, 你问那么多干慎, 回答就是, 赶紧的, 要是比我帮你选, 我就帮你选第二个了, 这话听在黑胶耳中, 身子再次一哆嗦, 他的脸更加黑了, 大佬, 你这样真的好吗? 好, 好吧, 我选第一个, 黑胶很是痛心道, 他此时怀疑自己在做梦, 这突然降临在他身上的事情, 很不现实啊, 仙气道, 算你识相, 诺, 吃了, 一个水炮突然从仙气前方出现, 随后往黑胶那里飞去, 黑胶看着漂浮到自己面前的水炮, 灯笼大眼突然瞪大, 这, 他震惊地发现, 这水炮上竟营绕着盗泽运里, 而他还在这水炮里面感受到了一股龙气, 紧紧一丝, 他心中就有一种想要朝拜的感觉, 仙气见黑胶盯着不动, 庞大的身子还在颤抖, 便道, 吃了, 那大佬吩咐了, 以后你出现在人前的时候, 就以化形后的形态, 最重要的是, 在那位面前必须是那形态, 仙气觉得, 这水炮肯定是用来变形的宝贝黑胶听到要吃这水炮, 而仙气又催促, 他只能无奈其有些害怕地张开大口, 吞入肚子, 水炮移入肚, 煞石破开, 一股磅礴的能量骤然闯入他的体内, 黑胶瞪大了眼睛, 随后快速闭上眼睛, 他发现自己体内那还没消化的龙精, 竟是突然消化了十分之一, 同时, 他脑中突然多出了一道记忆, 那是一道关于变形秘术的记忆, 而他看完这秘术后, 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掌握了这秘术, 只不过, 他脸色也开始古怪起来了, 这变成狗, 也太憋屈了吧, 仙气见黑胶睁开了眼睛, 道, 来, 给爷便一个, 黑胶听着这话, 想哭了, 仙气见黑胶一动不动, 道, 怎么, 要我再尊重你意愿, 给你两个选择, 黑胶, 好吧, 黑胶哭唧唧地闭上眼睛, 下一刻, 他体型急速缩小, 最后落地的时候, 一条黑色的狗站在地面, 黑胶欲哭无泪, 仙气则是哈哈大笑起来, 不错, 走吧, 带你去见那些存在, 仙气朝着身后空中, 划出一道空间裂缝, 但就在这时, 黑胶看了眼身后的山洞, 道, 大佬, 里面有很多好东西, 都是人类用的, 留着会不会很浪费, 这山洞是黑胶化胶后, 无意中找到的, 而里面有挺多好东西的, 仙气听后, 思索了一下, 知道怎么办了, 慕容公和张绍峰两人, 今天伤得挺惨的, 被人抓去当苦力不说, 还被这黑胶重伤了, 他今日在院子里面, 也看到了陈平安脸上的不爽之色, 要是他日知道, 黑胶伤了慕容公两人, 也许陈平安会对这黑胶有隔阂, 你今日伤了两人吧, 仙气道, 黑胶点头, 仙气道, 这么和你说吧, 以后你去的地方, 是一个院子, 院子里面有一堆大佬, 反正我在他们眼里, 就是个不起眼的小跑腿, 而他们管院子的主人, 叫主人, 至于你今日伤的两人, 和这个院子的主人是朋友关系, 听到这里, 黑胶直接猛了, 不, 不会吧, 他身子颤颤巍巍, 好像很冷一般, 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越是想下去, 身子抖动的幅度越大, 仙气道, 反正情况也挺特殊的, 你也不用太过害怕, 我帮你出谋划策一下, 这样吧, 你先去靠山踪一趟, 好好道个歉, 说自己不知道, 他们是那个存在的朋友, 并且把他们引到这里, 想必他们收获了一些宝贝, 对你也会好感被生起来, 黑胶听着仙气这一通提点, 瞬间啼呼灌顶, 然后快速朝着仙气匍匐, 道, 感谢大佬指点, 他日有什么需要小弟的, 请尽管吩咐, 仙气就是要这种效果, 随意且骄傲道, 以后你醒目点, 听我的话就对了, 你要知道, 那些存在可是动不动就很吓人的, 不过有我在, 保管你少走很多弯路, 黑胶被唬得一愣一愣的, 忙不迭地点头, 仙气见着黑胶这么容易忽悠, 嘿嘿一笑, 终于收了一个小弟, 不错不错, 而不久后, 黑胶在仙气的指点下, 出现在了靠山宗上空, 他为了不吓到慕容公他们, 直接化形成了黑狗, 仔细感应了一下, 黑胶落在了山顶的一个大殿前, 此刻, 慕容公等人正聚在一起, 爷爷, 刚才小青传音过来, 说天尊楼开始全面打压千语帝国了, 慕容雪一脸激动道, 他突然把一群人聚在这里, 就是想说这事, 慕容雪也是刚从洛兰青那里得知这消息, 慕容公和张绍峰此刻脸色依旧有些苍白, 但听到这消息后, 眼眸一亮, 苍白的脸上升起一抹喜红, 真的, 两人齐齐问道, 慕容雪认真点头, 笑意满满, 但很快, 笑容又变成了冷笑, 他也没想到会突然间这样, 但对他们来说, 这绝对是大喜事, 他们恨不得千语帝国早点没落, 慕容云海此刻也露出了解气的表情, 然后第一个道, 我觉得这和前辈应该有关系, 我们刚找完前辈, 今夜这消息就传来了, 说这两者没有关系, 我都不信, 其他人也觉得这两者肯定有关系, 也因此, 他们眼中的崇敬更浓郁了一分, 而就在他们聊着时, 不知何时起, 一条黑色的狗已经到了他们身后, 各位, 那个, 你们好啊, 黑胶深吸了一口气, 道出一声, 这声音一响起, 慕容公等人突然大惊, 急速往身后看去, 当看到身后站着一条黑狗, 几人都震了一下, 谁说话, 慕容公眉头皱起, 忽略了一下黑狗, 看向四周, 然而这时, 地上的黑狗咧嘴一笑, 牙齿反光, 大哥, 是我, 我是白天那条黑胶, 伤了你们对不起啊, 这次听清声音来处, 慕容公等人梦了, 而听到这狗说自己是黑胶, 吓得他们连连后退, 第66章, 猛逼的千语帝国, 慕容公他们已经被黑胶弄得产生阴影, 特别是慕容公和张绍峰两人, 超级近距离感受了一下那黑胶的屁股, 那简直不要太臭, 他们正式撞在了黑胶屁股上, 这也就惹怒了黑胶, 几人倒退了好几仗, 才停了下来, 开始审视着依旧咧开嘴, 露出一排白牙齿的黑狗, 这狗, 真的是那头强悍至极的黑胶, 而且这黑狗没有任何修为气息, 但他们可以确定, 刚才就是这黑狗在说话, 你说, 你是那头黑胶? 慕容公撞起胆子, 问出一声, 黑胶点头, 道, 当时我不清楚, 你们是那位存在的朋友, 此番前来是来道歉的, 特别是对两位, 实在对不住, 重伤了你们。 听着这话, 慕容公和张绍峰确信, 这黑狗就是黑胶了。 因为他们在黑胶口中听到, 那位存在四个字, 这不是说前辈吗? 原来前辈不只是利用大陆顶尖势力天尊楼, 来打压千语帝国呀, 还帮我们报仇, 把这黑胶弄成这样。 慕容公眨了眨眼睛, 暗自想到, 张绍峰他们此刻的想法和慕容公一样, 眼中升起崇敬光芒。 黑胶看着几人不说话, 以为他们依旧不信, 便默念一句口诀。 下一刻, 他开始变大, 眨眼间, 他便以真身出现在大殿里面。 慕容公等人看着眼前的庞然大雾, 近距离感受到那股强悍至极的气息不禁呆滞起来。 你…… 你想干嘛? 黑胶便回人身后, 问道, 这下信了吧? 慕容公等人闻言, 嘴角一抽, 我们已经信了呀。 慕容公道, 黑胶这才满一点头, 重新变回黑狗, 然后苦笑道, 伤你们一事已成事实, 这样吧, 我所在的山洞那里有很多你们需要的宝贝, 就拿来弥补你们。 如何? 慕容公等人听着这话, 眼眸越争越大, 这感情好啊。 好, 好。 慕容公快速道, 突然间, 他觉得自己受的伤, 值了呀。 黑胶闻言, 呼出了一口气, 这就好, 那走吧。 在黑胶的带领下, 慕容公等人出现在山洞口外, 天色依旧美丽, 刚才这里还有虫鸣鸟叫, 此刻他们一出现, 全部静升起来。 四周极为死寂, 慕容公等人看着眼前的黑洞, 也不怕黑胶因他们跟着往里面走。 一是这黑胶知道了前辈这样的存在, 那说明前辈真的已经见过黑胶。 二是, 这黑胶比他们强那么多, 没必要因, 直接杀就行。 黑胶在前头带路, 慕容公等人手提火把, 一直往里面行去。 不久后, 他们到了山洞尽头, 这里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山洞壁上, 此刻挂着很多能发光的珠子。 慕容公等人把火把熄灭, 看着眼前的光景。 一时间, 他们有些梦了, 堆成小山般的武器, 堆成小山般的上品零食, 还有一小堆不知有何作用的宝贝。 黑胶道, 这些东西都是你们的了, 算是我对你们的弥补。 下次你们见到那位存在, 还望能替我美言几句, 或者说对我已经没有仇恨了, 不知可否。 慕容公等人麻木地看了眼地上的黑狗, 连忙如小鸡啄米般点头。 发了, 发了呀。 黑胶看着他们如此, 再次呼出了一口气。 而这时, 他也没忘记看向一个地方。 目光过去, 一个罗盘悬浮朝他飞来。 他看着慕容公等人, 道, 这是一个阵法, 我已经往里面输入足够灵气, 只要放在宗门山顶处启动, 就能出现一个笼罩宗门的护山大阵, 防御能力达到大城巅峰, 没有两个大城巅峰一起攻击, 休想强行进入大阵里面。 颤抖的双手, 接下了阵法罗盘。 我再做梦吧。 能抵御大城巅峰的护山大阵, 他们两宗刚开始合并, 等建立山门后, 一个大阵升起来, 那得多威风。 在他们的认知中, 整个凡间有这种级别大阵的势力, 也就一两个。 现在好了, 他们一个偏僻不已, 弱小至极的宗门, 此刻竟然也有这种大阵, 简直不可想象啊。 慕容公等人, 开心得差点要起舞。 而与此同时, 在很远处, 一个灰红的大殿里面, 此时有几个人正脸色阴沉, 如同一盘死水一般。 一个中年坐在主座位上, 好像被几十个大汉轮流伺候过一番, 咬着牙, 脸黑得跟木炭一般。 这到底怎么回事? 谁能告诉我? 一道大吼, 突然在大殿里面响起, 震荡不停。 其他人都低着头, 他们哪里知道怎么回事啊? 天尊楼突然就对他们实施打压, 他们也很迷茫, 可谓是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了。 好, 今日, 他还刚好和几个大势力谈拢了联合的事情, 都说了日后大家不分彼此了。 谁料, 就在几个时辰前, 这几个势力纷纷传来消息, 竟然要和他们迁与帝国断绝任何来往, 重新变回陌生人。 除了他们, 一切和他们合作的势力都传信给他们, 所说的话一模一样, 绝情不已, 仿佛都联合好了一样。 而除了这些外, 天尊楼还开始从其他地方打压他们。 生意上, 势力发展上, 几乎任何地方都在限制他们。 甚至有些帝国对外发话, 千语帝国的人敢踏入他们帝国一步, 果断绞杀。 仅仅一下午时间, 千语帝国从万众瞩目, 人人拉拢的金凤凰, 眨眼变成了人人眼中的落水狗。 阴沉寂静的大殿前方, 此时突然闪出了一个老者。 这老者一出现, 整个大殿更加安静了。 这人正是千语帝国的太上皇刘光璞。 修为, 大成一层。 刘正涛看着自己父亲来了, 刘光璞沉声道:「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 说:「到底怎么回事?」 刘光璞前不久才凭借自己的身份 和几个大陆顶尖强者勾搭上关系, 现在好了, 一个个告诉他从此绝交。 要知道不久前, 这些顶尖强者即使比他强很多, 也都客气不已的呀。 现在这转变让他难以理解和接受。 刘正涛脸皮抽动, 苦笑道:「爹, 我也不清楚啊。」 就在两人很迷茫的时候, 大殿里面突然又出现了一人。 这人穿着黑衣, 带着黑色面具, 一身修为气息达到了大成中期, 极为强横。 来者正是天尊楼之人。 先更三章, 我再干两个小时, 把另外两章干出来。 第67章, 好累的长挂嘴边可懂。 这黑衣人一出现, 整个大殿里面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因为他们发现, 这人身穿的衣服会有一个极为霸气的图案。 红色的阁楼, 正是天尊楼之人。 看着这位修为气息极为强悍的黑衣人刘正 讨厌了厌唾沫, 说不出话来了。 而刘光浦这段时间和强者打过很多交道, 此刻朝着这人拱手不卑不亢道。 道友, 也许很唐突, 但是我想问问, 我们千语帝国到底哪里得罪了你们天尊楼? 他真的想不懂, 是因为他们发展太快, 天尊楼感觉威胁到他们地位。 但天尊楼这种存在, 一般不会这般小气量。 黑衣人出现后, 目光在众人里扫了一眼。 而面对刘光浦的问话, 他也不回答, 紧紧看向刘正涛。 你是刘正涛吧? 黑衣人无喜无悲道, 刘光浦见着黑衣人把他荡成空气, 紧紧盯着他儿子看, 还问出这话, 震了一下, 眉头也皱了起来。 刘正涛有些呆滞, 点了点头, 心里想着, 莫非天尊楼这样, 是我的锅? 不对啊, 这些时日, 我一直没有怎么外出啊, 更没有得罪过人。 黑衣人得到确认, 便道, 我们楼主有话传达给你。 刘正涛忐忑道, 前辈但说无妨, 他觉得, 这黑衣人快揭露真相了, 你有一个好女儿。 黑衣人不紧不慢说完, 说完后, 他懒得去看刘正涛的神色, 身形一闪, 已消失在原地, 把话带到就行, 原本还想着, 这黑衣人会说什么狠话, 或者说一些威胁话语的刘正涛两父子, 瞬间猛了, 啥? 两父子呆滞地对视了一眼, 然后回想着, 刚才那个黑衣人的话, 有一个好女儿, 突然, 像想通了什么一般, 刚才他们还想着, 是不是自己犯了什么错, 得罪了人家天尊楼, 此刻人家天尊楼来人了, 也告诉了他们答案, 但结果和他们想得完全不同, 这怎么可能, 玉西不是前往穷乡僻壤的地方, 探寻藏宝地吗, 这怎么会得罪了天尊楼, 而且还得罪得这么严重, 刘正涛好像被人敲了一棍子一般, 很是迷糊, 刘光璞也是猛猛的, 他也知道自己, 孙女去哪了, 甚至还派了一个杜劫妻跟着呢, 就在两人猛逼的时候, 突然, 大殿中又出现了两人, 一男一女, 女子正是刘玉西, 男的则是那个杜劫妻老者, 两人脸上还挂着鲸鱼未了的神色, 爹, 爷爷, 我回来了, 呼, 今日真是惊险, 差点就没命了, 刘玉西一回来, 就大大咧咧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浑然没有发现大殿里面的特殊气氛, 来人给本公主拿上好的茶水, 他先朝着外面大喊了一句, 喊完才看向刘正涛和刘光璞, 这时他才发现不对劲, 爹, 爷爷, 你们为何这样看着我, 刘玉西很是迷茫, 刘正涛脸色阴沉道, 玉西, 此行南下之旅,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认真跟我们说说, 刘玉西文言脸上露出了恨意, 同时吐露苦水一般, 纷纷说出, 并且把自己遇到的不公细无俱细说完, 说着说着, 就停不下来那种最后, 他还狠狠咬牙道, 那天尊楼楼主很是嚣张, 爹, 我们帝国赶紧发展起来, 以后把他们当成狗样样, 此话一落, 哄, 整个大殿弥漫着熄灭不了的怒火, 刘正涛和刘光璞双眼火焰腾腾, 真像了, 感情是这样, 刘正涛突然看向刘光璞, 咬牙道, 爹, 我能做你这乖孙女吗? 刘光璞认真点头, 我想加入你施奏的阵营中, 两人商量完后, 豁然起身朝着刘玉希走去, 刘玉希听着自己父亲和爷爷的话, 已经傻了, 此刻见他们走来, 眼珠子差点掉在地上, 爹, 爷爷, 你们怎么了? 我, 我没做错什么啊, 没人听她的话, 大殿里面, 开始响起一阵阵惨叫, 刘正涛和刘光璞两人恨了, 他们辛辛苦苦得来的东西, 都因为这败家玩意, 眨眼没了, 以后, 他们帝国恐怕没落回皇国, 都说不定, 甚至还往死里得罪了这么一个强大至极的势力, 想到这里, 刘正涛手中突然出现了一条铁棍, 靠山宗附近, 把慕容公等人送回了宗门后, 黑骄再次呼出了一口气, 然后飞到了一个地方, 此刻, 仙气正在那里悬浮着, 百无聊赖地等待着, 见到黑骄后, 仙气道, 关系搞好了吧? 黑骄黑黑笑道, 都被小弟买通了, 甚至还让他们有空去那位存在面前, 帮我美言几句, 仙气一听到这里, 震了一下, 然后连忙道, 那你又得忙了, 赶紧回去, 让他们别和那存在说有关你的事情, 一点也不能说, 否则你就等着被那些大佬毁灭吧, 黑骄文言, 傻了, 然后化作一溜黑烟, 重新回到了靠山宗, 忙碌了好一会, 清源镇一间院子门前, 出现了一把长剑和一条黑狗, 就是这里了, 进去之前做好准备, 记得恭敬点, 大佬这称呼见到就叫, 以后大佬吩咐事情时, 好嘞两个字记得长挂嘴边, 可懂, 仙气认真叮嘱道, 黑骄听后连忙点头, 笨笨了一声, 然而, 仙气突然骂了起来, 你看你, 这就忘记了, 黑骄一顿, 然后意识到错了, 赶紧改口道, 好嘞, 大佬, 嗨嗨, 这才对嘛, 走, 进去, 仙气很是开心带路, 黑骄则是很无语, 一见一狗, 往里面走去, 仙气进入后, 道, 大佬们, 我回来了, 才到他们就嗡了一声, 然后, 所有神器看向了仙气身后的黑骄, 他们决定来一个下马威, 然而, 他们刚想要给黑骄下马威, 这时, 化作黑狗的黑骄突然四肢趴下, 如同跪在地上一般, 大喊一声, 大佬们好, 此话一过, 四下寂静, 还想给下马威的神器们, 突然说不出话来了, 而仙气则是黑黑一笑, 大佬们, 看看, 我算教导有方了吧, 第六十八章, 他得短一半, 此时刚进入大院的黑骄, 都不用菜刀他们给下马威了, 看着眼前恐怖的一幕, 他已经吓得胆子差点破开, 一个个仿佛能毁天灭地的存在, 出现在他眼前, 整个院子被道泽运离所围绕, 恐怖至极, 而且, 在进入院子那一刻, 他还从一个方向感受到一股来自于血脉的恐惧, 他身体疯狂颤抖, 好像遇到了天敌一般, 这, 这到底是什么凶劲啊, 在掀起说有个院子里面有一堆强悍至极的存在时, 起初他不怎么信, 只相信有那么几个存在, 一堆这个词实在太假, 可现在亲眼看到, 他终于知道自己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至极, 菜刀他们见黑骄这般, 下马威也不用给了, 其中菜刀道, 起来吧, 我说说这里的规矩, 以后你就叫垃圾二号, 记住自己的称号, 还有, 以后在这院子里面, 特别是在我们主人面前, 装得像一条狗一些, 要是被主人看出任何端移, 对不住, 我们只能把你人道毁灭, 可懂, 黑骄听着菜刀这话, 眨了眨瞪大的狗眼, 连忙点头, 真的有那样的主人啊, 哇塞, 那这院子的主人到底多强啊, 竟然有这么多存在, 喊他为主人, 菜刀把这里的规则说完, 最后也没什么要说了, 你以后就在那边待着, 那里有你们的老祖宗, 也算给你一场机缘, 菜刀道, 黑骄听后, 连忙点头, 然后往小池塘那边看去, 咕噜, 这一看下, 他吞咽了一下唾沫, 那一股来自于血脉的恐惧, 就是从那边传来的, 而听着菜刀这话, 他也只能往那边兴趣, 当他靠近的时候, 不知怎么回事, 他发现自己的血液, 开始沸腾了起来,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黑骄吓到了, 而就在他完全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时, 小池塘里面的鲸鱼, 开口说话了, 别紧张, 过段时间就适应了, 很多拥有龙族血脉的家伙, 都会这样, 此话一想起, 黑骄觉得自己脑中突然想起了惊雷一般, 一阵恐惧感, 骤然袭来, 啪啪, 他直接趴在了地上, 身子颤抖, 金鱼看着黑骄这般, 有些无语道, 你血脉也不是很纯正啊, 有这么严重, 不过也不怪你, 即使祖龙见到, 我都难受, 你算可以的了, 此话一过, 黑骄脑中如不满的雷霆, 连劈带轰那种, 祖, 祖龙都难受, 这, 大老, 您, 您到底是什么存在啊, 金鱼这时也没忘记介绍自己, 道, 忘了介绍了, 在某个地方, 很多人都管我叫圣龙, 嘎, 黑骄突然发现, 自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就连思考都已经极其困难, 圣, 圣龙, 那个虚无缥缈, 活在传说里的存在, 在龙族的秘史中记载, 其实祖龙并不是龙族始祖, 真正的始祖, 名为圣龙, 而黑骄所持那条死龙, 正好有一本秘史带着他, 正好知道了这件记载, 但他从未想过, 终有一天, 他发现, 这秘史是真的, 而且, 只存在时间起源的存在, 此刻竟然就在他的面前, 金鱼笑道, 别紧张, 我可不像传说中那么难相处, 相反的, 我很好相处, 黑骄再次咽了咽唾沫, 点了点头, 屋子里面, 桃树的声音, 飘入了熟睡的苏林耳内, 小林, 明日尽量让主人收留这条小黑狗, 苏林睁开了一下眼睛, 瞥了眼墙壁, 好像透过了墙壁, 看到了黑狗一样, 嗯, 我知道了, 桃树姐姐, 说完, 再次闭上眼睛, 呼呼大睡起来, 第二日, 阳光普照大地, 尽管是清晨, 但处于夏季, 暖意也已经很大了, 陈平安起床, 发现苏林已经站在他床边, 双手撑着粉嫩小脸, 盯着他看, 陈平安微微一笑, 揉了揉他的头, 道, 小林, 怎么了, 苏林嬉戏道, 哥哥, 你猜我捡到了什么, 陈平安摇头, 登登登登登, 苏林一让开身子, 双手摊开, 指着自己身后趴着的一条 吐着舌头的黑狗, 陈平安看到这条黑狗, 呆了一下, 嗯, 你捡的, 陈平安嘴角抽了一下, 苏林脸上献出两个小酒窝, 对啊, 他就一直趴在大门外, 很可怜的样子, 我给了他一点东西, 然后他就不走了, 我觉得他也走丢了, 要不, 我们养了吧, 陈平安苦笑一下, 道, 哪有狗走丢的, 应该是别人家的, 等会应该就会回去了, 虽然他没在镇子里 见过这条黑色的狗, 但应该是某户人家的吧, 说完, 陈平安也起床洗漱了, 苏林也没再说什么, 去给陈平安端早餐, 吃完早餐后, 陈平安去看了眼那块地, 随便浇了浇水, 时间匆匆过去, 陈平安发现那条黑狗 真的一直待在院子里面, 就是不走, 就在陈平安想着把他赶出去, 让他回家的时候, 院子外响起了慕容公的声音, 陈平安把慕容公叫进了院子, 这次只有慕容公一人前来, 当看到慕容公脸色红润有光泽时, 陈平安震了一下, 昨天还要死不活的, 这才第二天就这样了, 修炼者果真牛批, 公老, 今日看起来心情不错呀, 难道千语帝国那事已经解决了? 陈平安今天早晨一直想着这事, 也不清楚龙傲天说的 打压千语帝国办得怎样了, 但见到慕容公这般, 他隐隐中觉得已经成了, 慕容公笑着拍马屁道, 有前辈出手, 他们再强又如何, 已经被打压得很惨了, 还有我们宗门那事, 又可以继续了, 不用五天可以开启开宗典礼, 文言, 陈平安眼眸一亮, 果真搞定了, 泽泽, 这龙老可以呀, 到底什么来头, 竟然连一个帝国都能搞定, 陈平安微笑道, 如此便好, 那争取快些吧, 陈平安怕这任务再出差错, 说完, 陈平安准备刘慕容公下来吃饭, 可就在这时,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他竟然在上一个任务没完成前, 再次触发到下一个任务, 五年来, 他从未试过如此, 系统, 什么任务, 陈平安暗自想到, 十天之内, 建立的宗门收图一万, 是否接下任务, 陈平安眨了眨眼, 这太危险了, 十天内, 我还是不接了, 陈平安暗自想到, 还好可以选择接不接, 不然他死定了, 这次任务的惩罚不是抹杀, 嗯, 那是什么, 陈平安突然来兴趣了, JJ短一半, 第69章, 短一半也够用了, 文言, 陈平安突然不说话了, 他还以为是什么惩罚呢, 竟然来了这么一个令人羞耻的惩罚, 系统, 你觉得有多, 接不接, 陈平安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而是看向了慕容公, 微笑道, 公老, 十天内, 不知我们这新宗门, 能否招收一万个新弟子, 陈平安觉得, 靠山宗那些弟子, 应该不算在里面, 不然这任务就太简单了, 慕容公文言, 直接摇头, 他们两宗合并后, 弟子也就只有几千人, 一下子要收一万弟子, 并且还要在十天内肯定不行, 除非有能让他们名声大噪的东西, 当然, 那个大臣算一个, 但这还不能彰显他们的强大, 得有恐怖的存在阵场, 要是前辈去阵场的话, 肯定能行, 不过他觉得, 以前辈这样的情况, 不可能走在人前露出真容, 毕竟打压一个千语帝国, 都间接让天尊楼去干, 这就看出前辈真的在修心, 能有多像凡人, 就表现得凡人一些, 陈平安见慕容公摇头, 抿了抿嘴, 准备拒绝系统, 这多出一个任务, 他也挺想见, 这样离完成所有任务, 便更接近一些, 毕竟这狗系统出发任务, 都是随机的, 也许几天, 也许几个月, 他也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能够无敌于世, 系统,这任务我就不接了, 陈平安想到, 你再考虑考虑, 反正短一半也不碍事, 陈平安, 他突然想打人了, 没错, 他还没有取七生子的想法, 但他是个正常的男人, 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 只要前辈把他借给我, 保管两天内开宗, 几天内就能收到很多弟子, 慕容公指着院子里面, 正趴在地上的黑狗, 再进来院子不久, 慕容公就见到了黑胶, 眼中也闪过了一抹特殊的光芒, 而知道那黑狗是黑胶的他, 听着陈平安说的这事, 觉得不用陈平安去镇场, 有那么一条黑胶, 也已经足够了, 想想, 有一个强无敌的护山大镇部说, 还来多一条大城七的镇山黑胶, 这牌面的多大, 恐怕不用两天, 他们宗门的名声, 就传得人尽皆知这时, 再突然对外宣称, 他们宗要收徒, 指不定整个大陆的人都会躁动起来, 甭管有多远, 都往这里赶过来, 陈平安听着慕容公这话, 又看向了那条黑狗, 他有些梦了, 刚才你还直接摇头, 表示做不到, 此刻你指着一条狗, 说有了他, 就能做到, 你玩我吧, 还是, 你和系统合伙坑我, 陈平安皱眉道, 有他就行, 黑胶已经听到陈平安两人的对话, 突然觉得不妙, 慕容公点头, 信誓旦旦道, 有他就行, 如果做不到, 我可以提头来见前辈, 自信不已, 要是这样都做不到, 慕容公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去死了, 陈平安有些无语, 那黑狗, 难道这狗很特殊, 莫非, 这就是修炼者口中经常说到的妖兽, 陈平安眼眸一眯, 认真打量, 不过他怎么看, 这条黑狗也就是一条狗而已, 而他看过那本修炼常识里面记载, 说妖兽都嗜血狂暴不已, 要是他院子里面真有妖兽, 虽然看起来很正常, 但他也怕呀, 特别是苏林还在这里, 这妖兽还有可能吃小孩, 陈平安试探地看向慕容公, 道, 公道, 你要这妖兽干嘛, 他这话很明显了, 要是慕容公接话, 那这狗肯定就是妖兽了, 慕容公微笑道, 正场子, 见慕容公不仅接了话, 而且还来了这么一句, 陈平安顿时道, 那你赶紧带走他, 真的是妖兽, 慕容公眼眸大亮, 哈哈道, 那多谢前辈了, 等招收弟子过后, 我可以让他回来的, 新建宗门当然得收徒, 慕容公也想自己的宗门强盛一些, 要是能一下子收徒一万, 那肯定最好了, 毕竟年轻天才才是一个势力的未来, 陈平安听到慕容公还让这妖兽回来, 连忙摆手道, 这妖兽你带走就是, 不用他回来了, 回来还得了, 当然是带他去多远就多远啊, 慕容公正了一下, 然后大喜之色异于言表, 那好, 不出五日, 我们一定把宗门办好, 等开宗大典之时, 我再来告知前辈, 陈平安点头, 然后又问出一句, 真能在十日内收到一万个弟子, 我需要一个保证, 他还是惦记着那个任务, 能多完成一个, 肯定多完成一个, 慕容公拍着胸脯认真道, 绝对没问题, 他也不知道前辈为何这样问, 但他能做的就是信誓旦旦保证, 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 陈平安深吸了一口气, 也不留慕容公吃饭了, 道, 那你去忙吧, 争取早日搞定一切, 慕容公笑着点头, 然后看向了黑胶, 黑胶此刻欲哭无泪, 他这才来了多久, 就又要走了, 他昨日在小池塘旁趴了一晚, 第二天发现自己竟然把体内没有消化的龙巾 整整消化了百分之一, 他可以肯定假以时日自己就能完全消化并且变得更强, 但此刻这位存在竟让慕容公把他带走, 他不走也不行, 菜刀和鲸鱼他们也很无语, 完全没想到会这样, 不过鲸鱼也安慰到, 夜里可以偷偷回来, 听着这话, 黑胶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这才没那么纠结了, 陈平安目送走慕容公和黑狗, 然后回到院子认真道, 系统, 把任务接了, 宿主不怕了, 陈平安知道系统的意思是啥, 道, 短一半而已, 短三分之二我还够用, 牛批, 系统真心来了一句, 陈平安没有再说话, 看起来很得意, 实则心里慌得很, 慕容公带着黑胶出了院子后, 往靠山踪飞去, 黑胶看着慕容公, 脸上露出了人性化的苦笑, 你这样让我损失很多机缘, 黑胶刚才也看出了, 慕容公真的和那位存在关系很不错, 所以他也不敢对慕容公表现出任何脾气, 慕容公也苦笑道, 老实告诉你吧, 这位前辈不喜欢贪心之人, 得了一些便宜就行, 要知道, 我们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机缘, 而是获得这位前辈的好感, 说着, 慕容公把自己从认识陈平安第一天, 到此时的经历说出, 并且说出了自己的领悟, 黑胶听完猛了一下, 随后看着慕容公的眼神里, 突然充满了敬畏, 真没想到原来功老还提携了我一把, 刚才我还忧愿来着, 这真的受教了, 黑胶连忙感谢道, 他觉得慕容公这话很有道理, 他也是目光短浅了, 还以为待在院子里能够更好, 此刻听了慕容公的话, 终于知道刚才那位存在, 为何让慕容公带他走了, 感情是别有用心, 别出心裁, 提醒他莫要贪多嚼不烂, 其实陈平安完全没有这样想过, 第七十章, 这是前辈给我们的神级考验, 先见, 一座还算不错的伏笛里面, 这里仙气飘飘, 极为美丽, 一间大厅里面, 一个契机极其强横的中年, 皱眉看着半跪在地上的一个中年, 道, 还没找到这陈延明, 禀报先尊, 这陈延明也不知道搜到哪个凡间了, 这半跪的中年一脸苦笑, 自从在霸天先帝那里接到命令, 他们就像飞蛾扑火一般, 到处走访凡间, 没常想, 才过去一会, 先帝就告诉他们, 不用找了, 他们也就纷纷停手, 回到先见, 可没想到, 他们有个同僚, 也许是通信宝贝受损, 硬是一直没有回来, 更是没有回复任何消息, 也许依旧被先帝那许下的奖励, 冲昏了脑袋, 还在一直搜寻中, 算了, 别管他了, 那先尊懒得再理会了, 开始吩咐下一件事, 凡间, 一个中年拿着一块金色玉碱, 眉头皱紧, 这东西应该坏了, 他懒得再研究, 直接把金色玉碱扔掉, 随后看着眼前的凡间, 我已经是第一百个了, 希望在这里能找到吧, 如此想着, 他眼中闪过了一抹兴奋, 要是他真的找到先帝女儿, 则则, 日后就能天天享福了, 念及此, 他再次动力满满, 开始飞行起来, 到处找寻, 靠山宗和清源镇之间, 这里有一片山脉, 此刻这片山脉, 已经被开采得很好, 原本这里很荒芜, 但此刻却是亭台楼阁, 先与殿堂极多, 掀气飘飘的模样, 慕容公等人去到山脉最高的山峰处, 几人一起眺望着整片山脉, 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宗门了, 哈哈, 我已经幻想到日后的盛况了, 几人极其开心, 想着日后在前辈的提携下, 成为一个顶级大宗门的宏图大志, 慕容公拿出了一个阵法罗盘, 道, 开始吧, 这阵法一升起, 我们就预示着, 要成为整个大陆的焦点之一了, 张绍峰等人闻言, 嘿嘿一笑, 慕容公按照黑胶所说, 开始启动阵法, 罗盘升空, 没入云端, 这时, 一道嗡鸣响起, 下一刻, 一道强光急速从天穷笼罩而下, 如同一个透明的道碗, 眨眼把他们这一片山脉, 包裹在里面, 阵法成形, 慕容公哈哈一笑, 然后单手一招, 天穷上的阵法罗盘突然飞下, 落在他手上, 以后他可以控制这阵法罗盘, 来操控这个护山大阵, 山脉中, 已经入住新宗门的弟子和长老们, 此刻看到这一盛况皆是欢呼起来, 整片山脉弥漫着欢呼声, 这预示着他们宗门, 不久后将跻身于顶级势力之间, 这阵法可是能挡下大城巅峰, 可以说是这大路无人可破, 想不出名都难, 搞定阵法, 慕容公看向了黑骄, 微笑道, 骄兄, 这段时间就靠你来撑门面了, 短短十日, 慕容公已经和黑骄聊得不可开交, 甚至有败为一类兄弟的想法, 所以两人的称呼都变了, 一个叫功老哥, 黑骄点头, 直接飞上了天空, 有狗形变回原形, 而经过在院子那边待了一晚, 消化了很多龙巾的黑骄, 变回原形那一刻, 巨大的体型出现在天空, 黑骄的体型和不久前不一样了, 大了一倍, 头上两根短小的脚长了一倍, 黑色的灵甲也越加黑亮, 甚至反光, 它一出现便占据了一半的天空, 下方硬是暗黑了一些, 如同阴天, 吼, 现身后, 它便是一吼, 吼声震荡四周, 仿佛在说, 普天之下, 水与争风, 慕容公等人看着天空中变得更强的黑骄, 见其在云层上盘旋环绕, 吞云吐雾, 不由地深吸了一口气, 想不到啊, 骄兄才去前辈那里一会, 就变得这般, 这一定得了一份天大的机缘啊, 慕容公心神震荡不已, 前辈真是无敌了, 所给机缘, 尽管是已经强大至极的妖兽, 也受益无穷, 阵法一立起, 方圆百里的宗门都瞬间感受到了, 这种变化所有修炼之人都开始抬头看天, 修为达到原因后, 视力极好, 当他们隐隐中看到, 远处天空升起的光屏后, 都极为震惊, 那是什么东西, 不会是有什么宝藏出世吧, 还是有秘境出现, 秘境这么远不会看见, 不行, 我们得过去看看, 越来越多人发现那一边的情况, 方圆几百里的修炼者们, 都开始往那方向飞去, 一道道顿光如之线一般, 在天空穿梭, 而有些修炼者临行前, 更是通过传音预解, 和自己挚有传音, 把自己看到的事情传音过去, 消息开始蔓延开来, 慕容宫等人脸带微笑, 随后开始准备开宗示意, 秦帖肯定得发的, 得广招其他势力, 这样他们宗的名号才能打得更响, 才能让更多人知道他们宗门, 也才能招收到更多的弟子, 慕容宫看向慕容雪, 道, 雪儿, 你传音给小青, 让他两日后, 带上王上他们前来, 并且请他们王室, 把我们宗门开宗一事传开, 慕容雪微笑点头, 自己宗门迎来如此光荣时刻, 他也想好好炫耀一下, 连忙走到一个角落, 开始和洛兰清传音, 慕容宫和张绍峰等人也没闲着, 开始准备擎帖, 广邀其他势力, 半日后, 擎帖已经发出, 而这时, 护山大镇外面, 也开始围满了一个个, 因阵法慕名而来的人们, 这些人顿光靠近, 一停下来后, 就傻眼了, 所有人都傻傻地看着前方的光景, 看着那紧紧看一眼, 就让他们震撼的大镇, 看着那大镇里面, 在云端吞云土雾的黑胶, 所有人都化作了石雕, 这, 这是什么宗门, 这里什么时候出现了如此强大的宗门, 我没看错吧, 这护山大镇, 怎么这般恐怖, 还有, 天上那条黑胶, 大成镜, 这是什么神仙宗门啊, 我怎么没听闻过, 我怀疑我眼睛出问题了, 这即使在中州那边, 也不会有这么强大的宗门吧, 大成镜蛟龙当户山寿,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啊, 一群人盯着眼前的光景, 震惊得无以复加, 头皮发麻, 而他们往山门那里看去, 三个大字映入他们眼帘, 平安宗, 前来的人都被眼前的荧幕弄得傻眼不已, 待他们清醒的时候, 有传音遇检之人, 都纷纷拿出给还在远方的好友传音, 短短一会, 他们目睹到的事情, 开始以恐怖至极的速度传开, 青园阵附近, 一处山峰顶端, 龙傲天站在边缘处, 盯着一个方向, 内心很是躁动, 看着那一边, 他视力好像穿越时空, 一眼看到那边的情况, 他到现在还是没能反应过来, 大成巅峰级别的大阵, 大成境界的蛟龙护山寿, 看来, 前辈是觉得因为自己, 这靠山宗受苦了, 所以给了他们一点机缘了, 如此想完, 他又突然觉得不对劲, 这机缘好像给的太多了, 或许, 靠山宗之所以被千语帝国如此对待, 全在前辈的掌控之中, 不对, 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前辈如此高人, 应该别有目的, 容我想想, 想了一会, 突然, 龙傲天睁大了眼睛, 十分震撼, 这不会是一场一剑三雕, 一下子考验三方的神奇考验吧, 第71章, 大脑补家, 前辈真恐怖, 想到这, 他觉得应该是了, 这场考验, 针对三方人, 第一, 便是千语帝国, 前辈给了他们一个机缘, 想看他们有没有好好利用, 能不能压住心中的贪婪, 慢慢发展, 前辈应该算过, 他们会胡乱发展, 嚣张跋扈, 但也给了他们一次机会, 看他们会不会把握, 没成想, 他们还是按照远轨迹发展, 而考验的下一方, 则是我, 前辈定是推算出, 我以往的经历, 知道我心中, 对这等强制宗门之事, 有一些阴影, 所以, 看我会不会去救助靠山宗的人, 要是不去, 我的考验肯定失败, 而我去了, 同时, 这次救助后, 我发现我心中那股堵在心中多年的气氛, 竟然消除了, 这股气氛积累两久, 日后绝对是我成仙时的心魔, 前辈这不只是考验我, 而且给我机会突破自己, 解放心魔, 所以, 在我去找前辈, 问询要不要打压千语帝国时, 前辈就在院子前猴着, 而且我记得, 那时候, 前辈是脸带笑容的, 念及此, 龙奥天只觉得头皮发麻, 至于靠山宗一群人, 也是前辈所考验之人, 靠山宗显然也通过了考验, 所以前辈直接给了他们如此大纪元, 一切都是这般的行云流水, 毫无介入的痕迹, 仿佛这一切都是随机的, 没有任何的关联, 然而, 却不知, 一只大手在控制着这一切, 前辈, 恐怖至极, 龙奥天大口呼着气, 一脸崇拜, 眼中闪烁着无尽的星光, 看着清源阵方向, 先帝都得下跪之人, 前辈已经达到了能左右因果, 掌控一切的程度了, 龙奥天胸口起伏, 难以言表这种崇敬之情, 闭上眼眸, 努力平复好心中的震撼后, 龙奥天拿出了传音御简, 给我即刻去准备一份超级大礼, 远在王城的洛兰青, 前一刻还在无聊着, 下一刻突然发现传音御简想动起来, 赶紧拿出查看, 当知道了慕容雪传来的消息后, 这么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大城巅峰都破不开的护山大阵, 大城境界的蛟龙守护宗门, 这都是前辈给的, 两日后正式开宗, 这必须得去啊, 洛兰青赶紧给慕容雪回应, 答应下来, 随后快速往一个方向顿光而去, 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父王, 骆天宇在自己女儿口中知道这消息后, 豁然站起, 他们靠山宗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啊, 这前辈如此帮衬他们, 看来他们要崛起了呀, 大城巅峰的护山大阵, 大城境界的蛟龙护山, 泽泽, 他羡慕不已啊, 不过他也知道, 自己也只有羡慕的份, 也许靠山宗祖辈真的和那位高人有香火情, 所以, 那高人才这般帮助他们, 骆天宇第一时间拿出了传音遇捡, 往里面输入灵气, 真武兄, 告诉你一件事, 他第一时间传音给朱真武, 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了一遍, 并且让他准备一下, 两日后大家一起前往祝贺, 既然他们得不到这位前辈的香火情, 那就去好好和这靠山宗打好交道, 说不定他们也能有点好处, 再者说, 这靠山宗日后肯定能飞黄腾达, 成为顶级势力, 毕竟身后有那样一尊超级高人, 只要他们能好好结交, 肯定不会吃亏, 传音完毕, 骆天宇开始思索着准备什么样的大礼, 显得自己不同一些, 他可以肯定, 这次前去靠山宗的人肯定不少, 骆兰青依照慕容雪的吩咐, 后面也找到了罗少杰, 并且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现在的罗少杰可谓是风生水起, 成为了王城第一天才, 也不用惦记骆兰青了, 有无数美女到追, 罗少杰在知道自己表妹一家变得如此强大后, 震惊不已, 对他来说, 大乘境界已经是很吓人的层次了, 看来都是前辈的恩惠了, 罗少杰也开始告诉自己家人, 准备一下, 两日后开始启程, 就这样, 靠山宗的事情有一传十, 十传百, 渐渐的, 大陆顶尖势力都开始知道, 难遇一处偏僻之处, 诞生了这么一个势力了, 无数人震惊不已, 有些人打着去恭贺的幌子, 准备去看看热闹, 而千语帝国也知道了这消息, 一处宫殿里面, 刘正涛刚得知靠山宗的事情, 此刻他皱着眉头, 在原地来回踱步, 心事重重的样子, 等了一会, 一道人影疏然在他前方出现, 来者正是刘光浦, 爹, 有没有听说靠山宗的事情? 刘正涛道, 刘光浦此刻脸色也很难看, 点了点头, 道, 他们这个宗门很奇怪, 按玉西说的话来看, 他们宗门应该不强, 可这怎么突然有了这么一个护山大阵, 并且那黑胶也成为了他们护宗山兽呢? 刘玉西说了, 那黑胶和龙傲天打得不相上下, 修为虽然不比龙傲天高, 却极为强横, 现在可好, 这黑胶竟然尾身成为护山兽, 这相当于当看门狗啊, 即使被打败了, 也不会这样, 因为尊严这东西, 可不是被打败了就可以扔掉的, 而且天尊楼这样打压他们, 可没什么好处, 反而还损失很多东西, 要是换作他们不会打压, 直接找上门来讨要个说法, 还能赚笔钱解个气, 所以他们一直觉得不对劲, 刘光浦想着想着突然睁大眼睛, 其实我还和一强者保持有关系, 并且还请他去天尊楼问了问, 我们到底怎么得罪了天尊楼什么, 看看还有没有调解的机会, 不过他给我带来的话却很奇怪, 他说, 我们得罪了一个不该得罪的存在, 一开始我以为他说的存在就是龙傲天, 现在结合靠山宗这事情,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这宗门身后会不会站着一个什么强大的人, 而这人极有可能比龙傲天强, 也能一下子让一条蛟龙, 臣服在其脚下, 甘愿成为护山兽, 刘光浦越说, 越是觉得自己所猜想的可能越大, 刘正涛听后, 若有所思, 觉得这猜测还真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切都能解释得通了, 但这也仅仅是猜测, 哎呀, 我们忘记一个细节了, 爹, 你想想, 这宗门什么名字, 刘正涛突然一拍大腿道, 刘光浦念了一声, 然后似乎想到了什么一般, 眼眸睁大, 靠山宗, 靠山, 第七十二章, 抽到肥料, 金科拉, 这已经很明显了, 说自己身后有靠山, 看来, 我们之所以这般, 都是因为这个靠山宗了, 刘光浦脸色极为难看到, 那, 那我们怎么办, 刘正涛苦涩道, 刘光浦沉吟了一下, 道, 既然和天尊楼调解不了, 我们只能从根源出发了, 你这就去准备一份大礼, 两日后, 带上那不孝子孙, 登门道歉, 在大陆不同地方, 其实都在发生着同样的一幕, 特别是某些大势力, 在知道了靠山宗的事情后, 都把高层聚集在一起, 商量着事情, 得出的答案是, 那个势力开宗之时, 好好登门拜访, 书山仙院, 一座阁楼式的书房里面, 真诞腾知道这事后, 也这么好一会, 因为他们势力, 就是拥有强大护院镇的势力, 黑礁护山大成巅峰阵法, 而这宗门离清圆镇不远,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肯定和前辈有关系了, 真诞腾深吸一口气, 随后拿出传音御检, 去准备一份超级大礼, 传音御检对面很快传来声音, 院长, 什么级别的大礼, 想都没想, 真但疼便到, 大陆顶级势力诞生时所需要的礼物, 一日之内带到我面前, 好, 清圆镇, 一间院子里面, 陈平安和苏林正玩着游戏, 但就在这时, 系统竟然提醒他, 完成了建造宗门的任务, 没想到慕容公的速度够快的呀, 这才半天就搞定了, 陈平安就等下一个收徒任务完成了, 而他这次没有再存着抽奖机会, 直接开始抽奖, 系统, 随便抽奖吧, 其实从系统里面抽出来的东西, 还是挺好用的, 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但质量可谓是杠杠的, 菜刀用了五年没有顿不说, 甚至生锈都没有, 锄头也没有坏, 茶壶怎么摔都摔不摔, 特别是那衣服, 好得很, 他特别喜欢不过也就质量好而已, 其他作用就没有了, 至少五年来, 他就没发现有什么强大的作用, 其实一开始, 他挺不幸这些东西没啥作用的, 甚至还做了很多实验, 但很可惜, 量他怎么做实验, 就是出了一个特殊的地方, 质量好到爆, 其他的就没啥作用了, 他甚至还想过, 这也许是什么仙气, 但听说仙气会说话, 他就打消这念头了, 那些东西动都不会自己动, 比那把金色长剑还垃圾, 至少那金色长剑有时候, 还会无故颤动一下, 要是那些东西是强大的东西, 总不能五年没有一点动静, 很快的, 系统提示抽奖完毕, 陈平安看去, 眼睛睁大了一些, 哟喝, 好东西啊, 他发现, 这竟然是一蛇皮带的肥料, 他刚好想在院子里面种点东西, 现在就来了这么一袋肥料, 很是好运啊, 支开苏灵, 陈平安把肥料拿出, 这蛇皮带有他半个人高, 很大一袋, 超级肥料, 没听过, 不过加个超级二字, 这肥料应该挺牛批的吧, 而且系统抽的东西质量都很好, 这肥料应该也不差, 可能给种下的东西施加一点, 不久后就能茁壮成长, 缩短一些成长周期, 有着想法后, 陈平安吃力地拖着肥料往开垢好的土地行去, 他把肥料放在靠近土地的屋檐下, 然后拿一个小盆子, 成了一盆, 往土地那里行去, 这些肥料是棕色颗粒, 摸起来质感像是沙子一样, 陈平安随意抓起, 朝着土地洒去, 肥料如雨滴一般落在土地上, 陈平安给整块土地都洒了一点后, 开始走到种下西瓜子的小坑坑里仔细添加, 施肥完毕后, 陈平安又拿铜水浇了浇, 搞定后, 他回去找苏灵了, 而在看不到的泥土下, 肥料沾水, 融化入土后, 埋在土地里面的西瓜子, 竟然突然蠕动了起来, 不久后, 一道细小的右牙破土而出, 陈平安趁着有肥料, 朝着屋内的苏灵喊道, 小林儿, 我出去买点种子, 你想自己待着, 还是出去走走, 苏灵听后, 一溜烟跑了出来, 道, 我也要一起, 陈平安逗弄了一下他的鼻子, 便带着他往外走去, 两人很快走到了市场里面, 整个阵子的人都认识陈平安, 见到就打招呼, 而他们看到苏灵, 很多人都是眼热得很, 年轻一些的青年, 甚至拉着自己妻子往家里走, 急不可耐的模样, 可能是趁着天热, 造个孩子吧, 卖种子的店铺前, 一个老人家笑看着蹲在面前的陈平安两人, 陈先生, 你这是想买什么种子啊, 我这里什么种子都有, 陈平安微笑道, 老人家, 你们这里有没有草莓种子和凤梨种子, 凤梨就是菠萝, 加上草莓这些现摘现吃的水果, 陈平安觉得以后可以拿来招待客人, 自从在慕容宫他们那里完成一些系统任务, 并且求龙傲天帮忙后, 他觉得和这些修炼者必须打好交道关系好点以后, 请求帮忙对方也力缩点, 而且他总不能经常用饭和茶水招待, 弄点水果之类的来招待就很完美了, 老者点头, 拿了两包给陈平安, 随后陈平安还买了一些蔬菜种子, 买完后陈平安又和苏林逛了一下市场, 最后陈平安拉着苏林往院子行去, 而他不知道的是, 在一个角落一个穿着锦衣, 看起来很是高贵小男孩, 正目瞪口呆, 嘴巴能塞入一个拳头地看着他们, 表情极为夸张, 这小孩年纪看起来和苏林一样, 大也大不过一岁, 但身上却有一股修为气息, 正是壁谷七, 小小年纪便这般, 在大陆里面绝对可以用害人二字来形容, 然而, 这小男孩此刻却是被刚才看到的一幕, 震得头皮发麻, 双脚打颤, 他怀疑自己看错了, 一个男子身上有道泽运理营绕, 一个看起来和他一样大的小女孩, 身上却拥有让他看上一眼, 差点就要跪下的恐怖气息, 他当时还发现, 这女孩在他偷偷盯着他们的时候, 瞥了他一眼, 就是这一眼, 他发现自己的裤子有点湿润了, 他都忘记自己多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第73章 那小女孩比我爷爷强百倍, 他不敢跟上去一探究竟, 此刻只能目送着陈平安两人离开, 而就在陈平安两人消失后, 两个人突然从他身旁闪出, 少主, 没有找到你喜欢吃的煎油饼, 两人穿着黑衣, 都是中年, 一男一女, 男的一脸严肃, 没有任何表情, 看起来刻板不已, 女子则是挺漂亮的, 身材很好, 好像已经当了母亲, 极有韵味, 她们的修为气息很是强悍, 正是杜杰漆, 两个如此年轻的杜杰漆, 要是被慕容公他们看到, 定会吃惊一番, 当然, 看观大场面的他们, 可不会觉得吓人, 也就吃惊一下而已, 他们可以自豪地说上一句, 什么大场面, 我们没见过, 两人看着小男孩的时候, 眼中情满恭敬, 但当他们看清自己少主此刻的表情后, 呆在了原地, 这, 少主, 你, 这是怎么了, 他们来自大陆最强势力之一的聚宝堂, 而聚宝堂和其他势力不同, 他们势力是仙界势力聚宝堂, 蔓延到凡间的分支, 小男孩听着他们的话, 才有些反应过来, 我说, 我刚才看到了一个被盗则运里营绕的男人, 和一个契机比我爷爷还强悍几百倍的, 跟我一样年纪的小女孩, 你们信不信, 这小男孩盯着两人看, 眼睛可能是刚才瞪大得太久, 或者瞪得太厉害, 此刻有些干涩, 正拼命眨洞, 两人听着小男孩来了这么一句, 愣了一下, 这, 太假了吧, 道则运里营绕, 契机比堂主强几百倍的小女孩, 少爷, 你什么时候学会开玩笑了? 以前不是一直很认真, 还故意装成大人的样子吗? 小男孩看着两人苦笑, 知道两人不相信他说的话了, 其实他自己也有些怀疑, 刚才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可被那小女孩瞥了一眼后, 那股感觉, 清楚地告诉他, 绝对不是假的, 他哭当处, 此时还有点湿啊, 陈平安不知道刚才的事情, 回到了院子后, 开始和苏林一起忙碌, 在不大的地里种起种子, 种完后, 他再次试肥, 只是刚试完肥, 下一刻, 他发现种西瓜的那地方, 有一根绿色的嫩芽, 如小河财露尖尖角, 很害羞一般, 冒出了一些土面, 不认真去看, 还真看不出, 陈平安怀疑自己看错了, 觉得不可能, 这才种了多久, 种子就发芽了, 他靠近去观看, 这不看还好, 当看清不只是这个小土坑这样, 而是种下西瓜子的地方都是这样后, 他梦了, 这, 陈平安舌头有些打结, 随后快速看向了那一袋肥料, 咕噜, 陈平安咽了咽唾沫, 这一刻终于知道超级两个字的具体意义,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些肥料的作用, 我得再试一些, 陈平安再次拿着肥料走近, 给种西瓜的小坑里面释放肥料, 刚施加了一轮肥料, 陈平安发现, 第一个施肥的土坑, 那绿色嫩芽, 已经冒出了一根小手指长, 眨眼间的时间就这样了, 陈平安倒吸了一口凉气, 而这时, 更加让他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他发现, 一个又一个土坑里面, 冒出了绿色的嫩芽, 越长越高, 看着这一幕, 陈平安和苏玲都呆了, 很快, 苏玲跳起来拍掌, 哥哥, 我们是不是快有西瓜吃了, 陈平安木讷地点头, 觉得很是不可思议, 他真没见过如此神奇的一幕, 看来真是这肥料的功劳了, 这次系统终于给我弄来宝贝了, 陈平安呆滞的脸庞突然露出了笑容, 而且开始有些猥琐的味道, 以前那些东西除了衣服他很喜欢外, 其他的东西都只能是一般般, 对他来说没啥作用, 顶多就是日用品, 也不见有什么神奇的效果, 但这肥料不同, 这简直比催生剂还恐怖, 这才施加了一点肥料而已, 就这样了, 那再多点呢, 岂不是眨眼长出一个西瓜? 当然, 陈平安也不傻, 肥料太多不一定是好的, 也许会适得其反, 杀死植物也难说, 这肥料看看种出来的东西是否和正常的一样, 陈平安期待起来, 他就想看看这样的水果会不会和灵药一样, 拥有那些神奇的效果, 而他以前为了生活, 在万界书店那里买过一本灵药鉴赏图本, 但就是没见过有西瓜样的灵药, 要是这西瓜成了灵药, 嘿嘿, 他就能大转特转了, 而且以后也可以用这些西瓜给修炼者们吃, 陈平安想到这里, 很是开心, 但他却没苏林开心, 在看到陈平安施加的肥料, 竟然能加快西瓜苗的成长后, 他那双大眼睛里面闪过了一抹金芒镇子里面, 客栈一间房间中, 少主, 我们已经感应过了, 这镇子里面根本没有修炼者, 而且我们已经在街上找了几遍, 也许您真的看错了, 中年女子苦笑道, 小男孩还是觉得自己没有看错, 这我没道, 我们就在这里待着吧, 那宗门不是两日后开宗吗, 这两日我们就在这里逛逛, 而且如果他们真那么强, 他们会不知道你们感应他们, 也许只用了一个手段, 就瞒过你们了, 中年男女见自己少爷这般固执, 苦笑了一下, 他们真不幸这凡人小镇里会有那样的存在, 要知道他们堂主可是地先巅峰, 快成先的存在啊, 而自己少爷说的人, 还是一个和他一样大的小女孩, 第七十四章, 偷偷撒肥小铃儿, 到夜晚前, 陈平安匆匆前去市场一趟, 买了好些天的菜, 因为他发现不知道怎么回事, 清源镇来了很多修炼者, 虽然平时镇民们对修炼者客气且敬畏, 但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 他们还是觉得有些害怕, 毕竟人多的地方就会鱼龙混杂, 修炼者多了也会这样, 就算是小孩子也听说过有些修炼者动不动杀人的事迹, 所以在发现镇子越来越多修炼者后, 镇民们都开始闭门谢客起来, 陈平安也一样,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关上门比较好, 别一不小心惹上什么大麻烦, 同时还买好菜, 冷冻着, 这样这段时间就不用去市场那里了, 就刚才那会, 他便看到了很多个生面孔, 陈平安背着一袋子菜回到院子, 放下菜后, 他把朴素弄脏的衣服换回正常衣服, 他这次去买鱼, 还得背着一袋子菜, 就换了一身衣服去, 此刻重新穿回自己喜欢的衣服, 顿时觉得很舒服, 其实他知道这衣服不沾尘不染色, 但就是太喜欢了, 生怕什么时候弄脏, 便每次干粗活累活时都脱下来放着, 把菜肴放进有天玄冰晶的箱子里面, 陈平安才呼出了一口气,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镇子就来了那么多修炼者, 陈平安也想过是不是平安宗建立的缘故, 所以才引来了那么多人, 夜里, 陈平安依旧睡得很香甜, 苏玲则从另一个房间偷溜而出, 走到了开垦好的菜地那里, 他瞥了眼屋檐下的那袋肥料, 然后又看了眼中西瓜的土坑, 嘻嘻, 苏玲已经迫不及待想吃一下自己亲手种的西瓜, 而且他发现这肥料很特殊, 也许种出来的西瓜味道不同一些, 桃树他们此刻正在盯着苏玲看, 对此有些无语, 苏玲拿起肥料, 使劲往种西瓜的地撒去, 撒完后, 借着皎洁的月色, 他盯着那已经生长出来的右牙, 见其开始蠕动, 变长, 还往四周蔓延后, 顿时又一次眼冒金萌, 他再次拿起肥料, 一把又一把地撒, 不久后, 西瓜藤已经把那一小块地一半面积给占据了, 而苏玲眼神锐利地发现, 有些藤腕结之处长出了黄色的花, 花的里面有个小果子, 正是小西瓜, 苏玲咧嘴一笑, 然后再次努力撒肥, 桃树他们看着苏玲这勤奋的模样, 无语至极, 第二天, 天刚微微亮, 四周没有往日燥热, 天气还有些微凉, 陈平安发现自己的右手, 被什么嫩嫩的东西抓住, 轻轻摇着, 他睁开眼睛, 头撇向那边, 入墓地正是一个粉嫩小头, 两个小酒窝很引人遐想, 引诱他过去吸一口, 仿佛小酒窝里面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一样, 小铃, 咋了? 陈平安也没有睡意了, 微笑道, 苏玲咧嘴露出小虎牙道, 哥哥, 不知道怎么回事, 西瓜都变大了呢, 感觉可以吃了? 闻言, 陈平安正了一下他快速起床, 也不管自己是否穿着睡衣, 披了一件衣服, 在身后便往外面行去, 苏玲则咧嘴笑着跟在其后, 陈平安往土地那里看去, 这不看还好, 看到那边后, 他情不自禁地长大了嘴巴, 我擦呢, 一半的土地, 被青色粗壮的西瓜藤和浓绿叶子给覆盖, 而在这里面, 十几个族族有水桶大的西瓜正躺在地上, 压得枝叶扁平, 看着这一幕, 陈平安很是震惊, 这才过去了一晚, 怎么就这样了? 他第一时间联想到昨天自己试的肥料, 但自己只是试了点肥而已, 这第二天的效果有这么好? 这要是真和肥料有关, 那肥料也太强了吧? 毕竟他也没试多少, 陈平安往屋檐下那袋肥料看去, 然而, 一看一下, 砸少了三分之一了, 陈平安挣了好一会, 随后眉头仰起, 转头一下, 眼珠子撇到一边, 一脸审视地看着苏林, 小铃, 语调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什么叫做质疑, 苏林也看了眼那袋肥料, 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被发觉了, 两根食指在身前打转, 嬉嬉地笑着, 尴尬不失礼貌, 陈平安也不用苏林回答了, 这答案已经很明显, 这小妮子是想吃西瓜, 想疯了呀, 见着肥料能加速西瓜的成长, 肯定趁着他睡觉的时候, 捏手捏脚地来到这里, 拼命撒着肥料了, 陈平安很是无语, 不过却没怪责苏林, 他一开始也有这样的想法, 想看看拼命施肥, 能不能让西瓜一下子成长起来, 但想过也许适得其反, 才没有那样做而已, 此刻苏林也算是帮他试验了一把吧, 看来这拔苗助长式的施肥, 好像可行, 先吃早餐再吃西瓜, 看着苏林盯着西瓜眼冒绿光, 陈平安美好气到, 空腹最好别吃, 而且这西瓜也不知道能不能吃, 苏林听到有西瓜吃, 眼眸一亮, 赶紧去做早餐, 早餐之后, 苏林麻溜地走了出去, 去摘了一个西瓜, 尽管西瓜水桶那么大, 苏林还是黑羞黑羞地跑了回来, 这让陈平安一阵出神, 修炼者的孩子果然不同啊, 上次被苏林打了一顿后, 他就觉得苏林力气不简单, 这一刻更加肯定了, 而看着这么大的西瓜, 陈平安还是觉得有些好奇, 这味道会怎么样, 而且这西瓜仅仅一碗就长出来了, 吃了会咋样, 苏林抱着西瓜走进厨房, 放入大箱子里面冰冻, 就在这时, 大门突然被敲响, 陈平安以为是慕容公, 毕竟慕容公说这几天就会开宗, 并且招收弟子, 这恐怕要告诉他招收弟子的事情了, 陈平安麻溜地走出去,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 还是透过一条小门缝看了一下, 站在门外的是一个小孩子, 这小孩子此刻皱着眉, 一副心不在焉, 好像很着急的模样, 看起来也就比小林儿大一两岁, 在镇子里倒是没有见过他, 陈平安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选择开门, 而这小男孩看到大门敞开, 焦虑的心似乎炸开了一样, 手不自觉地磨动起来, 小朋友, 你找谁? 开门后, 陈平安微笑来了一句, 但这小男孩却是没有回话, 他已经陷入猛逼之中, 第75章, 我很丑, 吓到吓朋友了, 只见这小男孩露出了一副很是惊恐, 很是震惊的模样, 陈平安看着这小男孩的表情摸了摸自己的脸, 难道洗脸的时候没洗好, 还是吃早餐时沾了什么东西, 或者, 我很丑, 吓到小朋友了, 陈平安对自己的样貌还是挺自信的, 可以说温文尔雅, 风流倜傥了, 应该不至于这样吓人, 小男孩呆滞了好一会, 然后快速甩了甩头, 让自己反应回来, 他连忙朝着陈平安鞠躬, 小, 小子白, 白小春, 见, 见过前辈, 一句话, 他硬是说了好几秒才说完, 陈平安眨了眨眼, 第一感觉是, 这小男孩是个结巴, 第二感觉是, 这小孩是修炼者, 没错, 门管他叫前辈的, 肯定是修炼者, 你是修炼者, 当然, 陈平安得问一下才知道, 白小春连忙点头, 呼吸很是紊乱, 他确定昨日自己没有看错, 而用了一晚时间, 他也从那震惊中完全回神, 也因此, 他终于想到了一个细节, 爱种子的老人家, 所以今天一大早, 他就去了那里, 一番问询下, 知道了陈平安的住所, 这就匆匆赶了过来, 刚才在大门外, 他心里很害怕, 同时也充满了期待, 因为即将可以证明自己有没有看错, 但他同时很害怕, 因为他知道自己两个护卫不相信他, 所以他没有带上他们, 偷偷溜了出来, 此刻只有自己一人, 心里七上八下的, 而在看到陈平安那一刻, 他再次被吓到了, 依旧是道泽运里萦绕, 依旧那般吓人, 他, 果然没有看错, 此刻面对如此高人的问话, 他连忙点头, 陈平安见白小春点头, 微微皱了一下眉, 这么小就是修炼者了, 知道这答案后, 陈平安对自己不久前新确定的猜测, 越加迷糊起来, 不久前他想的最后一个猜测, 弱得修炼者不会出现视觉Bob, 只有强者才能看到, 而这小孩子又叫他为前辈, 这就奇怪了, 因为小孩子的修为也肯定强不到哪里去, 这样一来, 他的猜测又被推翻了, 陈平安沉吟了一下, 决定问问, 小春是吧,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我强吗? 陈平安微笑道, 虽然第一次见面就这样问会显得很奇怪, 但他就是想搞清楚自己怎么回事, 白小春听后如捣蒜一般点头, 那速度比啄木鸟啄木头还快, 陈平安摸了摸下巴, 这就奇怪了, 还是这什么视觉Bug是随机的, 有些人不会出现这种视觉Bug, 而有些人会, 陈平安又陷入了死胡同里了, 如果真是这样, 他觉得有这样的视觉Bug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想用来装逼吧, 有些人买账, 有些人则不买账, 要是你在不买账的人面前装, 呵呵, 一拳被干死也不奇怪, 你有什么事吗? 陈平安没有直接邀请白小春进院子, 而是问出了一声, 他看最近清源镇来了太多修炼者, 觉得还是不要引来太多人比较好, 而且他那西瓜比较奇怪, 也不知道有没有达到灵药的程度, 要是有, 那被一些没有视觉Bug的修炼者看到, 指不定会闯入院子来抢抢, 白小春道, 没, 没什么, 就是, 想见见前辈, 陈平安觉得白小春衣着什么的都挺好, 想必出身不差, 不过对于他这个接班毛病, 很是深感同情, 好, 那没什么事了吧, 我还要是忙, 你先回去吧, 陈平安微笑道, 白小春震了一下, 然后连忙点头, 还赶紧给陈平安鞠了一个躬, 陈平安觉得这小孩品行不错, 不过也没忘记提醒道, 对了, 关于我的事情, 还望不要和别人提起, 陈平安不知道自己想的视觉Bug是否存在, 要是存在,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这小孩面前看起来有多强, 要是很强的话, 指不定这小孩会告诉家里人, 他们家里人也许会来这里, 那时候, 来上一两个没有视觉Bug的人, 一眼看出他不强, 并且看到那些西瓜, 恐怕他得有一场麻烦, 所以, 好好杜绝后患是必须的, 白小春听后, 瞬间明白了, 前辈在这凡人小镇住着, 定是不想被别人打扰, 他答应后, 准备离开, 但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 哥哥, 西瓜冷了, 你在那里干嘛, 有人来了吗? 苏林一手抓着一块西瓜吃, 一手捧着一块, 见陈平安在门外这里待着, 笑着走了出来, 他觉得这西瓜好吃死了, 熟红熟红的, 而且一点西瓜子都没有, 还甜美多汁, 吃过一次就忘不了那味道, 陈平安看到苏林走近, 手中还捧多了一块还没来得及吃的西瓜, 便示意苏林走过来, 苏林走到门前, 这时也看到了白小纯, 这时他微微皱了皱眉, 这不是昨天偷偷盯着他们看的小子吗? 陈平安拿过苏林没吃的那块西瓜, 走到白小纯面前递给他道, 来, 拿回去吃, 在他看来, 白小纯也是一个小孩子, 苏林这么喜欢西瓜, 这小男孩应该也不例外, 白小纯此刻傻傻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他看到苏林那一刻, 便咕噜地咽了咽口水, 然后连忙朝着陈平安两人鞠躬一下, 太强了, 这两位到底是什么人啊? 一个比我还小一点点的女孩, 竟然如此恐怖, 陈平安朝着白小纯摆了摆手, 说了一句白白后, 拉上苏林的手, 把门关好, 白小纯目送着陈平安两人消失, 还站在原地好一会, 才完全回神, 这时才看向手中的西瓜, 这西瓜看起来也没啥特殊的, 于是他便一边往自己住着的客栈行去, 一边吃了起来, 可他刚吃下一口的时候, 脚步猛的一顿, 一股强悍的灵气瞬间冲击着他的全身, 同时他发现了一股第一次拥有的感觉, 但他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顿悟, 然而因为这突然的变故, 他手一抖, 啪大, 西瓜摔在了地上, 他傻了, 看着地上的西瓜,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蹲在地上用单身几年的手速抓了起来, 然后他才看向四周, 见没人后, 呼出了一口气, 第76章, 这是仙药, 白小纯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客栈, 此刻还是呆头呆脑的模样, 而两个护卫见到自己少主回来, 都呼出了一口气, 他们醒来后, 就发现自己少主不见了, 不由地吓了一跳, 此刻看到对方回来, 中年女子道, 少主, 您刚才去哪了? 白小纯听到声音, 回神了一些, 看了他一眼, 但他还是没有说话, 或者已经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而已经从焦虑状态缓过来的两个中年, 这时候也发现了自己少主不对劲的地方, 他们疏然瞪大了眼睛, 傻傻看着自己身前的小男孩, 不可能吧? 两人脸皮抽动起来, 仿佛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一样, 太恐怖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杰丹五层, 出去一趟后, 整整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少主, 您这是去了哪里啊? 这怎么就突然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在他们眼里, 自己少主这年纪和原本的壁谷七修为, 可以骄傲地来一句凡间内不出三人了, 即使那几个顶尖势力里面, 也没有这种年纪, 这种天赋, 这种修为的人, 然而现在, 他们这本就天赋异禀的少主, 简直不要吓人, 白小纯看着两人震惊的脸色, 终于完全回神, 刚才的经历, 把他弄的脑袋都充满了江湖, 很是迷糊, 很是梦幻, 西瓜很好吃, 即使沾着泥土也一样, 但那西瓜除了好吃外, 竟然还有那种堪称神迹一般的作用, 他吃一口, 便觉得自己的修为在疯狂提升, 几口下去, 他会来一次顿武, 短短一会, 一块西瓜吃完, 他硬是突破到了结丹中气, 恐怖如斯, 前辈, 这一定是前辈丢的造化, 白小纯内心深处充满了崇敬, 别看他年纪小, 但他很早熟, 从小他爷爷就教给了他很多东西, 使得他和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 也因此, 他从小没有玩乐过, 所有的时间几乎都在学习或者修炼, 当然, 他也喜欢这种生活, 这也就养成了他现在的性格, 中年男女这时也反应过来, 回想起自己少爷昨天说的话, 两人脸上瞬间布满了不可置信的神色, 试探地问道, 少爷, 不会真有酿的高人吧, 而且, 你还找到了他们, 白小纯没有隐瞒, 点了点头, 找到了, 两人咕噜地咽了咽口水, 他们一开始还不信, 没想到, 这竟然是真的, 此刻, 他们极为后悔, 没有跟着自己的少主一起去找, 不然, 他们也许也能拥有一场造化, 不过, 自己少主既然知道位置, 那他们还是有机会的, 一念及此, 他们都眼貌精光地看着白小纯, 白小纯好像看清了他们的想法, 连忙道, 这位前辈不能再去打扰, 前辈已经和我说了, 不能带人前去, 两人文言顿时沉默了下来, 脸上的懊悔更加浓重, 白小纯没有再理会他们, 独自坐了下来, 想着事情, 离清原镇不远处的宗门, 突然有这种造化, 我先前还想着, 这不可能来着, 现在看来, 定是和这位前辈有关系了, 想到这里, 白小纯一咬牙, 拿出了传音御检, 往里面传音, 爷爷, 别闭关了, 这次你亲自前来南下, 记得带上一份超级大脸, 还有, 你孙子我, 突破到结单五层了, 院子里, 陈平安和苏玲两人很是开心, 一起吃着西瓜, 用时不久, 两人也吃完了整个西瓜, 陈平安只觉得幸福, 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咚咚地想着, 苏玲悠愿地看了眼陈平安, 嘟嘴道, 哥哥, 你平时不是不怎么喜欢吃西瓜的吗, 你这次吃了很多, 一副心疼的模样, 陈平安捏了捏苏玲的鼻子, 道, 你这个小妮子还说, 三分之二的西瓜都是你吃的, 你那肚子是水桶啊, 不撑吗, 还嫌少了呀, 苏玲道, 我还没吃够呢, 要不, 说着, 苏玲往外面看去, 你呀你, 真是吃货, 不能一下子吃那么多, 今晚再吃, 陈平安一边说着, 一边咬着嘴唇, 双手抓住苏玲的脸颊捏了起来, 直到捏红了才放手, 舒坦, 一顿揉捏后, 陈平安笑着放手, 而苏玲则嘟起嘴, 一副不和你玩了的样子, 就在这时, 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 随后, 响起了慕容公的声音, 前辈, 在吗? 陈平安眼眸一亮, 出去开门, 还把慕容公往里面引, 前辈, 明日我们开宗, 会举行一个圣典, 您要不要来? 要来的话, 明日我就来带您一起, 同时, 明日趁着热闹, 我会对外宣布, 开宗后招收弟子, 想必不久后, 就能招收够一万弟子了, 慕容公前来, 就是为了通报这事, 而想着陈平安不会轻易动用修为, 他明日也只能是前来带着陈平安一起飞行了, 陈平安听后, 一脸笑容, 点头道, 那很好, 拜托功劳了, 慕容公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道, 前辈说笑了, 我应该做的, 说着, 他也不想打扰陈平安了, 准备告辞, 可这时, 他突然看到了院子角落里的西瓜, 这, 这一看下, 慕容公陷入了猛逼状态中, 陈平安顺着慕容公目光看去, 顿时眼眸一亮, 他还在想着, 自己这西瓜有没有达到灵药的程度呢, 这有一个专业人士, 刚好可以问问, 功劳, 你觉得这西瓜, 怎样? 陈平安笑着问道, 慕容公听着陈平安这话, 连忙回神, 眼中的恭敬越加明显, 不久前, 这院子里根本没有开垢过土地, 更没有种过西瓜, 而且地上还有接近十个大西瓜, 这不是普通的大西瓜, 他发现, 这些西瓜上面散发着极为强大的气息, 他看过最高级的灵药, 是六品灵药, 而此刻, 他发现眼前这些西瓜上散发出的气息, 比六品灵药强了上万倍, 这是, 仙药, 还差两根, 很快赶出来, 第77章, 不是灵药, 哎, 慕容公朝着陈平安恭敬看去, 道, 这种西瓜, 也只有前辈才能种出来了, 慕容公心中的敬畏, 很是蓬勃, 这不久前还没有西瓜, 才过去一回就有了, 而且品阶如此之高, 他可以肯定, 这个凡间也只有这样的高人才能弄得出来了, 陈平安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他还以为慕容公会说出这是灵药来着, 公老, 你觉得这是灵药吗? 陈平安刚才没问清楚, 这次再问了一句, 这次直接开门见山, 也不搞什么隐晦了,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要是灵药的话, 嘿嘿, 以后他就可以拿去换钱了, 慕容公听着陈平安这话, 眨了眨眼, 前辈, 你又在考验我, 这怎么可能是灵药啊, 这至少是仙药啊, 不过, 慕容公还是觉得, 这也许不只是仙药, 毕竟前辈极有可能堪比先帝, 甚至更强, 但先帝之上有什么, 他不清楚, 慕容公沉吟了一下, 最后为了正确回答, 他就抓住了陈平安这问题的漏洞, 直接摇头, 这当然不是灵药, 哈哈, 这答案简直完美, 反正前辈只问是不是灵药, 说不是就行了, 陈平安听后, 眼睛暗淡了一下, 原来不是啊, 哎, 好吧, 看来再好吃, 看起来再不简单, 也依旧是普通的西瓜呀, 慕容公真怕陈平安继续考验他, 这时也没事情了, 便朝着陈平安拱手道, 没事的话, 前辈, 我先回去了, 开宗典礼还得准备一下, 陈平安听后, 微笑点头, 对于慕容公这般费心费力, 他觉得很欣慰, 也很感激, 毕竟这可是他的任务, 陈平安在送走慕容公前, 突然叫停道, 对了, 这些西瓜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挺好吃的, 功老拿两个回去给慕容雪他们吃吧, 或者留一个在开宗典礼上给客人吃也行, 说着, 陈平安跑过去摘西瓜, 连续给慕容公抱来了两个, 慕容公怀里一下子多了两个大西瓜, 此刻他已经傻在了原地, 脑袋像是被雷电轰重了一样, 嗡嗡嗡地响个不停, 咕噜, 他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 这, 他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傻傻地看着陈平安, 然后, 多谢前辈, 他大喊了一声, 声音大道, 甚至有些破喉, 陈平安正了一下, 然后苦笑道, 没事, 也不值钱, 小小敬意而已, 慕容公听着这话, 再次咽了咽口水, 前辈啊, 对您来说, 这种最低等级是仙药的东西, 确实是不值钱, 不是什么多好的东西, 但是对我们来说, 这简直是天大的造化, 恐怖的机缘啊, 要不是他抱着两个西瓜, 都想给眼前如此再生父母跪下磕头了, 陈平安送走了慕容公, 最后把门关上, 功劳还是挺不错的, 最近他们也没怎么来打扰, 不像以前那么疯狂, 就刚才, 两个对他们没啥用, 顶多好吃的西瓜而已, 就那样了, 哎, 以后得多照顾他们点啊, 陈平安笑着往屋子行去, 而苏林此刻在屋子门前, 忧愿地看着陈平安, 嘴巴别得很是明显, 两个大西瓜啊, 他一脸肉痛之色, 同时打定主意, 吃完了西瓜, 自己晚上再偷偷种一些, 慕容公不敢把西瓜放入那届, 因为怕这种宝物在那届里面撞到其他物品, 一不小心弄坏, 他小心翼翼地抱着, 脸上净是狂喜, 一空下, 他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宗门, 一座大殿里面, 他把慕容学等人叫到了一起, 在他们面前, 有一张桌子, 桌子上放着一个水桶大的西瓜, 所有人一进入屋子都盯着这个西瓜, 目光已经转移不了, 仿佛这西瓜有一股魔力吸引他们一般, 慕容学等人吞咽着口水, 眼中的筋芒在诉说着他们此刻的心情, 慕容公看着慕容云海他们道, 先别急, 我出去一下, 慕容公在屋子里面消失, 随后出现在了天空, 焦兄, 前辈给了我一份大机缘, 下来和我们一起享用吧, 黑胶最近一直在天空游动, 此刻听到这话, 话形飞下, 前辈给老哥机缘了, 那是什么机缘, 黑胶有些期待道, 慕容公神秘一笑, 道, 等会你就知道了, 一人一狗, 很快到了大殿里面, 一进入大殿, 黑胶就被前方桌子上的西瓜吸引住了, 这, 这是仙药, 黑胶大呼道, 他已经是大成静, 可却也没有见过仙药, 不过, 他见过食品灵药, 可这西瓜上的气息, 却比食品灵药强上几百上千倍, 这至少是仙药, 慕容公走到桌子前, 道, 告诉你们吧, 这西瓜是前辈在自己院子里面种的, 前天我去前辈院子里, 那里什么都没有, 今日前去, 还要好多个这种级别的西瓜, 嘶, 听着慕容公这话, 所有人乃至于地上的狗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 这简直是神迹啊, 不说了, 这是前辈给的机缘, 我们大家平分, 刚好西瓜也好分, 说着, 慕容公拿出了一把刀, 开始切西瓜, 然而他骇人的发现, 普通的刀根本切不开这西瓜, 他们又忍不住震惊了一把, 直至拿出最好的武器后, 他们才把西瓜切开, 一人分了两小块, 分好后, 他们开始品尝起来, 也是这时, 整个大殿突然静了下来, 随后, 所有人乃至于地上的狗都疯狂了起来, 吃东西的声音很是朝耳, 但很快的, 四周再次安静下来, 化作狗的黑胶速度没慕容公他们快, 吃完后, 狗脸上人性化地露出了享受的表情, 他已经到达大成镜, 往后突破极其困难, 有些大成镜之人, 突破一层修围甚至得用上好几十年, 可他仅仅吃了两枚西瓜, 就突破了, 黑胶看向慕容公他们, 想分享自己的震惊和喜悦, 可看去后, 他突然一整, 咦, 你们西瓜皮丢哪了, 慕容公等人闻言, 脸色有些古怪, 没有说话, 第七十八章, 这宗门绝对不简单, 青园镇, 夜深人静, 一道人影出现在了青园镇上空, 这是一个白发老者, 穿着黄色长袍, 此刻悬浮在空中, 如履平地一般, 空中的风很大, 可是吹到他面前的时候, 风好像自己避开了一般, 脚跃之下, 这人影很是明显, 他拿出了传音预检, 准备传音给自己孙子, 可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黄袍老者眉头皱了一下, 看着眼前红发老者, 看清来人后, 不由的眼眸睁大了一分, 龙傲天, 咦, 你怎么突破到地仙境啊, 看清来者, 白骨风有些吃惊, 他们的势力在这凡间都是顶级势力, 互相之间关系不是很深, 但也见过很多次面, 点头之交还是有的, 龙傲天, 那时, 龙傲天明明还没有突破到地仙境, 龙傲天见白骨风出现在此处, 便过来看看, 而且他还想过, 这白骨风可能是来找前辈的, 白老哥, 你怎么来这里了, 龙傲天沉默了一下, 脸上突然挂着微笑, 看起来很是客气的模样问了一声, 白骨风也盯着龙傲天一顿审视, 随后也微笑道, 和龙老弟一样, 这附近不是有个奇怪的宗门要开宗吗? 而我孙子就在这镇子里落脚, 便过来了, 他并没有说出自己孙子后面说的话, 因为实在太让人震惊, 龙傲天听后点了点头, 微笑道, 我也是因为这宗门而来, 两人说完瞬间没有话题了, 那就这样吧, 龙老弟忙自己的事情去吧, 白骨风道, 意思很明显, 你走吧, 他可不想让龙傲天跟着, 因为他得看看自己孙子所说之话是否为真, 要是真的, 他们恐怕和那高人有些相伙情, 否则自己孙子也不会无故获得如此造化, 而白骨风肯定不能, 被龙傲天知道这事, 否则这香火情可能还要平分, 然而龙傲天却是想看看, 这白骨风是不是为了前辈而来, 我很久以前就听说白老格苏儿天赋一禀王, 我也没什么事情, 不知我能否见见这位天才龙傲天皮笑若不笑道, 白骨风眼眸瞬间眯起, 这家伙, 有古怪, 而龙傲天也看到了白骨风这神情的细微变化, 也眯了眯眼眸, 两个人的眼睛好像开始闪着电光, 四周的风完全消失了, 很是寂静, 最后, 白老格表现得如此抗决, 那好吧, 再见, 说着, 龙傲天在原地消失, 离开的龙傲天眉头皱着, 他已经可以确定, 这白骨风应该已经知道前辈了, 而白骨风看着龙傲天消失的地方, 沉吟起来, 他突然突破到地仙境, 极有可能和那位存在有关, 如果是这样, 小春就没有骗我, 白骨风闭眸感应了一下, 随后在原地消失, 转眼间他出现在一间客栈房间里面, 在他面前正坐着三个人, 白骨风出现后, 往桌子那边看去, 目光第一时间落在了自己孙子白小春身上, 这一看下, 不禁深吸了一口气, 果然是结丹妻, 如此年幼的结丹妻, 仙界也不多, 我白家, 日后将要崛起, 将能重回仙界, 白骨风整张脸激动地红了起来, 心潮澎湃, 暗中想着, 小春, 说说怎么回事吧, 白骨风忍住喜悦, 走上前去, 白小春在看到自己爷爷后, 脸上也升起了笑容, 随后把自己看到的, 遇到的都仔细说了一遍, 白骨风听完后, 心中激动不已, 听完自己孙子的描述, 他还是不清楚那位高人什么境界, 但却知道那小女孩的境界, 应该达到了仙缘境, 和自己孙子一样的年纪, 却达到了仙缘境, 那么, 那位前辈又将是何等修为, 仙尊境, 不可能, 先帝级别强者, 依旧不大可能, 因为先帝也不可能有道则韵里萦绕, 这等高人却在这里出现, 小春, 给了你一份机缘, 这就说明, 你和那位前辈有一些因果缘分, 至于赶你离开, 应该是不想被打扰清静, 白骨风气息有些紊乱地分析道, 白小春认真听着, 这样看来, 这突然出现的神奇宗门, 真的和这位前辈有些关系了, 白骨风觉得自己这趟真的没有白来, 白小春这时好像想到了什么, 眼眸猛地睁大, 突然道, 爷爷, 我在卖种子那老人家那里打听道, 这位前辈, 姓陈, 明平安, 而那神秘的宗门, 山门处的名字正是平安宗, 白骨风文言, 一拍大腿, 原来如此, 我果然没猜错, 好, 明日, 这平安宗, 我必定送上一份最大的礼物, 小春, 爷爷一直想亲自培养你, 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日后, 你就加入这个宗门, 明日我定会想方设法, 把你送入这个宗门, 白骨风一脸认真, 极为激动, 他们聚宝堂之人都是生意人, 而做生意的人, 脑子分析问题必须清晰同时, 作为一个完美商人, 必须有强大的直觉和魄力,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宗门不简单, 极有可能和那位前辈有关系, 所以, 他做出了这个决定, 把自己孙子送入这个宗门, 嘿嘿, 五更干完, 算是铺垫吧, 明天就是开宗了, 大高朝到来, 明天看看能不能继续干五更, 奥利给, 第79章, 高烧, 又是一天清晨, 东方的暖阳还没升上山顶, 仅仅有些朝霞, 一片朦胧红韵之美, 陈平安今日已经早早起床, 就待在苏林屋子那里, 脸色胶着, 这时, 门外突然响起了声音, 前辈, 在吗? 正是慕容公在呼喊, 陈平安苦笑了一下, 看向郎中, 示意他继续自己走往外走去, 很快的, 他到了大院门前, 慕容公此刻笑意盈盈, 脸上像贴着一个喜字一般, 站着的姿势也更加的挺拔, 精神绝朔, 前辈, 该启程了, 慕容公是来带陈平安前去宗门的, 他可以肯定, 今日有前辈作证, 这开宗绝对稳了, 他还是挺怕有人来捣乱的, 毕竟这世界也不乏妒忌之辈, 看到他们宗门从一个小宗突然崛起, 眼热不已, 前来找麻烦, 如果是一些不怎么强大的势力还好, 他们有黑胶作证, 可要是来上一些在大陆都算顶尖的势力, 比如千语帝国那种, 虽然他们破不了那阵法, 但在外面一直叫嚣, 也是凡人, 同时也让他们调面子, 陈平安摇了摇头, 欠一道, 公王, 此行我恐怕去不了了, 小林突然高烧, 起不爱床, 我得照顾他, 陈平安也不知道苏林怎么回事, 明明昨天还活蹦弯跳的, 晚上睡去的时候还兴致勃勃地让他讲故事, 怎么一到第二天就发高烧了呢, 陈平安都焦头烂额了, 关于宗门开宗这事, 他就不去了, 公王, 你好好办吧, 收徒之事也上心一些, 感谢了, 陈平安拱手道, 慕容公连忙摆手, 道, 前辈客气了, 既然这样, 我就只能自己办了, 其实慕容公此刻心里很苦涩, 因为他可以肯定, 前辈这绝对是不想去, 并不是因为苏林生病了, 苏林那么强的修为会生病, 而且还是烦人的病, 前辈您真会开玩笑, 这摆明了是不想去, 或者说对修行之事极为上心, 不想在那么多人面前露面, 念及此, 慕容公也没再说什么, 他也只能自己看着办了, 说完, 准备告辞, 陈平安这时又突然问道, 对了, 功劳有没有吃那西瓜, 慕容公眨了眨眼, 然后用力点头, 乖乖, 就吃了两块, 他硬是突破了两层修为, 简直恐怖不已, 经过这般提起, 慕容公看着陈平安的眼神, 更加敬佩起来, 陈平安见慕容公点头, 声音变小了一些, 弱弱问道, 那你没什么事吧? 在陈平安想来, 苏林突然生病, 也许和吃西瓜太多有些关系, 当然, 这仅仅是也许, 因为他今日也好好的, 硬说说有问题, 应该就是苏林吃的太多了, 慕容公正了一下, 有些迷糊道, 问题, 没问题啊, 文言, 陈平安松了一口气, 道, 那就好, 那功劳赶紧去忙宗门的事情吧, 我回去照顾小灵了, 说吧, 陈平安目送走慕容公, 随后回到屋子, 看着郎中, 老先生, 小灵怎么样了, 郎中还在给苏林把脉, 可突然间, 他愣了一下, 旋即快速伸手去摸苏林额头, 这一摸下, 他更加呆滞了, 这, 过了一会, 他才回神, 看着陈平安, 苦笑道, 陈先生, 这小姑娘没什么大碍了, 不过也是奇怪, 刚才明明烧得很厉害, 你出去一趟, 再回来后, 就不烧了, 真是医学奇迹啊, 说着, 他摇头晃脑, 完全想不通发生了什么, 陈平安听着这话, 也震了一下, 旋即去摸苏林额头, 刚才还烫手, 这一下竟然完全没事了, 他还发现苏林睁开了眼睛, 然后露出笑容, 两个小酒窝若隐若现, 陈平安, 至于外面的桃树看着这一幕, 嘻嘻一笑, 系统, 任务圆满完成, 就这样, 陈平安错过了一场开宗典礼, 离清原镇不是很远的一处山脉前, 此处有一个大镇, 大镇前, 有很多人已经围在一起, 盯着前方, 这些人都来自不同的势力, 有些受到邀请, 有些则是不请自来, 就是想来看看热闹, 慕容公回到宗门后, 先去到了已经摆布的很好的山门广场处, 这里已经安置好很多桌椅, 能坐下几千人, 这次慕容公邀请的人不多, 但他可以确定来的人肯定不少, 准备多一点座位, 总是好的, 张绍峰等人已经在大镇入口处, 看着大镇外的人, 见到慕容公回来, 而身旁没有人不由地一愣, 前辈呢? 慕容公苦笑道, 前辈不想露面, 所以就不来了, 不过, 我相信, 前辈是能看到这里情况的, 也相当于来了吧, 张绍峰等人听了, 觉得也对, 前辈如此人物, 定不会来这种热闹场所, 那开始迎客, 慕容云海道, 慕容公看了眼外面, 发现骆天宇和骆兰青他们没来, 便摇了摇头, 等他们来了再说, 怎么也得让这些地位的人先进来, 压压场子, 而他们也没等多久, 一条非洲就从天边飞来, 来了, 走, 我们去迎接, 说着, 慕容公带头往外飞去, 透过阵法的时候, 他们像是闯过了水帘一般, 毫无阻碍, 几人飞上天空, 挡在了非洲前, 恭迎王上, 慕容公看着非洲, 哈哈大笑一句, 他的声音很大, 在四周荡漾, 下方一群来自于不同势力的人, 听着这话, 知道这非洲里面的人是谁了, 王国王上, 非洲停下几个人走到非洲前沿, 一共有九个人, 骆天宇、骆兰青两妇女, 朱真武和一个帅气青年, 罗绍杰和几个男男女女, 慕容公看到他们, 都脸带笑容, 特别是看到罗家这个亲家, 更是飞了上去, 慕容老哥, 不嫌弃的话, 管我叫骆老弟就好, 叫王上就见外了, 骆天宇看着慕容公飞劲, 脸上笑开了花, 特别是看到眼前的一幕, 更是觉得自己这样称呼慕容公, 是值得的了, 则则, 这阵法太强悍了, 还有阵法上空那条蛟龙, 简直甚人不已, 第八十章, 上等灵脉, 在骆天宇来了这么一句后, 朱真武这时也学着骆天宇, 拼命和慕容公套近乎起来, 老哥老哥的叫个不停, 对于这种待遇, 慕容公还是第一次享受到, 不过他也没有妄自菲薄, 依旧以礼相待, 至于自己的亲家, 慕容公熟得很, 每年都去几次, 打了几声招呼后, 便带着他们往阵法里面飞去, 在朱真武旁边, 那个帅气青年, 正是几个王国境内, 都闻名不已的天才, 但那也仅仅是以前, 此刻, 他在慕容学等人面前显得极为普通, 这让他一阵目眩神秘, 特别是看着罗绍杰, 以前他和罗绍杰在一场比武中交过手, 现在好了, 这家伙整整高了他一个大境界, 慕容公带着骆天宇等人靠近大阵, 他单手一挥, 大阵便出现了一个洞口, 他们一群人走入里面, 外面的散修和小势力之人看着, 都暗自感慨, 我还想着, 这平安宗是什么宗门呢? 这下算是明白了, 这不正是以前的靠山宗吗? 你才知道吗? 人家靠山宗已经不是以前的靠山宗了, 你看看, 泽泽, 这以后完全能躋身进入大陆顶级势力的行列,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个靠山宗以前也就和我们宗门一样, 怎么就突然崛起了呢? 应该是获得了什么大纪元吧? 一群人议论纷纷, 他们都羡慕极度的很, 特别是看着刚才骆天宇对待慕容公的样子, 那可是王国王上啊, 我觉得他们也就这样了, 能邀请来的人顶多就只有王国, 大陆那些顶尖势力恐怕把他们这种爆发户一样的宗门不当回事吧? 这时, 一道酸溜溜的话语突然在人群里响起, 这话一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街市纷纷发话, 说这靠山宗顶多是走了狗屎运, 以后会成为那些大势力的走狗也说不定, 尽管有这样的大阵也没用, 毕竟人家大势力要搞你, 有的是办法, 不能闯入你大阵内, 但人家可以在大阵外等着你, 不让你发展, 你除了有条不知道哪里来的蛟龙守山, 而这蛟龙也就看起来吓人, 看这个样子顶多是大成七前七吧, 完全比不过人家大势力那些大成中后期的, 我觉得吧, 等会肯定有大陆顶尖势力的人前来, 让这宗门归入他们门下, 信不信? 我觉得有可能, 这宗门排面确实大, 但内核实力太弱, 不用大势力了, 来个帝国, 恐怕也能把他们搞到怀疑人生了, 呵呵, 你们想多了, 就这种偏僻之地, 酸溜溜的话语在场上络绎不绝, 慕容公把洛天宇他们安置好后, 开始出去迎接其他人, 或者随便去请一些没有邀请到的人进来, 毕竟他觉得自己邀请的势力也不多, 来得最好的恐怕就是洛天宇他们了, 其他大势力会不会突然前来, 他们不知道, 所以为了让场面好看点, 多请些人进来是必要的, 只是他刚出去不久, 这时, 三个人突然在他们头顶处的天空出现, 来者两男一女, 一个老者, 一个中年, 还有一个和慕容雪一样的妙龄女子, 三人一出现, 第一时间看向眼前的光景, 这一看下, 都是深吸了一口气, 这阵法好强, 还有这蛟龙, 虽然不能清晰感知到他的境界, 但我感觉他能随意灭杀我, 刘光普看着身前的阵法, 一阵感慨, 而刘正涛也一样, 呼吸有些凌乱, 最后, 两人都恶狠狠地看向了刘玉曦, 玉曦, 等会知道怎么做吧, 我们帝国能否稳住, 就看你了, 要是你再做错事, 休怪我大义灭青, 刘光普冷冷骂道, 都是自己的孙女, 不然他们帝国, 哪会变成这般, 要不是自己这儿子生不了孩子了, 他都想把这孙女扔了, 实在太让人气愤, 刘玉曦咬着嘴唇, 好似想到等会将是自己人生最低沉的时刻一般, 脸色如同双打的茄子一般, 紫青一片, 还只能苦逼地点头, 吩咐好后, 三人往下方看去, 最后身形一闪, 落在了慕容公等人面前, 刘光普看着慕容公直接拱手, 很是客气道, 千语帝国太上皇刘光普见过道友, 刘正涛这时也朝着慕容公拱手道, 千语帝国帝君刘正涛见过前辈, 刘正涛的修为比慕容公高, 但他也只能喊对方一声前辈, 因为他老子喊慕容公为道友, 而刘玉曦此刻则沉默不语, 低着头, 慕容公还以为来者是谁呢? 此刻听到刘光普两人的介绍, 和见到刘玉曦,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不只是慕容公如此, 慕容学等人也一样, 一脸冷色, 刘光普发觉到慕容公等人的情况, 怒然朝着刘玉曦喝道, 不孝子孙, 赶紧跪下, 给诸位道歉, 刘玉曦脸皮一抽, 怎么还要跪下呀? 不是说道歉就行了吗? 慕容公等人听着这话, 皆是冷哼了一声, 依旧很是冷漠, 一句话不说, 不久前被控制去干活那一幕, 还在他们脑中回应, 这刘玉曦, 他们可没有那么容易原谅, 而在不远处, 围观着的人们, 前一刻还有人说没有什么大势力会来, 此刻见到刘光普这个大成七强者, 而且听完他们的介绍后, 都陷入了猛逼中, 千语帝国, 这什么情况? 还有跪下道歉, 众人很是迷惘, 那些刚才还酸溜溜的人, 则像是被人抽了一巴掌一样, 刘光普见自己孙女不听话, 猛地散出了修为, 喝道, 跪不跪, 这一喝下, 刘玉曦吓到了, 脸色苍白如纸, 最后只能咬着牙, 砰的一声, 跪在了地上, 但她还是低着头, 不说话, 完全不敢去看慕容学等人, 因为她可以确定, 这一刻, 他们一定一脸嘲笑, 慕容学没有嘲笑, 看着跪下的刘玉曦, 依旧充满了厌恶, 刘光普再次喝出一句, 我让你道歉, 听不见, 刘玉曦身子一抖, 最后只能用哭腔去道歉, 对不起各位, 我, 我错了, 刘光普听着这话, 依旧冷冷一甩袖, 然后苦笑地看着慕容公, 道, 道友, 实在是我管教无方, 从今往后, 我定会好好弥补这不孝子孙的过错, 道友你需要什么, 告诉我一声变形, 还有你们开宗, 我带来了一份礼物, 还望你收下, 说着, 他拿出了一个盒子, 还当着一群人的面, 把盒子打开, 盒子一开, 煞时, 一股庞大的灵气, 骤然蹦出, 灵脉, 慕容公眼眸一亮, 他们这山脉还不错, 但却有一个缺点, 就是灵气不是很浓郁, 归根结底, 是这山脉的灵脉不够强, 现在看到这盒子里面的灵脉, 慕容公心脏加速跳动起来, 这竟然是上等灵脉, 有这灵脉在, 他们这片山脉, 灵气浓郁度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周之人看着这一幕, 表情比慕容公还夸张, 上等灵脉, 这, 这可是价值上百万灵石的好东西啊, 第八十一章, 大陆顶尖强者纷纷出现, 慕容公盯着这灵脉看了一会, 脸上的神色也开始变了, 其实嘛, 他们也没有多大的损失, 也就被强制去干了一点活而已, 这不, 要是没有刘玉溪他们这般行径, 他们也不会得到黑胶的弥补, 就没这阵法了, 可以说, 他们综能这样, 和这刘玉溪有些关系的, 嗨嗨, 所以, 可以的, 这礼物我就收下了, 而他也算是道歉了, 我就大任有大量一次, 原谅他一会, 说完, 慕容公屁颠屁颠, 把刘光浦手中的盒子收下, 这可是好东西啊, 而慕容雪见自己爷爷, 竟然这么快原谅刘玉溪, 无语至极, 但他也清楚, 自己宗门和一个帝国死磕, 也没有什么好处, 倒不如见好就收, 刘光浦见慕容公收下这灵脉, 心中玄起的大石, 顿时就落下了一些, 而靠山宗原谅了他们, 啊, 他们帝国是否不用被打压了, 于是他试着小声问道, 既然倒有原谅了我们, 那对我们帝国的打压, 能否, 刘光浦朝着慕容公几眉弄眼了一下, 没有说完, 但意思很明显, 慕容公知道他什么意思, 很是明确道, 这我说了不算, 毕竟不是我让天尊楼打压你们, 而是某位存在的意思, 听到某位存在四字, 刘光浦深吸了一口气, 果然被他们猜对了, 这宗门, 身后确实有一位强大的靠山, 不过这宗门的人都原谅他们了, 想必他们再表现得好一些, 也许能得到宽恕, 只能继续加油了, 慕容公收下了刘光浦他们的礼物, 也没有赶人家离开的道理, 便看向张绍峰, 让他带着刘光浦等人进入里面, 其实他心里依旧对这千语帝国有些芥蒂, 张绍峰点头看着刘光浦三人, 道, 三位跟我来, 刘光浦心里叹了一声, 只能跟着张绍峰往里面行去, 至于阵法外面, 此刻一群人还有些反应不过来, 但一些被酸味充斥的人却第一时间回神, 还继续小声讨论起来, 哼, 这能算什么, 这千语帝国不就被打压的变回皇国了吗, 来这里也没有多大排面, 没错, 还千语帝国都快改回千语皇国了, 顶多也就来上这么一个还算有看透的势力, 后面肯定没有再强的势力来了, 酸溜溜的人依旧脸露鄙夷, 而这时有些理智之人忍不住了, 刚才你们没看到吗, 那小女娃给这宗门跪下了, 千语帝国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势力, 却还给他们跪下, 这说明这宗门很强, 有人反驳道, 谁知具体发生了什么, 也许这千语帝国已经废了, 以前得罪过这势力, 现在见人家有些崛起的势头, 被吓到了而已, 这也间接说明, 这千语帝国也就一般般, 这声音一过, 很多人附和, 竟然用贬低千语帝国来证明眼前这宗门不强, 然而, 就在他们说完不久, 不知道怎么回事, 天空突然开始陆续出现一匹又一匹人马, 好像约定好一同前来一般, 这些人出现后, 直接飞下, 道友你好, 我们是从荒谷帝国而来, 这位道友, 我是镇山帝国帝君, 一个又一个帝国来者, 一一上前介绍自己, 而前来的人, 差不多都是帝国帝君, 甚至有些帝国太上皇也来了, 他们每介绍完自己, 都会拿出一份礼物, 当众递到慕容公手上, 在山门处迎接着客人的慕容公, 已经傻眼了,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多强大的势力来了, 他也没有时间去想, 面对这些帝国之人的嗜好, 纷纷微笑迎接, 把他们那些一听, 就特别贵重的礼物收好, 然后让慕容云海等人, 把他们带去典礼广场, 张绍峰等人, 也开始忙碌起来, 纷纷引路, 而已经在广场那边坐着的人, 都能看到入口处的情况, 骆天宇和朱真武两人, 看着这一幕, 一阵恍惚, 这怎么来了这么多大牢, 千语帝国三人, 看着一个个媲美他们帝国, 甚至还强很多的帝国之人, 也是呆坐在那里, 这些不会都是那个存在邀请来的吧, 刘正涛小声道, 刘光普摇头, 一脸认真道, 那位存在可能和龙奥天同等级别, 或者更强, 这些人之所以前来, 应该知道那位存在的情况, 知道这宗门和那位存在有关系, 所以就来了, 刘正涛听到自己父亲的推测, 眼眸一亮, 原来如此, 入口处迎接着一群帝国大佬的慕容公, 此刻他的想法和刘光普他们差不多, 想着这些人, 应该是前辈请来称场面的了, 毕竟也只有前辈, 才有这样的面子, 不远处围观的散修和小势力之人, 看着这一幕, 已经震惊的头皮发麻, 对他们来说, 王国已经很强了, 现在好了, 帝国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前来, 简直不要太吓人, 然而, 更吓人的事情这才上演, 就在迎接了几个帝国来者后, 一个人影突然在天空闪出, 这人一身白袍, 红发白须, 他一出现, 整个山脉的人都抬头往天上看, 游动在云层里的黑胶也看了他一眼, 这人正是龙傲天, 龙傲天出现后, 再次闪身下来到了慕容公面前, 而慕容公旁边, 此刻还有一个帝国的帝君, 这帝君看到龙傲天眼眸瞪大, 连忙拱手行礼, 见过龙傲, 龙傲天朝着他微微一笑, 道, 不用这么客气, 说完, 他看向了慕容公, 脸上的笑容更深, 如同看到多年未见的好朋友一般, 龙傲天, 我是天尊楼楼主, 龙傲天, 我们这算是第二次见面了, 上次见面, 慕容公和张绍峰已经昏迷, 慕容公正正地看着龙傲天, 天尊楼, 那个顶级势力天尊楼, 龙傲哥, 久仰久仰, 慕容公很快反应过来, 脸上如同一朵刚开放的菊花一般, 笑得春风得意, 而他见过大事面, 见到龙傲天这种大佬虽然惊讶, 但也不至于震惊地说不出话, 反而还接着来了一句龙傲哥, 龙傲天笑道, 龙傲天, 龙傲天不用这般客气, 今日你们开宗, 我就想着来捧场一下, 还有这份礼物, 还望老弟能接下, 说着他拿出了一个盒子, 然而盒子还没打开, 这时一道人影在天空闪出, 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被吸引过去, 天上出现了一个老者, 来人正是舒山仙院的真诞藤, 不管是已经入座, 还是大阵外只能酸溜溜的人们, 再次看到一个大陆顶尖强者, 都忍不住咕噜地咽了咽口水, 假的吧, 两个大陆顶尖强者都来了, 而且前后脚接着,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 就在这时, 又有两个人影出现在天空, 第82章, 送礼, 这是一老一少, 老的穿着黄袍, 白发苍苍, 小的年纪很小, 看起来只有七八岁, 一身锦衣很是得体来者, 正是聚宝堂堂长白骨峰, 和他孙子白小纯, 两人出现后, 又让下方一群人震撼了好意会, 因为白骨峰的修为气息, 同样害人至极, 而那些帝国来者, 在看到白骨峰后, 瞬间认出了白骨峰, 这不正是聚宝堂总堂长白骨峰吗? 当然, 他们也看向了旁边的小男孩, 一看之下, 他们又是一正, 结单七, 如此幼小的结单七, 恐怖如斯, 刚才再来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了慕容雪他们的修为, 都被慕容雪他们震撼到了, 他们以为这个宗门是凭空出现的, 直到他们看到了慕容雪这些年轻人的修为后, 他们知道自己想错了, 这个宗门太不简单, 就慕容雪这样的年纪和修为, 放在大陆都在顶尖天才行列中, 白骨峰出现后, 目光先是看向了同样在天空的真弹腾, 眉头不由的一皱, 旋即他再次转移目光, 落到了下方慕容宫面前的龙澳天身上, 眼眸眯成了一条缝, 好啊, 看来这两个老家伙, 都知道那个高人的事情了, 不然不会亲自前来才对, 他扫了一眼下方所有人, 目光如同扫描器一般, 就连大蛇和黑胶都看了一眼, 最后他目光落在了千语帝国三人身上, 他发现这三人此刻脸色违靡, 这下他终于明白了, 不久前他还说这天尊楼怎么突然打压千语帝国呢, 他也找人去天尊楼打听过, 答案是这千语帝国得罪了一个存在, 此刻综合这一切, 他算是明白那个存在是谁了, 白骨峰一闪身落在了地面, 而他刚落地, 真诞腾也刚好在他旁边出现, 就这样, 大陆三个顶尖强者站在了一块, 三人此刻都在审视着对方, 目光中都是凝重之色, 他们人老成精, 什么东西想一遍便能想明白, 对面两人亲自前来, 定是因为那一位了, 就是不知道, 这两人什么时候认识那位的, 而且, 谁和那位的关系更好一些, 两位, 真巧啊, 白骨峰看着真诞腾和龙傲天微笑一句, 龙傲天也微笑着, 确实挺巧的, 没错, 没想到你们也一样, 真诞腾也笑着道, 三人话里有话, 别人以为他们说来这里的事, 只有他们才知道, 自己和对方说的是什么, 慕容公看着三人咽了咽口水, 好家伙, 来了三个顶级高手, 他可以拿人头来担保, 这绝对是前辈邀请来撞场子的, 哈哈, 有这三人在, 这一次开宗典礼, 还不值得整个大陆瞩目, 三位,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 慕容公觉得, 三人都和前辈有关系, 而他也不差, 甚至还帮前辈建立一个宗门, 觉得自己不能贬低自己的地位, 决定和他们三人来个同辈之交, 龙奥天三人听到慕容公这话, 也没有再试探另外两人的情况, 皆是看向慕容公, 脸上同时生起客气的笑意道友, 在下聚宝堂堂长, 白骨疯, 要是你不介意, 可以叫我一声白老哥, 白骨疯抢先于真旦腾前头, 笑容满面, 和蔼可轻地来了一句, 慕容公听着这话, 心像花朵一样开放, 笑着喊了一句, 白老哥, 真旦腾也不落后, 赶紧上前道, 道友, 我是舒山仙院院长, 真旦腾, 你要是不嫌弃, 也可以叫我一声真老哥, 慕容公眨了眨眼, 见两个顶级强者这般, 让他有种不现实的感觉, 但他心里素质后, 很快接受下来, 在他看来, 自己和前辈的关系, 可能比这三人更厚, 硬要说地位, 他也不差, 一一认识后, 慕容公准备亲自把他们带进广场, 可这时, 龙傲天又笑着道, 进去前, 公老爹, 你还是先收下这份礼物吧, 说着, 他这次直接把盒子打开, 疏然, 一股磅礴的如同水雾一般的灵气, 喷涌而出, 四周瞬间弥漫着灵气, 这, 这竟然是绝等灵脉, 慕容公也某猛地瞪大, 双手颤动了一下, 灵脉分等级, 下等, 中等, 上等, 级等, 和绝等, 刚才千语帝国送出的上等灵脉, 价值百万零食, 而这绝等灵脉, 堪称无价, 这一刻, 慕容公他们觉得极为梦幻, 这礼物, 太贵重了, 公老爹, 我看你们宗门山脉灵气不足, 这对弟子修炼不好, 所以就把我们天尊楼压箱底的绝等灵脉拿来了, 龙傲天一脸笑容, 这灵脉看起来是送给慕容公, 其实他这份心意, 真正送给的人, 是前辈, 慕容公双手有些颤动, 很想接下, 但觉得太贵重, 这使不得, 太贵重了, 慕容公往外推去, 要是千语帝国送给他们, 他肯定收下, 龙傲天见慕容公不收, 靠近慕容公, 小声道, 公老爹, 这同样是给前辈的一份心意, 你就收下吧, 慕容公文言眨了眨眼, 思索了一下, 便点头答应, 那多谢龙傲哥了, 慕容公拱手道, 龙傲天一脸笑容, 让他无须如此, 而这一幕看在一群人眼里, 都转换成无尽的雷霆, 劈在他们头顶, 劈得他们脑瓜子嗡嗡响想,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假的吧, 千语帝国那里, 刘光普看着这一幕, 嘴角拼命抽动, 真是人比人, 气死人啊, 他后悔自己送的是灵脉了, 这下可好,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脸没处放了呀, 见龙傲天送完礼物, 这时, 真诞腾走了上前, 他微笑看着慕容公, 道, 公老爹, 老哥这次不请自来, 实在有些不对, 这点小礼物, 还望你收下, 说着, 他单手一挥, 一个画盒出现在他手上, 这个画盒长一丈, 宽三寸, 高两寸, 画盒上面雕有美丽的图案, 很是吸睛, 龙傲天看到这个画盒, 眉头一皱, 不会是那样东西吧, 拿出画盒后, 真诞腾直接打开, 煞时, 一幅画漂浮起来, 最后在天空展开, 悬浮不动, 画出, 四下寂静, 这画里面, 画着三物, 一龙, 一凤, 一太阳, 这幅画名为龙凤城祥, 本是我们书山仙院镇院之物, 但公老地宗门刚开宗, 就割爱送于你们吧, 真诞腾微笑道, 第83章, 炼玉宗不请自来, 这幅画可不简单, 一出现, 四周便突然想起了龙鸣和凤里, 一股磅礴的气势从画里传出, 仿佛画上的龙凤是真的一般, 而传闻, 要是久久盯着这幅画, 甚至有可能会产生顿武, 来头但凡不小的人, 此刻在看到真诞腾要送出的画后, 都被镇得头皮发麻, 因为他们知道, 这幅画对书山仙院来说, 重量有多大, 这可是镇院之物啊, 刚才听着真诞腾说, 送一件小礼物的人们, 此刻已经不知道说啥好了, 说好的小礼物呢, 你这把真愿宝物都拿出来了呀, 龙奥天眉头皱紧, 这幅画比他送的绝等灵脉, 还要昂贵一些, 慕容公看着这幅画, 很是喜欢, 但这么一份大礼, 他不好意思收下, 不过一想到真诞腾应该和龙奥天一样, 并不是送与他, 而是送与前辈后, 他深吸一口气, 道, 好, 我帮那位收下了, 多谢真老哥了, 真诞腾听到慕容公说到那位两字, 也萌萌的一亮, 然后哈哈一笑, 龙老弟客气了, 然而他还没笑多久, 这时, 一道咳嗽声在他身后响起, 你们都送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也不能落后, 而我是生意人, 聚宝堂开遍了整个大陆, 贵重的东西就不送了, 我就送你们一张紫金卡吧, 说着, 他拿出了一张紫色中混杂着金色星光的卡牌, 递到慕容公手上, 此卡作用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往后持有此卡者, 在我们聚宝堂中购买任何能买到的东西, 全是一折, 此话一过, 原本开始有些声响的四周, 又突然一进, 仿佛这里就是一个无人的山谷一般, 落真可闻, 全部东西都是一折, 乖乖, 这即使购买一些超级宝贝, 也是一折呀, 这相当于聚聚宝堂捡东西呀, 龙奥天和真诞腾听着这话, 都发起呆来, 他们的东西, 确实挺宝贵的, 但和白骨峰这张卡比起来, 逊色了整整三倍, 他们的东西很贵, 但却只有一个作用, 然而这张紫金卡, 却能无限使用, 白骨峰这相当于把半个聚宝堂, 送给靠山宗了呀, 这手笔, 简直不要太大, 这家伙, 要是说自己不知道前辈的存在, 傻子都不行, 慕容公盯着手中的紫金卡, 只觉得重若千军, 妈呀, 这些大佬都疯了吗, 有这样送礼的吗, 慕容公接礼物都接怕了, 实在太吓人, 公老爹, 收了吧, 只是小礼物而已, 说着, 白骨峰把卡塞在了慕容公腰带上, 一群人听着这话, 脸皮疯狂抽动, 大佬, 你说这是小礼物, 这他娘的要是小礼物, 那这天底下就没有大礼物了呀, 慕容公也没办法了, 只能收下, 哎, 三位老哥实在太客气了, 好吧, 老弟我都收下了, 慕容公表现得很是无奈的模样, 实则心里已经笑开了花, 说着, 慕容公亲自带着龙傲天三人往里面行去, 张绍峰也笑着跟着, 期间, 慕容公也没忘记给三位大佬介绍张绍峰, 而在进入阵法里面后, 龙傲天三人都安静了一下, 三人同时散出感知能力, 刚才在阵法外, 他们感知不到阵法内的情况, 此刻进来后, 开始感知着整个宗门, 想看看能不能发现前辈的踪迹, 或者发现苏灵的踪迹也可以, 在他们想来, 这两位很可能在这里, 但很可惜, 他们没敢应当, 慕容公走后, 入口处, 只剩下慕容云海和张青贤两人, 两人此刻一脸自豪笑容, 准备迎接下一拨人, 经过今日, 他们可以肯定, 自己宗门将能成为大陆顶尖势力之一, 也无人敢有任何轻视之心, 要知道, 三个大陆顶尖势力都这般对待他们, 还有什么势力敢轻视他们, 在四周看热闹的人们, 过了好一会, 都没反应过来, 直到慕容公他们走远, 他们才有些回神, 故如, 所有人都被刚才那一幕震撼到, 而不久前, 那些酸溜溜的人们, 此刻感觉被人狂扇了几巴掌一般, 脸颊火辣辣的疼, 就在刚才, 他们还说, 人家靠山宗请不来什么大势力, 尽管来了一个千语帝国, 他们还说千语帝国也就那样, 现在可好, 这次来了三个大陆最顶级的势力, 而且, 来者还是势力之主, 这什么概念, 这即使某个大势力成立时, 也难以出现的圣景了, 最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这三位来了不说, 竟然还纷纷送出礼物, 每一份都那么昂贵, 可谓是价值连城, 甚至可以说是无价宝, 这个靠山宗怎么回事啊, 这靠山宗在我们王国里面, 一直不险山不落水的, 怎么突然就这么恐怖了, 你们发现没, 这新建的宗门, 不仅仅只有靠山宗之人, 还有幻月宗, 没错, 他们两宗绝对不简单, 恐怕在很久以前, 也是顶级大势力之一, 然后分成了两脉, 最近因为找到祖辈留下的东西, 重新合并, 一群人猜测连连, 而在慕容宫他们走后不久, 天空之上又突然出现了一行人, 这行人出现后, 第一时间看向了眼前的阵法, 和天空中的黑胶, 他们都眯起了眼睛, 眼中闪过一抹贪婪, 其中带头之人更是舔了舔舌头, 道, 要是能把这头蛟龙炼成龙师, 嘿嘿, 我们宗实力将能更进一步, 他们所在的势力名为炼狱宗, 也是大陆顶尖势力之一, 不过论姿排辈, 或者论实力来排, 他们宗和聚宝堂, 书山仙院, 天尊楼这些顶级势力比, 还是差了一些, 而他们这个宗门并不像天尊楼那样, 圣域满满相反的, 可以说是臭名昭著, 他们修炼魔宫, 炼尸为主, 所以, 每个人看起来都是阴沉白嫩, 给人一种阴柔的感觉, 而在靠山宗突然崛起后, 他们宗已经派人好好打听了一下靠山宗和幻月宗的情况, 得知他们之所以突然崛起, 和挖掘到一个山洞有关后, 他们瞬间决定在开宗的时候来上一趟, 因为, 那个山洞正是他们宗以前某个敌人留下的, 这阵法, 更是那敌人在他们宗里偷走的, 而他们, 到现在为止, 还有控制这阵法的方法, 只不过前提是, 要进入阵法里面, 才能抢下阵法的控制权, 今天五更结束, 还是在铺垫, 嗨嗨, 明天继续, 第84章, 你把路走窄了呀, 这一伙人的出现, 再次吸引了下方一群人的注意, 当众人看到这一群人的时候, 没有像刚才看到龙奥天他们一样, 那般震撼, 他们的脸色和先前的完全不同, 所有人都露出了恐惧神色, 有些人脸色白了起来, 有些人更是倒退了几步, 做出了一副随时准备往身后逃跑的样子, 这些人中, 大部分人猜出了这些人的身份, 炼玉宗, 大陆顶级势力之一, 但这不是让他们如此畏惧的原因, 而是因为这一伙人修炼着一门邪术, 用别人的尸体, 炼成武器, 俗称尸器, 可以说, 大陆的顶级势力里面, 最不能得罪的势力不是天尊楼, 聚宝堂, 或者书山仙院, 而是这个炼玉宗, 尽管这个势力不是最强的, 却是最邪门, 最凶名显赫, 最阴险歹毒, 他们也许打不过你, 却可以去挖你家的坟, 最后拿你的老祖宗来练尸, 让尸体攻击你, 杀了你还没有结束, 还把你练成尸器, 你说这样的人, 谁敢得罪, 一伙人眨眼落到了地面上, 站在慕容云海两人身前, 慕容云海也认出了这一伙人的身份, 最有鉴别度的就是这些人的面容, 白得像死尸一般, 而且有那么几个人身后, 更是背着一幅棺材, 不用想也知道棺材里面有什么了, 这背尸行为相当于人类背着武器一般, 俗称养气, 只是他们养的是尸体而已, 慕容云海眉头皱起, 他们可没有邀请这种势力, 此刻他也不知道这伙人是来干什么的, 也许是来参加他们开宗典礼, 但也有可能是来找茬的, 毕竟整个大陆的人都知道, 炼狱宗的人可不是擅茶, 见过各位前辈, 请问有何事? 慕容云海已经看出这一伙人的具体修为, 最高修为的竟是大成九层, 而这人看起来还不是很老, 顶多只有五十多岁的模样, 为首的冯业盯着慕容云海一顿审视, 看清慕容云海的修为后, 脸上满满的不屑, 你就是这宗门的最强者, 不是的话, 赶紧把你们宗门最强者出来迎接, 小小出窍巅峰, 他喷口唾沫都得死他觉得就这种垃圾, 连问他问题的权利都没有, 在这里迎接他们, 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亵渎, 因为这宗门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也就是两个跟蝼蚁一样的势力, 组合在一起新建出来的宗门而已, 即使不小心找到了一个机缘, 依旧是垃圾, 还有, 这附近人很多, 他们宗门形势就这般, 要是跟这人客气一下, 反而威严受损, 慕容云海听着对方来了这么一句, 眉头皱紧, 怀疑这伙人是来闹事的, 当然, 他现在底气也足, 怎么说, 自己宗门里面也进去了三个大陆顶级强者, 即使这伙人来闹事, 那又怎样, 还有, 这个宗门可是那位前辈的, 前辈是什么人, 恐怕呼口气也能弄死这些人, 慕容云海沉声道, 对不住, 我父亲正在招待比你们更加高贵的客人, 要是各位如此不满, 可以离开, 慕容云海底气很足, 既然这些人是来捣乱的, 那他也不能弱了自己宗的士气, 毕竟外面还有很多人盯着呢, 冯业没想到慕容云海会来上这么一句, 挣了一下, 他还以为自己这般开口, 眼前这跟蝼蚁一样的家伙, 会像狗腿子一般赔礼道歉来着, 但就是因为慕容云海这般, 他反而笑了, 嘖嘖, 蝼蚁捡到了大象的东西, 就以为自己是大象了, 冯业看起来没有生气, 反而觉得好玩一般, 笑着来了一句, 什么蝼蚁捡到大象的东西, 慕容云海不清楚冯业这话什么意思, 不过, 他听懂了对方另一层意思, 蝼蚁, 说我们宗是蝼蚁, 在你们眼里, 我们这样的修为确实是蝼蚁, 可这宗门却是前辈的, 在前辈眼里, 你何曾不是蝼蚁, 谁比谁优越, 慕容云海冷哼了一声, 看了眼张清贤, 两人退后了一步, 瞬间通过了水帘门, 而这一刻, 水帘门突然变得坚固的光平, 对方显然来者不善, 否则不会一下来就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更不会这般出言不逊, 那他们也没什么要说的了, 而此时, 广场那边的人们, 也发现了入口处来了炼狱宗的人, 他们在里面能清楚感知到外面的情况, 却听不到那里的声音, 慕容公虽然听不到自己儿子和炼狱宗的人说了什么, 却看到了自己儿子两人退到了阵法里面, 阵法也在他们控制下变回防御状态, 这事来者不善, 想不到还是来了捣乱之人啊, 慕容公脸色阴沉了下来, 他以为今日能轻松度过来着, 随后他看向龙傲天三人苦笑道, 三位, 好像来了捣乱之人, 我就不招待三位了, 出去看看, 说吧, 他在原地消失, 张绍峰也一样, 拱手后, 在原地消失, 龙傲天三人在炼狱宗的人出现后, 就皱了皱眉, 他们对炼狱宗的感官不是很好, 不过他们也没有主动去得罪过炼狱宗, 因为他们也知道这炼狱宗的情况, 毕竟这炼狱宗可不简单, 几乎和聚宝堂一样, 属于先见某势力的分支, 但是, 这炼狱宗此刻竟然赶来前辈的宗门捣乱, 呵呵, 让这宗再邪门, 他们都得管了, 这可是和前辈拉近关系的好机会, 毕竟对前辈来说, 这种垃圾亲自出手实在太吊价, 三人想法出其一致, 决定出去帮忙, 而龙傲天速度最快, 眨眼就在原地消失, 真但腾两人也不甘落后, 下一刻跟着消失, 骆天鱼等人看着龙傲天三人跟着消失, 瞥了眼远处那入口处的一伙人, 眼中闪过玩味之色, 这炼狱宗平时嚣张惯了, 现在好了, 踢到铁板了吧, 这路终于被你们走窄了呀, 第85章, 龙老弟是个狠人啊, 冯叶见慕容云海突然退后, 水连门消失, 阵法还闭合了, 顿时眼中闪过一抹冷芒, 小子, 我们炼狱宗的手段可多了去了, 你这躲在里面就觉得没事了, 冯叶心里冷哼一下, 准备开始威胁, 在他想来, 这种垃圾宗门在他的威胁下,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妥协, 没错, 来这里的时候, 他就没把这个宗门放在眼里, 完全没有借着什么开宗大典, 混入里面在偷取阵法的想法, 有的就是一贯的行尸风格, 用恶劣行径抢回这阵法, 毕竟他们这么强, 还怕一个蝼蚁一般的宗门, 尽管这宗门有阵法阻挡, 也没有任何作用, 他们随便让一具尸体在这里吼着, 都能把这个垃圾宗门的人耗死, 而在他想来, 这个宗门能做的就是恭维和妥协, 当然, 除非对方愚蠢至极, 但是, 他刚想开口威胁, 这时, 两个人突然出现在慕容云海两人旁边, 正是慕容公和张绍峰, 看着慕容公两人, 冯叶虽然隔着阵法感受不到两人的修为气息, 却依旧认定这两人是蝼蚁, 慕容公胆子很大, 出现后直接一步向前, 水帘门出现, 他也顺利出现在大阵之外, 哦, 冯叶被慕容公这行为弄得眉头一挑, 不过他却没有吃惊, 这时, 他也看清了慕容公的修为, 只是分神中七而已, 他脸上的鄙夷也更渗了一分, 这就是你们宗最强的人, 呵呵, 他此刻认定慕容公是看清了形势, 知道躲着也没用, 便出来妥协了, 慕容公也是微笑看着眼前一伙人, 道, 在下慕容公是这宗门的宗主, 不知各位有何事, 冯叶听到宗主二字, 脸上的不屑已经不加掩饰, 分神七的宗主果然垃圾, 你是宗主是吧, 很好, 我也不拐弯抹脚, 这阵法我们要了, 慕容公听着这话也懵咪了一下, 果然是来捣乱的, 这不好吧, 慕容公沉声道, 呵, 不好, 那这样呢, 突然, 冯叶猛地散出了修为, 然而, 在他修为刚散出, 下一刻, 就有三个人陆续出现在他面前, 正是龙傲天三人, 这三人一出现, 四周瞬间寂静了下来, 至于还一脸鄙视的冯叶, 脸上的神色在这一刻也突然一将, 啊, 龙傲天已经听到了冯叶刚才那些嚣张的话语, 呵呵一笑, 一直听闻列狱宗很嚣张, 此刻见着还真名不虚传, 白骨峰也一脸冷笑道, 泽泽, 列狱宗可真是越来越出息了, 我对你印象不大, 倒是对你老子印象深刻, 但我肯定, 他没你这般嚣张, 真但疼没有像龙傲天两人那样嘲弄, 反而是一脸认真道, 我看列狱宗不爽很久了, 今日你们狗胆还挺大的呀, 想强抢我老弟宗门的阵法, 不把我放在眼里, 真但疼完全没有了读书人的样子, 像急了一个骂鸡的小老头, 说话时口水还喷出, 龙傲天和白骨峰两人听着真但疼这话, 突然一震, 这小老头果然是文化人, 这话说的有点东西啊, 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家伙竟然强调了慕容公是他的老弟, 而且还把自己和这宗门绑在了一起, 他们怎么就没想到这样说呢? 在对面, 冯叶在龙傲天三人出现后就已经梦了, 看到这三人的时候, 他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直到感受到他们的修为气息, 他才眨了眨呆滞滞的眼眸, 而听完三人的话语, 他更是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好像喉咙被扼住了一般, 不只是他, 在他身后的炼狱宗之人, 这一刻也反应不过来, 如同木头一样呆呆立着, 完全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这三位, 要知道, 这三位可是凡间顶级强者的代表人物啊, 这怎么可能? 这宗门不是什么垃圾宗门吗? 怎么和这三个大势力之主拉上了关系? 还有, 这书山仙院的院长怎么叫这楼椅为老弟? 冯叶傻傻地看着这一幕, 脑袋到现在还没缓过来, 被雷电劈中了一般, 而这时慕容公也开口了, 三位老哥, 这人一来就说要抢我宗正法, 我实力不行, 还望三位老哥能替我主持公道? 冯叶听着这话瞬间打了一个机灵, 急速反应过来, 还没等龙傲天三人开口, 他就一脸陪笑道, 哈哈, 这位老哥你误会了, 其实刚才我是跟你说笑的了, 我这不是看四周气氛沉闷, 所以弄个娱乐节目吗? 哈哈, 此话一过, 四周再次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开始盯着冯叶, 脸色玩味, 泽泽, 这求生欲爆棚了呀, 慕容公眼眸半眯, 然后脸色一转, 也突然笑道, 原来这样啊, 我还真差点误会了, 冯叶见慕容公突然笑了起来, 自己也跟着去笑, 他心里此刻已经被尴尬所填满, 然而没办法, 他真的没想到, 会这样啊, 这情势的转变, 闪了他的腰啊, 他此刻已经感受到无数的目光, 都落在他身上, 再看他的笑话了, 慕容公脸上是笑着, 心里则是冷然, 这冯叶什么心思, 他能不知道, 不过他也不想得罪这个炼狱宗, 他也不清楚, 龙傲天三人会帮他到什么时候, 或者会不会帮忙铲除炼狱宗, 但要是这炼狱宗有惨党, 对他们这些只有分神器的人来说, 就是灭顶之灾, 既然如此, 那这误会也算解开了, 对了, 各位前来, 应该是为了参加我宗的开宗典礼吧, 慕容公微笑道, 逢叶见慕容公竟然说信了, 眼眸闪过了一抹金吗, 然后也顺着这话题, 笑着道, 没错, 不请自来, 还真不好意思了, 慕容公摇头道, 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其实你们, 也不用像这三位老哥一样, 送什么礼物, 能来捧场就好了, 此话一过, 四周又突然一进, 龙傲天三人见慕容公打算接过此事, 他们也知道了慕容公的心思, 便也没有再为难这炼玉宗, 但他们听着慕容公这话, 突然有些想笑了, 这妥妥的, 是要坑对方礼物的节奏啊, 龚老爹, 你也是一个狠人啊, 第八十六章, 小林儿, 你是修炼者, 啊, 冯叶听着慕容公这话, 突然间嘴角一抽, 送礼物, 他娘的, 我没有准备啊, 慕容公见冯叶突然不说话了, 心里冷哼, 继续道, 其实我觉得, 你们真的太客气了, 你看, 龙老哥送了一条绝品灵脉, 真老哥送了一副龙凤城祥, 最让我受宠若惊的是, 白老哥竟然送了一张买什么都只需要一折的紫金卡, 说着, 慕容公看向了龙傲天三人, 道, 三位老哥的心意, 老弟心灵啊, 龙傲天知道慕容公的意思, 便配合道, 没事, 我们这种大势力前来, 就该准备这种级别的礼物, 不然面子过不去, 真但腾点头, 认真道, 其实我们这些大势力, 很看重面子的, 白骨风附和道, 其实也没什么, 也许炼玉宗的礼物更好也难说呢, 哈哈, 说完, 话题瞬间引到了冯叶那里, 所有人的目光也落在了冯叶身上, 这一刻, 一群人的目光闪烁着玩味的光芒, 好像在说, 该你了, 冯叶被一群人盯着, 已经梦了, 啊, 我这准备的礼物, 其实也不是很好, 冯叶嘴角拼命抽动, 心里焦急万分, 这些老家伙, 在坑我啊, 慕容公随意道, 没事, 有心就行, 至于贵不贵重, 我不在乎他, 而且我觉得大家都不在乎他, 说到大家的时候, 慕容公语调加重了一些, 冯叶听着这话咬牙切齿起来, 他之所以出踪, 其实和这里的事情没有关系, 他因为要帮自己父亲办理一件重要的事情, 所以才带着一群人出踪, 在完成那件事后, 他才突然打听到阵法这事, 而见自己距离这里不远, 所以才赶来这里, 所以, 他身上根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龙傲天三人继续使坏, 催促冯叶拿出礼物, 还说没事的, 不珍贵也没事, 可冯叶听着没事二字, 却实在心痛, 这要是真随便送出什么垃圾玩意, 他们这炼狱宗的名声将会毁在他这里, 他们炼狱宗不在乎兄民, 兄民反而能让更多人畏惧他们, 但他们很在乎耻辱, 要是随便送了点垃圾玩意, 让有心人把这事传开, 他们炼狱宗的面子就没了, 而他也被钉在耻辱柱上, 一咬牙, 冯叶拿出了一块手掌大的红色金块, 他一脸肉痛之色, 这东西就是他父亲命他出来, 去夺取的物品, 名为血魄之精, 冯叶被催促下, 一咬牙递出了红金, 道, 好吧, 其实我真准备了一件礼物, 这物品名为血魄之精, 堪称仙药级别的宝物, 只要人还活着, 不管四肢被砍, 放此物在水里一起泡着一天, 便能断枝重生, 冯叶咬着牙, 介绍着自己献出的物品, 冯叶身后的炼狱宗之人, 见自己宗主拿出了这血魄之精, 惊了, 有人想开口阻止, 但冯叶却回头瞪了他们一眼, 示意他们闭嘴, 他也不想给出去, 可是, 他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他只能先应付过这关, 别落下耻辱, 而事后, 他再把这东西夺回来, 他就不信龙傲天三人一直在这里, 只要龙傲天三人走了, 他有的是机会, 龙傲天三人看到这东西, 眼眸眯了一下, 还行, 不错, 还算可以, 一人来了一句, 冯叶听着, 差点要拿起手袖来咬, 他娘的, 这也叫还行, 慕容公听到这功能, 也是眼眸大量, 这简直是宝贝啊, 断枝重生, 往后他们就不怕受伤了呀, 哈哈, 这礼物我喜欢, 那多谢了, 来, 别站着了, 进去坐着吧, 说着, 慕容公还真把炼狱宗一伙人, 当成了客人一般, 往里面引去, 冯叶等人很是憋屈, 但龙傲天三人在这里, 他们只能咬着牙跟着, 我就不信他们不走, 你们这个垃圾宗们, 给我等着, 冯叶跟着慕容公走入阵法里面, 心里认定, 那血魄之精也就给慕容公保管一下, 然而, 他刚想完, 下一刻进入阵法后, 他脚步猛的一顿, 不只是他, 其他炼狱宗之人也一样, 他们全部抬头望天, 咕噜, 冯叶吞咽了一口口水, 一脸震惊表情, 这, 中期, 但为何给他这般恐怖的压力, 在阵法外面时, 看到这黑胶的时候, 他还有些不以为然, 因为他见多识广, 黑胶这种物种, 见过几次, 像这天空中黑胶的体型, 顶多就是大成初期或者中期, 而他是大成九层, 还有一具大成九层的尸体, 相当于两个大成九层的占领, 这种黑胶随便能斩杀, 可进来后, 他发现自己错了, 这黑胶不简单, 那气息给他一种堪比龙傲天三人一样的感觉, 刚还想着龙傲天三人走后, 想方设法夺回血魄之金的他, 此刻突然想哭了这下糟了, 血魄之金没了啊, 他回去怎么交差, 清元镇, 陈平安看着苏灵在桃树下坐着弯抛石头, 而且还一副精神抖擞, 生龙活虎的样子, 不由得一阵无语, 他很想参加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宗门开宗典礼, 昨晚还因为这事, 笑醒了一次, 可他完全没想到, 第二天苏灵会突然生病, 而这还不是他此刻这么无语的关键, 关键是, 在慕容公走后, 苏灵又突然好了, 完美地让他错过了前去参加典礼的机会, 这简直就像一场阴谋, 小灵, 你过来, 陈平安审视着苏灵, 觉得苏灵应该有什么隐瞒着他, 苏灵听到陈平安这话, 大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下, 然后才收起石头, 走了过去, 哥哥, 怎么了? 苏灵脆声声问道, 陈平安眯着眼睛摸着下巴, 小灵,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有修为? 陈平安觉得这事情没有那么巧才对, 他也不知道修炼者能不能让额头发烫, 但好像除了拥有修为, 就没有其他答案能解释这事了, 而苏灵有修为这念头, 陈平安也是在见过白小春后才诞生的, 既然白小春这么小都有修为, 那小灵也许也有, 苏灵被陈平安这般盯着, 还听到陈平安这般问话, 心虚了, 眼神开始躲闪起来, 陈平安见苏灵这般顿时就用手指了指他, 一副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的模样, 小灵, 你心虚了, 看来, 你已经是修炼者了, 苏灵抿了名嘴, 没办法了, 鼓着塞帮子道, 哥哥, 本来想用普通人的身份和你相处, 换来的却是质疑, 不装了, 我是修炼者, 我摊牌了, 陈平安看着苏灵这认真的小模样, 猛了, 第87章, 桃树姐姐, 苏灵说完, 偷看了眼桃树那里, 没错, 这话正是桃树教他说的, 苏灵见自己装病被识破, 就只能求助桃树了, 陈平安盯着苏灵眼中的审视更浓了一分, 小灵, 你真是修炼者, 陈平安觉得苏灵这次没有骗他, 就苏灵那力气和今天早晨那事, 绝对假不了, 答案也很明显了, 苏灵点头, 道, 不过, 我很弱很弱, 陈平安哼了一声, 道, 你瞒我瞒得有些厉害啊, 怎么, 要是我没发现, 你还打算一直瞒着我, 陈平安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打击, 苏灵这么小就有了修为, 他却没有, 简直不要太惨, 苏灵眨了眨大眼睛, 听着桃树的话, 然后复树道, 我没瞒哥哥呀, 而且你也没问我呀, 陈平安顿时说不出话了, 好家伙, 这话没毛病, 确实他没问过, 他一直觉得苏灵这么小, 不可能有修为来着, 好吧, 这是不说你, 不过, 刚才你怎么回事, 别告诉我, 陈平安沉声道, 苏灵又瞥了一眼桃树那里, 很快就到, 我不想你去那里, 留下我一人在这里, 陈平安脸黑道, 我没说不戴上你啊, 苏灵又一脸认真道, 不行, 我们离开了, 那有人进来偷西瓜咋办, 陈平安, 好吧, 你赢了, 陈平安不想说这事了, 盯着苏灵, 道, 小灵, 你现在什么修为, 苏灵又看了眼桃树那里, 然后才道, 炼气期, 陈平安皱了皱眉, 不是因为苏灵是最低的炼气期, 而是他发现, 每次说话前, 苏灵都看向桃树那边, 陈平安走了过去, 在桃树那里转了一圈, 没人, 他开始有些迷糊了, 他感觉今天苏灵有些奇怪, 为啥每次说话, 都看向这里, 要不是这里没人, 他都怀疑, 有人在叫苏灵说话了, 特别是一开始说摊牌那句话, 完全不像是苏灵能说出来的话, 小灵, 老师跟我说, 你怎么回事, 我发现你很不对劲, 要是你不跟我说实话, 我可不给你吃西瓜了, 陈平安盯着苏灵, 威胁道, 苏灵听后, 大眼珠子一瞪, 连忙道, 哥哥, 不关我的事, 都是桃树姐姐教我的, 你别不给我吃西瓜吗, 嗯, 桃树, 姐姐, 不远处的桃树, 听到这里, 一阵无语, 他突然想哭了, 他完全没想到, 自己主人紧紧说了一下西瓜, 苏灵就着急地把它供出来了, 而就在这时, 系统的声音响起, 桃树, 自己解决, 要是暴露了, 你懂的, 桃树一阵机灵, 只能坐那一步了, 一道暗光射入小灵眉心, 而此时, 陈平安眉头已经皱了起来, 小灵管这桃树叫桃树姐姐, 这桃树是他种的, 虽然是系统送的幼苗, 可五年来, 这桃树完全和正常的桃树一样, 没有任何不同, 他看过那本修炼界常识的书籍, 也知道万物活久了, 或者有啥机遇都能成灵, 但成灵那一刻, 就成仙了才对, 比如武器成灵, 就成了仙妾, 那时候就能说话了, 树木成仙也一样的道理, 要是这桃树成仙了, 还真有可能教苏灵说话, 可是, 这桃树是他看着长大的, 也就只有五年时间, 还有这五年里, 这桃树没有任何特殊, 不然他不可能没有任何发现, 是小灵发烧后出现幻听了, 还是那本书记载的不全, 或者系统送的树苗不同一些, 陈平安脑子里一下子诞生了很多问题, 他看着苏灵先伸手去摸了一下苏灵的额头, 这又热了, 而且很烫, 哥哥, 我又头晕了, 其实不只有桃树姐姐对我说话, 还有天空的白云也对我说话, 就连那西瓜也在向我招手呢, 苏灵一脸傻笑道, 陈平安听到这里没有再听下去, 脸上已经布满了着急之色, 抱起苏灵便往屋子跑去, 他把苏灵放在床上, 叮嘱他一阵后, 快步出了院子, 去找郎中, 至于苏灵刚才说的话, 他已经当成发烧严重时, 说得胡话了, 平安宗, 慕容公还在迎客, 后面还来了很多人, 有很强的势力, 也有附近的势力, 最后慕容公见位置还挺多, 就随便在外面找了一些人进入里面, 这些小势力之人既想进去看看, 又怕和那些大佬一起坐着, 毕竟那些大佬的修为气息, 强大到让他们呼吸困难, 不过最终他们心中的猎奇, 还是克服了这种压力, 屁颠屁颠跟着进去, 山门广场, 一群人一边喝酒, 一边聊天, 这相当于一场宴会一般, 慕容公在每个桌子前停留, 到了白骨峰和白小淳那里时, 白骨峰一脸笑意, 小声道, 公老爹, 想问你一事, 今日, 那位会来吗? 白骨峰对那位存在的认知, 仅仅停留在自己孙子的口述中, 他还挺想亲眼瞻仰一下的, 慕容公露出了一抹猥琐的笑容, 他就说嘛, 白骨峰这些大佬前来, 肯定和前辈有关了, 前辈还真是想得周到, 自己不来, 也找了一些大佬来镇场子, 而这一想, 他又突然疑症, 不对, 难道前辈已经算出, 这炼狱宗的人会来, 所以才找来这三位, 念及此, 慕容公有些肃然起敬了, 最后由衷感慨, 前辈真乃神人也, 而面对白骨峰的问话, 他也果断摇头, 今日早晨, 我去前辈那里, 前辈表示不想露面, 所以应该不会来了, 白骨峰听到这里, 心里叹息了一下, 不过也没表现出来, 倒是看着慕容公的眼神, 更加坚定了下来, 他可以随意去找前辈, 泽泽, 看来他和前辈的关系很深啊, 白骨峰很是羡慕, 慕容公后面, 也给龙傲天和真诞藤敬酒, 三人好像心有灵犀一样, 都问了同样的问题, 这让慕容公有些苦笑, 然后把同样的答案说了一遍, 宴会如期进行, 可不久后, 他们头顶天空处, 突然出现了一人, 这人一出现, 方圆极里, 所有修炼者的气息都被覆盖过去, 在场所有人都惊到了, 急速抬头看天, 这一看下, 很多人都瞪大了眼睛, 在青园阵里, 菜刀看向了角落的仙器, 道, 小垃圾, 去看看, 必要拾出手帮忙, 仙器点头, 趁着陈平安出去找郎中, 偷偷溜出了院子, 先四更, 看看能不能十二点前把第五更赶出来, 今天心情挺糟糕的, 今天突然来了很多喷子, 我一一举报了过去, 几乎都删除了, 哎, 这么努力还被喷, 不过我会继续加油的, 奥利给, 最后一更十二点前, 尽量出来, 第八十八章, 蝼蚁而已, 慕容公等人看着苍穹, 很多人都被眼前这一幕吓到, 白骨蜂等人, 或者炼狱综艺行人也一样, 在他们头顶之上, 出现了一个中年, 这个中年一出现, 身上的修为气息便很张扬地发散而出, 好像要告诉全世界, 我很强一般, 慕容公感受着这中年的契机, 没有像骆天宇他们那样, 表现得一脸震惊, 因为这修为契机他很熟悉, 不正是和苏灵一样吗? 而龙傲天也一样, 他见过苏灵, 甚至见过苏义, 对于这契机, 反而觉得不怎么吓人, 但他也皱着眉, 这种存在, 定是仙人级别,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真弹腾和龙傲天一样, 见识过陈平安和苏灵的强大, 此刻皱着眉头, 天空之上, 陈炎明在这凡间已经走了一遍, 他终于在这凡间发现了一个不同之处, 这凡间有仙界的人在, 他之所以这么确定, 便是看到了那断层的山, 也因为这一点, 他才一直追寻而来, 到了这里, 此刻看了一下眼前的阵法, 便没有再去理会, 他也看到了眼地面上的慕容公等人, 皆是扫了一眼而已, 仿佛他可以透过阵法, 感知到里面每个人的修为, 最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云层上的黑胶, 嗯, 我怎么感觉这黑胶有点不同, 盯着黑胶看了一下, 他突然眼眸一睁, 而黑胶这时也在盯着陈炎明看, 黑胶被陈炎明盯着, 很是不舒服, 不过他不敢说什么, 因为他清楚知道对方有多强, 这种存在, 随随便便能把他按在地上摩擦, 陈炎明看了一下, 皱了皱眉, 好像真不简单, 说着, 他开始念叨了一些晦涩话语, 随后闭上了眼睛, 两道白色光芒突然在他眼睛里射出, 光芒透过了阵法, 落在黑胶身上, 这一下, 黑胶感觉自己是一个女子, 而对方还扒光了他的衣服一般, 看着他的全身, 要不是他的脸是黑的, 此刻肯定红了, 太羞耻了, 然而没办法, 他只能默默承受, 谁让自己比人家弱呢? 用出天眼秘术后, 陈炎明脸上突然露出了大喜之色, 哈哈, 想不到下了一趟凡间, 竟然有如此收获, 这蛟龙身上有位完全消化的龙精, 往后有蜕变成真龙的可能, 陈炎明双眼射出的光芒已经消失, 但此刻他眼睛依旧很亮, 要是把这蛟龙抓回仙剑, 加以培养, 以后肯定是一个好受宠, 甚至能媲美仙帝那头真龙, 他看向了地面, 开口道, 给你们三息时间, 不想此阵被迫关闭阵法, 声音如同雷声, 一响起, 整个天空都荡漾着这道声音, 慕容公听着这话, 在原地闪身消失, 很快出现在阵法外, 出现在陈炎明面前, 他朝着陈炎明拱手, 头高手低, 不过论恭敬程度, 不足见陈平安时一半, 这位仙人, 我是本宗宗主, 不知你有何事, 慕容公不卑不亢道, 他见过大事面, 这仙人虽然很强, 但和前辈比, 还是太弱, 陈炎明见慕容公不卑不亢的样子, 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悠呵, 这凡间的蝼蚁, 心理素质这么强, 这段时间, 他去过很多个凡间, 但无一例外的, 那些凡间的修炼者见到他, 都直接跪离, 这小老头道好, 竟然不卑不亢来上一句, 有何事, 陈炎明也没有在这世上纠结太久, 慕容公如此, 也只能说明他道心不错, 不过, 依旧是蝼蚁, 这黑椒我要了, 当然, 我也不欺负你, 给你一些补偿, 陈炎明一副高高在上, 像是施舍的样子道, 慕容公闻言, 震了一下, 然后果断摇头拒绝, 苦笑道, 仙人, 很对不住, 此蛟龙是某位存在的, 并不是我宗户山兽, 陈炎明以为自己说出此话, 慕容公只会无奈点头, 并且所问补偿之事, 没成想, 对方竟然直接拒绝, 毕竟这修为红狗摆在这里, 敢拒绝, 和找死无意, 至于慕容公说的某位存在, 他嗤之以鼻, 对他来说, 他可是仙缘巅峰, 只比仙尊敬弱一些, 在仙界, 地位也是极为崇高, 完全可以随手灭杀几千个仙阴镜, 或者随手灭杀几十上百个仙灵镜, 你最好认清楚现实, 我不是在请求你, 而是在通知你, 可懂, 陈炎明眯着眼眸, 身上的气机猛地荡开, 这时, 天空的云朵轰然爆开, 空气也变得极为冷清, 慕容公被这手段吓了一跳, 不过他咬了咬牙, 还是认真道, 对不起, 要不, 仙人您还是去问那位存在吧, 说没有被这强悍的气机震道, 那肯定是假的, 但慕容公此刻,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陈炎明闻言, 笑了, 只是这笑容有些冷, 看来, 你是觉得我在和你开玩笑了, 要是这蝼蚁好好听话, 他还能给一点好东西给对方, 但他没想到对方这么不识趣, 所以, 此话一过, 他眼眸突然一眯, 也是这时, 慕容公只觉得一股庞大的压力落在他身上, 就像一块几千斤的巨石落在了他身上一般, 慕容公眼眸瞪大, 书然半跪下去, 整个人宛如散架了一样, 咬着牙硬撑, 阵法里面的慕容雪他们, 吓得脸色一白, 嗯, 看着慕容公紧紧半跪着, 陈炎明眉头皱了一下, 感觉自己威严受到挑衅, 就在他准备再加大一点压力时, 突然, 他面前闪出了一人, 来者正是龙傲天, 龙傲天看着陈炎明, 沉声道, 仙人, 还望您不要太过分, 而龙傲天出现不久, 真弹腾和白骨疯也陆续出现, 陈炎明看着三人, 依旧如看待蝼蚁一般, 哼, 我就过分了, 你们能如何, 他一脸冷笑, 蝼蚁而已, 就你也敢教我做事, 龙傲天看着地上的慕容公脸色开始苍白, 急速在怀里拿出了一块令牌, 这令牌正是苏义给的, 龙傲天其实也不是很确定苏义是不是先帝, 也不知道这令牌给这人看, 这人会不会忌惮, 但他此时也只能拿出来试试了, 十二点前赶出来了, 大家晚安, 第八十九章, 哪来的垃圾, 这般猖狂, 仙人, 你可认识这令牌, 龙傲天急速拿出令牌, 正面朝着陈炎明展示道, 这令牌有一个字, 正是天字, 仅仅一个字, 这令牌便给人一股极为强大的感觉, 陈炎明还想着, 有必要让这些蝼蚁们常常挑衅他权威的滋味, 此刻见龙傲天拿出了一块令牌, 还问他认不认识, 便看了过去, 这一看下, 他梦了, 这令牌, 他不认识, 他也不知道这令牌有什么作用, 但就这材质来说, 竟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金属, 名为赤焰镜金, 这种金属, 要是用来打造武器, 有五成几率能成就先祭, 你们从何获得这些东西? 他真想不明白, 这些家伙怎么会有此等狗屎运, 获得了如此多好东西? 陈炎明看着慕容公几人, 眼中突然有些灼热起来, 这阵法对他来说很弱, 可对这凡间来说已经算是顶级阵法, 而这蛟龙, 不管对他来说还是仙界任何一个势力来说, 其价值堪称一件仙气, 极为昂贵, 现在可好, 这凡间小势力的人又拿出了一块令牌, 这令牌的材质如此稀有, 这不会是挖了一个在仙界也极其强大的仙人的坟墓吧? 要是真是这样, 他必须得全部抢过来, 哈哈, 这凡间一趟没有白来, 龙奥天见陈炎明证了一下, 又问出令牌从何而来, 便认真道, 此令牌正是霸天仙帝所送, 此话一过, 他们附近突然一静, 慕容公依旧半跪着, 此刻听着龙奥天这话眨了眨眼, 看向龙奥天, 仙帝, 这令牌还是仙帝送的, 真但疼和白骨峰听到这话也梦了, 然后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 龙奥天口中的仙帝不会就是那位前辈吧? 那前辈竟然是仙帝, 白骨峰没见过陈平安, 此刻听后极为震撼, 仙帝啊, 仙界的主宰, 这也太强了吧, 果然此行没有来错, 而且, 这宗门就是仙帝的, 自己必须把孙子送进这宗门, 因为龙奥天这句话, 白骨峰心中的决定更加坚定了, 陈炎明完全没想到龙奥天会来上这么一句, 霸天仙帝所送, 他娘呢, 你怎么不说你是霸天仙帝弟弟, 我还是霸天仙帝大表哥呢, 陈炎明一脸鄙视地看着龙奥天, 冷笑道, 就你一个蝼蚁, 胆敢说出这等大逆不道之话, 要是你在仙界说出此话, 我可以肯定, 不出一天, 你会暴毙, 龙奥天还以为陈炎明认出了这令牌, 所以才认真说出令牌出处, 此刻听着陈炎明来上这么一句, 他有点猛逼了, 你不认识这令牌, 龙奥天的脸顿时有些黑了, 老哥, 你不是说拿着这令牌去什么大城, 或者大势里, 随便给他们看看就行了吗, 还是说, 眼前这家伙在仙界地位也仅是一般念几次, 龙奥天突然不知道说啥好了, 这家伙不认识这令牌, 他也没办法了呀, 陈炎明盯着慕容公四人, 眼中闪过贪婪光芒, 冷哼道, 你们这些蝼蚁不配拥有这些东西, 我给你们一个选择, 要么死, 要么把从某处挖来的东西, 统统交出来, 当然, 要是好好配合, 我不介意给你们一些好东西, 当做补偿, 说到补偿的时候, 他依旧一脸施舍的模样, 其实这种抢夺宝物的行为, 在仙界也经常发生, 为了某样宝物, 血染天穷, 尸横遍野的事情, 络绎不绝, 有些人为了一件宝贝, 甚至会杀人满踪, 他这已经算好了, 面对一些蝼蚁, 还给他们一些东西补偿, 简直不要太仁慈, 陈延明嘴角翘起,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善人, 也因为这样, 他才会独自遇到这种好事情, 应了那句, 好人有好报, 慕容公听着陈延明这话, 脸色难看起来, 此刻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前辈神通广大, 应该知道了这里的事情, 此刻还没有出面帮忙, 或者拍菜刀那些超级存在出现, 恐怕有什么原因, 龙傲天也是脸色很难看, 感觉自己就嗅了一场智商, 这令牌, 一点用都没有, 要是再看到苏毅, 而他也想着, 前辈怎么还不出面, 这家伙这么强, 他们应付不来, 陈延明说完, 见慕容公他们没有说话, 也没有要做出下一步动作的意思, 眼眸眯起, 冷哼道, 怎么, 是觉得我不会动手, 话音一落, 一股强悍的气机从他身上迸发而出, 龙傲天几人脸色开始有些白了, 但就在这时, 一道轻挑的声音突然响起, 陈延明身上散出的恐怖气机, 在这声音过后也突然消散, 嘖嘖, 哪来的垃圾, 这般猖狂, 此话一过,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急速吸引到那一边, 那里, 刚才还空无一物,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多出了一把金色的长剑, 金色长剑出现那刻, 陈延明身子就抖了一下, 此刻他急速看去, 当看清金色长剑后, 他也猛猛地瞪大, 这, 这怎么可能, 这不是精灵仙气吗, 怎么会在这个凡间里面, 而龙傲天看到精灵仙气, 顿时呼出了一口气, 前辈还是派他来了, 很好, 眯起眼眸, 死死看向陈延明, 刚才你很嚣张啊, 他娘的, 有本事再嚣张一下, 真弹腾和白骨疯都没有见过精灵仙气, 此刻见到后,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这回说话的剑, 气机这般恐怖, 绝对是仙气了, 而不久前, 他们也听一些人描述, 有把仙气说, 一个月后, 要在大陆中心处认主, 这不会就是那把剑吧, 倒是慕容公, 此刻看到精灵仙气, 脸上闪过了一摩解脱的情绪, 前辈果然派这些强大的存在来了, 随后, 他死死盯着陈延明, 妈的, 下面, 该我们反击了第九十章, 陈延明想哭, 你, 你怎么在这里, 陈延明真的被吓到了, 刚才脸上挂着的风清云淡和鄙夷之色, 已悄然换成了亥然之色, 仙气看向慕容公等人, 道, 你们下去, 这里我来搞定, 此话一过, 四人眨眼在原地消失, 陈延明大感不妙, 原本发现精灵仙气在这里, 而且还可能向着慕容公他们时, 他还想抓住慕容公他们, 想劫持他们来脱身, 此刻眨眼发现慕容公四人消失不见, 被精灵仙气移走后, 心底的不妙感越加澎湃, 我在不在这里, 还需要像你这个垃圾禀报, 怎么, 刚才你很猖狂啊, 开口闭口就蝼蚁, 谁给你自信, 精灵仙气飞进陈延明, 声音不断发出, 陈延明看着精灵仙气逼近, 想后退, 可却发现自己身后好像有一堵墙一般, 他直接退无可退, 也因此, 一时间背后开始冒起冷汗,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谁来跟我说说, 他此刻很猛逼,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精灵仙气怎么在这里, 又怎么看起来和这些蝼蚁关系不错, 要知道精灵仙气的真实实力, 可是先尊敬啊, 而且还不是一般先尊敬能对付得了的, 恐怕只有他所在势力的大哥前来, 才有一丝打成平手的机会, 而他在精灵仙气面前, 就如同自己和刚才那几个蝼蚁一样, 如同天壤, 完全无法反抗, 怎么, 想溜, 我让你走了吗? 精灵仙气很快到了陈炎明面前, 一股骇人的气机猛然从健身里面爆发而出, 整个天地疏然一静, 湛蓝的天空好像眨眼变成了灰白色, 而陈炎明则是大眼一瞪, 脸色苍白, 双腿一抖, 跪了下去, 这一幕一发生, 下方寂静如水,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弄得脸色古怪不已, 外面围观的人此刻张大着嘴, 那些酸溜溜的人们原本见到来了一个仙人, 打压着这爆发户一样的平安宗, 还偷偷笑着, 想着这宗门也就这样, 运气不好, 整个宗门都要覆灭, 然而, 再看到一把仙气出现, 这仙气还力挺平安宗, 最后更是把那仙人当蝼蚁一样后, 他们就被震得傻在了那里, 心里充满了疑问, 这平安宗到底什么存在? 不是靠山宗和幻月宗组合成的宗门吗? 阵法里面, 前来参加这场开宗典礼的人们, 在见到慕容宫被那仙人如此对待的时候, 心里情绪不一, 其中, 炼狱宗的冯叶剑坑他礼物的慕容宫如此下场, 甚至还心里偷笑, 还想着, 要是这仙人抢走这条黑胶, 把慕容宫厉害的东西抢走, 唯独不拿走, 他那血泊之惊就好, 那他以后就有的是办法夺回来了, 然而, 他还没开心多久, 精灵仙气就来了, 一看到这仙气的时候, 他就梦了, 想不懂这里为啥同时出现这些强大的存在, 随后, 见到这仙气竟然是来帮慕容宫他们的后台, 再次被雷劈了一般, 整个人差点坐不住, 此刻看着陈炎明在天空跪着, 那憋屈的模样和刚才那高高在上, 如同神魔的样子一对比, 宛如天壤之别, 就像突然从天堂一下子掉进了深渊一般, 这也太惨了, 比他刚才还惨, 刚才他顶多尴尬一下, 少一件宝贝, 而这也多亏他反应快, 相比于他, 这陈炎明恐怕得丢失小命, 慕容宫几人此刻一脸冷笑, 特别是慕容宫, 前辈果然一直注意着这里的情况, 这里可是前辈的宗门, 量你是仙人又如何, 敢来放肆, 有你好果子吃, 慕容宫咬牙低沉地骂了一句, 声音不大, 远处的人听不到, 但白骨峰和真蛋腾他们听到了, 白骨峰和真蛋腾听着这话, 确定自己没猜错了, 这个宗门果然是前辈的, 白骨峰目光如炬地盯着空中的仙气, 他以前在仙界待过, 那仙气的威名, 他有过耳闻, 而且他知道, 这精灵仙气曾在仙界对外宣称, 尽管是仙帝, 他也不会认住, 但现在这怎么回事, 这精灵仙气怎么和前辈有联系, 而白骨峰这时也突然想起, 刚才龙傲天说的那句话, 快速转头看向龙傲天, 龙老爹, 刚才你说那令牌是霸天仙帝所给, 刚才白骨峰还觉得不可能, 龙傲天这样的人, 仙人都算不上, 怎么可能有仙帝给的令牌, 还想着也许是龙傲天拿出来骗陈炎明的, 但此刻一想, 这精灵仙气都出来了, 这并不是没可能的事, 他也想过, 那一位前辈, 莫非就是仙帝, 龙傲天看向白骨峰, 想了一下, 便决定把自己经历的事情说出, 不久前, 我去前辈那里, 遇到了一个贵者的中年, 也算有过一面之缘, 他离开时, 再次遇见我, 也与我一见入顾, 离开时给了我这令牌, 而他气急很强, 比这仙气和那仙人还强, 他还说自己是霸天仙帝, 让我日后非生后, 可以拿着这令牌找他, 我一开始有些怀疑, 后面就信了, 不过是不是真的, 我还不确定, 龙傲天之所以开始不确定, 就是因为刚才这令牌没用, 所以才让他有些怀疑苏义的真假, 而白骨峰听完龙傲天这话, 整个人就傻在了原地, 咕噜, 他吞咽了一口唾沫, 满脸呆滞, 那人比这仙气的气级还强, 那肯定就是了呀, 仙界有几个能比这精灵仙气的气级还强的, 而且, 他们敢冒充仙帝嘛, 一确定龙傲天口中之人就是仙帝后, 白骨峰又突然一震, 不对, 龙傲天说, 那中年在前辈那里, 跪着, 我的天啊, 这, 这怎么回事, 如果那位真是仙帝, 那清元镇那位存在呢, 就这样, 白骨峰深陷入猛逼状态中, 无法自拔那种, 而他这时, 又看向了龙傲天, 偷瞥了一眼龙傲天胸口那里, 那块令牌, 要是真的, 那这家伙飞升后, 岂不是平不清云, 地位很高海海, 龙老哥, 我一直觉得你比我强, 要不, 往后我就叫你老哥吧, 白骨峰急速朝着龙傲天拱手, 头比手低, 他娘的, 要不是年纪不允许, 他都想当龙傲天儿子了, 龙傲天听到白骨峰这话, 突然呆了, 第九十一章, 大佬, 我求饶也不给, 天空之上, 仙气让陈延明跪了好一会, 这家伙那么喜欢别人跪, 他就让他跪久一些, 过了一会, 精灵仙气才看向下方的慕容公, 道, 想怎么处理他, 杀了, 还是杀了, 或者杀了, 一群人听着这话, 嘴角抽了一下, 这问题问得有点东西啊, 而陈延明听着这话, 则想哭了, 他此刻很憋屈, 很不爽, 然而他也知道, 自己没办法, 能做的, 就是想方设法离开这里, 还好这里没有熟人, 只要离开这里, 也没人说他什么, 顶多就心里不舒服一段时间而已, 陈延明知道自己的死活此刻, 全在下方的慕容公手里, 便连忙道, 那位老哥, 我错了, 刚才实在对不住, 您大人有大量, 饶我一次, 您说什么我都答应, 此话一过, 四周极为静谜, 好家伙, 果然求情了, 慕容公脸上露出了一抹舒坦神色, 刚才你很神气, 现在还不是这样, 哼, 还动不动就蝼蚁, 你再叫一次, 其他人看着这一幕, 呼吸有些紊乱, 一个仙人, 硬是这般, 和一个仅仅是分神器的人说话, 泽泽, 简直不要太梦幻, 然而, 就在陈延明说完这话的时候, 精灵仙气突然一阵, 一股强大的劲力, 作用在陈延明身上, 哄的一声, 陈延明整个人倒飞起来, 眨眼就到了天边, 可下一刻, 眨眼间, 陈延明又竖然飞了回来, 依旧跪着, 此刻的陈延明, 嘴角已经挂着一缕鲜血, 看起来很是狼狈, 一群人看着这一幕, 知道了什么, 才叫做蝼蚁与大象, 刚才高高在上的陈延明, 在这仙气面前, 真的就是蝼蚁, 陈延明此刻很猛, 大佬, 我就向下面的人求饶了一下而已, 你打我干嘛, 求饶都不给, 下面一群人此刻也有点迷糊, 搞不懂仙气, 为何突然那样对待陈延明, 精灵仙气也给出了答案, 冷声道, 垃圾, 我让你说话了, 没有我同意, 再敢多说一句话, 我弄死你, 陈延明听着这话, 真的要哭了, 我他娘的倒了八辈子的血霉吧, 怎么就这样了, 陈延明脑子很乱, 不久前他遇到了这些东西, 还以为自己走大运了, 现在可好, 感情都是假的, 倒血霉才对, 仙气继续看着慕容公, 道, 你想怎么处理, 慕容公这次说话了, 杀了他也没用, 放他走吧, 不过, 必须把身上所有值钱之物拿出, 慕容公想了想, 觉得让仙气杀了这人, 好像不值当, 这人是仙人, 也许在仙界加入了某些势力, 或者有亲人兄弟啥的, 而要是这些人, 又知道他来了这个凡间, 要是他们弄死了他, 指不定日后会惹来很多仙人找麻烦, 其实他也没损失什么, 就单膝下跪了一下, 尊严受损了一些而已, 用陈燕明这家伙的全部身家来换, 也不亏, 最重要的是, 省去了很多麻烦, 毕竟他也不清楚, 这仙气是不是次次都来保他, 也许这次前来, 是因为这家伙, 把算盘打在了黑胶, 或者整个宗门上, 他日这家伙的亲人杀来, 仙气不一定会出现, 仙气听着慕容公这话, 也没有说什么, 目光落在陈燕明身上, 听到了吧, 知道怎么做了, 陈燕明没想到, 慕容公会放过他, 顿时一脸感激地看了眼慕容公, 然后快速把自己身上的东西拿出, 其实此行他也没拿太多东西下来, 所以也不是很亏, 也只有一把差不多达到仙气级别的武器而已, 不过用来换一条命, 值了, 他赶紧把所有东西收入一个纳戒里面, 最后让纳戒飞到慕容公面前, 仙气觉得这陈燕明也不敢耍小聪明, 便解开了束缚, 滚吧, 陈燕明听了, 连忙点头, 可这时, 仙气又突然喊停了他, 忘了告诉你, 这宗门剑有饱了, 日后别想着来捣乱, 来一个, 我弄死一个, 仙气日后懒得麻烦, 果断威胁一顿, 陈燕明连忙点头, 还有, 你大可把我的行踪告诉仙剑那些人, 但你最好做好日后被我无止境追杀的打算, 可懂, 仙气也不怕仙剑有人下来抓他, 毕竟他所在的院子有一堆大神在, 保管来一个, 绝对死一个, 不过威胁一下, 恐怕能省下很多麻烦, 陈燕明听后依旧点头, 但心里却是不以为然, 说了你又能咋样, 仙剑那么大, 你追杀得了我, 仙气说完, 再次道, 滚, 陈燕明如啄木鸟一般点头, 随后如同闪电般快速往一个方向飞去, 他心中很是不爽, 暗暗骂道, 精灵仙剑, 你看娘的给我等着, 我这就回仙剑, 把你在这里的事情禀报给我大哥, 仙气把陈燕明赶走后, 看向了下方一群人, 也没说什么, 眨眼在原地消失, 一群人感受不到那股强悍的气机后, 终于呼出了一口灼气, 然后, 全部人的目光急速转移, 落到了慕容公身上, 这一刻, 他们眼中净是复杂的神色, 这平安宗, 要崛起啊, 而且以无人能挡的趋势崛起, 这身后竟然有一把仙气守护, 这要是不崛起, 傻子都不信啊, 他们心中极为震撼, 这宗门到底经历了什么, 怎么就突然这样了, 还有, 那仙气为何要帮这个宗门, 这宗门又和这仙气有什么关系, 慕容公不急着查看手中那件的东西, 小心翼翼收好后, 回到了广场处, 刚才那个插曲, 还请各位望望, 我们继续, 而我同时在这里宣布, 从后天起, 我们平安宗将会对外招生, 这次我们招一万人, 面对大陆任何地狱, 各位要是丢个面子, 还请回去后, 好好帮我们宣传宣传, 我在这里提前感谢了, 慕容公朝着一群人拱手, 脸带微笑, 这时候把这事说出来, 效果绝对最好, 而四周之人听到这话, 突然静止了下来, 随后, 一群人连忙高声附和, 一定会帮忙宣传, 其实在他们说着的时候, 几乎每个拥有传音御检的人, 都拿出了传音御检, 偷偷传音, 传音内容只有一个, 赶紧聚集所有年轻人, 把他们带往平安宗这里, 第九十二章, 简单直白, 女主出现, 平安宗, 距离开宗典礼, 已经过去好一会了, 慕容宫把其他人都送出了阵法外, 这些人离开后, 都去宣传平安宗今日发生之事了, 炼狱宗一伙人也匆匆离开, 得把今日的事情带回宗门, 因为这里发生的事情, 实在太过害人, 冯业已经打消夺回那血泊之精的心思了, 回去后, 他必须勒令全宗之人, 日后见到平安宗的人, 哪怕对方和平安宗有一丢丢关系, 也得掉头就走, 要是不小心得罪了平安宗, 指不定哪天那强得恐怖不已的仙气, 就在他们山头悬浮着, 而此时, 平安宗山顶处, 一座大殿里面, 慕容宫把几批人留了下来, 他把一群人带到了大殿里面, 此刻, 白骨峰两爷孙在这里, 骆天宇和朱真武也在这里, 罗绍杰一家子也在这里, 龙奥天宇真弹藤也在, 在慕容宫旁边还有一条黑狗, 慕容宫此刻一脸严肃, 想来, 你们已经都知道了前辈的存在吧, 一群人听后纷纷点头, 慕容宫道, 既然都知道了前辈的存在, 我还是得提醒你们一声, 千万不要贸然去找前辈, 如果有事, 以后可以找我, 我代为转达, 慕容宫已经意识到自己以前的愚蠢, 直到最近看到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存在, 都在前辈手下如同蝼蚁一般后,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对前辈的尊敬, 还是不够, 诚然, 他也知道前辈很和善, 可那句话也说得对, 佛都有三分火, 只不定他们哪天一不小心惹到前辈也难说, 所以, 少见一些是好的, 龙奥天等人对于慕容宫和陈平安的关系, 已经看得很清楚, 他们一群人中, 也就只有慕容宫和前辈的关系最好, 这不, 新建立的宗门, 也是让慕容宫来当宗主, 代为管理, 所以他们听着慕容宫这话, 皆是认真点头, 这种前辈, 当然不能打扰, 慕容宫继续道, 好了, 这并不是我把你们聚在一起的主要目的, 我把你们叫上来, 其实也是前辈的意思, 昨日前辈已经推算到我们会齐聚一堂, 所以前辈就给了我一个西瓜, 让我们这时候吃, 昨日陈平安一共给了他两个西瓜, 一个让他和自己孙女他们吃, 一个则让他们在开宗典礼后吃, 他也理所当然地认定这是前辈推算好的, 慕容宫说完, 拿出了西瓜, 这西瓜已经被慕容宫洗得干净蒸亮, 一点泥土都没有, 仿佛皮都能吃一样, 慕容宫把西瓜倾放在桌面上, 这时, 所有人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这, 这是仙药吗? 不可思议, 这还是西瓜吗? 龙傲天等人盯着西瓜, 很是震惊, 而白骨峰看到这西瓜, 快速看向自己孙子白小春, 果然是真的, 白小春看到那西瓜, 眼眸如同电灯一般, 绽放出一阵光芒, 我这又能突破了, 慕容宫拿出了最强的武器, 开始开刮这西瓜, 比他们上次吃的那个大了一半, 但是这次人有点多, 他们也只有一人一块, 开好后, 慕容宫一人给他们分了一块, 吃过这西瓜的人, 再拿到西瓜那一刻, 开始忍不住了, 慕容宫也不管了, 偷偷转身, 开始吃瓜, 慕容雪他们也一样, 转到一个角落, 开始吃瓜, 他们速度很快, 眨眼吃完, 转过身来那一刻, 手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慕容雪和慕容云海, 他们这次满意地看向慕容宫, 这次瓜皮不带土, 简直好评, 而吃完西瓜后, 慕容宫他们慢慢闭上了眼睛, 开始去消化, 其他人这时也吃完了, 脸上渐渐被震撼所笼罩, 随后, 无一例外, 所有人闭上眼睛, 顿悟的顿悟, 突破的突破, 而地上的黑狗, 这次学乖了, 吃完西瓜后, 他瞥了眼闭上眼睛的其他人, 赶紧啃起西瓜皮, 整个大殿安静了一回, 也没过多久, 一群人纷纷睁开眼睛, 他们脸上的震撼, 更加显眼, 白骨峰握了握拳头, 发现自己竟然快突破了, 他再进一步, 便能突破到仙音境, 好家伙, 一块西瓜就这般了, 要是我能吃下整个西瓜, 岂不是能瞬间飞升, 白骨峰心中翻江倒海, 这前辈, 实在太恐怖了, 而真但疼此刻的心思, 和白骨峰一样, 他的修为, 本就和白骨峰差不多, 顶多就弱了一些, 当吃下这块西瓜后, 他觉得自己, 也快突破到仙音境了, 回想着不久前, 自己冒犯前辈的事情, 他再次心有余悸, 他再次暗自庆幸自己贵得干脆, 过得如此机缘了, 这次回去, 必须再次感谢一下子墨, 这次他之所以没有带上郭子墨, 正是郭子墨正在闭关突破, 他经过上次那件事, 已经把郭子墨当成孙子一般对待, 但他觉得还不够, 很快的, 所有人都已经把西瓜消化完毕, 这时, 他们互相看着对方, 想分享心中的震撼, 但当白骨峰他们看到慕容宫几人手中没有西瓜皮后, 不由得一正, 随后, 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西瓜皮偷偷藏好, 一天很快过去了一半, 黄昏到来, 清元镇一间院子里面, 陈平安坐在太师椅上, 看着天边的晚霞, 这五年来, 每次晚霞不错的时候, 他都坐在院子里观看, 已经养成了习惯, 而每次他都会想起自己偶像的一首歌, 遥远的他, 看着天边那两朵间隔有些远的红云, 他拿出了竹箱, 吹了起来, 销声萧瑟, 音律伤感, 风起了, 两朵红云越离越远, 陈平安眼中净是伤感, 他想起他了, 这时, 苏玲从屋子里面走出, 陈平安听到了脚步声, 转头看去, 小林, 在床上躺着吧, 好好休息一下, 苏玲脸色有些白, 走到陈平安旁边道, 哥哥, 我好无聊, 刚才你吹的曲子好好听, 不过, 我听后好像有些伤心, 陈平安让苏玲和自己坐在一块, 摸着苏玲的小头, 道, 想不到你还能听出点东西, 看来你在音律上, 也有点天赋啊, 苏玲摇头, 看起来有气无力道, 是哥哥吹得太好了, 我感觉哥哥心里好像想着一个人, 哥哥, 我有嫂子吗? 苏玲一脸天真, 陈平安揉了揉苏玲的头, 想也没想, 点了点头, 有的, 第九十三章, 大, 大哥, 你想干嘛? 苏玲顿时来兴趣了, 不过还是没有忘记, 去装成病烟烟的模样, 哥哥, 你房间墙上那话里的女人, 就是嫂子吗? 苏玲依旧表现得有气无力道, 陈平安再次点头, 在她房间里面, 那里正挂着一张素描画, 画里的女人长得很漂亮, 而那画里, 那女人的脖子处还有一颗黑色的痣, 这黑痣和万劫书店老板娘脖子的红枝位置一样, 那嫂子人呢? 苏玲激动起来, 要是有个嫂子, 她就能和嫂子玩了, 但很快的, 她发现自己差点落线, 再次表现得有气无力的模样, 陈平安叹了口气, 看着天边的残暇, 你嫂子啊,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苏玲眨了眨眼, 有多远, 她的实力其实很强的, 即使在仙界这么远, 她也能把嫂子带过来, 陈平安闭上了眼睛, 脑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很远很远, 五年前, 陈平安还是一名音乐老师, 那时候, 她遇到了他, 一直不幸一见钟情的他, 在见到他后, 便疯了一半, 原本胆小害羞的他, 却鼓起了勇气, 过去拿到了联系方式, 经过三年的恋爱, 两人修成正果, 领了结婚证, 可她万万没想到, 在两人领证不久, 某天夜里, 她外出一趟, 一辆车疯狂向她驶来, 当她在睁开眼时, 整个人就到了这世界, 而她妻子在她脑中的印象, 也在急速变得模糊, 在她弄来纸张和探笔的时候, 她在她脑中的印象, 已经模糊不清, 其实她也不知道, 自己画的他, 有几成像, 那画里的女人, 几乎都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 苏玲看出了陈平安的苦涩, 此刻见到陈平安闭上了眼睛, 也许是在刻意藏躲自己眼中的痛苦, 所以她便没有再问了, 就安静地坐在陈平安旁边, 两人看着天边的残暇, 很是安静, 清源镇一条身像里面, 万界书店门前, 段星星倚靠着门框, 看着墙壁, 仿佛能透视一般, 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 她转头看向了天边的残暇, 这时, 那两朵越来越远的红云突然改变方向, 悄然靠近, 最后再次挨在一起, 傻瓜, 其实我一直都在, 凡间, 大陆比较中心处, 这里有一座阴暗的如同乱葬岗一般的山脉, 四周萦绕着浓浓的雾气, 空气里面还混杂着一股腐臭味, 在一间偏红色装饰的大殿里面, 哒哒的脚步声响起, 父亲, 我回来了, 冯夜看向盘坐在前方的一个老者, 苦笑了一下, 盘坐着的老者浑身苍白, 毫无血气, 就像是一具死尸一般, 但他的契机极为强大, 而在他前方有一个绿色的水池, 水池里面漂浮着一具尸体, 只是这尸体少了一只胳膊, 他在听到声音后睁开了眼睛, 看向冯夜, 回来了, 血泊之精拿来, 老者平淡道, 在冯夜获得血泊之精后, 他就听到了冯夜传来的消息, 所以他就开始慢慢提升这具尸气, 而他这尸气上次战斗的时候断了一条手臂, 所以他在打听到血泊之精后, 便命自己儿子前去夺取, 冯夜听着这话, 一脸苦涩, 父亲, 这血泊之精, 没了, 说着这话时, 冯夜已经把脖子缩了起来, 如同一个乌龟一般, 果然, 在他说完后, 一道大和声响起, 什么, 声音在大殿里面荡漾, 冯夜脸皮抽动, 连忙把一切经过说出, 疯狂听着自己儿子的陈述后, 沉默了下来, 冯夜见自己父亲不再说他, 以为对方相信了, 然而, 很好啊, 学会骗我了, 信不信我拿你怜成士气, 疯狂大骂道, 简直扯淡, 还仙人, 还仙气, 你怎么不说, 这凡间有一个无敌的存在, 那什么仙气, 还是那无敌存在手下的一件小玩意, 肯定是不小心弄丢了, 在这里给他编故事呢, 冯夜听着这话, 脸色古怪, 爹, 你这话我从小听到大, 吓吓小时候的我还行, 你现在拿这话, 吓我没用啊, 而且, 我真没说谎, 冯夜猜出自己说的话可信度不是很大, 特别是这信息量又那么吓人, 他早有准备, 赶紧把门外的人叫进来, 就这样, 经过一群人的说辞, 疯狂信了, 而冯夜见自己父亲信了, 松了一口气, 这样的话, 就不会责怪他丢失血泊至今了, 然而, 他刚想完, 下一刻, 他发现自己父亲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这目光好似能吃人, 这么说来, 我更该揍你一顿, 你这败家子, 差点就得罪死这个宗门, 还好你反应快, 否则, 我们宗还不得负面, 说着, 疯狂跳到了冯夜面前, 抓住就是一顿揍, 借机发现了一些没有获得血泊至今的不爽, 揍爽了后, 疯狂脸色凝重起来, 传令下去, 从今往后, 我宗弟子谁也不能靠近南狱一步, 这平安宗要广招弟子, 以后他们宗的弟子, 要是不小心得罪了这宗门弟子, 恐怕也会把祸水惹到身上, 在大陆各地, 除了炼狱宗这边在下达这样的命令外, 很多地方都在下达相似的命令, 仅仅一下午时间, 很多强大的势力都知道了这个偏僻之地, 出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宗门, 而且, 还有无数的非洲开始往那方向飞去, 先见, 陈延明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势力里面, 他第一时间去找自己势力的掌权者, 此刻, 他出现在一座仙气飘飘的浮地里面, 最后找到了一个中年人, 这中年人的契机比他还强悍了好几百倍, 大哥, 我回来了, 陈延明拱手道, 先尊敬的中年看到陈延明, 震了一下, 你那通信之物坏了, 陈延明苦笑点头, 然后赶紧转移话题, 把自己在那个凡间里面遇到的所有事情, 详细说了一遍, 说完, 他还信心然道, 大哥, 那黑胶绝对有机会成为真龙, 而那精灵仙气还在那凡间, 还有, 一个蝼蚁手上还持有一块赤焰镜金打造的令牌, 可笑他还说那令牌是先帝给的, 冷冷笑了一下, 陈延明这时在看向先尊敬中年, 然而, 不看还好, 看清眼前的面孔后, 他突然心里咯噔了一下, 大哥, 你, 你想干嘛, 此刻, 他眼前的先尊敬中年正瞪大眼睛, 一副要生吞了他的样子, 刚才你说的都是真的, 先尊敬中年咆哮一般道, 陈延明心里的不安感越来越大, 但话都说出去了, 此刻能做的只有点头, 先尊敬中年名为黄正前, 正是先帝手下十大先尊之一, 修为已经达到了先尊巅峰, 平时他道心平稳, 可谓是处事不惊, 遇到重大的事情也能处之泰然, 可现在他做不到, 就是因为陈延明这番话, 就在不久前, 先帝把他们十个先尊叫了过去, 告诉了他们一些事情, 和一些禁忌, 并且吩咐他们不得对外人说出, 唯有他们识人可知, 可现在好了, 先帝说的事情和注意之处, 硬是在陈延明这些话里出现了好几个, 蛮湖大陆, 精灵仙气, 先帝令牌, 都在陈延明说的话里面出现了, 第九十四章, 人在家中, 坐, 锅从天上来, 要知道, 先帝在告诉他们这些事情的时候, 极为凝重, 认真的警告啊, 几乎威胁一般, 让他们不得随意踏足蛮湖大陆, 不管在哪里遇到精灵仙气, 都得绕路, 千万不可得罪, 还有见到手持先帝令牌, 不管对方修为多高, 只要他在先界, 就带他去先攻, 黄正前还清楚记得, 那叫一个崇敬, 他们也问询了先帝, 这些注意事项与什么有关, 为何要这般在意, 先帝也给了他们答案, 在那蛮湖大陆里面, 有一尊无敌的存在, 恐怕是神界大能, 他再下着一盘惊天大棋局, 现在好了, 眼前的陈延明回来了, 可给他禀报的事情, 竟然是他遇到了一个宗门, 那个宗门有个很弱的阵法, 阵法里面有条可能会成龙的蛟龙, 而精灵仙气还出现了, 好好教训了他一顿, 甚至还有人拿出过先帝令牌, 可这家伙竟然还呵呵一笑, 说人家傻, 他娘的, 黄正前最终还是忍不了了, 往陈延明走去, 陈延明越发觉得不对劲, 一直问道, 大, 大哥, 你想干嘛, 黄正前咬着牙, 脸上露出了一抹猙獰, 好像要吃了对方一般, 没事, 我就好久没见你, 想抱抱你, 赶紧过来吧, 给我抱抱, 陈延明听着这话, 反而吓得胆子快要破开, 果然, 下一刻, 一个沙包大的拳头, 眨眼在他眼前放大, 就这样, 一个在仙界名阳四海, 堂堂的大仙尊, 硬是粗鲁地把一个人骑在地上, 拳头拼命护去, 嘴上还骂骂咧咧, 一副小混混打架的模样, 好一会后, 大殿才安静了下来, 此刻, 黄正前坐在主位上, 脸色依旧很冷, 陈延明已经变成猪头, 跪在黄正前面前, 脑子很猛, 委屈不成人样, 黄正前赫骂道, 我也不知道, 你有没有把英国引到我身上, 要是有, 我他娘的弄死你, 黄正前最怕这一点, 先帝可是说了, 那一位可是能推演天机, 掌握命运的存在, 要是从陈延明这里, 推演到他这里, 连他也一起记恨上, 那他真的就是人在家中做, 祸从天上来啊, 陈延明依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此刻只能在那里生闷气, 黄正前见他那个模样, 再次忍不住骂道, 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 陈延明委屈点头, 他这算什么错啊, 在先见, 这种级别的抢夺, 根本不算是, 杀人全家, 灭人势力的事情, 层出不穷, 黄正前见陈延明, 还这副德行, 只能透露一些事情给他, 以免这家伙, 以后再去惹麻烦, 黄正前深吸了一口气, 压住自己心中还剩下的怒火, 开始把自己知道的, 加上自己猜测的事情, 统统说出, 陈延明听完后, 直接在原地画成了石雕, 一动不动, 仿佛一阵风吹过, 他还会风化一般, 他很久才回过神来, 然后咽了咽口水, 一副猛逼的模样, 这, 这不会是真的吧, 有这么恐怖吗, 无敌的存在, 比先帝还恐怖, 那, 那我岂不是死定了, 陈延明急速看向黄正前, 跪着往前挪动, 抓住黄正前的脚, 哀嚎道, 大哥, 那我怎么办, 那位存在, 不会用什么手段对付我吧, 陈延明相信了, 不相信也不行, 一是黄正前的反应, 这绝对不会有假, 二是黄正前说的那些话, 真的和他在下界遇到的一样, 他还记得, 慕容公说过, 那宗门并不是他的话, 还让他想要黑胶的话, 问一下那位存在, 那位存在, 不就是黄正前此刻, 说的那位无敌存在吗, 越想, 他头皮越是发麻, 要是真有这样的存在, 他还在这种存在那里嚣张了一场, 那他的下场,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也许被精灵仙气教训了一下, 仅仅是第一层惩罚, 往后可能还有很多隐藏着的惩罚等着他, 黄正前见陈延明知道害怕了, 便冷哼道, 现在知错了, 陈延明匆忙道, 大哥, 我错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 要不, 我再去赴京请罪, 黄正前也不知道怎么办, 反正这事不能禀报先帝, 否则这陈延明恐怕活不了了, 想了一下, 黄正前咬牙威胁道, 我们先准备一份大礼, 明日下凡送去, 好好道歉一番, 记得, 你这次好好给我摆好姿态, 别再连累我, 陈延明使劲点头, 表示自己绝对会听话, 威胁完后, 黄正前又暗自苦恼起来, 然而, 刚苦恼一下, 他又突然一正, 这时, 他竖然想起了很久远以前的一件事, 在霸天先帝夺得先帝之位前, 他见过前一代先帝一次, 这先帝没非生前, 是一个稍有些推演能力的强者, 那先帝离开先界时, 曾替他算过一命, 说他这人前半生福运只算平平, 不会很大, 但到了某个时期, 会遇到一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将决定他往后的人生, 把握好了, 一飞冲天, 若一不小心把握错误, 从此将陷入永无止境的麻烦, 黄正前想到这件陈年往事, 再结合今日之事, 他突然发现, 也许这次, 就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第九十五章, 前辈给我一块石头, 这定不简单, 清元阵, 趁着天色还没黑, 陈平安和小林吃完饭后, 开始再次开垢土地, 反正院子也大, 小林儿这么喜欢吃西瓜的话, 就用一开始那块地, 全拿来种西瓜吧, 当然, 陈平安可不能一直让苏林吃西瓜, 所以顺便开垢两块小地, 来种种草莓和菠萝, 草莓和菠萝占地不用太多, 两小块加起来, 和种西瓜的地那么大就行, 苏林尝试过西瓜的甜头后, 此刻陈平安再怎么不让他下地干活, 他还是跳了下来, 拿起锄头就开始锄地, 这样他就能更快吃到新鲜的水果了, 陈平安见苏林这样, 也很无奈, 想了想, 让苏林活动一下, 出一下汗也好, 便嘱咐他干活可以, 但别太累, 苏林也笑着点头, 然而后来却忘记了自己答应的事情, 开始极为卖力起来, 看着苏林那没有再有气无力的样子, 陈平安不由地再次怀疑起来, 苏林生病的时候, 说的那些话是不是真的, 但想了想, 觉得这念头太荒唐, 而且五年来, 他都没见过桃树有什么不同, 要是真成了仙, 就真是天方夜谭了, 不过, 他还是决定日后好好观察一下桃树, 桃树那边, 感觉到陈平安审视的目光, 表示很无奈, 还好自己主人没有灵根, 感受不到他们的不同, 哪怕有一丝的灵根, 尽管他们气息能内敛到接近完美的程度, 他们也得暴露, 陈平安除地一会, 突然, 他发现锄头挖到了一块石头, 他皱了皱眉, 开始仔细去挖, 准备挖出来, 毕竟石头在地里也不好, 用石不久, 他把一块看起来很普通的石头挖了出来, 这石头有人头那么大, 材质很粗糙, 倒是形状像是一座小山, 洗干净后用来观赏还是挺好的, 然而陈平安不喜欢收藏石头, 没有那种爱好还觉得这石头占空间, 便觉得没啥用, 往一旁扔了过去, 有空找个地方扔了, 他继续开垦土地, 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道声音, 前辈, 在吗? 慕容公来了, 陈平安大声道, 在的, 进来吧, 应该是来说一下今天开宗的事情了, 陈平安示意苏灵休息一下, 然后自己就放下锄头, 往那边行去, 慕容公进来了, 他显得小心翼翼, 动作缓慢, 在发觉自己没有下跪后, 才呼出了一口气, 看到陈平安, 慕容公再次恭敬行礼, 喊了一声前辈, 陈平安看着慕容公走路缓慢, 小心翼翼的模样, 有些迷糊道, 功劳, 你没事吧? 慕容公听着陈平安这话, 以为陈平安问今日在宗门那里, 被陈延明弄贵的事情, 便连忙笑着道, 没事, 陈平安听着这话, 呕了一下, 慕容公说完自己没事后, 就到, 前辈, 我这回前来, 是想告诉你, 后天, 我们就可以招收弟子了, 陈平安听后, 眼眸一亮, 狠狠赞扬道, 可以可以, 干得漂亮, 慕容公听到这一声赞, 脸上的皱纹荡漾了一下, 心里心花怒放, 被前辈这么一赞, 我感觉自己快要飘起来了, 嗨嗨, 陈平安还挺怕自己某处短一半的, 此刻见慕容公这般有信心, 觉得很是欣慰, 自己能遇到这么好的人, 对方还是修炼者, 真的是老天保佑啊, 感慨了一下, 陈平安准备留慕容公下来吃饭, 毕竟他也没啥东西给慕容公, 只能给慕容公一顿美食了, 然而慕容公却是更快到, 我来就是想说这事, 现在我也没什么事了, 前辈, 那我先告辞了, 呃, 陈平安听着慕容公这话, 快出喉咙的话也停了下来, 想着自己还在开垦土地, 好吧, 下次再请吃饭吧, 不过陈平安还是先叫停了慕容公, 然后快不到西瓜地那里, 再次摘了一个西瓜, 抱着西瓜走到慕容公面前, 苏林看着这一幕, 撇着嘴, 闷闷不乐, 但想到自己开垦完地, 有其他水果吃后, 又释然了, 陈平安抱着西瓜到慕容公面前, 道, 功了, 拿回去吃吧, 慕容公看着手中的西瓜, 咕噜地咽了咽口水, 这, 多谢前辈, 慕容公快速朝着陈平安大喊道, 陈平安听着这话, 连忙白手, 这也不是什么东西, 不足挂齿, 功老又帮了我的忙, 下次等招收弟子完毕后, 你就带上慕容雪他们一起, 再来我这里吃顿饭吧, 慕容公听着吃饭二字, 眼冒绿光, 他一脸激动, 快速点头, 如同小鸡灼敏一般, 陈平安笑了一下, 看来, 功老还真是喜欢我们做的饭菜啊, 说完后, 两人也没什么聊了, 陈平安把慕容公往外送去, 但这时他看到了地上的石头, 这石头放在这里, 也不好, 便抱着石头, 打算跟慕容公往外走去, 而慕容公见陈平安抱着石头, 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前辈, 这是, 陈平安道, 对了, 功老喜欢石头吗, 这石头对我没用, 你要是喜欢, 可以带回去, 洗干净后, 拿来观赏, 或者给别人看看也好, 在陈平安印象里, 年纪大一点的人, 都喜欢收藏石头, 特别像这种看起来轮廓有点好看的石头, 有些人很喜欢收藏, 慕容公听着这话, 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样, 连忙点头, 前辈给的东西, 能是凡物, 而且, 前辈这话, 已经很明显了, 这石头对前辈没用, 但是对他, 或者观赏这石头的人, 会有用, 那多谢前辈了, 慕容公脸上露出激动神色, 连忙点头, 至于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作用, 他还得回去研究, 不过, 他已经认定有作用了, 陈平安听到多谢二字, 还看到慕容公脸上挂着一抹笑容, 再次哈哈一笑, 觉得自己猜对了, 他一眼就看出, 慕容公是有这种爱好的人了, 于是他直接把石头交给了慕容公, 最后, 目送慕容公离开, 第96章, 看着石头会觉醒体质, 慕容公一手拿着西瓜, 一手托着那块, 还沾有泥土的石头, 他觉得这石头肯定不简单, 出自前辈手上的东西, 肯定都不简单, 他加快速度, 飞回了宗门里面, 然后赶紧把石头洗干净, 同时, 还开始召集张绍峰等人, 他把石头放在桌面上, 仔细关磨, 石头已经被他洗了几遍, 一点泥土也没有, 干净的可以舔上几口那种, 然而观看了很久, 慕容公还是没有觉得这石头有啥特殊之处, 硬要说有特殊, 就是形状很好看, 就像是一座山一样, 然而, 不管他看了多久, 就是没点有用的发现, 这石头看起来还是很普通, 这让他隐隐中有些怀疑, 这会不会真是一块没用的石头, 其实是他想多了, 等了一会, 对,慕容学等人陆续进来了, 看着慕容学等人, 慕容公开始介绍桌面的石头, 这是前辈给的, 说用来观赏, 我猜测绝对不简单, 但是, 我看了好一会, 一点发现也没有, 说着, 他脸上露出了一抹苦笑, 也许有时候, 我太过于执着去解读前辈的话了, 慕容学他们听到这石头, 竟然是前辈给的, 并且是给他们观赏的后, 他们都开始认真盯着石头, 他们的想法和慕容公一开始一样, 前辈给的, 还让他们用来观赏, 能简单, 肯定蕴含了深意, 必须好好看看, 至于慕容公后面的话, 他们不敢苟同, 前辈如此高人一个, 说出这样的话, 肯定话里有话, 他们仔细盯着石头, 过了一会, 张绍峰第一个苦笑, 道, 没发现有啥不同, 也许我们真的过于解读前辈的话了, 慕容云海也摇头道, 真没发现有何不同, 张清贤也摇头, 但是, 他们刚说完, 突然发现慕容学安静不已, 而这时, 他们发现一阵光芒, 突然从慕容学身上发出, 这光芒是一股神秘的力量, 慕容学此刻闭上眼睛, 感觉自己整个人陷入了一片朦胧之地里面, 他发现自己身体开始变得燥热, 额头开始流汗, 还好这种感觉很快过去, 这时, 他还发现自己体内突然涌出了一股酸爽的感觉, 使得他整个人舒服不已, 最后, 他睁开了眼睛, 呼出了一口浊气, 而他脸上也瞬间布满了激动, 这, 这是什么感觉, 他握了握拳头, 发现自己的身体里面充满了能量, 慕容学赶紧看向慕容公等人, 他刚才也就盯着石头一会, 原本还以为这石头没什么不同, 可就在下一刻, 他发现一道暗淡的光芒从石头处射出, 没入了他的体内, 然后, 他就自己闭上了眼睛, 慕容公等人此刻目光都落在了慕容学身上, 他们的目光很是呆滞, 眼睛瞪大, 嘴巴张开, 仿佛能塞进一个鸡蛋, 这, 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觉醒体质吧, 慕容公咽了咽口水, 吃惊的说话都有些不顺畅, 张绍峰用力点头, 书籍里就是这样描述的, 刚才小雪绝对是觉醒了体质, 慕容云海快速且激动道, 小雪, 你有没有感觉身体有什么不同, 慕容学眨了眨大眼睛, 道, 感觉充满了力量, 感觉整个人都清了, 还感觉自己和这方天地, 多了一分亲切的感觉, 故如, 几人一同咽了咽口水, 他娘的, 真的是觉醒了体质啊, 刷, 几人急速转头, 目光死死盯着桌面上那块石头, 而慕容学这时, 也把刚才那道暗淡的光芒, 没入他体内的事情说出, 听到这话, 他们都确定了一点, 他们果然没有过分解读前辈的话, 前辈这是再次给他们送来大机缘啊, 青园阵, 在天黑的时候, 陈平安两人终于把地开啃好, 此刻院子看起来没那么空旷了, 陈平安给土地浇了浇水, 随后开始埋下种子, 和种西瓜是一样的流程, 搞定后, 陈平安和苏玲看向了肥料那一边, 对视了一眼, 两人皆是会心一笑, 陈平安和苏玲一起过去装了一小盆肥料过来, 然后各自在不同地方撒肥料, 肥料下地, 眼尖的人都会发现, 那土地上有些小坑里的泥土开始蠕动起来, 随着他们两人的撒肥,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一条条细嫩的右牙冒出土坑, 像极了春天里生长出来的嫩草一般, 陈平安眼眸大量, 对这肥料的强大更加的震撼, 泽泽, 五年来就这肥料最强啊, 相比于其他东西, 乃至于那件我最喜欢的衣服, 都好太多了, 陈平安想着五年来系统里面抽到的东西, 和这肥料相比, 心里只有一个形容词, 垃圾, 要是菜刀他们知道陈平安的想法, 恐怕得哭晕在厕所, 他们可是神器啊, 要知道, 这肥料顶多就有点催生的效果罢了, 完全不能和他们比, 当然, 他们也怪不得陈平安, 毕竟他是唯一蒙在鼓里的人, 陈平安和苏林一人撒了两小盆肥料, 终于, 两块地都已经长满了东西, 陈平安看着自己身前的土地, 一阵感慨, 此刻他撒肥那块土地, 有五十多个菠萝, 看着眼前的一幕, 陈平安很是惊讶, 而在他的认知里, 菠萝是长在土里的, 直到这一刻, 他才知道菠萝是在土外, 生长在枝干顶端的, 五十个有篮球那么大的菠萝, 鳞片状一样的表皮, 这特么的是金块吧, 陈平安上前摸了摸, 不过让他无语的是, 这鳞片一样的表皮, 虽然像小金块, 实在还是植物的表皮, 这菠萝看起来肯定很好吃, 可可饱满, 味道肯定很棒, 不过, 西瓜都不是灵药, 这菠萝也肯定不是了, 陈平安就觉得这一点有些遗憾, 要是达到灵药的级别, 他就可以拿出去卖, 则则, 要是这样的他, 他绝对能报复啊, 看完自己这边的菠萝, 他说陈平安看向苏玲那边的草莓, 而他不看还好, 当看到那边后, 目光突然呆滞起来, 整片地除了一些绿色的枝叶外, 全是红彤彤的草莓, 那数量吓人至极, 这么小的一块地, 至少有上千个, 平均每一株草莓感, 就有十颗草莓, 看着这个成果, 陈平安脸上样开了笑容, 这以后饭后水果就有得吃了, 陈平安看向了苏玲, 苏玲这个水果吃货, 肯定很喜欢吧, 可当他看到苏玲后, 他觉得自己嘀咕了苏玲对水果的憧憬, 苏玲的眼珠子本就够大了, 此刻硬是被他在瞪大了一分, 嘴巴巴唧巴唧着, 口水好像要弄湿衣服, 陈平安过去抓住苏玲的头, 道, 刚施肥不要吃, 第二天才能吃, 说着, 陈平安拉着苏玲往屋子里面走去, 他就怕肥料还没被消耗完, 自己两人也吃上一些肥料, 要是人吃了也会突然年纪暴增, 那就太恐怖了, 念及此, 陈平安又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也许苏玲突然发烧, 适合接触了肥料, 没洗干净手就吃东西有关, 陈平安不管苏玲对草莓和菠萝有多热爱, 硬拉着他回到了屋子, 天很快黑了, 两人做饭吃了后, 开始入睡, 等夜深人静的时候, 苏玲睁开了眼睛, 感知了一下陈平安房间里的情况, 见陈平安一动不动后, 他果断起床, 然后一溜烟出了屋子, 然而这时, 陈平安也突然睁开了眼睛, 突然阴险一笑, 小林儿, 你真是欠收拾啊, 第97章, 平安宗就是骗子, 第二天, 平安宗外, 这里很是热闹, 从昨晚开始, 这附近就落下了很多费州, 他们知道的消息是, 平安宗会在两天后招收弟子, 但为了早点前来, 不要错失良机, 很多人都提前一天来到, 而这些前来的人, 几乎都是当日前来了这里, 参加开宗典礼, 或者在外面围观过之人通知来的, 而在平安宗这里发生的事情传开后, 几乎半个大陆的人, 都对平安宗的事情有了耳闻, 也因此, 很多怀有好奇心的人, 也都连夜往这边赶来, 想看看情况, 当然, 有相信的人, 定会有不相信的人, 有些人在听到平安宗发生的事情后, 第一时间就是嗤之以鼻, 此刻, 在平安宗附近外, 正等待看热闹的人群中, 有些人讨论起来, 这宗门肯定是得到了什么机缘, 不过嘛, 昨日传开的那些事情, 肯定是假的, 肯定是这宗门为了招收更多弟子, 编了个故事, 请一些托去传开, 没错, 这平安宗我听说, 是由两个小宗门组合而成, 宗主还只是分神七,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弄来了这么一个大阵, 和引来了这么一条蛟龙守山, 但我敢肯定, 昨日那传开的事情, 定是假的, 还说有些人来捣乱, 仙气出现打跑了些人, 嘖嘖, 听着就让人尴尬, 对的, 还说大陆几个顶尖势力的最强者, 都来参加典礼了, 要是这样的话, 这些强者为何不亲自传开消息, 替他们证明, 反正我死也不相信, 那些传闻是真的, 今日前来, 我就是想看看, 有没有人站出来, 揭开他们虚伪的面目, 阵法内, 慕容公看着阵法外围着那么多人, 目光有些呆滞, 难道昨日那是, 已经传开, 这些人都是来加入我们宗门的, 慕容公感觉呼吸, 有些困难起来了, 这外面的人实在太多, 密密麻麻一片, 要是这些都是来加入他们宗门的, 那收一万弟子, 简直不要太简单啊, 也不等明天了, 今天就开始收图吧, 云海, 你们准备一下, 慕容公已经迫不及待起来, 招收弟子对于任何一个宗门来说, 都极为重要, 弟子才是一个宗门崛起的前提, 而招收一万个弟子, 还是前辈给他的任务, 要是他提前完成任务, 这就可以去找前辈, 让前辈赞赏一下, 兴许前辈一开心, 慕容公等人准备好后, 开始飞往入口处, 他们打开入口, 分批站在那里, 按照他们以前宗门招收弟子的步骤, 两个人站在入口处测鼓灵, 其他人则在山门广场那里, 设下测灵根和各种测试, 慕容公则飞上了天空, 看着四下, 各位, 招收改期, 今日就开始招收弟子, 有一项进入我宗的, 可以上前考核, 当然, 我们宗也不是什么人都收, 首先, 必须不是其他势力之人, 进入我宗, 一段时间不得离开宗门, 其次, 年纪不能超过十八, 慕容公说出了一堆条件, 四周一群人在看到慕容公出现后, 就安静了下来, 仔细听着慕容公的话语, 此刻听完后, 很多人都嘻嘻嚷嚷地商量起来, 慕容公继续到好了, 有意向者上前排队, 此话一过, 人群里面有些人快速地涌动起来, 往阵法入口处走去, 但几乎有九成的人则是站着不动, 其中有六成的人一脸冷笑, 这宗门突然改日期招收, 恐怕是想着能坑一个算一个吧, 看到没, 最强的人果然是分神器, 那些真去排队的人, 是傻子吧, 尽管很多人都觉得这平安宗有猫腻, 可他们还是发现, 有很多人还是去排队, 这些人, 其实都是知道昨日发生之事的在场者, 或者在场者的亲戚等等, 他们确信自己不会被骗, 而且这个宗门表面看起来那么强, 即使内部不强, 也比很多势力好, 能混进去, 肯定得混进去, 慕容公看着那么多人排队, 身上挂满了笑容, 当然, 他耳利也好, 也发现了很多人不相信他们宗的实力, 甚至怀疑昨日那是, 是不是他们宗在编故事, 但他懒得管, 也管不了,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反正我们宗招收够一万多人, 就会停下招收, 毕竟他们宗门也就那么大, 但就在慕容公想完, 下一刻, 在他面前突然闪出了一人, 看到来者, 慕容公微笑了一下, 来人正是白骨风, 白老哥, 有事, 慕容公道, 白骨风就是来送自己孙子进入平安宗的, 他想过要不要利用关系, 让自己孙子进入平安宗, 但想了想, 前辈既然大肆宣传招收弟子这事, 恐怕谋划着什么事情, 也许会在招生的时候, 选择一些天才人物, 给予他们一些机缘, 而这一点, 他也觉得最有可能, 毕竟前辈这种高人, 做的事情怎么会简单, 建个宗门仅仅是为了培养一些弟子, 几乎不可能, 极有可能是想在这些人里面筛选出一两个天之骄子, 然后重点培养, 所以他决定招生的时候再带着自己孙子前来, 而他觉得自己孙子天赋极好, 也许能成为前辈选中的人也难说, 白骨风和慕容公也算挺熟了, 此刻随意聊了聊后, 便把自己此行前来的目的说出, 慕容公知道白小纯要加入他们宗门后, 眼眸大量, 白小纯如此年纪, 便有如此修为, 天赋可想而知了, 白老哥真是太客气了, 要是小纯想加入我们宗门, 你说一声就是, 我可以马上让他成为弟子, 慕容公拍着胸脯道, 白骨风听后, 摇头道, 这不行, 就让小纯按照流程来吧, 毕竟我从小教导他, 不能走后门, 慕容公听后, 正了一下, 然后也不管白骨风怎么做了, 反正白小纯这条件肯定能稳稳进入他们宗门的, 只要能进入就行, 你喜欢麻烦就麻烦吧, 就这样, 白骨风带着白小纯落地, 甚至还让白小纯在队伍末尾出排队, 而白骨风的出现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来这里的人中也有些眼界不错之人, 他们在见到白骨风那刻, 直接傻眼了有些被白骨风的修为气息吓到, 有些一眼看出白骨风就是聚宝堂堂肠, 也因此, 结合看到白骨风和慕容公那聊得甚欢的样子, 刚才还质疑平安宗的一些人, 突然说不出话来了, 宛如吃了几斤响一般, 白小纯落地后, 安静地排队, 一群年轻人排队上前, 先测古灵, 再测灵根, 最后, 竟然还有一个奇怪的项目, 他们竟然要盯着一块石头看, 第九十八掌, 果然我最懂前辈, 远处, 没去排队的一群人盯着天空的白骨风和慕容公, 有些人到此刻都没反应过来, 这些人正是刚才觉得平安宗就是一个坑人的宗门的人, 一直认为昨日传开的消息, 定是假的, 直到白骨风突然出现, 他们感觉自己被狠狠抽了一巴掌一般, 连火辣辣的痛, 而且他们还发现白小纯也来了, 这让他们更加震惊起来, 他们没见过白小纯, 却听过白小纯的威名, 小小年纪就有很高的天赋, 此刻看到白小纯看着他极为年幼, 然而, 竟然却是结单巅峰, 这让在场很多人都震惊了, 这种年纪, 这种修为, 恐怖如斯, 更让他们无语的是, 如此天之骄子, 万中无一的天才, 竟然也要加入这个平安宗, 看着这一幕, 还犹豫着的人们, 动了起来, 快速去排队, 人头涌动起来, 天上站着的慕容公, 看着这一幕, 嘴角翘起, 好像想明白了, 白骨峰为何让白小纯去排队的原因了, 感情这是前辈的安排, 让白骨峰带着孙子前来, 这样就能达到宣传的效果, 慕容公看向白骨峰, 微笑道, 白老哥, 你让小纯加入宗门, 是因为前辈吧? 白骨峰听着慕容公这话, 哈哈一笑, 也不掩饰, 道, 没错, 慕容公听后, 哈哈一笑, 前辈真是深思熟虑啊, 现在可以了, 绝对够一万个弟子了, 一开始排队的人数挺多的, 但是有些人不一定合格, 也许给淘汰一半人, 此刻又多来了那么多人, 那筛选下来, 应该够一万人了, 如此想完, 慕容公再次觉得前辈神机妙算, 谋划深远, 简直算无一漏啊, 一群年轻人的测试速度很快, 但为了速度更快一些, 慕容公还命多一些人去帮忙测试, 而在不远处, 此刻还是有很多人在围观, 其中有些人, 看着刚才一直说平安宗的人, 阴阳怪气道, 刚才你们不是一直说平安宗作假吗, 现在没话说了吧, 那些嘴硬之人, 这时脸色很难看, 但就在这时, 他们又想到了一个可能, 哼, 我觉得他们平安宗还是编了故事, 你们有没有想过, 也许这个平安宗, 也许是聚宝堂弄出来的, 这猜测一提出, 四周的人都安静了下来, 他们想了想, 突然恍然大悟一般, 如果真是这样, 那一切好像突然解释得通了, 这两个小宗门合并, 突然有这么多好东西, 按理来说, 十分不正常, 但要是身后有一个聚宝堂在支持, 在操纵, 那这就再正常不过了呀, 这阵法, 极有可能是聚宝堂自己的, 就是为了噱头, 而这蛟龙, 也是聚宝堂他们降服的, 也是为了噱头, 现在好了, 聚宝堂堂主, 自己也来给自己弄出来的宗门, 打开名声, 让前来这里的人, 以为不久前, 他们编出来的故事是真的, 然后统统加入宗门, 这一切, 全都能解释得通, 死, 这猜测一出, 围观的人们, 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要是真是如此, 那岂不是这一切都是一场阴谋, 这聚宝堂, 究竟有何居心, 那一群想嘲笑那些不幸之人的人们, 这一刻, 也好像被感染到了, 开始疑神疑鬼起来, 时间推移, 终于轮到了白小淳, 白小淳往前走去, 看着慕容云海, 微微一笑, 喊了一声云海疏, 慕容云海对白小淳印象很深, 点头一笑后, 也帮他测起古灵, 其实他挺想看看, 白小淳的真实年纪的, 测完后, 他吸了一口气, 七岁多, 不够八岁, 好家伙, 测完古灵后, 白小淳一直往前行去, 测灵根, 灵根顶级, 测修为, 修为结单巅峰, 每一个测试都是最为顶尖, 白骨峰在空中, 依旧和慕容公一起站着, 此刻看着自己孙子如此, 一脸欣慰, 然后见自己孙子, 最后去到一块石头那里站着, 经过慕容雪的指示, 开始盯着那石头后, 白骨峰看向了慕容公, 道, 公老弟, 这石头有什么测试效果, 他对前面的几个测试还清楚, 就唯独不知道, 这个是干嘛的, 慕容公嘿嘿一笑, 这可是前辈昨天下午给的, 昨天我还以为, 前辈是让我自己观赏, 后来突然领悟到, 前辈更深层的意思, 我看今日这里来了那么多人, 而前辈又刚好把石头给我, 那前辈的意思, 定是让弟子们也观赏着石头了, 慕容公觉得自己真是小聪明, 每次前辈的暗示, 他都能完美地猜到, 也因此, 他甚至还怀疑过, 前辈是否是他们慕容家的老祖宗, 要是真是这样, 这一切都能解释得通吗, 前辈找上他们宗, 给他们如此机缘, 而他又那么懂前辈的意思, 说他们有一些血缘关系, 实在太正确了, 白骨峰听着慕容公的话, 知道那石头竟然是前辈吩咐放下的后, 他猛了, 脸上旋即生起了狂喜, 我这是猜对了吗, 白骨峰心情激动, 双手颤抖, 此刻死死看着下方那块石头, 他就怀疑前辈举办这场招生, 会不会给出一场大机缘, 现在听慕容公这么一说, 这不就解释得通了吗, 绝对是那块石头, 那块石头绝对不简单, 他盯着自己孙子, 期待自己孙子得到前辈给的机缘, 而就在他想完那一刻, 他突然发现自己孙子身上开始发光, 看着这一幕, 他震了, 这, 这不是千年难得一出的觉醒体质吗, 震了一下后, 他突然激动得差点老泪纵横, 没错, 这绝对是觉醒体质, 哈哈, 我白家竟然会有这一天, 白骨峰激动得浑身颤抖, 想仰天长笑一声, 而他也没忘记这一切归功于谁, 前辈, 原来前辈倒不出这场招收弟子, 就是为了给他孙子一场大机缘了, 五更干完, 这些剧情好难设计, 常常绞尽脑汁, 喜欢的各位, 五星好评, 点个催更, 给个打赏哈, 我会继续干下去的, 而主角就快有实力了, 至于想见作者, 看看作者啥样的, 点开作者头像, 破解空号就行了, 第99章, 这都是前辈的指示, 白骨峰心里硬是感激了陈平安十几遍, 慕容公此刻看到白小纯觉醒体质, 也哈哈一笑, 先前他看到, 测试通过那么多人, 没有一个人能觉醒体质, 还怀疑自己是不是理解错了前辈的意思, 此刻终于看到有人觉醒体质, 而这人更是白骨峰的孙子后, 心里更加确定自己是最懂前辈的人, 慕容公很是自得, 而下方一群人, 此刻也看到了白小纯的变化, 有些眼界不错之人, 瞬间惊呼起来, 这是觉醒了体质, 不可能吧, 他干嘛了, 他不就在那里看了一回那块石头吗? 我终于搞明白了, 刚才我就纳闷, 为何让那些人考核完后, 还要盯着那块石头看呢? 感情是盯着那石头看, 可以觉醒体质, 四下哗然不断, 甚是嘈杂, 然而这时, 那些认定这一场招收弟子, 就是一场骗局的人, 又站出来说话了, 哼, 我果然没有猜错, 看到了吧, 谁也不觉醒体质, 就白小纯觉醒体质, 这不明显的造假吗? 没错, 也就身上发出一阵神秘的光芒而已, 不一定就是觉醒体质, 可能是用了什么手段, 给人一种错觉, 哈哈, 这句宝堂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一群人极为桀骜, 好像他们看清了一切一般, 觉得自己很厉害, 白小纯睁开眼睛, 感受着自己身上的力量, 脸上现出了狂喜之色, 爷爷果然没有猜错, 前辈突然弄出一场招生, 果然藏有深意, 他此刻一脸敬畏和憧憬, 这种级别的前辈高人, 他得用多长时间才能接近, 白骨峰这时也从震惊中缓了过来, 他盯着慕容公, 客气道, 公老爹, 小纯有如此成就, 也多亏了你, 慕容公哈哈一笑, 道, 白老哥说笑了, 都是前辈的指示, 白骨峰知道都是前辈的指示, 不过没有慕容公领悟到前辈的意思, 这结果可能就不同了, 而下方一群人看着白骨峰和慕容公聊得那么激动, 那些认定聚宝堂在演戏的人们喝笑个不断, 可就在这时, 那石头前面, 又有一人身上发出了神秘的光芒, 这一变化,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白骨峰和慕容公也一样, 震了一下, 目光如炬地看着那地方, 那里, 此刻站着一个青年, 这青年看起来平平无奇, 很是普通, 放在人堆里, 也不会给人留下多少印象, 这青年睁开了眼睛, 傻傻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这, 这是什么感觉, 难道, 难道我也觉醒了体质, 他很是震撼, 刚才看到白小纯那样, 他内心羡慕不已, 但他知道自己的天赋有多普通, 普通地再来这里的时候, 还担惊受怕自己会考核不过, 要知道, 他在很多宗门都试过考核, 然而, 即使再小的势力, 他都进不去, 因为他年纪已经十八, 灵根还行, 修为却比同龄的身世好的人低了很多, 刚才能通过平安宗的考核, 他就觉得十分激动, 此刻更是觉得自己整个人变了, 好像升华了一般, 他激动得浑身颤泡, 最后, 他豁然转身看着四周的平安宗之人, 一一鞠躬, 最后, 他盯着天空的慕容公, 砰的一声, 跪在了地上, 感谢宗主给的机缘, 我沉中华日后, 生是平安宗的人, 死是平安宗的鬼, 慕容公此刻, 开心得满脸笑容, 突然看到这青年跪下, 快速闪身下去, 把他扶起, 好, 哈哈,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的弟子了, 这等人才, 他必须收了呀, 而且他觉得这青年好像还挺稚嫩的, 嘿嘿, 自己可以装一下大佬, 果然, 他刚说完, 这青年便眼冒绿光, 再次跪地, 大喊见过师尊, 这次慕容公没有再去服, 这是拜师脸, 空中的白骨蜂, 看着慕容公收了这么一个弟子, 也微微一笑, 他也知道慕容公不收他孙子为弟子的原因, 也许他孙子很有可能成为那位前辈的弟子呢, 当然, 不是清传也行, 来个记名, 或者随意指点一下的弟子也行啊, 那种高人, 随便指点一下成仙还不简单, 四周一群人认真盯着这一幕, 一直觉得这是一场骗局的人们, 呵呵地笑得不断, 泽泽终于明白什么叫做演戏演全套了, 他们是傻子吧, 刚觉醒了一个, 下一个又觉醒了, 这演戏也不要这样演啊, 简直当我们是傻子啊, 一群人一脸比一地吐槽, 可就在他们吐槽的正起劲, 觉得自己已经洞悉一切的时候, 突然, 他们头顶处的天空, 无故出现了两个人, 这两人的出现, 整个天地突然静了, 而一群人此刻好似丧失了感知别人修为的能力一般, 就连自己旁边之人的修为, 他们也感知不到, 因为, 天上两人的修为契机, 强大到好似整个天地都容不下他们一般, 看着这两人, 一群人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仿佛空气凝固了一样, 慕容公和白骨峰在看到这两人的时候, 脸色突然白了, 他们看到了陈延明, 而这次, 陈延明旁边竟然站着一个中年, 这中年给他们的感觉, 就是恐怖好似他呼吸的时候, 整个天地都有可能会崩塌一般, 慕容公咽了咽口水, 心想糟了, 他真的没想到这陈延明还会杀回来, 而且还带来了这么一个更强的人, 这妥妥的是来报复的呀, 慕容云海等人的想法也一样, 脸色已经苍白一片, 他们此刻能做的, 就是祈祷前辈能派来掀气他们来, 或者亲自献身救他们, 第100章, 管仙尊叫老哥, 地上一群人看着天上的两人, 呼吸都变弱了, 一直认定平安宗是骗局的人, 这一刻意识到自己错误了, 真的有仙人, 他们都不用去想了, 这种修为契机, 说不是仙人都没人信, 而这两个仙人, 此刻竟然在平安宗出现, 这岂不是说, 昨日传开的事情, 是真的, 当然, 他们也有想过, 也许这只是巧合, 有仙人巧合路过, 和昨日传开的事情没关系, 而这些觉得是巧合的人, 就等着看天空两个仙人, 下一步会干什么了, 或者, 看看等会有没有仙气出来, 如传开的消息那样, 替平安宗解围了, 黄正前看着下方人满为患的景象, 又看了看眼前的大阵, 和天空中的黑胶, 道, 看来就是这里了, 陈延明此刻低着头, 一点嚣张的感觉都没有了, 如同一个小弟弟一般, 黄正前认真看着陈延明, 道, 好了, 等会知道怎么做了吧, 陈延明苦笑点头, 见陈延明点头, 黄正前这才扫了一眼四周, 目光停在了白骨峰身上, 这人就是这宗门的宗主, 他发现这里最强者就是白骨峰, 咦, 而扫了一眼后, 他这才意识到有一点不对劲, 他的目光急速落在下方三个人身上, 这三人正是白小淳, 慕容雪, 和慕容公刚收的弟子陈中华, 看着三人, 黄正前眼中闪烁着强烈的光芒, 这三人, 觉醒了体质, 而且都是不俗的体质, 这年纪就觉醒体质, 再先见, 也是不可多得, 千年乃至万年才能溢出的天才, 然而, 这三人竟然就在凡间, 而且还出现在同一个宗门, 这一下, 黄正前可以确定了, 先帝说的那位存在, 肯定就在这里, 他心情激动, 自己的命运转折, 此刻就掌握在他手上了, 往后是福是祸, 就看他此刻的做法, 而就在他激动之时, 慕容公眨眼在他面前出现, 见过两位仙人, 慕容公此刻一脸警惕地喊出了一声, 这里是他们的宗门, 这两人出现, 他作为宗主, 不出现也不行, 他此刻只希望先气赶紧过来, 不然他一点底气也没有, 黄正前看到走上前来的是慕容公, 震了一下, 这分神妻才是这宗门的画室人, 陈延明传音告诉黄正前, 道, 大哥, 这就是这宗门的宗主, 黄正前在得知慕容公正是这宗门的画室人后, 脸上连忙升起了笑容, 也朝着慕容公拱手道, 这位道友, 客气了, 不用叫我仙人, 我名为黄正前,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年纪肯定比较大, 你叫我黄老哥就行, 黄正前看起来虽然年轻, 实则他年纪已经有几万岁, 妥妥的老怪物一个, 慕容公还以为陈延明带着一个更强的人来找麻烦, 此刻听到黄正前这话, 他突然傻了, 不远处因为感应到黄正前那恐怖的契机, 不敢轻易靠近的白骨疯, 听着黄正前这话也傻在了原地, 至于下方一群人, 此刻听着这话, 脸上的表情更加的疯狂, 有些人甚至突然站立不稳, 啪哒一下, 坐在了地上, 啥? 这, 这仙人让一个分神妻管他叫老哥, 我, 我们没听错吧, 所有人都震惊地头皮发麻, 心肩翻江倒海, 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和幻觉了, 然而, 不管他们怎么去看, 天空中的黄正前依旧一脸笑容, 看起来特别的和蔼, 慕容公眨了眨呆滞的眼睛, 才反应过来, 这时, 他想明白了一切, 这仙人是知道了前辈的存在, 所以才这般, 慕容公只觉得这一幕很熟悉, 这不正是龙奥天他们那样吗? 因为前辈, 所以才管他叫老弟, 但他永远想不到, 仙人竟然也会有跟他这么客气的一天, 他今晚睡觉, 恐怕得笑醒, 白骨峰这时也反应了过来, 陈延明带着人前来, 感情不是来报复的, 而是来道歉的, 他这时也看到了一脸苦笑, 低着头, 如同做错事情的小孩的陈延明, 这更加让他落实了心里的想法, 这绝对是知道了前辈的存在啊, 白骨峰眨眼闪身到了黄正前三人面前, 黄正前这时再次看向白骨峰, 道, 不知这位道有事, 能在这里的人他都得礼貌相待, 要是这人也和那位存在相识, 他这礼貌绝对值得, 白骨峰笑着道, 我名为白骨峰, 这凡间的聚宝堂堂主, 有幸认识了一下那位前辈, 白骨峰得和这些人打好关系, 他们生意人最在乎的不仅仅是钱, 有时候人脉也很重要, 这可是仙人, 要是他的人脉可以打到仙界去, 等他飞升上去后, 泽泽, 简直前途无量啊, 黄正前听到白骨峰的身份时, 脸上还是挂着不失礼貌的笑容, 但听到白骨峰也认识那位存在后, 连忙笑着道, 哈哈, 原来是白老弟, 久仰久仰, 白骨峰听着这一声白老弟, 屁股差点翘起来, 哈哈, 仙人竟然跟我如此客气, 这是我他娘的, 可以吹几年, 白骨峰一脸笑容, 道, 不知老哥贵姓, 黄正甘笑着自报名号道, 姓黄, 名正前, 在仙界人称独孤仙尊, 白骨峰听到名字的时候, 还没有什么, 仅仅记下了这名字, 但在听到独孤仙尊四字的时候, 心脏突然咯噔了一下, 他眼眸变成了两倍大, 嘴巴张开, 独孤仙尊, 竟然是独孤仙尊, 仙界十大仙尊之一, 我的天啊, 白骨峰傻傻看着眼前的黄正前, 一副吃了一块巧克力, 然后不小心知道, 那是一块祥的表情, 惊恐万分, 原, 原来是黄老哥, 九, 久仰久仰, 白骨峰强自镇定, 然而第一句话还是说的不利索, 慕容公对于仙界的很多事情不怎么清楚, 只知道仙界最强的就是仙帝, 其他的仙尊啥的, 此刻听到也只觉得有些霸气, 但看到白骨峰突然露出这个表情, 他觉得自己还是把仙尊两个字想得太简单了, 第101章, 系统将要升级, 进入终极模式, 黄正前没有忘记今日的正事, 突然瞥了眼陈延明, 陈延明脸皮抽了一下, 一脸苦涩, 然后快速跪下, 朝着慕容公一拜, 对不起, 昨日我实在太过分, 我已经认识到错误, 还望到有原谅, 这一跪不说, 还给慕容公磕了一个想头, 很是卑贱的感觉, 慕容公看着陈延明这般, 正正出神, 他赶紧上前, 扶起陈延明, 道有不必如此, 人非圣人, 岂能不犯错, 知错能改善莫大焰, 慕容公其实就是给黄正前面子, 他倒是不想再和陈延明有任何瓜葛, 但却想和黄正前有些关系, 就白骨疯那表情, 他便觉得黄正前不简单, 他也知道人脉的重要性, 而且对方还是一个仙人, 陈延明听着慕容公这话, 这才松了一口气, 昨日他真的有些不服气, 不过今日他真的服气了, 心服口服那种, 被搀扶起来后, 陈延明快速拿出了一个纳戒, 道有, 昨日那纳戒没有什么东西, 我这次回仙界准备了很多修炼资源, 算是我犯错后对你们的补偿, 还望你不要拒绝, 说着他将那戒递到慕容公面前, 慕容公眨了眨眼, 然后假装思考了一下, 才收了下来, 其实他心里已经乐呵得不行, 傻子才不要呢, 他昨日回去看了看陈延明给的那个那戒, 也就一把很强的武器, 其余东西就没什么了, 他觉得这那戒里面的东西, 肯定比昨日的多, 陈延明见慕容公收下那戒, 悬起的心已经放平下来, 慕容公已经原谅了他, 那么, 那位存在应该也有些消气了吧, 当然, 他也不确定, 黄正前这时也拿出了一颗珠子, 这珠子足足有拳头大, 而奇怪的是, 这珠子一出现, 珠子便开始冒起熊熊火焰, 不过黄正前手拿着, 却感觉不到热一样, 至于云层里躲着的黑胶, 一感受到这气息, 灯笼大眼不自觉一瞪, 这, 黄正甘笑着道, 我管教无方, 让这小弟冒犯到了各位, 我也想不过, 这是一颗龙珠, 可以助这天上的蛟龙道友消化一些龙精, 慕容公听着这话, 脸上露出了大喜之色, 这几天慕容公和黑胶已经混得很熟, 晚上有空没空还待在一起聊天, 黑胶也把自己的事情说了出来, 慕容公在知道黑胶往后有可能成龙后, 那教得开心以后, 他可就是一条真龙的朋友, 此刻听到黄正前这话, 二话不说就点头收下, 那多谢黄老哥了, 这不收白不收啊, 黄正前眉头一扬, 连忙把龙珠收放到一个盒子里面, 交给慕容公, 这龙珠就是他们用了一碗才弄来的宝贝, 价值很高, 而陈延明也就是得罪了慕容公和黑胶, 弥补了两位, 犯得错得到原谅, 剩下就是再去那位前辈那里好好道歉一下了, 最重要的还是那位前辈的原谅, 把盒子交给慕容公后, 黄正前便小声道, 道友, 不知能否带我们去见那位前辈, 黄正前此刻心里有些紧张, 得到了慕容公的原谅, 并不一定能得到那一位的原谅, 他们最后见到那一位, 而且, 黄正前往后人生的转折都在今日, 他必须把握好了, 慕容公听着这请求, 沉默了一下, 他也不知道要不要带黄正前去见前辈好, 想了一下, 他觉得不带黄正前去也有些说不过去, 毕竟他也收下了那么多东西, 但要是带过去就有可能得罪前辈, 这就, 有了, 慕容公一脸认真道, 不瞒老哥, 我也不清楚前辈想不想见你, 要不这样, 我把你带去前辈大院门前, 前辈推算能力十分恐怖, 肯定已经推算到你要去了, 要是前辈出门, 或者直接让我们进去, 我们再进院子, 但要是前辈不说话, 也不出来, 那还望老哥不要冒犯前辈了, 慕容公觉得这是最稳妥的, 黄正前听后连忙拱手感谢, 这至少是慕容公替他们争取的机会, 说好后, 慕容公开始下去吩咐张绍峰他们, 让他们继续考核招生, 自己则去前辈那里一趟, 而在阵法外四周, 一群人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 和陈延明, 眼中依旧充满了震撼, 那些不久前还认定平安宗是骗局的人们, 这下知道错了, 而且错得非常离谱, 感觉自己这次被仙人扇了一嘴巴子一样, 感情他们不久前的猜想都自以为是而已, 人家这平安宗真的是一个恐怖的存在, 你看看这两个仙人, 见到一个分神器的宗主, 硬是以礼相待, 老弟或者道友的叫个不停, 有一个更是直接跪下磕头, 这宗们也太恐怖了吧, 有些人看着这一幕, 他们年纪刚好符合加入平安宗的条件, 这一刻他们不再犹豫, 果断往前行去, 赶紧排队, 他娘的这个宗们连仙人都这样对待, 加入里面以后还不得一飞冲天, 这巨大的机缘摆在眼前, 傻子才不去捡呢, 有些人年纪已经超过18, 但他们也急速拿出传音预检, 快速传音, 让自己亲人或者友人的孩子赶紧过来, 清元阵, 陈平安吃完早餐, 闲来无事做, 便待在院子里面晒太阳, 但就在这时, 系统突然提示他任务已完成, 听着这提示, 陈平安眼眸一亮, 则则, 功老之办事效率简直杠杠的呀, 不行, 必须得好好请他们吃一顿饭, 陈平安回屋子拿钱, 决定去买一些好菜, 等慕容公来了, 让他把慕容雪他们全部叫来, 他要好好设验一次, 拿好钱, 陈平安往外走, 可就在这时,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恭喜宿主已经完成899个任务, 再完成一个任务, 便只剩下一百个任务, 只要完成下一个任务, 系统将会升级, 进入终极模式, 届时宿主的奖励将会变化, 不再是简单的物品, 宿主需要修为有修为奖励, 具体情况宿主到时自己研究, 听着这声音, 陈平安猛了, 旋即, 他一脸震撼, 我擦, 我真没细数, 这就只剩下101个任务了, 好, 再完成一个任务, 我就有修为了, 第102章将有修为, 陈平安开心地像个孩子一样, 五年了, 整整五年, 这五年, 他看着那些修炼者飞来飞去, 别提多羡慕了, 这种平凡的生活, 确实惬意, 可穿越了一趟, 还拥有系统, 不能修炼, 简直过分, 至少让他体验一下, 有修为的感觉吧, 系统, 能不能提前触发下一个任务, 陈平安摩拳擦掌, 觉得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宿主想多了, 任务还是得你自己触发, 陈平安, 他就烦这个, 这任务有时候能一连触发两个, 可要是运气不好, 也许几个月才能出现一个, 不过他觉得自己最近运气不错, 应该也就这几天就能触发到, 陈平安嘿嘿一笑, 心情美滋滋, 小林, 走, 今天哥哥好一把, 买菜去, 陈平安笑道, 此刻苏林自己独自一人在桃树脚下玩抛石头, 听到陈平安这话, 双眼一阵放光, 但他却是脆声声道, 哥哥, 我不去了, 我玩抛石头呢, 说着他忍不住瞟了眼草莓和菠萝那边, 等陈平安出去他都等了一早上了, 这种自己独处的机会怎能不好好把握, 昨晚他很苦逼, 还以为陈平安睡着了, 没想到自己刚出去, 陈平安就起床逮住了他, 现在屁股还有些疼呢, 陈平安也知道苏林的心思便道, 不去也行, 不过我记住菠萝草莓和西瓜的数量了, 少了一个, 说完陈平安款步往外走去, 苏林听着陈平安这话, 小脸一白, 然后撇着嘴, 一脸委屈, 而在陈平安往外走去的时候, 他门外属然出现了三个人, 正是慕容公, 黄正前和陈延明, 白骨风没有跟来, 他的想法很简单, 要是换做其他事情, 他肯定跟着来一堵前辈的风采, 可是黄正前和陈延明之所以要见前辈, 正是因为他们犯错了, 要道歉, 要是前辈没有原谅他们, 还勃然大怒, 那很有可能不小心迁怒到跟着前去的他, 那时他哭都没眼泪了, 三人出现后, 黄正前看着眼前的院子有些不可思议, 前辈就住在这里, 而且他感应了一下, 这阵子是凡人小镇啊, 我们就在这里等一下吧, 看看前辈有什么指示, 还有, 刚才我说的注意事项, 你们记住了吧, 慕容公出现后, 看着黄正前道出一声, 黄正前点头, 这位前辈高人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一介凡人, 说自己不厉害, 那是尝试, 不必惊讶, 他们只管喊前辈就对了, 就这样三人开始等待, 然而, 就在下一刻, 大门突然敞开, 一个清秀俊义的男子出现在黄正前眼前, 这一看下, 他也猛猛地瞪大了一倍, 这, 陈延明也一样, 在看到陈平安那一刻, 脸上突然被震撼所占据, 身子更是一斗, 眼前的男子看起来很年轻, 可是, 在他一出现那一刻, 整个世界都被道泽运里所充斥, 而且, 还有大道之音在他们耳边营绕, 这是传说中的大道肢体, 陈平安开门后, 突然被站在门口的慕容公三人弄得顿了一下, 公王, 我刚想到你, 你就来了, 你比曹操还强啊, 看到慕容公, 陈平安脸上升起了笑意, 慕容公真的帮了他很多, 他必须好好请他们吃顿饭才行, 而慕容公他们刚来这里, 就看到陈平安走出门来, 心中的崇敬布满了脸庞, 他笑着点了点头, 至于黄正前和陈延明, 此刻也已经从陈平安那恐怖的牌面中回神, 赶紧拱手行礼, 依旧是头比手低, 很是恭敬, 见过前辈, 陈平安这才看向两人, 见他们跟着慕容公前来, 想必是和慕容公认识的了, 也许还是慕容公的好朋友, 至于这两人这般行礼, 他觉得, 可能又是自己那对不同人, 可能触发的视觉bug, 应该起笑了, 便准备让他们不用多理, 然而下一刻, 其中一人突然跪倒在地, 前辈, 实在对不住, 我知道错了, 陈延明快速跪在地上, 使劲磕头, 黄正前这时也单膝跪地, 恳求道, 前辈, 还望您能原谅, 陈平安脸上的笑意, 在这一刻瞬间僵硬住, 这, 你们干嘛呀, 你们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 可是, 我不认识你们啊, 慕容公这时也开口道, 前辈, 他们已经知道错了, 不过也因为他们, 招收弟子应该足够一万人了, 刚才慕容公看了, 因为黄正前两人的到来, 并且那般道歉, 引来了很多人的注意, 也因此, 一些还犹豫着, 要不要加入他们宗门的年轻人, 都开始排队, 所以他借着这事, 顺便帮一下黄正前两人, 毕竟能和陈中华打好关系, 也是不错的, 而且, 这事其实也不是很严重, 没有造成他们损失东西, 喋喋不休的指责, 就显得不够大气了, 陈平安听着这话, 瞬间明白了, 看来, 这两人是在宗门招收弟子的时候, 捣乱了一下了, 现在这般, 是知道自己错了, 来道歉了, 陈平安想明白后, 也让慕容公替他们发言, 并且, 这任务也完成了, 他便借助着自己, 这视觉bug, 装一把逼, 嘿嘿, 好, 我就原谅你们吧, 陈平安将手扶在身后, 道出一声, 此刻看起来, 倒是有些高人模样了, 黄正前和陈炎明听着这话, 悬起的心脏, 完全落地, 然后, 两人连忙败谢, 他们此刻极为庆幸, 同时也看了眼慕容公, 满眼感激, 他们知道, 前辈原谅他们, 和慕容公有很大的关系, 一开始, 他们还不知道, 这前辈具体有多强大, 再看到前辈推算到他们来了, 出现在门口, 并且看到这前辈那恐怖的牌面后, 他们重新刷新了自己心里, 对这前辈的看法, 不再是恐怖, 而是骇人, 如此强壮, 真的如先帝说的那般, 在凡间肯定准备下一场惊天气局, 第103章, 全程让小莲提战, 而慕容公见, 两人得到陈平安的原谅, 也偷偷呼出了一口气, 他也不敢再打扰陈平安, 便再次恭敬道, 那前辈, 我们就先离去了, 陈平安原本想请慕容公吃饭, 此刻见慕容公带来了两个不久前干扰招收的人, 他也不想和这两人待在一起, 一是不熟悉, 二是也没什么好感, 所以陈平安点了点头, 笑着道, 那功劳, 明日可以把慕容雪, 他们都叫来, 这次你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请你们吃一顿好的, 嗯, 听着这话, 慕容公瞬间激动的脸色涨红, 连忙点头, 陈平安看着慕容公开心的样子, 也哈哈一笑, 再次觉得自己做饭的技术不错, 而就在慕容公三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这时, 苏玲从院子里面走了出来, 苏玲想了想, 既然不能偷吃水果, 那他还是跟着去买菜吧, 哥哥, 我也去吧, 苏玲走出来道, 陈平安苦笑了一下, 这小妮子, 咋就这么喜欢水果呢, 你就不能过一天, 等肥料完全被吸收再吃吗, 一天而已, 又不是很久, 陈平安也没拒绝他, 关上了院子大门, 而苏玲见到慕容公时, 也微笑地叫了一声爷爷, 至于黄正前和陈烟明, 他没有正眼去看, 而黄正前和陈烟明, 此刻两人却是死死看着苏玲, 再看到苏玲那一刻, 他们再次陷入了猛逼之中, 犹如被雷霆狠狠披在了脑袋上一样, 这, 这不是先帝的独女, 苏玲骂, 两人互视了一眼, 咕噜地咽了咽口水, 苏玲遇到了什么事, 黄正前再清楚不过, 那狠人先尊可不简单, 可是争夺地位之人, 最后用全身的精血, 化作英灵袭击苏玲, 那英灵的强大, 即使是先帝, 也无能为力啊, 现在好了, 苏玲出现在这位高人这里, 而这苏玲, 竟然如常人一般, 前辈这是随意, 就把那英灵除去了, 好厉害, 此刻黄正前也终于明白, 先帝在说前辈的时候, 为何那般崇敬了, 同时, 他看了眼苏玲, 突然觉得先帝实在不要太幸运, 苏玲竟然和这位前辈如此亲密, 则则, 先帝果然是大气韵之人啊, 女儿竟能待在如此高人身旁, 日后的成就, 能低吗? 恐怕比先帝还高, 陈平安看着慕容公三人, 道, 三位, 不送了, 说着, 陈平安拉着苏玲的手, 往菜市场那边行去, 慕容公微笑点头, 带着黄正前两人往平安宗方向一空离去, 一空中, 慕容公脸上依旧一脸笑容, 很是激动, 黄正前看着慕容公这样子, 不禁问道, 公老爹, 你如此兴奋, 是因为前辈刚才说的吃饭, 慕容公黑黑一笑, 得意洋洋地炫耀道, 黄老哥, 老实告诉你吧, 这顿饭可不简单, 前辈煮的饭和菜, 乃至于喝的茶, 或者水果, 对我们来说, 都是极其珍贵的机缘, 吃了能提升修为, 或者升级灵根, 对了, 还有前辈吹的曲子, 我们听一次顿过几次, 黄正前和陈炎明听着慕容公这话, 突然说不出话来了, 有, 有这么恐怖, 慕容公见黄正前两人质疑的样子, 猥琐道, 不信, 你们啊, 还是把前辈想得太简单了, 上次我听说, 先帝还给前辈贵过呢, 此话一过, 黄正前和陈炎明皆是眼眸一动, 前辈这也太强了吧, 两人心脏砰砰的加速跳动起来, 同时, 他们也庆幸前辈原谅了他们, 要是没有慕容公, 他们不一定能被原谅, 两人盯着慕容公决定好好报答慕容公, 陈平安和苏玲买了很多菜, 全程都是苏玲提着, 回到院子的时候, 苏玲赶紧把东西放入箱子里面, 随后洗好手盯着陈平安邀功一般道, 哥哥, 现在可以吃草莓了吧, 刚才苏玲和陈平安做了一个交易, 他把所有东西提回来, 陈平安则答应他给他一个草莓吃, 陈平安很无奈, 道, 就一个, 而且得洗干净些, 苏玲眼眸大量跑了出去, 摘到一个赶紧去洗, 吃的时候他反而没有那么仓促, 而是一点一点地吃, 吃着的时候他那个表情简直不要太可爱, 又激动又享受又觉得量不够, 别着嘴难受, 陈平安笑着摇头, 而就在这时, 系统又突然发出了一道声音, 有新任务了, 嗯, 陈平安豁然站了起来一脸震惊, 系统我应该没有听错吧, 陈平安怎么不知道自己脸白成这样了, 新任务, 拯救一条人命, 为时三个月, 实现那未完成任务, 后果诉主知道的, 听着新任务, 陈平安眼眸一亮, 这次的任务挺简单的呀, 他, 完全可以请人作弊, 让一个人自杀, 然后他前去救下, 但他刚想完, 好似系统知道他的想法一般, 这时, 作弊JJ短半, 还不算完成任务, 陈平安, 这就有些难了, 不过也不是太难, 清源镇附近有条河, 此时正是夏天, 天气温热, 很多小孩会去游泳, 只要他前去待着, 应该能救下溺水的小孩, 或者去医馆走走, 找慕容公他们, 借一些疗伤的丹药, 遇到重伤的烦人, 就给他们吃, 这么一顿操作, 不就行了, 很好, 就这样打算了, 陈平安确定好方针后, 就开始吹起吊吊吊来, 完成了这个任务后, 他就有修为了, 简直爽歪歪呀, 有了修为后, 我得出去闯闯, 以前因为没有修为, 总是害怕出去莫名死亡, 等有了修为, 就安心很多了, 陈平安黑黑笑着, 而这任务有三个月实现, 他也不急在一时, 等慕容公他们来吃饭的时候, 再试着借他们一些丹药, 五更干完, 主角快有修为了, 这货开始浪起来了, 明天看看能不能干五更, 我感觉有点吃不消了, 加油吧, 至于水军, 最近突然多了很多水军, 希望你们喷得轻点, 第104章, 人送外号圣宝, 慕容公和黄正前两人回到了宗门, 天空出现骇人的气势, 阵法内外所有人都呼吸困难起来, 慕容公已经帮完黄正前, 这时候也回到, 黄老哥, 前辈已经气消, 你还有什么打算? 黄正前苦笑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 只能先回先见, 过些日子再下来了, 黄正前其实还想和陈平安打好关系, 但他知道此刻他们的关系, 还有些尴尬, 只能过段时间, 再来拜见一下这位存在了, 慕容公点头, 客气道, 那我就不送了, 老哥下次下凡, 可以来找我喝酒聊天? 慕容公当正常的分神妻看待, 加上慕容公刚才在那位存在面前, 帮他们说了一句话, 此刻他已经把慕容公当成好友一般, 好, 他日把酒言欢, 黄正前笑道, 说完, 他这时突然看向下方, 决定再给慕容公一份礼物, 他看着下方所有人, 如同整个世界的主宰一般, 从今日起, 平安宗由我保护, 谁敢动平安宗一下, 我让他在凡间待不下去, 声音在四周震荡, 震耳欲聋, 一群人听着这位强大存在的话语, 脸色不由自主地发白起来,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这一刻, 平安宗在他们心里的分量, 中了几万倍, 先人保护的宗门, 这简直不要太强大, 这以后, 完全能在大陆横着走啊, 说完, 黄正前朝着慕容公拱了拱手, 然后还看了眼白骨风, 点头一下后, 便带着陈炎明消失在原地, 慕容公看着眨眼消失的黄正前两人, 脸上露出了狂喜之色, 哈哈, 这下他们宗门在大陆的地位已经完全稳固了, 绝对能媲美天尊楼这些顶尖大势力,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名堂, 先人庇护的宗门, 即使总体实力弱, 可身后占着无数强大的存在, 以后谁敢动一下, 慕容公看了眼下方, 这时也见识朗声道, 我相信有很多人不知, 我们平安宗为何取这名字, 其实平安二字, 意思简单直白, 若平安宗, 我们将保他一生平安, 天才最怕什么? 最怕夭折, 我以平安宗宗主名义宣誓, 在我平安宗内, 绝对安全, 即使你的敌人是仙人, 若我平安宗, 我仍保你平安, 慷慨激昂说完, 慕容公嘴角翘起, 一闪身下, 落到了地面, 收了多少弟子, 慕容公看着张绍峰问道, 张绍峰道, 一万五千人, 好, 即刻停止收图, 出去告诉他们, 往后三个月收一次图, 每次只收一千人, 慕容公眯着眼睛道, 他可没忘记后面排队的人, 大部分一开始是觉得他们, 宗门是骗子嘛, 既然如此, 那我们为何还让你们加入宗门, 而一开始就信他们, 并且加入宗门的弟子, 他决定好好培养一下, 刚才他看了陈延明给的那个那件, 则则, 里面的修炼资源, 多得吓人, 而那些还排着队, 突然听到停止收图后, 所有人都梦了, 一时间, 哀红遍眼, 很多人突然抽起自己嘴巴子, 嘴上骂骂咧咧, 骂自己, 为啥一开始不去排队, 而那些顺利加入宗门的人, 见很多人被拒之门外, 皆是心里舒坦, 一开始, 他们也听到有人说他们傻, 此刻, 他们终于觉得, 傻得不是他们, 慕容公把一切都搞定后, 让宗门长老去安置新入宗的弟子, 他则把慕容雪他们聚在一块, 明日中午, 我们一起前去前辈那里, 前辈要请我们吃饭, 把好消息说完, 慕容公脸上笑容满面, 而慕容雪他们知道, 这消息后, 眼貌精光, 前辈这又要给他们机缘了, 现在慕容公等人面前, 白骨峰笑道, 功老爹, 王后小纯就交给你们了, 慕容公微笑点头, 白小纯天资卓越, 他是不敢轻易收为徒弟的, 毕竟白骨峰更有资格教导白小纯, 不过他也懂白骨峰的意思, 应该是想让白小纯待在这里, 和前辈多一些联系了, 白骨峰再次叮嘱了一下白小纯后, 便告辞离开了, 清元镇, 陈平安吃了午饭后, 也是无聊, 最后决定为任务走访一下医馆, 清元镇只有一个医馆, 郎中正是不久前替苏林看病的老者, 老先生挺清闲的呀, 陈平安走入医馆, 这里还挺大的, 差不多有他院子那么大, 进来后, 陈平安发现这里除了一个趴着打瞌睡的药童, 和无所事事的老郎中外, 就没人了郎中听到陈平安这话, 古怪了一下, 心里想着, 清闲好啊, 这说明没人生病, 哪有一者喜欢忙碌的, 陈先生, 怎么来了, 那小丫头又生病了, 郎中问道, 上次那时他还耿耿于怀, 他从医多年真没见过那样的症状, 前一刻还高烧不已, 额头烫人手掌, 身兼鸡蛋都行, 可下一刻却是一点事也没了, 后面过了一段时间又突然高烧不止, 实在奇怪不已, 陈平安摇头道, 没有, 他吃好喝好, 还生龙活虎的, 我来这里就是想看看而已, 看看, 陈先生你有病? 郎中眨了眨眼, 问出一声, 在他这里看看一词, 就是看病的意思, 陈平安正了一下, 然后略显尴尬地摇头道, 不是, 他觉得自己来这医馆看看, 有没有人重伤垂死这事, 说出来挺尴尬的, 郎中察言观色的本领很强, 捕捉到陈平安脸上那一闪而过的尴尬, 他懂了, 原来如此, 陈先生这是肾虚了, 偷偷来看病, 这不着痕迹的一抹尴尬, 就是证据, 郎中咳嗽了一下, 道, 陈先生, 我知道你来此的目的了, 来坐下吧, 我先给你把卖, 其实吧, 男人有那么一些肾虚, 还是挺正常的, 你要相信我, 我叫申保, 人送外号申保, 在这肾病领域中, 我说第二, 没人敢认第一, 保管能帮你调好, 第105章, 想不到先生是位老司机啊, 陈平安看着郎中那一脸自豪, 笑容得体的脸庞, 久久没有反应过来, 不是, 老先生, 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还申保, 我看起来像是肾虚的人嘛, 陈平安很是无语, 嘴角抽了抽, 而郎中见陈平安不好意思过来给他把脉, 脸上还露出被揭穿后的无奈, 便走过去把陈平安拉了过来, 他还一边走一边道, 现在的年轻人啊, 实在太不懂养生了, 以为年轻就可以大肆挥霍, 却不知年纪一到, 各种毛病就出来了, 上次我还遇到了一个还是修炼者的人, 嘴嘴, 那须得双腿发软, 眼神都不好起来, 动不动就摔到跪地, 听着这话, 陈平安傻了, 你说的人, 不会就是罗绍杰或者慕容公他们吧, 我真没想到修炼者也这般, 不过经过老夫之手, 短短几日, 嘿嘿,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嘿嘿, 具体意思, 陈先生也是男人, 你应该懂的吧, 陈平安听到这里, 嘴一脚一抽, 老先生, 看你老实巴交的, 没想到是个老司机啊, 陈平安被按在椅子上, 见郎中这么认真, 也决定让郎中摆一下脉, 嗨嗨, 要是真的虚了, 真的得补一下, 郎中仔细地给陈平安把了一下脉, 然后开始皱眉起来, 陈平安心里咯噔一下, 糟了, 不会真是虚了吧不对啊, 陈先生你好得很啊, 虽然比老夫差了一些, 但比正常人好很多啊, 郎中一脸认真道, 陈平安, 老先生, 我就说我没虚吧, 你还不信, 还有, 你刚才那话啥意思, 比你差了一点, 郎中这是知道自己刚才想歪了, 尴尬一笑, 而看到陈平安质疑地看着他, 他知道陈平安想什么了, 嘿嘿, 陈先生你可别质疑, 老夫真的比你强, 老师告诉你吧, 老夫从未碰过女人, 精气不漏, 十分强壮, 说着, 郎中得意地笑了起来, 陈平安, 他又是一阵无语, 老先生, 你恳慕得还自豪起来了, 陈平安咳嗽了一下, 也懒得废话, 开始表明来意, 老先生, 我这次前来, 就是想问一声, 不知你们医馆这里, 多不多重伤欲死之人前来, 郎中听后皱了一下眉头, 这啥意思, 不瞒陈先生, 虽然我不懂你为何这样问, 但我们清源阵的人, 从几年前开始, 身体都好得很, 甚至还频频出现, 超过一百岁, 还能下地干活的人, 你看, 我这一管也挺清闲的, 还好老夫食药能力强, 采药也能勉强养活一下自己, 听着郎中这话, 陈平安眨了眨眼睛, 有点猛, 这话的意思是, 他想在这里就冰死之人, 无望了, 还有这怎么回事, 几年前就没什么人生病了, 一百岁还能下地干活, 这么神奇, 要是说修炼者这样还没啥的, 可烦人这样, 就很强大了, 那好吧, 老先生要是遇到救不活的人, 以后可以来找我, 我手上有些能救人的东西, 毕竟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嘛, 陈平安撒起谎来, 主要是想让这郎中, 遇到这方面的情况, 可以第一时间找他, 郎中眼眸一亮, 陈先生所说的救人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陈平安苦笑摇头, 老先生, 这个是我的秘密, 不能说, 郎中这才叹息点头, 道, 嗯, 那好, 要是遇到我就不了的人, 就去找陈先生, 陈平安笑着点头, 随后快速从怀里拿出了几块碎银, 往郎中手上塞去, 郎中看了, 一脸义正言辞, 陈先生, 你这是把老夫当俗人啊, 你把这东西塞在我手里, 就是对老夫的侮辱, 陈平安对人之常情是挺懂的, 而且还看到这郎中穿着的衣服有些破洞, 显然生活有些拮据, 这不, 那睡着的药童还扒唧着嘴, 肚子咕噜噜的响, 想必没吃过饱餐, 而他这样做, 也以为能让郎中多关照一下, 多多帮他注意一下, 此刻听着这话, 还真觉得自己有点俗了, 是我俗了, 那老先生, 我就, 然而, 他还没说完, 郎中便继续义正言辞道, 我手是不能拿的, 但是, 陈先生其实可以把它们放在桌面上的, 说到后面, 脸上的义正言辞, 变得有那么一丝猥琐的味道, 听着这话, 原则的人啊, 陈平安离开了医馆, 往河边走去, 此时正值午后, 阳光直射时最为炎热, 不过陈平安穿着自己那件衣服, 一点也不觉得热, 反而浑身清凉, 很是舒服, 他到了河边, 流水很轻, 可以看到底那种, 一点也不像地球发展到现代化工业后, 河水被污染, 或者长满外来水生植物那样, 而河水不及, 很平稳, 偶有一些波澜湍流, 几个小孩在一处潜水河边游泳, 那样子很开心, 陈平安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 也看他们游泳能力这么好, 突然自嘲一笑, 他想着他们溺水后, 自己去救, 此刻觉得自己简直是丧心病狂, 这不诅咒孩子遇险吗? 陈平安呼出一口气, 朝着孩子们喊道, 小朋友们, 别玩太累, 注意安全, 孩子们这时看到了他, 脸上笑出了花, 陈先生的叫个不停, 脸上的笑容宛如人间最美的花, 陈平安笑了笑, 这里很多孩子他都认识, 以前还给他们做过玩具, 有些更是在他私塾里上过课, 让他们多注意安全后, 陈平安也不想在这里待了, 这任务就只能靠医馆那里了, 自己可不能那么丧心病狂, 而看着陈平安要走, 一群孩子笑着和陈平安摆手, 陈先生再见, 陈平安笑了笑, 往镇子走去, 但就在这时, 某个名为小吃的小男孩突然发现, 自己的脚抹了一下, 不过也就一下, 那感觉就没了, 所以他也没有理会, 陈平安一边行走, 一边想着, 除了医馆那里, 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救人, 可他刚走没多远, 这时, 小孩们呼救的声音忽然响起, 小池, 快救小池, 陈平安听着这呼叫声吓了一跳, 旋即快速往刚才那地方跑去, 然而, 他已经走了两百多米, 他也不是修炼者, 他这速度跑过去, 恐怕也来不及了, 但他还是完命地跑, 就在他快赶到的时候, 呼救声停下, 陈平安心里咯噔了一下, 这突然停下呼叫, 预示着已经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他终于跑到河边, 急速往一侧围满小孩的人堆看去, 此刻, 一个相貌平平的憨厚青年, 正抱着一个小孩子, 哥哥, 谢谢你, 被抱着的小孩看着青年, 哭着道, 刚才他差点沉入水底, 还好这位哥哥突然把他拉了起来, 而其他小孩, 此刻表情却是不同, 眼貌星光, 哥哥, 你是仙人吗? 一个又一个小孩激动问道, 刚才那一幕, 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这大哥哥是从天上飞下, 没入水里就出了他们的同伴, 青年正是陈中华, 他笑道, 还不算仙人, 一群小孩却不信, 如同看着偶像一般, 看着憨厚青年, 陈平安看到人没事, 呼出了一口气, 这时他也盯着憨厚青年看, 听着小朋友们称他为仙人, 想必应该是修炼者了, 而憨厚青年也感受到了陈平安的目光, 往他这边看来, 可是不看还好, 当看到陈平安后, 他直接梦了, 如遭雷击, 这, 此刻, 在他眼帘里面, 陈平安如同神明一般站在那里, 第106章, 原来前辈一切都推算好了, 看着陈平安, 陈中华呆滞了好一会, 才回过神来, 随后和几个小朋友说了一句话后, 快步走到陈平安面前拱手行礼, 依旧是头比手低, 见过前辈, 陈中华很是震撼, 被眼前恐怖的存在弄得迷糊不已, 不久前, 他还有幸见过仙人, 对仙人的契机有了一定的认知, 可是, 在这凡人小镇附近, 他竟然看到了一个深舟道泽运里萦绕, 而且还气质出尘的人, 他不由地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因为才刚觉醒体质后的狂喜, 弄得脑子不正常, 要知道, 眼前这位存在, 给他的感觉可是比那两位仙人还恐怖啊, 而他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正是因为自己外婆就在清源镇前一些的小镇, 他已经好久未去过外婆家, 此次他之所以出现在平安宗附近, 还稀里糊涂参加考核, 加入平安宗, 本来目的是要来自己外婆家刚好遇见平安宗招盛的, 所以在加入了平安宗后, 他第一时间跟自己世尊说了一下, 去见外婆一面也算是报喜, 等夜晚前再赶回宗门, 毕竟路途也不远, 但他真的没想到会在飞过这里的时候遇到溺水孩子, 救了孩子后还遇到了这么一个恐怖的存在, 嗯, 有点不对劲, 这恐怖存在一直在这里的话, 那这孩子不可能会没人救啊, 我懂了, 这前辈莫非是考验我, 看我会不会救人, 陈中华脸上露出恍然之色, 觉得定是这样了, 而陈平安此刻, 见陈中华快步上前行李, 认定自己那随机对不同人产生效果的视觉爆发动了, 便点了点头, 然后还笑道, 小兄弟, 我替小池感谢你, 陈平安对陈中华很是感激, 要是小池出现了什么意外, 他恐怕良心过意不去, 毕竟不久前他还想着有人溺水来着, 陈中华连忙道, 举手之劳而已, 陈平安点头, 觉得要是每个修炼者都能像陈中华这样, 这世界还是挺好的, 而这时, 那些小孩再次见到陈平安时, 便再次叫喊了起来, 陈先生, 一群小孩白手叫道, 陈平安朝着他们笑了笑, 而看着溺水的小池脸色有些白, 他走了过去, 觉得得带小池去一趟医馆, 陈中华此刻也不知道和陈平安说什么, 见陈平安往小孩子那边行去, 他也只能拱手告辞了, 前辈, 我还有事忙, 就先行告退了, 陈平安点头, 然后笑道, 有空可以来清源镇找我, 我叫陈平安, 陈中华听后, 点了点头, 把名字记在心里, 随后飞走了, 陈平安则带上小池, 往医馆行去, 处理好一切后, 陈平安最后回到了院子, 一天匆匆过去, 第二日, 临近中午, 一群人出现在了陈平安院子门前, 这次一共来了八人一狗, 张绍峰一家子, 慕容公一家子, 还有白小纯和慕容公徒弟陈中华, 白小纯看着眼前的院子, 深吸了一口气, 想着终于又能见到前辈了, 而陈中华此刻则是很紧张, 心里发慌, 昨晚他回去的时候, 怎么找慕容公都找不到, 直到刚才慕容公才突然找到他, 说要带他去见一个前辈, 还说这前辈很强, 推演能力出神入化, 他之所以觉醒体制, 也许还是这位前辈计算好的, 相当于说, 他拥有的这一切都是这位前辈给的, 慕容公还说, 也许他之所以能加入平安宗, 觉醒体制, 是因为他祖上和这前辈有些香火情也难说, 至于这里是哪里, 陈中华不知道, 因为慕容公移动的速度实在太快, 慕容公朝着大院里面喊道, 前辈, 我们来了, 不久后, 大门敞开, 陈平安看着慕容公等人, 笑道, 进来吧, 但刚说完, 他突然一正, 发现跟着慕容公来的多了两人, 第一个正是白小纯, 陈平安搞不懂这小孩怎么会跟着慕容公, 第二个则是陈中华, 昨天他才见到了陈中华, 想不到今日又会见到, 而且对方竟然还跟着慕容公一起来, 这简直是缘分, 而陈中华在看到陈平安那一刻, 直接梦了, 前辈, 您怎么在这里, 陈中华呆滞地问了一句, 此话一想起, 四周突然一静, 慕容公眨了眨眼, 你见过前辈了, 陈平安道, 我就在这里啊, 别在外面说了, 请来坐着说吧, 说着, 陈平安带头往里面走去, 慕容学等人也跟着走入了里面, 慕容公则站着, 拉住了陈中华, 问寻怎么回事, 陈中华赶紧把昨天发生的事情说出, 这一听后, 慕容公嘖嘖惊叹, 看来前辈很看好小华你啊, 建立宗门应该是和你有关了, 不只帮你觉醒体质, 还在昨日亲自测试了你的品行, 慕容公分析起来, 越是分析, 他脸上的崇敬越是浓烈, 陈中华听着, 脸上也升起了浓浓的敬意, 前辈好厉害, 一切都推算好了呀, 就连我去见外婆都推算好了, 陈中华咽了咽口水, 然后看了眼院子, 两人一阵感慨后, 也开始进入院子, 慕容学等人已经熟悉了院子, 进入的时候也没多大的震惊, 白小纯和陈中华一进入后, 瞬间就傻眼了, 看着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存在, 感受着那些骇人的气息, 两人突然觉得脚步特别的重, 如同灌入了铅水一般, 举步为奸, 小离儿此刻已经在炒菜, 香味从里面传出慕容公几人轻轻嗅着, 一脸满足的表情, 而白小纯和陈中华闻到后, 又如同被人当头一磅了一般, 这, 这怎么回事, 虽然不是很多,但能清晰感受到, 这太恐怖了吧, 就一点点香气就这样了, 而他们这时也看到了院子一个角落, 那里有三块地, 这一看下, 所有人脚步猛的一停, 还有两张十二点左右才能发, 遇到急事了, 不过绝对不会少, 第107章, 他吃素并且信佛, 看着那边的土地, 慕容公等人一脸震撼, 即使慕容公知道那里本就种有西瓜, 可是此刻看到也是头皮发麻, 因为那边此刻不仅仅只有一片西瓜地, 还有一片草莓, 和菠萝, 最恐怖的是, 草莓和菠萝, 那给人的感觉竟然和西瓜一样, 也就草莓没西瓜那么强, 而这才过去了多久, 慕容公不久前刚来这里禀报招收弟子的事情, 那时, 陈平安和苏灵才开始开垦了, 这堪称神迹啊, 陈平安一路回到屋子, 此刻桌面已经摆好了很多盘菜肴, 慕容公等人跟着走路, 当看到桌面上的佳肴, 他们眼珠子差点掉在地上, 前辈, 您这是想让我们一下子飞升吗? 这, 这真的好吗? 我们怕突破太多, 根基不稳啊, 时间过去很快, 陈平安等人吃完了饭, 而黑椒这段时间里, 一直在外面待着, 他只能看着慕容公他们吃饭, 很是羡慕, 毕竟他此刻化身为狗, 不能去吃, 反正很憋屈就是了, 一顿饭下来, 陈平安觉得很奇怪, 他发现慕容公等人的食量, 很不对劲, 这么多菜, 慕容公等人却吃得不多, 完全没了一开始来他这里吃饭时的那种疯狂镜头, 怎么, 这次的饭菜不合各位的胃口, 陈平安有些古怪道, 他觉得这次的饭菜特别好吃啊, 则则, 小林儿的手艺就是好, 他都吃到肚子撑起来了, 苏林看了眼慕容公等人, 眼珠子滴溜溜一转, 慕容公等人的情况此刻不怎么好, 他们连续突破太多, 根基有些不稳了, 慕容雪, 白小淳和陈中华还好, 只是有些不稳, 而慕容公, 慕容云海他们, 恐怕得消化很久才行, 慕容公听着陈平安这话, 嘴角抽了抽,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次仅仅吃了一下, 突破的速度更吓人了, 比一开始吃的时候还恐怖, 他本就是分神巅峰, 可此刻已经是合体中期, 他有种感觉再继续突破下去, 从一开始积累下来的虚弱根基将会崩盘, 到时候他的修为和实力完全不符, 所以他不敢吃了, 决定先用段时间来稳固一下修为, 前辈, 我饱了, 慕容公苦笑道, 慕容云海等人也一样, 说自己吃不下了, 陈平安虽然奇怪, 此刻听着这话也没有办法, 而看着他们吃的不多, 陈平安就有些没招呼好他们的感觉, 在结合他们帮了他那么多, 他想了一下后, 道, 饭菜吃不下了, 要不吃点水果, 苏玲听着这话也萌咪了一下, 心脏揪紧起来, 听着陈平安这话, 慕容公连忙摆手, 前辈不用了, 我们真的不能再吃了, 慕容云海等人也一样, 拼命摇头, 一副再吃就撑死的模样, 陈平安挣了一下, 这, 有这么饱啊, 你们当初喝茶时的镜头呢, 当初可是能喝好几桶水的啊, 苏玲看着慕容公他们摆手晃头的模样, 露出了一副阴谋得逞的模样, 看来他没有白白施展那么好的厨艺, 陈平安抿了名嘴, 然后又突然灵光一闪, 道, 你们不是很喜欢听我吹曲子吗, 要不我给各位吹几手, 慕容公听后又吓了一跳, 再次快速摆手晃头, 都想给陈平安跪了, 前辈, 我们真不需要了啊, 再突破下去, 根基不稳啊, 陈平安又见他们拒绝得那么干脆, 满心疑惑, 你们今天怎么了, 吃腻了, 陈平安也不知道怎么才能给慕容公他们更多好处了, 他还以为慕容公他们特别喜欢这些东西来着, 要不, 喝茶, 吃东西饱了, 喝茶会不会可以, 有句话就是, 吃饱了, 饮料没饱, 慕容公他们听着这话, 本想习惯性地摇头拒绝, 但他们突然想到, 喝茶和提升修为没关系, 那是提升灵根, 骤然间, 他们改变动作, 如同小鸡啄米般点头, 陈平安看着他们这般, 呼出了一口气, 看来你们还是更喜欢喝茶呀, 哈哈, 陈平安心里开心起来, 只要能给他们喜欢的东西就好, 而且这样的话, 他最后也好意思提出, 借一些疗伤丹药这事, 陈平安去泡茶, 这次, 他再次抓了几个枸杞, 男儿啊, 不能许, 泡好茶后, 陈平安好好给他们倒茶, 看着他们那一杯接一杯的样子, 陈平安很开心, 也不管他们要不要了, 他这次决定把鸡通水给他们喝, 喝到他们吐都行, 最后, 慕容公等人肚子鼓了起来, 也是时候离开了, 陈平安送他们出去, 这时, 他看向了三块土地那里, 提议道, 要不功劳你们带点水果回去, 吃不下, 带回去吃也行, 站着的苏灵, 听到陈平安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不淡定了, 慕容公听后, 眼眸一亮, 真的, 慕容公忍不住问出一句, 陈平安笑道, 你们想吃就带点啊, 我也不怎么吃, 就小铃吃, 而且, 他也吃不了那么多, 苏灵听到这里, 想哭了, 哥哥, 我吃的很多的, 慕容公想点头, 然而就在这时, 他发现, 一道看杀妇仇人一般的目光, 落在了他的身上, 他眨了眨眼, 往苏灵看去, 苏灵正撇着嘴, 瞪着眼睛, 苏灵心里不平衡, 他为了让慕容公他们不吃水果, 好好做了一顿丰富的午餐, 怎么也没想到, 最后还会这样, 慕容公咕噜的咽了咽口水, 然后连忙摆手晃头, 前辈不用了, 我们不喜欢吃, 陈平安听后震了一下, 不喜欢吃, 好吧, 对了功老, 有件事, 我想请你帮忙一下, 说到这里, 陈平安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前辈但说无妨, 慕容公连忙道, 陈平安咳嗽了一下, 道, 功老能否借点三四品的疗伤单给我, 听着陈平安这话, 慕容公呆了一下, 三四品的疗伤单, 前辈, 你要这些垃圾玩意干嘛, 不过他也没问, 也许前辈有什么新的谋话也难说, 便快速拿出了几个瓶子, 前辈, 这是三品疗伤单, 这是四品疗伤单, 我还有五品的, 甚至更高的, 慕容公一脸认真道, 陈平安听完, 眼眸睁大了一分, 我擦, 功老, 你这么有钱哪, 陈平安实在需要担药, 见慕容公这么有钱, 他也不客气了, 顶多他以后有修为了, 赚回来再还给慕容公, 其实陈平安从未想过一下, 平安宗是他的, 在他想来, 一切都是慕容公的, 他这人账目分明, 典型的滴水之恩, 涌泉香暴类型, 收下丹药, 陈平安笑着送慕容公等人出去, 但刚走几步, 陈平安发现慕容公忘记带上黑狗了, 功老, 这黑狗你不带上, 陈平安远离了黑狗一些, 对于妖兽, 他还是挺怕的, 毕竟他还没有修为, 慕容公听后, 道, 我们已经收好弟子, 他可以还给前辈了, 而且, 他也想和前辈待在一起, 说到这里, 慕容公笑了笑, 黑狗在这里能更好地突破, 他已经和黑狗混成兄弟, 对黑狗很多事情熟悉得很, 陈平安嘴角一抽, 道, 功老, 我想问问, 他强吗? 慕容公听着这话, 又觉得陈平安在考验他了, 黑狗对他来说本来就强, 不过他却知道, 黑狗体内有龙筋, 以后定能成为真龙, 他觉得前辈应该在考验他这个, 想看看他有没有看出黑胶的特殊, 所以他果断点头, 强, 强得很, 陈平安眨了眨眼, 然后又问道, 他吃人吗? 这么强的话, 他更怕了, 慕容公听后, 直接笑道, 他从未吃人, 一直吃素, 而且偷偷告诉前辈, 他还信佛, 陈平安听着这话, 梦了, 吃素, 信佛, 我擦, 这还是妖兽吗? 真的, 陈平安问道, 慕容公觉得是真的, 黑胶不会骗他, 所以决定再在陈平安面前, 美言黑胶几句, 陈平安听着慕容公的话, 放心下来, 那好, 那就让他留下来吧, 此话一出, 地上的黑胶差点哭出来, 终于能留下来了, 他刚才看陈平安好像不想留下他的样子, 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了, 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 没空改稿, 先发了, 我忙完再改一下错别字和语句, 今天遇到突发事情了, 不好意思了各位, 还有一张会不够, 希望大家能够体谅, 第108章, 挖去饮水, 说完后, 陈平安把慕容公等人送走这时, 陈平安盯着眼前的黑狗, 他其实觉得这狗看起来不凶, 但他还是有些畏惧, 而黑胶见陈平安看来, 连忙摆动尾巴, 吐着舌头, 必须得好好讨好这位主, 这样才能留下来, 陈平安看着黑狗这般, 眼眸亮了一下, 他深吸了一口气, 觉得慕容公不会骗他, 便小心翼翼来了一句, 靠近点, 话语一过, 黑胶化作一溜烟, 跑到陈平安面前, 陈平安见黑狗, 竟然能听懂他的话, 眼眸再次亮了一下, 要是这黑狗没有恶意, 还能归顺于他, 还是妖兽, 那也能看门, 还挺的, 嘿嘿, 能听懂我的话, 就点头一下, 陈平安再次试着道, 黑胶赶紧点头, 陈平安这下终于确定, 这黑狗智商不错了, 你真吃素, 黑狗再次点头, 你会不会伤人, 黑狗这次没有点头, 再然后继续吐着舌头, 摆着尾巴, 一副乖巧模样, 陈平安懂了, 这是说, 会伤害恶人, 哈哈, 你很不错, 陈平安开心起来, 有这样的狗看门, 很好, 陈平安继续研究了一下黑狗, 随后才让他去桃树底下, 趴着, 看着黑狗真的去那里, 趴着, 而且一动不动后, 陈平安哈哈地笑个不停, 这黑狗他喜欢, 此时, 大陆中心处, 这里有一片灵气浓郁的 如同雾水一般的山脉, 山脉下, 都种满了一些不同种类的灵药, 看起来极为壮观, 此刻, 山脉的中心处, 这里有一个强大的阵法, 阵法里面, 一个青袍老者盯着眼前的一株植物, 来回踱步, 脸上竟是焦急神色, 他身上的青袍会有一个丹炉, 他正是炼丹事工会总会长, 西门辰, 而他面前的植物, 是一朵花, 此刻, 已经完全开花, 花瓣有五种颜色, 这正是一种灵药, 名为严寿花, 品阶达到了八品, 只有五片花瓣掉落时, 才可以采下花子, 服用花子, 可以严寿几年, 而要是拿花子炼制成一种极为罕见的严寿丹的话, 就能严寿二十年, 但这种灵药很奇怪, 要是没成熟就去采摘, 就会毫无效果, 看着一片叶子也没落下, 西门辰心里火急火燎, 随后一闪身下, 在原地消失, 他出现在一间屋子里面, 此刻床上正躺着一个咳嗽不断的老玉, 老玉年纪已经很大, 白发稀疏, 行将旧木的模样, 陈儿啊, 不用管娘了, 往后你照顾好自己就行, 感受到有人出现, 老玉睁开了沧桑且暗淡的眼眸, 虚弱地道出了一声, 西门辰听着自己母亲的声音, 拳头握起, 眼眶有些红, 他的成就很高, 一举成为了凡间的顶尖强者之一, 更是炼丹市工会总会长, 但他的生母没有灵根, 不能修炼, 尽管他一直炼丹给母亲服下颜兽, 却还是迎来了这一天, 娘, 您再坚持一下, 不用多久, 我将能炼制出颜兽丹, 西门辰走近, 脸上强自装出了微笑, 老玉皱眉叠层书一般, 虚弱笑道, 陈儿, 眨眼你也老了, 但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不会说谎, 我以一介凡人之身, 活了整整几百年, 已经活够了, 西门辰听到这里, 眼眶红了一片, 娘, 相信我, 孩儿会让你活下去的, 老玉叹息一声, 他已经感觉到, 也许只有几天的命了, 西门辰快速离开了房间, 出现在一棵树底下, 他一咬牙, 用力打了一拳身前的大树, 三人环绕的大树, 硬是震荡了一下, 树叶落英缤纷, 飘荡而下, 预示着树叶终归入土, 而就在西门辰感觉到很无力的时候, 传音御检再次震动起来, 他无心去管炼丹施工会的事情, 也没有任何精力去管, 但传音御检已经震动好多次了, 他心情很不好, 拿出输入灵气后大骂起来, 但也就骂了一下, 他突然停下, 听着里面传出的声音, 他宛如见到了希望一般, 他整个人在原地消失, 两个时辰后, 他在一个大栈前闪出, 看着眼前的大栈, 他深吸了一口气, 刚才他才知道, 原来这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宗门, 这宗门建立当天和不久前, 这里竟然有仙人下凡, 他听自己手下禀报说, 这宗门甚至身后还有仙气庇护, 反正这个宗门极为神奇, 很有可能有办法延长一个将死之人的寿命, 所以他匆匆赶来, 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仙人, 求一些延长寿命的丹药, 这样他就不用炼制了, 如果没有, 他就看看这个神奇的宗门, 有没有办法让延寿花加速成熟, 或者直接帮忙延长他母亲的寿源, 哪怕几个月也好, 看着眼前的大栈, 他散出了修为, 朝着里面喊道, 炼丹师工会会长, 请见慕容道友, 他已经在手下那里打听到平安宗的一切事情, 乃至于最强化是人的名字, 而他刚喊不久, 慕容公便闪身出现在他面前, 慕容公看着西门辰, 看着他穿着的衣服, 再结合他的修为, 可以确定他真的是炼丹师工会会长了, 见过会长, 慕容公拱了拱手, 不卑不亢道, 慕容公大势面见多了, 先人也管他叫老弟, 此刻见到这种强者, 也是凭背而成, 西门辰已经知道慕容公的事迹, 即使看到慕容公只有合体镜, 也没有任何轻视, 反而极为恭敬, 还鞠躬行礼一下, 随后才道, 慕容宗主, 我想问问, 那两位仙人还在吗? 慕容公听后, 果断摇头道, 他们都会先见了。 西门辰脸色难看了很多, 咬了咬牙, 最后的希望放在慕容公身上那慕容宗主, 请问您的宗门, 有没有能延长寿命的丹药, 或者宝贝? 我母亲寿源将近, 我实在无能为力, 如果有, 我愿意用我拥有的一切来换。 慕容公听着这话猛了一下, 然后才苦笑道, 这种丹药和加速严寿花的宝贝啥的, 我真没有, 其实他这里没有, 但却不知道前辈那里有没有。 西门辰突然一脸死灰, 随后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一般, 道, 那, 慕容宗主能否联系那把仙气? 如果可以, 还望您帮忙联系一下, 我可以把我拥有的东西都给您。 西门辰从小出生在凡人家里, 而且从小有母亲一人带大, 即使过去这么多年, 他都未曾忘记小时候那段贫苦的日子。 某年饥荒, 他母亲不吃不喝, 把仅存的食物统统给他。 那一句娘吃过了, 依旧营绕在他心头。 慕容公听到这里, 一脸苦涩, 他不敢轻易带西门辰去见前辈。 这我真没办法。 慕容公苦笑道, 再说了, 他和西门辰不熟, 他可不想因为一个不熟的人不小心得罪前辈。 然而, 就在他说完这话后, 砰砰一声, 西门辰突然跪了下来。 这一刻, 西门辰不管四周有没有人, 他能为母亲做任何事情。 慕容公吓了一跳, 连忙过去扶起。 会长, 你这样会折杀我啊? 西门辰一脸哀求, 慕容宗主, 我可以为您做牛做马。 还望您帮我一次。 慕容公嘴角抽搐, 犹豫了一下, 他才道, 这样吧, 你往那边逛一下, 剩下的我就不能说太多了, 有些事情, 至于西门辰能不能见到前辈, 全看他自己的造化, 或者说就看前辈想不想帮他, 因为他觉得前辈应该已经算到了这一切。 西门辰听后, 朝着慕容公磕了一个响头, 随后告辞下, 朝着那方向匆匆飞去。 慕容公摇了摇头, 继续回去巩固修为。 西门辰按照慕容公指着的方向飞去, 一路感应着四周, 看看能不能感应到仙气的气息。 没错, 他以为慕容公说的是仙气的踪迹。 而清园阵一处小树林处, 陈平安穿着朴素的衣服, 担着两桶泥, 在一棵大树下, 到了泥后, 继续往自己院子兴去。 他决定给三块地挖去饮水, 反正小池塘的水一直都是满的, 在三块土地里面连渠后, 以后都不用浇水了。 而挖渠就得倒泥, 这不, 苏灵在挖渠, 他则负责倒泥。 陈平安已经到了几桶泥, 此刻吹着哨子回镇子。 而他不知道的是, 那倒在大树根下的泥土, 竟然萦绕着神秘的气体。 那棵大树也在这些泥土作用下, 快速生长, 越长越高。 在天空快速飞行的西门城, 很快到了清园阵, 但他也没在这里感受到仙气的气息。 所以, 直接路过了清园阵, 然而刚过去不久, 他又突然闪身回来。 他目光急速看向一处小树林处, 入目的是一棵大树。 这大树, 此刻竟然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高招。 这…… 怎么回事? 西门城愣在了那里。 武刚到了, 哎, 胆到我身腾, 继续加油吧。 第109章, 正是本人安排的。 西门城站在天空上, 正正地看着那变高的树, 怀疑自己眼花了。 这怎么可能呢? 为了确认, 他一空飞落在树顶上, 仔细看了一下, 发现这树真的在长高着。 还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高, 极为神奇。 他落到了树底, 只见树根处有几堆泥土, 而在看到这几堆泥土的时候, 他又被雷劈了一般, 直接呆离当场。 这! 西门城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脸不可思议, 在他的视野里面。 此刻那几堆泥土正散发出强大的能量, 灌入树根里面。 这泥土给他的感觉就是一种质保。 这! 这到底是什么? 西门城蹲下仔细去查看。 他看着大树在长高, 认定这些泥土能加速植物生长。 刚想到这里, 他突然想到了慕容宫。 这不会都是巧合吧? 还是, 有人计算好了这一切。 西门城呆呆地看着这泥土, 下一秒也反应过来, 赶紧在那界里面拿出一个大箱子。 这箱子有一柜那么大。 他把箱子放在地上, 拿出工具把泥土往里面铲。 很快的, 他把几堆泥土统统收入到箱子里面。 这时, 他眼前的大树也停止了长高。 西门城很是兴奋。 要是他拿着这些泥土回去堆放在那岩寿花下, 岂不是也能加速岩寿花成熟? 这必须得试试。 西门城准备离开, 可这时, 他又顿了一下。 这里的泥土怎么来的? 他还没弄明白。 他看了眼清园镇那边。 莫非这镇子里面有什么宝贝出现, 改变了土壤? 所以这些泥土才有这样的作用。 西门城发散思维, 可他也没有多少时间能浪费, 准备先帮母亲严寿后再来查明真相。 只是,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一个俊义男子担着两桶东西, 正往他这边走来。 一眼看去, 他就发现了那两桶东西是什么了。 那两个桶四周散发出神秘的能量。 这不会就是两桶神秘的泥土吧? 西门城正正地站着, 盯着陈平安一阵端看。 陈平安给他的感觉就是不简单。 即使穿着朴素的衣服, 担着东西, 干着粗活, 却还是给人一种超脱世俗的感觉。 然而, 他没在陈平安身上感受到任何修为气息。 如同凡人, 这就有两种可能了。 一是, 这人真的是凡人, 第二个可能比较荒诞。 这人是一个强大到恐怖不已的绝世高人。 即使他已经是地先境界, 也看不出对方修为。 他还是觉得第一种可能比较真实。 想着, 也许这人种的地里有什么宝贝。 在那宝贝的影响下, 泥土才会变得这般神奇, 陈平安很快靠近。 这时也看到了身前的西门城, 还发现西门城在盯着他。 他也看了眼西门城。 看起来精神绝朔, 虎目其长, 呃, 不会又是修炼者吧? 陈平安最近发现清源镇真的来了很多修炼者。 不过陈平安也没有去理会, 朝着他微笑点了点头后, 便开始在大树脚下倒泥。 但他奇怪地发现, 刚才他倒的几桶泥此刻竟然没了。 他又看了一眼西门城。 而西门城看清凉桶里面装的确实是那些神奇的泥土后, 便朝着陈平安微笑道。 小伙子, 请问一下, 你这是在做什么? 陈平安听到这一声小伙子, 看着西门城和蔼的模样, 也礼貌地微笑回应道。 我在院子里开垦了一块地, 种了点东西。 这不嫌浇水麻烦, 便挖了水渠, 连通池塘, 顺便把泥拿出来倒了。 对了, 我在镇子里没见过老人家, 老人家是外乡人。 西门城听着这回答, 眼眸一亮。 院子里的泥? 难道这院子里面有什么宝贝不成? 西门城来兴趣了。 面对陈平安后面的话, 西门城也微笑回道。 小伙子, 其实我是修炼者, 我想。 说着, 西门城突然停下。 他本想说, 陈平安院子可能有宝物, 能否带他去看看。 但想了想, 自己说出来后, 陈平安可能就不会带他前去了。 陈平安见西门城突然停下话语, 扬了扬眉头, 等待了一下, 同时, 他还想着西门城前面一段话。 果然是修炼者。 不过, 看这情况, 应该没有触发到视觉Bug了。 要是触发到视觉Bug, 西门城第一时间肯定得管他叫前辈。 而关于这个视觉Bug, 陈平安又有了一些猜测。 这视觉Bug不仅仅是随机在不同修炼者身上触发, 其实还有可能有传染性。 这不, 他发现和慕容公他们认识的人, 见到他, 定会管他叫前辈。 几乎无一例外, 陈平安一开始没有这个发现, 直到不久前, 他看到白小春和陈中华和慕容公走在一起后, 便确定了。 白小春在看到他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管他叫前辈。 而陈中华也一样。 最让他无语的是, 这两人竟然都认识慕容公。 这不是有传染性还能是什么。 总不能这妖巧, 他们刚好认识慕容公就触发到视觉Bug吧。 而现在, 这老者也是修炼者并没有第一时间喊他为前辈, 那就是没有触发到视觉Bug了。 很大可能也不认识慕容公。 为了验证一下, 陈平安道, 老人家, 你认识慕容公吗? 西门城听着这问题, 正了一下。 他刚见过慕容公, 这当然认识了。 他突然重新审视起陈平安。 眼前这人, 好似不简单。 莫非, 刚才慕容公让他来这里, 不是找什么仙剑, 而是知道这里有他想要的东西。 这人又问他认不认识慕容公, 不就是呼应了马斯? 如此一想, 他突然倒吸一口凉气。 这样的话, 这里发生的事情, 岂不是都是慕容公安排的? 或者, 其实是某位强大的人已经知晓他的情况, 提前布置好的。 而慕容公安排的话, 这有点扯淡。 一是他移动速度很快, 这匆匆安排, 也不可能这么快安排妥当。 更不可能一下子就准备好。 再者说, 慕容公修为也不高, 他也不至于这么大费周章安排, 刚才完全可以直接拿出这些宝贝泥土, 不然就有点脱窟放屁的意思了。 毕竟想让他感激, 给了他这些泥土就行了。 这么一排除, 那么, 就只有第二个可能了。 是某位强大的人计算好了一切, 然后提前准备好。 他开始盯着陈平安, 眼神中的审视更加凝重。 他突然拱手道, 这位先生不知这一切是否有人安排好的。 既然想不懂, 他直接问就是了。 陈平安文言正了一下。 我问你问题, 你还没回答呢? 而且, 你这什么问题? 安排哪一切? 挖渠, 饮水, 和稻泥。 陈平安苦笑了一下, 然后试着问道。 老人家, 你是问这挖渠稻泥的事情吗? 西门城听后, 快速点头。 对, 就是这一切事情, 特别是这稻泥, 简直就是安排好了, 刚好让我遇见。 陈平安见对方点头, 便笑着道。 没错, 确实有人安排好了。 这挖渠饮水的事情, 正是他想到的, 并且直接执行。 西门城眼眸大亮, 这么说来, 真的有某位强大的存在。 西门城激动道, 不知那人是谁。 陈平安笑着道, 正是本人。